穿越成漩涡名人十年,觉醒记忆,才知道自己是穿越者,公寓楼某房间内,黄发少年双目无神地躺在床上,他就是木叶村的人助力,漩涡名人,就在刚刚,名人觉醒了前世的记忆,原来他是穿越者,而且还是看过原著那种,名人并不喜欢主角光环,他更倾向于平凡安静的生活,但他的身份却偏偏是人助力。 唉,名人略显稚嫩的小脸上露出苦涩的表情,深沉地叹了口气,就在他对自己未来的繁忙感到无力之时,作为穿越者的金手指到账了,丁角色模拟系统绑定成功,宿主可创建角色,根据创建角色的属性进行模拟,模拟结束后,系统会对角色进行评级,然后发布奖励,此外,宿主还能选择创建角色的某项能力或物品,名人猛地从床上坐起身来,愣了两三秒后,立马在心中说着,开始模拟。 丁宿主不需要再解释一下,或许是名人的接受能力有点强,导致系统有点不习惯了。 名人嘖嘖一笑,你根本不知道我看过多少同人小说,这模拟器类型的,我当然也有设计。 丁宿主消耗模拟次数,开始创建角色。 角色性是抽取完毕,山上。 名人有些惊讶地说着,抽取? 不是我自己创建吗? 丁提示,每次模拟过后,宿主可选选项会加一。 嗯,这样也能多出来选择空间。 而名人模拟次数越多,他所创建的角色面板也就越强。 系统,继续吧。 角色天赋抽取完毕,躲雨的评次。 作为一名老火迷,名人也是想了好一会儿,才知道,这家伙是谁。 好家伙,这不就是半藏左右手的左右手吗? 俗称地中地的存在。 运气不好啊。 角色健康抽取完毕,安马巴云。 名人? 好家伙,没天赋,还得了天赋病。 角色智商抽取完毕,飞断。 名人已经麻木了。 角色性格抽取完毕,佐助叛逆期。 名人? 角色人际关系抽取完毕。 直到最后,名人打开角色的完整属性面板。 姓氏,山上。 天赋,躲雨的评次。 健康,安马巴云。 智商,飞断。 性格,佐助叛逆期。 人际关系。 与之波般离开木叶板。 颜值,鬼交人体实验后。 暗号,卡多。 擅长,团藏你会后悔版本。 角色评价,你是个一穷二白的平民。 你的天赋垃圾,倒没有任何成为忍者的可能。 你的身体很差,活到一定年龄,自动病死。 你几乎没有智商。 飞断? 你性格恶脸。 没人乐意和你交朋友。 你丑到不忍直视。 你很喜欢钱。 你很擅长隐远远飞日展。 你会后悔的。 看着自己面前的属性面板,名人扶着额头。 他觉得有点头疼。 这特么的。 究竟是什么你天面板啊? 安西同,继续吧。 模拟时间线抽取完毕,第三次忍戒大战。 角色出生地抽取完毕,木叶村,开始模拟。 你出生了,因为你的丑陋和疾病,导致你的父母抛弃了你。 你被送到木叶孤儿院,虽然你很丑,但要是言乃语并不嫌弃你。 对你和其他孤儿一世同仁,甚至专门为了你的疾病上山采药。 你安稳活到了三岁。 你结识了药师兜,他可能是唯一不嫌弃你的丑陋,愿意搭理你的孩子了。 你长大了,院长被团藏威胁去执行任务,药师都被团藏收在麾下。 而你的疾病越来越重,好在药师都会时不时送来药材。 由于你很贪财,你想把药师都好不容易收集来的药材拿去卖钱。 你的选择是,居然还能选择一些人生走向。 瞧见面板发生变化,名人觉得挺不错。 药材当然是要自己用掉啊。 系统,选择自己使用。 你选择自己使用药材,但你太过于贪财,只用了一次。 后续药师都送来的药材都被你拿去卖掉。 名人,这角色,无药可救了。 你尝试成为忍者,但你没有天赋,身体条件也不行,你失败了。 你尝试成为武士,你失败了。 你尝试在木叶打工,你失败了。 人界大战期间,木叶村偶然遇袭,药师都冒险来救你。 但你自负的性格,反而去责怪药师都,药师都离你而去。 啊?人家药师都已经非常不错了,居然还责怪人家。 名人现在的表情特别便秘。 这角色,实在太垃圾了。 叛逆期左住的性格,卡多的爱好,还长得贼仇。 你失去了资金来源,你想冒险发战争才。 你的选择是? 想去搜死人身上的银两。 你病成这个样子,能行吗? 名人正准备选择不去发战争才,可最后却停了下来。 反正这角色啥也不是,到最后自己也无法得到忍数,血脉之类的。 不如让他收集一点银两,到时候直接选择他的银两。 嗯,就这么决定了。 毕竟名人现在的还是非常缺钱的。 行,那你去给我赚钱吧。 死了得了。 名人对这个角色,已经没有期待了。 你发了一会儿战争财,积累了一些财富。 但由于,你不舍得花钱买药,你的病情加重。 这就对了,别花,留给我花。 弥留之际,原非日展想让你捐出部分财产,用以建设收留了你的孤儿院,但被你拒绝了。 你死了,模拟结束。 系统评价,短暂,畜生的一生,你众叛清离,没有回报药师爷乃宇的救命之恩,失去了和药师兜之间的友谊,失去了还能活几年的寿命,一生只为了钱财。 评价等级,一,获得奖励,一级体质增强,获得奖励选择卡,山上。 伴随着模拟结束,名人能够清晰地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体质在这个世界极为重要。 它关乎查克拉上线,关乎忍数耐受力。 甚至可以全面地提升你的实力。 一级体质增强,就能让名人清晰地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系统,我选它所有的银两。 丁奖励选择完毕,宿主获得银两X824万。 丁奖励已发放至系统背包,请宿主自行提取。 这些银两,根据名人前世的购买力汇率来算,已经是40万块钱了。 作为一名小说爱好者,名人当然知道一些系统的事情。 他对系统问着,系统,我也有属性面板吧。 丁属性面板已打开。 宿主,漩涡名人。 特性,漩涡血脉,阿修罗转世,九尾人助力。 术,色诱术,变身术。 战斗力,八万两千四百。 背包,八百二十四万银两。 模拟机会,二。 任务,暂无。 不愧是传闻中的漩涡名人。 小小年纪,就已经学会了色诱术。 此子恐怖如斯,前途不可估量。 作为主角,拥有三大特性,是最基础的。 战斗力方面,名人本身战斗力,只有五。 后面那个八万多的战斗力,估计是九尾的。 原本名人拥有三次模拟机会。 刚刚使用一次,将目前资金短缺的问题解决了。 剩余两次,创建的角色将会更强。 名人在内心,忍不住有些期待起来。 系统,继续模拟。 丁宿主消耗模拟机会,开始创建角色。 角色姓氏抽取完毕,山上,耐凉。 角色天赋抽取完毕,躲雨的评次,小礼。 角色健康抽取完毕,安马八云,军马履。 角色智商抽取完毕,飞断,蛤蟆龙。 角色性格抽取完毕,佐助叛逆期,录完懒惰模式。 角色人际关系抽取完毕,与之波斑,至村团葬根部时期。 角色颜值抽取完毕,鬼交人体实验后,钉刺大书版。 角色爱好抽取完毕,卡多,麦特凯体数达人。 角色擅长抽取完毕,团藏你会后悔版本,牵手刚手赌神版。 望着自己抽出的结果,名人嘴角微微抽出起来。 要是自己能随意更换顺序就好了。 直接把班放在信誓里,那将会是绝杀。 可惜换不得。 不过好在,这一次不是平民了。 奈良一族,也比平民好的太多了。 关于天赋方面,名人选择了小礼。 小礼虽然没有忍输天赋,但是体数天赋还是有的。 被麦特凯称之为体数大师的存在,不带一点天赋说不过去。 当然,小礼的成就和他的努力也离不开关系。 至于健康,安马巴云和君马吕都是早死的,还是选君马吕吧。 毕竟君马吕没病到完全无法当忍者的地步。 不多时,名人就选定完毕,将角色创建了出来。 姓氏,奈良,天赋,小礼,健康,君马吕,智商,蛤蟆龙。 性格,陆丸懒惰模式。 人际关系,团葬根部时期。 颜值,丁刺。 爱好,麦特凯体数达人。 擅长,团藏你会后悔版本。 角色评价。 你是奈良一族的耻辱。 你小有体数天赋。 相比于安马巴云,现在的你,能多活一会儿了。 从飞断到蛤蟆龙,你实现了智商从零到一的突破。 你非常懒。 虽然你被人误解,但你,还是有支持者的。 你比鲨鱼好看了一点。 冰刺。 你很喜欢体数。 你很会隐忍。 之所以选择这些,是因为,名人想获得一些体数能力。 这名角色,有体数天赋。 虽然懒,但是会忍耐。 而且不是安马巴云那样,完全无法成为忍者的类型。 到最后的体数造诣,应该是多少,有一点的。 系统,开始模拟。 模拟时间线抽取完毕。 第三次人界大战,战国时期。 角色出生地抽取完毕。 木叶村,雾影村。 这还有的选吗? 战国时期太乱。 牵手飞奸,也没有建立忍者学校。 所以没有完整的忍者成长的体系。 而关于出生地。 那肯定得是木叶。 因为性奈良,但出生在雾影村。 那不是找死行为吗? 开始模拟。 你出生在奈良一族,却因肥胖引起父亲怀疑, 专门找到队友里的蝶,造成了一场闹剧。 你达到一定年龄,父亲发现,你有先天性疾病。 于是开始用药材调理你的身体。 你和一中奈良一族孩童,开始接受族内的学前教育。 你被发现是个智障,除了吃喝睡其他,都无法提起兴趣。 你的父亲很是失望。 你察觉到父亲的失望,正在考虑要不要努力一下。 你的选择是? 当然要努力一下的。 上个角色是废物,名人没有期待。 这个角色名人,还是想拿到体数造诣的。 你尝试着努力,但由于你太懒了,结果不尽人意。 你甚至连奈良一族的秘传记都没学会。 你让父亲觉得丢脸。 你有了个弟弟,你在家中受关注度下降。 你上忍者学校了,一次实战演习上,你开始喜欢体数。 你想开始练习体数。 你的选择是? 练。 你开始练习体数。 虽然你很懒,但你对体数的兴趣支撑着你锻炼。 你使用体数击败了与之波带土,引起族内关注。 奈良族长请来木业体数大师陈大师指点你。 但陈大师说你并没有成为忍者的天赋。 你在陈大师的指点下,体数突飞猛进,甚至能和奇目卡卡西五五开。 你被誉为木业体数天才,但你太懒了。 有了成就之后便不努力,只享受赞美。 啊? 有了成就就不练了。 我特么,这都是什么角色啊? 简单来说,就是名人创建的角色,等于前世玩游戏创建的角色一样。 只不过,他们拥有自己的想法。 名人只能做出某些决定。 当角色因为性格特性,爱好特性做出选择的时候,名人的干预力就会下降。 这就等于不听话的小孩子一样。 唉,难办。 波峰水门收图,他很中意你。 但你太懒了,波峰水门选择了天赋和努力并存的奇目卡卡西。 血亏,要是能抱上四代火影这条大腿,这名角色就起飞了。 可惜,陈大师见你懒惰,便不愿意再教你了。 陈大师死于第三次人劫大战,你想为师尊报仇? 你的选择是? 报仇吧,早点死了也好。 反正这角色,也懒得修行体术。 你请命上了战场,你的身体疾病爆发,体术能力迅速下滑。 你找到杀死陈大师的敌人,并为师父报了仇。 由于你疾病爆发,为了杀死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你处于冰死之境,但你身边没有医疗忍者。 弥留之际,你见到了患上血轮眼的奇目卡卡西, 也原灵为你疗伤,但无济于事。 奇目卡卡西说,你本应该拥有更高的成就。 你失血过多,死了。 模拟结束。 系统评价,虽然懒惰,但是有情有义的一生。 你为了给师父报仇上了战场,勇气可嘉。 评价等级,2。 获得奖励,2级体质增强。 获得奖励选择卡,耐良。 模拟结束。 名人闭着眼睛感受着2级体质增强。 相比于1级,2级的幅度明显大了很多。 此时名人的形体已经完全没了发育不良的踪迹。 还有一个奖励选择卡, 名人如猜想的那样,选择获得角色的体术造诣。 一股股熟悉又陌生的记忆出现在名人脑海。 那些体术招式以及肌肉记忆都完完全全被系统融入到名人身上。 名人打开系统面板, 发现自己的战斗力已经从战武渣,变成了824。 这个提升不可谓不大。 得到了好处, 名人扎扎嘴, 继续将目光投向最后一次模拟机会。 这一次, 名人能够抽取三名角色, 选定属性。 而这个角色, 也是名人三次模拟机会当中, 理论上最强的。 系统, 继续模拟。 角色姓氏抽取完毕, 三上, 剥多, 仓景。 角色天赋抽取完毕, 少次, 多次, 胖次。 角色颜值抽取完毕, 两个垃圾, 剥风水门。 第三次模拟。 抽出的属性角色, 让名人有些失望。 这些角色, 都是名人不认识的。 可见这些人就算在原柱里, 也都是打酱油的货色。 除了颜值那一块, 有轻叠顶着, 其他全是垃圾。 而且在模拟当中, 只活了区区十年。 到最后, 啥也没有, 唯有颜值。 好在系统模拟结束后, 评分最低是1, 名人的体质又有提升。 此时的名人, 相比于之前已经好太多了。 之前的名人, 明显有发育不良的迹象。 但现在已经, 没了瘦小的感觉, 变得健健康康。 第三次模拟的角色能力, 名人只有选择了颜值。 因为其他的能力, 还没名人自己强。 只不过, 当名人去照镜子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面貌, 和之前变化不大。 于是, 名人便在心中对系统询问着, 系统啊, 咱不是融合了轻叠的颜值吗? 咋能没有变化呢? 丁为了防止宿主忽然变化被发现, 系统贴心地采用循序渐进的过程, 将会在未来三个月内一点点改变外貌, 这样有助于宿主隐藏能力。 听完系统的解释, 名人微微点头。 不愧是系统, 考虑的就是周到。 三次模拟全部用完, 名人获得了两次一级体质增强, 以及和陆续到账的波峰水门颜值, 再加上购买力达到40万块钱的银两。 这和一夜暴富的区别, 就是比一夜暴富更爽。 名人看着系统面板上归零的模拟机会, 便对系统询问起来。 系统, 模拟机会要如何获得? 丁每隔一段时间, 系统都会发布任务, 宿主可选择接受, 拒绝, 拒绝后, 系统会生成难度相等的任务, 完成任务可获得模拟次数。 原来如此, 不知道任务会在什么时候发布, 不过名人并不着急, 正如他的性格一样, 比较随缘, 喜欢平淡。 而且, 系统发布的任务, 还不是强制执行的。 这样也给名人一种自由, 不被约束的感觉。 这个阶段的漩涡名人, 还在忍者学校学习。 次日, 名人起床洗漱过后, 就背着书包, 前往忍者学校。 由于名人是穿越而来, 性格和原著中不同。 现在的名人, 在木叶的形象, 虽然也不是很好。 但是名人从来没有恶作剧过, 所以大家都当名人是个小透明。 名人也很享受这种孤独的感觉。 名人打扰也挺好, 解决了早饭的问题。 名人沿路出现在忍者学校门口。 三三两两的忍者学员, 正被家长带领送过来。 但多数名人都不认识, 针对别人都有家长送的情况。 或许之前名人, 还会多愁善感。 但觉醒前世纪以后, 他就释然了。 名人更多的是对这个世界, 产生无比浓郁的兴趣。 他想见识一下, 原著中的角色和剧情。 所以, 现阶段还是尽可能提升实力吧。 名人来到班级内, 陆续见到记忆中熟悉的角色。 害羞的雏田, 吵吵闹闹的春夜音和景眼, 一脸睡意的鹿丸和嚣张的犬肿牙。 之前说过, 由于名人没有恶作剧, 也不调皮。 所以现在的他, 几乎没有和任何人产生交集。 唯有一个白眼小公主, 时不时地会默默关注着名人。 只不过, 名人并没有上前打招呼。 现在的他, 只不过是妖怪罢了。 日向一族知不知道当年的九尾事件内幕, 这件事名人不清楚。 但他清楚的是, 一旦被日向一族的人发现自己接触雏田, 那么, 肯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名人来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去。 位置, 后排, 靠窗。 坐下后, 名人和偷偷观察自己的雏田正好四目相对。 只见雏田仿佛受到惊吓的精灵一样, 慌张地回过头去。 他乖巧地双手平放在身前, 佯装出一副认真听客的样子。 金银光洁的可人小脸上更是多出一丝红润。 可实际上, 伊鲁卡甚至还没有进教室。 名人露出一丝笑意, 忍不住在心中想着, 还真的是清纯可爱啊。 不多时, 伊鲁卡进入教室, 他直接宣布了一件事。 今天有鄙视。 说出这句话后, 下方同学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春野英和景野对视一眼, 目光中央隐约有闪电跃动。 鄙视成绩一般都是春野英、景野、 雏田、包揽前三名。 智乃和左柱在前五徘徊。 每次比试, 实际上都是春野英和景野之间的相互较量。 春野英用胳膊肘顶了一下景野, 小声说着, 景野, 这次你如果输了, 就要负责当我的聊机。 则景野自信地挺起微微突起的小胸脯, 就凭你。 你要是输了, 也得答应我的条件。 谁怕谁啊? 哼, 自大的宽额头。 景野捉。 除开这俩人之外, 其他人对于比试都是漠不关心的状态。 毕竟人借全靠实力说话。 大家真正在意的, 永远都是实战成绩和排名罢了。 伊鲁卡一边讲课, 一边游走到名人身旁。 他特意对他小声叮嘱道, 名人, 这次比试很重要, 会影响期末成绩。 你可要认真答题哦。 我知道了, 伊鲁卡老师。 名人乖巧地点头, 伊鲁卡见状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名人的脑壳。 名人? 就在此时, 名人脑海中传出系统的提示。 丁任务发布, 获得笔是第一名成绩。 奖励, 一次模拟机会。 任务发布了。 名人双目一宁, 下意识看向桌面上的课本。 课本上的内容, 对于名人来说并不复杂。 毕竟, 名人穿越之前, 也是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 而忍者学校教的东西, 当然会包含认字, 忍介历史, 数学之类的东西。 名人之前虽然是学渣, 但他有前世的记忆。 前世的名人, 好歹是个大学生呢。 应对这种小学内容的题目, 简简单单。 而名人又是从小穿越过来的, 自然不存在看不懂文字的情况。 很快哦。 比试开始。 比试结束。 最后一节自习课, 伊鲁卡让同学们自学, 自己则是将成绩批改了出来, 并准备公布成绩。 下面, 春野英和景野这两小只萝莉, 用小手织着下巴, 毛子紧紧盯着伊鲁卡手中第一份试卷。 讲台上的伊鲁卡表情古怪, 就连我都有些惊讶。 今天比试的第一名是漩涡名人。 丁系统任务完成, 模拟机会加一。 丁系统任务发布, 获得实战演习第一名成绩。 奖励, 模拟机会加一。 听见系统的提示, 座位上的名人并未感到意外。 以大学的知识去考小学的题, 如果这样拿不到第一的话, 岂不是学到狗的身上了? 另一边, 景野闪亮亮的眼睛缓缓更大, 回头看向那个表情淡定的金发少年。 而春野英则是皱着柳眉, 眼神往上一瞅。 大概就是这个表情。 这小姑娘脑海中正在疯狂寻找关于漩涡名人的记忆。 之前说过, 名人在班上就是小透明。 除了除天关注之外, 其他人最多也只是知道有他这么个人。 在忍者学校和名人有过交集的人, 也只有一鲁卡一个罢了。 所以, 此时春野英还没想起来名人是谁呢? 啪啪。 景野伸出手在春野英面前打了两下响指。 春野英反应过来, 抬手擦了擦唇脚的口水, 疑惑地问道, 景野, 你干嘛呀? 我还以为你又呆住了呢? 景野随口说着, 谁知道春野英没有反对, 反而认同地说着, 我是呆住了, 但景野你知道漩涡名人是谁吗? 景野, 很快就到了放学的时候, 名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去模拟了。 这次能够抽取四个角色, 只要不是太倒霉, 创建的角色强度肯定是有的。 放学之后, 名人收拾好书包走出忍者学校, 可没走几步就被俩人拦住了。 一头粉毛的春野英双手插兜, 斜靠在景野后背。 景野则是抱着胸, 侧着身子, 用残酷无情的眼神看向名人。 见名人停在不远处, 也不说话。 春野英有些支撑不住了。 他表情微颤, 小声对景野问道, 景野, 他怎么还不说话? 这样, 咱们是不是要一直冷酷下去啊? 景野用脚跟踢了一下春野英, 对他提醒道, 有点耐心, 只有让他了解到咱们的厉害, 才能让他乖乖说出实情。 可是装很好累的呀, 景野。 春野英的声音隐约带着一丝哭腔, 景野也有些怀疑了, 莫非是咱们不够狠? 就在春野英即将破功的时候, 名人终于叹口气, 对他们俩问着, 累吗? 春野英瞬间蹦不住了, 可怜巴巴地回应着, 真的好累啊, 早知道我就不和景野打赌了。 说完, 春野英浑身一松, 活动了一下略有些许僵硬的身体。 他和景野的赌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春野英输了景野一分, 景野差一分满分, 输给了名人。 景野很好奇, 为什么名人一个小透明, 平时成绩勉强及格的人, 会忽然考满分? 所以, 景野就想来打探一下实情。 可以想到关于名人是怪物的传言, 景野就有些害怕。 于是, 景野就拉上输给自己的春野英, 给自己壮胆。 到了最后, 俩人为了壮胆, 甚至专门摆出那副自认为非常凶狠, 也非常酷的姿势。 可在名人看来, 却有点呆。 因为名人远远地看到, 他俩站了好一会儿。 而且, 名人想绕开, 这两小只还专门挪过来挡住。 景野干咳一声, 对名人问道, 你不要管我们累不累? 你就说, 你是不是作弊了? 说话间, 景野拉着春野英围上名人。 看过原著数据的都知道, 小时候的名人甚至还没有春野英高呢。 所以, 此时景野和春野英围着名人, 向极了校园掰立现场。 名人嘴角一颤, 望着这两位少女。 一只粉毛, 一只金毛, 还都是强行装作一副我不害怕的表情。 很明显, 名人在外怪物的称号, 让他俩有点害怕。 但又忍不住好奇, 所以来问成绩的事。 名人认真说着, 我没有作弊。 春野英见名人也没吃了他, 于是胆子就大了起来。 春野英拉着景野的胳膊, 看吧景野, 人家都说了, 没有作弊, 你就别怀疑了。 或许只是人家之前不想抢第一名呢? 景野心中有些不服气, 他对名人放狠话, 下次我不会输给你的。 有本事你就一直考满分。 小孩子的攀比心态, 名人饶有兴致地盯着景野, 看看什么? 四目相对。 景野慌乱地躲开名人的目光。 春野英嘻嘻一笑, 拿手点了点景野的胳膊, 应该是漩涡同学看上你了。 景野反手一巴掌招呼了过去。 春野英也不是吃素的, 抬手挡住。 俩人明显已经菜鸡互拙过很多次了, 对彼此都非常了解。 于是, 俩人就当着名人面开始掐架。 宽额头, 你不要造谣。 你是不是想将我打发出去, 然后自己占有佐重? 景野猪没想到还是有点聪明的, 不过也只是有一点聪明而已。 名人微微摇头, 绕过他俩准备回家。 小女孩子虽然可爱, 但现阶段来说, 名人提不起什么兴趣来。 可是景野和春野英居然再次拦住了名人。 名人冷着脸对这俩小萝莉说着, 怪物会吃掉了他生气的人, 尤其是小女生。 景野和春野英本想说什么呢。 可听见名人这句话, 俩人表情瞬间僵住了。 春野英微微懦懦地问着, 那那个漩涡同学, 你现在生气吗? 名人面色不变, 我很生气。 下一秒, 两声尖叫传入名人耳中。 他忍不住捂着耳朵, 嫌弃地看向春野英和景野。 太吵了, 实在是太吵了。 好在, 梁小枝明显被名人吓到, 加速逃离了现场。 名人野乐的清闲, 快步离去。 在半路, 名人费了一些功夫买到饭菜, 然后直接返回家中。 他一边吃, 一边在心中对系统说着, 系统, 开始模拟。 丁宿主消耗模拟机会, 开始创建角色。 角色姓氏抽取完毕, 三上, 波多, 仓景, 漩涡。 我擦, 出金了? 这还有得选吗? 比起前面那个不是很正经的姓氏。 漩涡明显是名门望族啊。 漩涡, 必须漩涡。 角色天赋抽取完毕, 三名龙套, 牵手飞奸。 啊? 名人干饭的动作都停了下来。 难道我这是转运了? 几乎没有犹豫, 名人直接选定天赋为牵手飞奸。 姓氏和天赋连续出了两个SSR, 但之后的运气不怎么好了。 最后, 名人选定了各个属性抽取的角色。 姓氏, 漩涡。 天赋, 牵手飞奸。 健康, 奇目卡卡西。 智商, 蛤蟆剑。 性格, 天道配恩。 人际关系, 大蛇丸叛人。 颜值, 飞断。 爱好, 大蛇丸木叶三人。 擅长, 井野, 学霸模式。 系统评价, 你是漩涡一族最特殊的存在。 这个世界上, 找不出几个比你忍者天赋强的人。 比起飞断, 蛤蟆龙之流, 蛤蟆剑的智商已经趋近于正常水平了。 你自称神灵, 高傲自大。 你是个酷酷的帅男。 你喜欢学习忍术。 你擅长学习。 随后, 名人选定了时间线和出生地点。 模拟时间线抽取完毕, 第三次忍戒大战。 角色出生地抽取完毕, 木叶村。 开始模拟。 你出生在木叶村医院, 一家三口生活在木叶村。 你长大了一些。 你的父亲为了隐藏身份, 将你的头发剃光。 你现在是个光头了。 你到了上忍者学校的年纪, 但你父亲没有打算让你当忍者。 他认为平平淡淡度过一生, 也非常不错。 你展现出对忍术的兴趣, 并通过在家中发现的忍术卷轴, 开始学习。 你的学习能力惊人, 任何忍术几乎看一遍就能学会。 你的父亲发现了你的天赋, 他同你谈话, 以此决定, 你是否成为忍者。 你的选择是, 肯定地去当忍者。 你的父亲尊重你的决定, 他将你送到忍者学校学习。 你结识了与之波带土, 奇目卡卡西, 也圆灵。 虽然你长得帅, 还有天赋, 还有实力, 与之波带土向你发起挑战, 你是否要接受呢? 你的选择是? 带土哦? 不是那个吊车尾吗? 接受? 正好看一下这角色的实力。 你接受了与之波带土的挑战, 并轻松击败了与之波带土。 则则还不错, 不愧是牵手飞奸的天赋啊。 奇目卡卡西说, 你的短处就是过于迟钝的大脑, 但长处也是更为缜密的思维。 你学习了所有漩涡异族的秘书, 你改进了漩涡异族的封印术。 实战演习中, 你击败了奇目卡卡西, 被誉为牧业第一天才。 你的实力提升速度惊人, 毕业之前就达到同学们虚仰望的地步。 你毕业了, 由于你太过于强大, 原非日展想让你以助教的身份加入波峰水门小队。 你的选择是? 四代火影的小队, 在当时应该算是主角小队了吧? 反正是要上战场的, 不如加入吧。 你以助教的身份加入了波峰水门的小队。 第三次人阶大战爆发, 波峰水门小队被派往战场。 你在战斗中表现优异, 获得波峰水门的嘉奖。 你协助卡卡西开发了雷倩。 你协助野元灵开发了更简单的掌线术。 你协助羽之波带土开启了三沟玉血轮眼。 你在某次任务中, 救下了羽之波带土。 羽之波带土劫后余生, 向野元灵表白, 但被拒绝。 你们被一股神秘势力袭击, 羽之波带土冰死。 暂时接受血轮眼, 事后看看血轮眼是否会给身体带来拖累, 然后再决定是否使用。 你口头上答应了羽之波带土, 或许是因为羽比较重义卡卡西的原因。 临死之前带土说道, 怨天堂没有卡卡西。 你,卡卡西, 羽,带土阵亡后, 你思考了一下, 决定不移植眼睛, 哪怕它是带土的遗物也是一样。 因为你能察觉到, 血轮眼对于外族人来说, 就是拖累。 而你是漩涡血脉, 并不是那么纯净, 查克拉也没有多到可以无视消耗的地步。 你提议将血轮眼给卡卡西, 但被卡卡西拒绝。 最终, 你们将带土的血轮眼封存了起来。 临失踪了, 莫名成为三伟人助力, 最终死于卡卡西之手。 你凭借超强的实力, 在忍界大战中表现突出, 名声仅次于波峰水门, 是木叶村最强的新人, 没有之一。 忍界大战结束, 卡卡西陷入重度抑郁, 而你, 则是继续研究忍术, 提升实力。 你在忍界大战中表现突出, 被原非日展提升为影位。 你和波峰水门被誉为木叶英雄。 波峰水门, 大蛇丸, 至村团葬竞争火影之位, 原非日展询问你的意见。 你的选择是? 当然是推荐水门了, 另外两个都是什么歪刮裂枣啊? 你向原非日展推荐波峰水门, 原非日展点点头, 因为他也是这么想的。 经过竞争, 波峰水门成为火影, 原非日展退居幕后, 你成为波峰水门的影位。 几年后, 波峰水门和九星奈结婚了, 几个月后, 波峰水门察觉到卡卡西的消沉, 于是让卡卡西负责保护怀孕的九星奈, 希望他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 你则被波峰水门剥夺了影位的职务, 波峰水门挑选了几名暗部成为影位, 并传授他们飞雷神之术。 你被波峰水门提升为暗部部长。 这个时间段, 应该是九尾入侵剧情了吧? 可惜了, 这角色不是穿越者, 要不然肯定会提前准备一下的。 几个月后, 原非日展的妻子负责为九星奈结生, 但遇到神秘面巨难袭击。 波峰水门和你陆续赶到现场, 但已经晚了, 九尾被释放出来。 原非日展和波峰水门抵抗九尾, 但效果微乎其微。 你使用改良后的漩涡一族封印术, 封印了处于暴怒状态的九尾。 波峰水门决定将九尾封印在自己体内, 原非日展阻止, 经过三人商定, 决定将九尾封印在你的体内, 因为你是漩涡一族, 拥有更多的查克拉压制尾兽, 你同意了。 你成为九尾人助力, 神秘面巨难再次袭击, 原非日展年老体衰, 状态不好。 你和波峰水门迎战神秘面巨难。 神秘面巨难被击退, 但村子当天半夜, 却再次遇到绘图转生忍者袭击, 他自称是羽之波斑。 波峰水门使用尸轨封禁, 没能封印绘图转生羽之波斑, 自己却被吸入死神度中。 原非日展兵死, 你和九尾达成协议, 借助九尾的力量施展漩涡一族秘书, 最终付出惨重的代价, 才将羽之波斑封印。 战后, 原非日展付出执政, 你自知时日无多, 于是将九尾重新封印在九星那体内, 你死了。 多年后, 在某个中人考试上, 你被绘图转生。 你挣脱了绘图转生, 并使用漩涡秘书, 封印了绘图转生状态下的千手铸肩, 千手飞肩, 大蛇丸险些被你斩杀。 你魂归净土, 模拟结束, 模拟评价。 你的一生都在提升实力和战斗, 是当之无愧的战斗狂人。 你的全胜状态战斗力是当时之强, 你是木叶的英雄, 成就超越波峰水门的木叶顶级强者, 借助九尾。 你甚至能够和绘图转生状态下的与之波斑相媲美, 甚至你死之后, 还能继续守护木叶。 系统评级, 6, 获得奖励, 6级体质增强。 获得奖励选择卡, 漩涡, 这绝对是名人模拟过最强的一个角色。 6级体质增强正在疯狂改善名人的身体。 不久之后, 名人的身体被改善完毕, 他稍微握拳就有紧绷绷的力量感。 体内的查克拉也被提炼出来, 漩涡血脉开始发力。 此时名人的查克拉强度, 数量都已经达到此前最高的地步。 这感觉好极了, 就仿佛忽然对整个世界的感官更清晰一样爽。 除此之外, 还有奖励选择卡。 名人打开系统背包, 看到静静躺在那的奖励选择卡, 然后查看属性。 奖励选择卡, 漩涡, 可选择奖励, 漩涡血脉, 封印术, 忍术, 体术, 九尾, 战斗经验。 虽然死亡的时候将九尾封印到九星内的体内, 但是奖励选择卡依旧能够选择九尾。 不过, 名人最终决定选择漩涡血脉, 因为他很好奇, 两个漩涡血脉融合之后会发生事情。 这个世界说白了就是血脉的世界, 血脉越强, 实力上限也就越强。 可让名人没想到的是, 自己选择血脉之后, 却收到系统的提示。 丁提示, 漩涡角色的血脉和宿主的血脉冲突, 且没有宿主的漩涡血脉强度高, 是否选择漩涡角色血脉覆盖掉宿主的漩涡血脉。 这还是算了。 名人一瞬间就泄气了。 既然无法选择血脉, 还能选其他好东西。 比如九尾。 不过, 名人的体内只有半只九尾。 如果再来一整只九尾的话, 岂不是非常乱? 自己能够控制住它们吗? 名人思索了一会儿, 觉得自己应该选择封印术。 因为根据模拟的进度来看, 角色的封印术在各种重要战斗当中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角色没有大范围杀伤性的能力, 但是能够凭借改良后的漩涡封印术, 封印绘图转生斑, 绘图转生铸肩, 飞肩。 由此可见, 它的封印术有多强悍。 而且, 名人现在比较需要的就是封印术。 因为名人体内有九尾。 虽然名人看过原著, 知道九尾不会轻易暴走。 但名人拥有封印术的话, 封印术的战斗力并不差。 此来想去, 名人决定放弃整只九尾, 选择封印术。 系统, 选择封印术。 丁奖力选择完毕, 宿主获得金刚封锁改八卦封印级名神门。 选择完奖力, 名人脑海中就多了三个术。 数量虽然少, 但可别小看这些术。 金刚封锁强度本就高, 是那种物理, 封印合二为一的恐怖封印术。 其战绩也极为耀眼。 但凡会金刚封锁的忍者, 就没有害怕尾兽的。 而且更不用说, 这金刚封锁还被角色改良了一下。 八卦封印的强度也很高, 毕竟是拿来封印九尾的东西。 而名神门在原著中的表现同样离谱, 是能封十尾的数。 在脑海中将封印术接收完毕, 名人便觉得一阵轻松。 毕竟, 任谁体内住了只大狐狸, 都会慌的。 现在好了, 有封印术, 也算能预防一些意外发生。 次日, 名人走在上学的路上, 系统的下个任务是获得实战演习第一名。 这对于现在的名人来说并不难。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从路旁传入名人耳中。 漩涡同学! 等到我! 名人驻足看向路边, 瞧见景也正背着书包从一家花店里走出来。 是景也? 难道昨天吓得不够狠吗? 名人正想着呢, 景也就来到他身边笑呵呵地说着, 没想到咱们俩居然还顺路啊。 以前我都没发现, 在这个几乎没有人愿意搭理名人的村子里。 景也这个自来熟的举动让名人有些意外。 你不害怕我吗? 名人颇为好奇地问着。 景也摇摇头, 金色秀发在半空摇曳两下。 昨天我想了一下, 发现名人你的脾气还怪好脸, 换成左柱被我俩那么烦。 他断骂人了。 俩人一边聊天, 一边朝学校走去。 到了路口, 从一旁窜出一道粉色人影跟在景也身后。 景也回头就瞧见春野英。 这很正常, 景也和春野英一般都是一同上学的。 春野英走在景也身后, 见景也看自己, 顿时对他挑了挑戏眉。 春野英用只有他和景也两个人知道的面色交流模式, 无声地说道。 好啊, 昨天才说过, 漩涡同学看上你了, 今天你就凑过来了是吧? 景也额头冒出一个井字, 不要瞎胡说, 我只是正好看到漩涡同学从我家经过而已。 春野英, 喂, 你有没有发现, 漩涡同学比昨天要帅气了一点? 景也, 好像是爷。 春野英, 看吧, 你就是喜欢上漩涡同学了吧? 哈哈, 这样佐助就是我的了。 景也, 你放屁, 你不要造谣。 景也, 不过你说得对, 为什么之前没人发现, 明人也有点小帅呢? 春野英, 是因为他太沉默了吧? 要不然, 班上但凡有点颜值的男生, 怎么可能逃过我这双慧眼? 景也, 呵呵无脑地严控。 春野英, 你也一样。 明人忽然开口说着, 你俩干嘛呢? 他忽然说话, 吓了景也一跳。 景也立马举起双手, 我们没有再讨论帅哥。 明人, 春野英, 人毕竟是群居动物。 觉醒前世纪以后, 明人开始享受孤独, 但原因不是因为他喜欢孤独。 虽然梁小智之间的聊天比较无聊, 大多都是少女的一些小烦恼和兴趣, 但和别人一起上学的感觉还不错。 不多时就到了学校,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很快来到下午的实战演习。 班上人气最高的学员肯定是宇志波佐助, 因为他是实战演习的第一名, 并且能够长年保持这个战绩。 实战演习的规则很简单, 大家可以相互约战, 到了最后还没对战过的学员, 就会被伊鲁卡强行安排对手。 宇志波佐助实力强, 就算是全种牙都被他打服了。 所以, 根本没人挑战宇志波佐助。 明人也没吭声, 和志乃站在人群后面发挥着小透明的特性。 演习即将结束的时候, 便只剩下四个人没有对战过了。 明人, 佐助, 志乃, 陆丸。 陆丸一看另外三人, 立马对志乃说道, 要不咱俩试一下, 陆丸是出了名的, 怕麻烦。 他肯定不愿意, 让自己对上佐助的。 志乃也默默点头, 好, 志乃和陆丸俩人来到场中央, 在伊鲁卡的宣布, 开始对战。 按理来说, 这俩人实力都不弱的, 但是却打得极为难看, 陆丸没有用权力, 只想做做样子。 志乃也不好意思伤到陆丸, 打了一会儿, 陆丸故意卖了个破绽, 被志乃推倒在地。 伊鲁卡柔了柔眉心, 无奈地宣布道, 由女志乃胜利。 若完和志乃结了和解之印, 双双退至众人身后。 伊鲁卡作为老师, 怎么可能看不出这俩人在摆烂? 余下还没有参加比试的, 只剩下佐助和名人了。 佐助是上一次比试的第一名, 如果名人战胜佐助, 他就能直接获得第一名的头衔, 从而完成任务。 伊鲁卡看了一下剩下的佐助和名人, 有些犹豫地宣布道, 最后一场实战演习, 漩涡名人对战宇智波佐助。 随着宇智波佐助的名字被伊鲁卡说出, 班上一众迷妹们纷纷尖叫起来, 落完捂着耳朵, 面色僵硬。 犬肿牙极度地看着佐助, 哼佐助摆着冷脸, 酷酷地说着, 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比试。 大家也都知道佐助的意思, 毕竟佐助和名人之前的成绩差距太大了, 但是这就是规矩, 为了提升忍者学员们的忍者战斗经验。 伊鲁卡颇为头疼地对佐助说道, 与直播同学, 这能提高你们的战斗经验, 为未来的忍者生涯做准备。 佐助不认为名人可以提高自己的战斗经验。 然而, 名人此时已经默默走到场中, 一脸平静地望着佐助。 佐助察觉到名人这个成绩不合格的家伙, 居然不怕自己。 顿时, 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挑衅。 于是, 佐助又哼了一声, 我会让你后悔的。 名人自然不会和小孩子打嘴炮, 而是等待着比试开始。 伊鲁卡,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 实战演习最后一场开始。 虽然伊鲁卡不想看到名人挨打, 但是现在挨打也好。 不比等以后当了忍者被杀强吗? 或许是瞧见名人不将自己放在眼中。 佐助小豹脾气上来了。 伊鲁卡话音刚落, 佐助就冲了过来。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击垮名人。 这就是你和宇智播一族的差距。 佐助冷酷地说着, 这又掀起一旁观战女同学的一阵尖叫。 名人饶有兴致地盯着佐助, 人气真高啊, 不过, 好慢。 在名人眼中, 佐助的动作仿佛被放慢了一样。 这或许应该得益于名人系统给出的体质增强。 而且, 名人拥有能和卡卡西五五开的体数强度。 此时的佐助在名人眼中, 浑身上下都是破绽。 在外人看来, 佐助的身影几乎是化作一道残影冲向了名人。 下面, 春夜音和景也挤在一群女生之中, 疯狂为佐助加油。 唯有在一旁的雏田担忧地望着名人, 也不知道名人会不会受伤。 出于担心, 雏田不知不觉打开了白眼。 白眼一打开, 雏田就瞧见一道几乎刺眼的亮光。 那是, 雏田小脸一愣, 两片嫩唇微微张开, 吃惊地望着名人。 那是名人的查克拉? 怎么会这么多? 在雏田眼中, 名人的查克拉比雏田目前为止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多。 而且多得多, 场地中央, 面对冲过来的佐助, 名人抬手往前一探。 佐助一招, 名人面门垂了过来。 然而, 名人两根手指点住佐助的手背。 佐助的攻击路线偏离, 整个人丢掉重心, 朝前方倒了过去。 但佐助也不是吃素的。 他不知道, 为什么名人能够点开他的攻击, 还以为是名人运气好呢? 佐助脚下借力, 整个人腾空而起, 一只脚由上至下, 朝名人砸了下来。 名人虽能挡住, 但没打算硬吃, 微微侧身就躲了过去。 随后两人开始近身拼体术。 忍者学员们的战斗方式, 无非就是拼体术。 名人从始至中站在原地, 用一只手应对佐助。 而佐助却不断发力, 拼命进攻。 但三两招之后, 佐助就莫名地被名人限制住了。 名人一只手握住佐助胳膊, 用肘顶住他另外一条胳膊。 此时, 佐助背对着名人, 整个人被名人单手提了起来。 神什么情况? 佐助双目猛地瞪大, 似乎非常不可思议一样。 下面为佐助加油的声音, 也逐渐小了下来。 本来以为只是个虐菜局, 没想到还真的是虐菜局。 但是炸鱼的人何于身份呼唤了? 佐助拼命挣扎, 想要挣脱名人的束缚。 可是名人的胳膊仿佛有千斤力一样。 不管佐助如何用力, 都无法让名人松手。 佐助还想来个暴摔的动作, 却被名人死死限制住。 名人有些纳闷地想着, 合着您这暴摔, 是从小练到大的? 你说了, 名人对佐助提醒道, 佐助知道自己输了, 但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他可以说, 但是佐助不允许自己输得这么轻松, 尤其是面对同龄人的时候, 名人甚至只用了一只手。 名人松开佐助, 佐助双脚落地, 心中这才踏实一些。 随后他忍不住有些惊愕起来, 他, 居然在害怕和名人继续战斗下去。 你是怎么修行的? 佐助渴求地望着名人, 此时的名人在佐助眼中形象大变,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忽然就神秘了起来。 尤其是名人拥有怪物的外号。 难道他真的是? 佐助忍不住多想起来, 名人自然不会说实话, 而是敷衍道, 这个嘛,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佐助? 不愿意说? 不过也对, 在这个实力非常重要的世界, 任何人发现快速提升实力的办法, 都会选择尽可能隐藏的。 现在名人不说, 佐助也不打算放弃。 场地之外, 雏田对于名人能够战胜佐助, 并不是那么惊讶, 因为他看到了名人的查克拉, 但其他人就不一样了。 景也揉了揉眼睛, 对春夜音问着, 小鹰啊, 我是不是看错了? 你应该没有看错。 春夜音用怂怂的目光看着名人, 因为我也看到佐助败了, 而且输得很彻底。 回想起自己和景也还捉弄名人, 春夜音就觉得后怕, 万一当时名人没有忍住。 伊鲁卡反应过来, 宣布到最后一场实战演习, 漩涡名人获胜。 丁系统任务完成, 模拟机会加一。 名人脑海中传来系统的提示, 这次完成任务之后, 下个任务没有直接发布。 名人也不着急, 传到桥头自然值。 伊鲁卡没想到, 名人居然这么强。 放学之后, 伊鲁卡专门找到名人, 询问了名人一些事情。 名人自然是编造了一些善意的谎言, 因为名人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系统的存在。 就算是伊鲁卡也不行, 伊鲁卡虽然察觉到不对劲, 但他想不明白。 所以, 伊鲁卡也就没有怀疑, 反而是邀请名人去吃一乐拉面。 对此名人自然同意了。 俩人走到门口, 却碰到了一直守在那的左柱。 见到名人出现, 左柱冷着脸走了过来。 对于输给名人, 左柱没有不服气, 毕竟也不是只差一点就能赢下名人, 而是差了很多。 漩涡名人, 我想购买你的修行方式。 左柱不善于巴结人, 于是就直言快语地说着。 名人不是不想卖, 而是他真的没有修行方式。 于是, 名人便对左柱说道, 我没有修行, 全靠天父撑着呢。 天父? 左柱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 之前的名人很瘦小, 虽然没人注意到名人, 但左柱知道, 名人的身体状况比之前好太多了。 左柱不相信, 于是就跟着名人。 名人不理会他, 三人一路来到一乐拉面。 吃过饭, 由于伊鲁卡还有一些事物要处理, 所以就走了。 而左柱居然还不肯离开。 你到底想怎么样? 名人扶着额头, 无奈道, 我真的没有修行过。 左柱双手插兜, 面色不变道, 或者你踢条件, 究竟要我如何做? 你才肯分享修行方式。 左柱自认为自己不懒惰, 每天都修行到半夜。 而且, 他一个人占据与之波异族的财富, 修行资源上肯定是不缺的。 反观名人, 非但穷, 还不修行, 只靠天父就能轻松击败自己。 不可能。 所以, 左柱心中肯定, 名人一定有一套独特的修行方式。 名人没有发现, 左柱居然还是块狗皮羔羊。 他知道自己不给一点好处, 或许吓唬一下左柱, 左柱就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了。 于是, 名人就对左柱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 什么条件你都答应。 当然, 左柱毫不犹豫地点头, 满脸认真和激动。 你说, 只要能提升实力, 左柱愿意付出任何东西。 名人看着左柱那认真的小脸, 忽然一个邪恶的念头生起。 此时的左柱的确有颜值, 那小脸是非常精致的, 而且他又比较高傲。 如果名人让他去穿女装, 名人露出一丝笑意, 左柱顿时觉得一阵举警。 这名人该不会有什么特殊爱好吧? 果然, 左柱脑海中刚刚生起这个疑惑, 名人就发话了, 我要你穿上女装, 拍摄一套写真。 听见这话, 左柱原本淡定的面庞僵住了, 他嘴唇崩得紧紧地, 目光凶狠地看着名人。 名人见他这么为难, 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名人对左柱确定道, 我提出的条件不想重复, 如果你拒绝的话, 就趁早离开, 总算能将他打发走了。 这是名人内心的想法。 可谁知道, 只见左柱微微僵硬的小脸缓了下来, 他难以启齿地说着, 我我愿意。 啊? 名人眉头一挑,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左柱表情僵硬地重复着, 我说, 我同意你了。 这娃子, 决心这么大吗? 名人顿时有些心虚, 要知道, 他可没有什么锻炼的方式。 前世的那些东西, 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 忽然, 左柱瞧见街道旁站着的那道人影。 顿时, 他的表情更僵了。 本来名人提出这个条件, 左柱就非常难受了。 可万万没想到, 自己和名人之间的交流, 还被春野英发现了。 你…… 你们? 春野英一脸惊悚地从远处走过来, 对名人问着, 漩涡同学, 你你追到左柱了? 名人一脸猛逼, 啊? 左柱? 左柱没有解释, 因为他无法解释。 他总不能说, 我决定穿女装, 而不是被名人追求了吧? 名人也没解释, 因为要是被人知道, 他让左柱穿女装, 只不定会将他当作变态呢。 春野英见名人和左柱都一副僵硬的表情, 还以为是自己的问题呢? 春野英苦着翘脸, 乌叶地说着, 我这就走, 我不打扰你们了。 说完, 春野英转身跑来, 仿佛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一样。 左柱懒得理会这个花痴, 他对名人说道, 不要忘记你的承诺, 咱们现在就去买东西。 名人嘴角一抽, 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不过左柱都不怕, 他当然也不能怂。 于是, 半个小时后, 名人和左柱带着一套全新的女装, 出现在名人的公寓楼房间内。 浴室内, 左柱纠结地盯着手中, 那可以用微薄来形容的粉色两块衣物。 我真的要为了实力, 出卖自己的节操吗? 这个问题出现在左柱脑海, 但下一秒, 他就想起与之波幼。 我能? 左柱心中最后一丝羞耻心被他遏制住。 他心中一狠, 一咬牙, 直接开始换衣服。 等左柱面带僵硬地离开名人房间, 名人手中就多了一叠照片。 这个时代很奇怪, 有电视, 有相机, 就是没有手机。 名人将那些左柱又羞耻又傲娇的照片丢到抽屉里。 本来名人只是想拿这件事拦住左柱, 然后让左柱知难而退。 可万万没想, 这娃子决心这么强, 为了实力居然连节操都能出卖。 拍摄完照片后, 名人拿出前世的那些东西交给左柱, 也就是扎马布、 俯卧称之类的东西。 俯卧称在这里是很常见的断体方式, 但扎马布却不是。 左柱也感觉非常兴起。 他尝试了一会儿, 就满头大汗地离开了。 可这一幕, 刚好被跟踪归来的春野鹰看到。 进入一个房间。 过了一会儿后, 左柱就面色潮红, 满头大汗地出来了。 而且左柱的双腿, 貌似还软了一样。 草丛嘞。 春野鹰潜伏在此, 他的表情无比精彩。 这怎么可能? 难道说, 左柱非但被名人追求到了, 还被名人给? 家中的名人, 可不管春野鹰如何想。 他打发走左柱后, 便准备模拟。 这是第五次模拟, 一共可以抽取五次属性角色。 随着名人一通操作, 角色便建立完毕。 姓氏, 漩涡。 天赋, 麦特代。 健康, 飞断。 智商, 奈良路9。 性格, 野元灵。 人际关系, 漩涡名人童年。 颜值, 麦特凯。 爱好, 福。 擅长, 奈良路丸。 系统评价, 出生在漩涡一族的智者。 你的天赋勉强入流。 你的身体无比健康, 甚至拥有快速愈合的能力。 你的智商很高。 你非常善良, 温柔。 人人都厌恶你。 你长得非常青春。 你喜欢交朋友。 你很擅长注重细节和构建战术。 模拟时间线抽取完毕, 第二次人界大战。 角色出生地抽取完毕, 木叶村。 开始模拟。 你出生在木叶村, 并就读于二代火影创办的仁者学校内。 你结识了自来眼。 你很善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几乎没有人喜欢你。 他们都非常讨厌你。 他们对你的讨厌是没来由的。 你尝试结交朋友, 但结果不尽人意。 临近毕业。 你除了自来眼之外, 都没有什么朋友。 你毕业了, 原非日展想收你为徒。 其目的是为了将你当作下一代人助力容器。 你的选择是? 下一代人助力。 我现在有了封印术, 就算再来一只九尾也没关系吧。 行, 要是能获得一只九尾, 就赚大发了。 你成为原非日展的徒弟。 悬果水护年迈, 木叶悄悄将九尾封印在你的体内。 不错, 这一下就能选择九尾了。 目的达到, 接下来已经不需要特别注意了。 随着悬果水护寿终正寝, 各大国的发展不平衡, 第二次忍戒大战爆发, 于忍村沦为战场。 你被木叶暗部保护起来, 自来也和两名队友前往于忍村参战。 你的行动终日受限, 精神出现问题。 第二次忍戒大战结束, 作为同学的三忍, 相继离开村子。 你没有任何一个朋友, 感到非常的孤独。 天生聪明的你, 知道自己对木叶意味着什么。 所以, 你的表现一直都非常安静。 第三次忍戒大战爆发, 第三次忍戒大战结束, 波峰水门成为火影。 某天, 你被神秘面巨南袭击。 由于根本没有战斗经验, 你被神秘面巨南夺走九尾, 但是你强大的生命力, 让你免去死亡。 神秘面巨南释放了九尾, 波峰水门, 漩涡九星奈战死。 村民们将罪过归功于你, 但是你非常善良, 并没有痛恨村里人, 因为你认为他们都是家人。 原非日展付出执政, 你长期被人诬陷, 排斥, 你的精神崩溃了。 你没有伤害任何人, 而是选择在家中结束了一生。 你死了, 模拟结束, 模拟评价, 工具人窝囊的一生。 你根本没有过高光时刻, 被人误解, 被人排斥, 却没有任何脾气。 你喜欢交朋友, 但你几乎没有朋友, 你思维缜密的强项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你的一生只能用憋屈来形容。 系统评级, 二, 获得奖励, 二级体制增强。 获得奖励选择卡, 漩涡。 虽然很憋屈, 但还好这些角色不是我自己。 不过这么一看, 任助力的命运多然都很悲惨啊。 作为任助力, 名人现在莫名有点慌。 不过他一想到剧情, 就不再担心了。 算了, 不想那么多了。 反正名人有系统, 而且作为主角, 未来只要不摆烂, 成就肯定不低。 系统, 选择九尾。 丁奖力选择完毕, 宿主获得 阴阳九尾一整只。 选择完毕。 名人打开系统背包, 瞧见有个道具卡在背包栏位里。 阴阳九尾暴怒。 战斗力12.84W。 使用后, 将会在宿主前方召唤一只暴怒九尾。 瞧见这道具的介绍, 名人稍微有点心虚。 现阶段来说, 名人还不知道自己能否使用封印术封印九尾呢? 虽然名人啥都会, 但他毕竟还没有真正的实战过。 要不, 找个机会去一趟封印空间, 然后拿自己体内的那只羊九尾试试手。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 名人就再也遏制不住。 如果自己能够轻易制服羊九尾, 那么就代表他有能力和整只九尾抗衡。 到时候找个机会将九尾释放出来封印。 岂不是美滋滋? 想到这, 名人已经开始期待起来。 如果自己的完整九尾和羊九尾见面, 会是怎么样一幅场景? 随后, 名人就洗洗睡了。 不知道是不是名人白天想了九尾的原因。 当天夜里, 名人封印空间之内。 羊九尾用查克拉将名人的精神牵引到封印空间内。 名人苏醒过来后, 居然瞧见自己正身处一个阴暗的下水道内。 丁任务发布, 获得九尾的认可。 奖励, 模拟机会加一。 这是, 九尾? 名人表情一僵。 该不会是白天的想法, 被九尾知道了吧? 不应该。 九尾又没有读心术。 再想想自己拥有那些封印术, 名人便放心地朝下水道里面走去。 最终, 名人来到一扇巨大的铁门前。 铁门上贴着封印, 门内黑漆漆一片, 啥也看不到。 小鬼靠近一点。 九尾的声音从门内传出。 这声音带着一些幻术的查克拉, 让名人下意识地想靠近铁门。 但名人很快反应过来。 名人露出一丝笑意, 对着门内说道, 把伪装术撤掉吧, 我知道你, 九喇嘛。 门内的声音消停下来。 过了一会儿, 门内的黑雾被九尾驱散。 九尾庞大恐怖的形体出现在名人面前。 他趴在地上, 对名人询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啊, 名人如此说着, 别人都叫我怪物,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九尾咧开嘴不屑一笑。 我是问你, 怎么知道老夫的名讳? 名人想到系统的任务, 于是就开始大忽悠模式。 是因为有个老头给我托梦了。 听见名人的话, 九尾缓缓睁开兽瞳, 声音中带着一丝惊讶, 什么老头? 此时, 九尾内心中想着, 莫非是六道? 名人则是直接将六道仙人的外貌描绘了出来。 那老头长着三只眼睛, 有着胡须, 拿着一根黑色的棍子, 额头两侧长着奇怪的鸡脚。 铁门之内, 九尾已经确定了, 这是六道仙人给名人托梦的。 难道六道仙人的查克拉还活着吗? 九尾已经开始有些好奇名人的身份来。 要不然, 名人怎么可能会遇到六道仙人? 不过, 怀疑毕竟只是怀疑。 九尾作为尾兽, 被人类封印了这么多年, 他对人类的恨意是实打实的。 于是, 九尾抬起爪子, 一巴掌拍打在铁门上。 碰! 铁门忽然发出震响。 名人一时不备, 吓了一跳。 他不自在地后退两步, 随后不悦地对九尾说着, 能不能不要这么一惊一乍的? 呵呵渺小的臭虫。 九尾嘲讽道, 看样子, 九尾是非常不服气名人的。 这也是必然。 毕竟, 如果没有封印, 名人早就被九尾占据身体了。 名人面色不悦, 决定先拿九尾试试手。 名人脑海中, 回想起自己的封印术, 当即开始结印。 由于名人的印并不熟练, 看起来有些笨拙。 九尾见名人的动作,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臭小鬼, 你不会是想攻击老夫吧? 则则,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鬼, 居然还想攻击自己。 虽然自己打不过人类的致强者, 但你算是个什么动东西啊? 在九尾眼中, 名人缓慢地结印完毕后, 他的面前就出现一条金色的铁链。 那个是, 九尾激动地做起身体, 那居然是玄涡一族的金刚封锁。 不, 不对, 应该不是。 金刚封锁对查克拉量的需求非常大, 只有从背后延伸出来, 才能一直维持着巨量的查克拉。 可是, 名人面前悬浮着的金刚封锁锁链, 居然没有和他的本体接触。 名人望着面前散发着无比恐怖封印之力的金刚封锁锁链, 顿时有些欣喜。 他没想到, 这东西的强度这么高, 而且还摆脱了只能从背后延伸出来的缺点。 不愧是被那名角色改良过后的金刚封锁改。 名人控制着金刚封锁进入封印大门。 九尾意识到, 面前的臭小鬼居然想着教训自己, 顿时暴怒起来。 九尾张开血盆大口咆哮起来。 吼, 臭小鬼, 不要小瞧老子。 金刚封印越过铁门, 朝九尾飞去。 九尾抬起爪子, 一巴掌招呼过来。 咔嚓, 金刚封锁瞬间崩断。 名人见到这个场景, 顿时眉头一皱。 太弱了, 但不是束弱, 而是名人使用的束弱。 此时名人的查克拉并没有被提炼出来多少。 对数的熟练度也不行, 而且, 查克拉强度有问题, 年龄也达不到。 不过名人并不气馁。 未来的他, 一定可以轻松限制九尾。 既然金刚封锁没用, 那就是一下封印力更为强大的急八卦封印吧。 系统任务是获得九尾的认可, 但名人加强封印, 和这个任务不冲突。 名人趁着九尾颇为警惕, 距离铁门位置比较远。 他便来到铁门面前, 爬到封印的位置上, 抬手摁了上去。 八卦封印实际上是有两个四项封印相辅相成。 封印被名人加强后, 铁门内的九尾瞬间身体一沉。 更加庞大的封印之力施加在九尾身上。 原本他还行动自如, 但被名人修补了封印后, 九尾只是站起身子就略显困难了。 察觉到名人居然还会八卦封印, 九尾兽童中闪出大惊之色。 他对名人说道, 小鬼, 咱们有事可以商量, 你不要动封印, 那个封印无比的复杂, 你动来动去的, 万一动坏了咋办? 在八卦封印最强的几年内, 九尾甚至无法站立。 他无法说话, 无法站立, 就好像是被压在五指山的猴子一样。 好不容易等了那么久, 终于封印消退一部分。 九尾这才获得行动的能力。 但现在, 名人居然要加强封印。 九尾不想回到那段无法动弹的时光, 于是他便有些慌了。 而名人则是直接远离铁门。 他听见九尾惊呼求饶的话, 心中也有些好笑。 这九尾也是个欺软趴硬的主吗? 九喇嘛, 我都说过了, 是有个老头说我是尾兽之友。 名人笑呵呵看着九尾, 九尾气急, 吃笑道, 你刚刚加强了老夫的封印, 还说自己是尾兽之友。 名人想了一下, 对九尾表示, 我可以帮你松开一部分封印, 但我有一个条件。 一听能松开封印, 九尾立马来了精神。 他做起身体, 两只巨大的胡尔被封印之力压弯在脑后, 就像是可加攻速的双马尾一样。 尾兽是不会和人类谈条件的, 九尾的语气中带着兴奋, 将这句硬气的话说了出来。 名人知道他傲娇, 也没在意。 名人尝试向九尾讲道理, 你看, 我帮你松绑, 你是不是就舒服了? 我帮你, 咱们是不是就算朋友了? 九尾兽同一名, 顿时想到名人的处境来。 则则, 果然还是个小孩子, 就算有强大的封印之力, 又如何? 不还是因为没有朋友, 所以就孤独寂寞了? 见到自己这个毁天灭地的尾兽, 都有交朋友的可笑想法。 九尾内心中不屑, 表面上的态度也是非常强硬, 尾兽和人类交朋友。 还是你这个小鬼? 这两句反问, 直接给名人整不会了。 但反应过来后, 名人觉得, 这可能是九尾在傲娇呢。 名人心中好笑, 扬装出失落的表情。 好吧, 那我就先离开了。 什么? 九尾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一段。 他怒声道, 快滚吧。 滚滚滚滚。 九尾心中有些恼怒, 不是说给老夫松绑吗? 怎么不松绑? 直接走了? 人类? 呵呵。 等等, 他真的要走。 眼瞅着名人都要离开视线了, 九尾面皮一颤。 他连忙喊道, 喂, 小鬼。 名人停在原地, 回头用纯洁疑惑的天真表情, 对着九尾。 九尾顿时有些羞愧。 按理来说, 名人还没有长大呢。 他只是一个孩子, 他懂得些什么啊? 自己堂堂一只尾兽, 为什么要和这臭小鬼计较这些呢? 嗨嗨。 九尾语气复杂地说着, 你给老夫松绑, 咱们就是。 是什么? 名人好奇地反问, 九尾顿时有些害臊, 要是这一幕被狸猫看到, 他肯定会被嘲笑一千年的。 朋友, 九尾艰难地将这俩字说出来, 因为他实在不想回到八卦封印的封印之力强悍的那段时间了。 动都动不成, 想挠个痒呀, 都不行, 那得难受成什么样子? 好。 名人立马同意了下来, 他让九尾后腿, 自己则是靠近铁门, 将自己原本的封印之力解除, 只剩下四代留下的八卦封印。 九尾顿时身体一松, 随即目光复杂地看向名人。 这小鬼, 居然连他这一只尾兽都相信, 他难道不知道, 就是自己害得他童年被人排斥吗? 自己真的要欺骗这个涉事未深的孩子吗? 这几个疑问出现在九尾脑海中, 等他将问题甩出脑外, 名人已经远离了封印大门, 钉系统任务完成, 模拟机会加一。 任务完成, 名人自己也没什么损失。 于是, 名人就愉快地离开了封印空间。 等名人在窝居中醒来, 已经是清晨了。 之前发生的事情, 好像是一场梦一样, 毕竟是睡眠中发生的。 名人打开系统面板查看起来。 宿主, 漩涡名人。 特性, 漩涡血脉, 阿修罗转世, 九尾人助力。 术, 色诱术, 变身术, 金刚封锁改, 八卦封印级, 名神门。 战斗力, 1840加82400。 背包, 823万英两, 阴阳九尾暴怒。 模拟次数, 一, 任务, 赞无。 很显然, 之前的六级体质增强, 给名人带来的好处很多。 而且, 三个封印数也是非常强力。 模拟次数从零变成一, 让名人知道, 昨天不是猛。 一想到九尾那傲娇的样子, 名人就觉得有些好笑。 剩余一次模拟次数, 名人并不打算积攒下来。 今天是忍者学校放假的日子, 所以不用去上学。 名人悠闲地躺在床上, 打开模拟器。 丁宿主消耗模拟机会, 开始创建角色。 角色姓氏抽取完毕, 山上, 波多, 苍井, 森川, 北野, 奎, 名人。 名人关于原著中的记忆中, 没有这些姓氏的存在。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名人却对他们,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难道是错觉吗? 应该是吧? 这几个都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也就是说, 本次模拟的角色是平民了。 名人选了个比较顺眼的姓氏。 魁。 因为单字性, 名人作为前世的东方人, 看起来比较顺眼。 角色天赋抽取完毕, 躲宇的瓶刺, 小李, 牵手绳数, 日向宁刺, 宇智拨拳奈, 奇目朔茂。 咦? 这次运气不错啊。 不过选择谁却是个难题。 前面两个忽略, 牵手绳数援助表现不多, 也暂时淘汰。 日向宁刺天赋的确有, 但是强度明显要低于后面两位的。 那么就只剩下宇智拨拳奈, 和奇目朔茂了。 宇智拨拳奈, 和奇目朔茂这俩人。 谁的天赋强, 名人也不好下定论。 毕竟俩都属于偏门的角色。 名人也只能根据援助中, 关于俩人的评价和战绩来猜测。 奇目朔茂。 实力凌驾于三忍, 木叶白牙。 能想到的战绩, 只有杀死些的双清。 奇目朔茂的年代, 是第二次人界大战。 当时的三忍战平半神半葬, 被半藏风的三忍。 而三忍的巅峰实力, 肯定是年过半百之后的。 当时的三忍强度有多高, 名人并不知道。 而奇目朔茂能够凌驾于三忍, 强度肯定不会低。 其次就是宇智拨拳奈。 比起奇目朔茂, 拳奈的戏份就更少了。 毕竟拳奈可是宇智拨班的地点。 班的热度越高, 拳奈就跟着涨。 拳奈的评价有几个, 分别为, 宇智拨一族天才, 万花筒血轮眼, 剑术才能。 在宇智拨一族, 实力仅次于班, 是几乎没有破绽的人者。 战绩方面, 是败于千手飞奸, 其他的则没有了。 名人思来想去, 最终决定将拳奈的天赋强度, 排在奇目朔茂之前。 因为战国时期, 宇智拨一族和千手一族对战,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拳奈在面对千手一族的情况下, 还能获得没有破绽的人者称号。 由此可见, 他的实力有多强。 拳奈的万花筒血轮眼也是成就宇智拨班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之一。 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宇智拨拳奈有宇智拨血脉。 而名人这个角色却没有。 所以按理来说, 同为平民的奇目朔茂更加适合这名角色。 一个是没有破绽的人者, 一个是名声或实力强于二战时期三人, 且更加适合角色的平民。 这让名人陷入了纠结当中。 想了半场, 名人最终决定下来。 系统, 选择宇智拨全奈。 不是奇目朔茂不强, 而是没有破绽这几个字实在是太具备诱惑力了。 网上甚至有传闻说, 千手飞奸的飞雷神之术, 就是专门为全奈准备的。 全奈对标的是千手飞奸。 但明显弱于千手飞奸, 毕竟是被飞奸杀死的。 然而, 这不可否认他的实力在宇智波一族仅次于斑。 还有那种让名人比较重义的称号。 那就让我看看, 没有破绽的人者失去了宇智波血脉, 成就将会是如何的吧? 名人喃喃自语。 当然, 其他属性也非常重要。 接下来就是抽取健康属性了。 对此名人并不担心, 只要不是六个病秧子就行。 你还别说, 火影原助理还真能凑齐六个病秧子。 角色健康抽取完毕, 安马八云, 君马履, 宇智波幼, 月光疾风。 名人眼角抽搐, 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系统你特么真好啊。 临时改口, 是因为后续两名忍者出来了。 漩涡长门, 全肿牙。 健康状态, 明显是全肿牙比较好。 虽然长门比牙强, 但这只是单向属性。 漩涡长门后期直接瘦成那个样子。 而全肿牙作为体术密传忍术, 他的身体健康状态, 从登场到大结局都很不错。 选定全肿牙。 角色智商抽取完毕, 飞断, 蛤蟆龙, 小李, 麦特凯, 撒克, 托斯, 名人。 两个智障, 飞断, 蛤蟆龙, 两个奇葩, 小李, 麦特凯, 两个大蛇丸的手下。 名人想了一会儿, 最终决定, 选定麦特凯。 麦特凯, 他可不是傻逼啊。 他真的不是傻逼的。 角色性格抽取完毕, 左柱叛逆期, 鬼焦, 大桶木灰叶, 宇智拨纸水, 漩涡名人, 春夜阴。 看着这几个人, 名人陷入思考。 左柱, 太叛逆了, 别人相处不来。 鬼焦? 太老实了, 容易吃亏。 大桶木灰叶, 傻白甜, 容易吃亏。 而且, 他咋不出现在在天赋或许姓氏里啊? 跳! 出京了, 但是貌似没有出。 宇智拨纸水, 奉献精神太足了, 容易吃亏。 漩涡名人? 太老实了, 而且还有奉献精神。 如果不是主角, 容易吃大亏。 春夜阴? 好, 大大低好。 系统, 选定春夜阴。 角色人际关系抽取完毕, 与至波班, 至村团藏, 波峰水门, 千手飞奸, 奇目朔帽, 漩涡相邻。 班没有朋友, 团藏, 朋友少, 千手飞奸, 一正一邪。 奇目朔帽, 人竞皆骂, 漩涡相邻, 就两朋友。 波峰水门, 完美。 虽然和名人的忍戒交际花, 有点差距, 但作为牧业交际花, 还是不错的。 选定波峰水门, 角色颜值抽取完毕, 干世鬼胶, 秋道钉刺, 奇目卡卡西, 与至波带土, 日向橱田, 全种芽。 鬼胶和钉刺排除在外。 卡卡西很帅, 预定, 带土哦。 真当人家零看上卡卡西, 是因为他的实力啊。 行行吧, 那都是说辞。 橱田? 怎么还把我老婆放进来了啊? 难道选了之后, 角色就成女性了? 全种芽? 太凶了。 说实话, 颜值并不是特别重要。 那就卡卡西吧。 接下来重要的是爱好和擅长。 爱好会推动角色的行为, 擅长会让角色事半功倍。 角色爱好抽取完毕, 卡多, 麦特凯, 秋道钉座, 千手飞尖, 药师兜, 奈良路久。 卡多等于钱, 现在名人暂时不需要这个。 麦特凯是体数, 名人的体数, 也算有那么一点了。 千手飞尖是研究忍术, 但角色是平民, 查克拉不多, 所以放弃。 药师都喜欢玩手术之类的, 万一角色改造身体, 名人也不好选能力。 奈良路久, 比较喜欢分析。 嗯, 就他了。 奈良路久。 角色擅长抽取完毕, 团葬, 千手刚手, 千手助肩, 奈良路完, 三上彻夜, 药师兜。 团藏擅长隐忍, 刚手擅长医疗忍术, 逐渐擅长笼络人心。 陆完的特长是头脑, 彻夜君擅长暗杀, 药师兜, 擅长背叛。 想了一下, 名人决定选择陆完。 因为兴趣是陆久, 擅长是陆完。 这样, 就能相互配合了, 美滋滋。 姓氏, 魁, 天赋, 宇智, 拨全奈。 健康, 全肿崖。 智商, 麦特凯。 性格, 春夜英。 人际关系, 拨风水门。 颜值, 齐木卡卡西。 爱好, 陆酒。 擅长, 陆完。 角色评价, 你出生于平民家庭。 你天赋极高。 你身体健康。 你性格还算可以, 但有时不会换位思考。 你是木叶交际花。 你帅得一屁。 你喜欢分析各种事情。 你特别擅长布置战术, 揣摩局势。 模拟时间线抽取完毕。 第三次忍戒大战, 第二次忍戒大战, 第一次忍戒大战, 第四次忍戒大战, 战国时期, 组织国时期。 没人想了一下, 最后决定出生于第二次忍戒大战。 因为第一次忍戒大战期间, 牵手飞奸刚刚建立忍者学校。 他们培养忍者的经验尚不是非常完善。 第三次忍戒大战, 原非日展的心态已经老了。 忍戒大战结束, 作为战胜国居然还要赔偿。 简直离谱。 第四次忍戒大战, 开挂的人太多了, 去了也是送死。 战国时期, 没有忍者培养体系。 角色是平民, 没有人培养的话, 就是炮灰武士了。 至于组织国, 就更不可能了。 封建时代, 平民地位更低。 而且还有大统木灰叶, 这傻白田搞事。 而名人选择的第二次忍戒大战。 没有什么人开挂, 舞台中央没有阿修罗, 英陀罗的转生者。 平民的名气和武力得到提升。 三人, 奇目朔帽等等, 都是第二次忍戒大战出名的。 所以最为合适。 角色出生地抽取完毕, 木叶村, 草影村, 云影村, 眼影村, 雾影村, 沙影村, 木叶村。 没有任何想法。 看到位置有木叶直接选, 不会错的。 毕竟是主角村子。 开始模拟。 你出生于木叶村, 作为平民, 却从小展现出惊人的天赋。 你结识了大蛇丸, 自来眼, 牵手刚手。 由于你天赋出众, 被称为木叶天才。 自来眼不服气你的称号, 于是向你发起挑战。 你的选择是? 自来眼。 小时候也是个吊车尾的角色吧? 当然是选择接受挑战, 正好测试一下角色的强度。 你接受了自来眼的挑战, 你获胜了。 大蛇丸对你的战法非常感兴趣, 于是向你发起挑战。 也接受。 你凭借战斗中的各种细节, 击败了大蛇丸。 这件事传不开之后, 你顶替大蛇丸成为木叶第一天才。 可以, 能击败大蛇丸的强度已经不低了。 你交友很广, 几乎没人讨厌你。 你在同学们之中, 人气最高。 临近毕业, 袁飞日展有心收徒, 于是前往仁者学校挑选。 他注意到你的天赋, 想收你为徒, 你的选择是。 虽然袁飞老头在网上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他的实力还是有目共睹的。 接受。 你, 大蛇丸, 刚手, 自来眼, 成为袁飞日展的弟子。 你是袁飞日展最为看重的学生。 他经常惊讶于你的战斗智商, 甚至一度想起自己的师父。 你的实力突飞猛进, 以恐怖的速度飙升。 年仅13岁, 你便击败三名上人, 在和平年代以近乎无法达到的成绩, 成为牧业最年轻的上人。 袁飞日展想让你契约通灵兽, 你的选择是。 袁飞虽然不是大型通灵兽, 但是战斗力还挺不错。 那就契约吧。 你继承了袁飞日展的一波, 契约了袁飞一族为通灵兽。 随着执行任务难度的提升, 你的战斗经验越来越丰富。 第二次忍戒大战爆发, 宇治国沦为战场。 你和大蛇丸, 自来也, 刚手, 前往宇治国作战。 宇治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忽然天降猛难, 带领宇治国武士, 忍者们周旋在五大国之间, 他就是半藏。 半藏没有败绩, 击败五大国众多精英上人, 被称为忍戒的顶点。 你在忍戒大战中尤为活跃, 表现突出, 功绩逐渐增多, 你被称为木叶最强星星。 原非日斩掉你回村, 并指派你前往和风之国之间的战场。 你成为木叶西部战区总指挥, 并打得沙影节节败退。 沙影的两名精英上忍歇的父母, 也死在你的算计之下。 沙影被迫投降, 原非日斩急于结束和沙影村的争斗, 好将武力抽掉去其他战场, 于是签订了赔偿协议。 半藏被称为忍戒的顶点, 是继千手驻监之后的忍戒半神。 半藏对阵自来野, 大蛇丸, 刚手, 显胜。 半藏忌惮丹原非日斩的反扑, 决定放过自来野, 大蛇丸, 刚手, 并赐予三人的称号。 三人回村后, 刚手发现千手神术牺牲。 于是向原非日斩提议给每个小队配备医疗忍者, 但由于医疗忍者过于难培养, 他的提议被投票否决。 你提出改善医疗忍者培养体系的建议, 但由于处于战争时期, 你被派遣治愈之国为忍者大战收尾。 忍戒大战接近尾声, 你的忍术、 幻术、 体术、 查克拉、 战斗智商都是顶尖, 你和半藏碰面并发生冲突。 半藏名气过于强盛, 你为了掩护部下撤退, 想要单独留下对付半藏, 你的选择是? 单独对付半藏? 这操作有点危险啊。 不过和顶级的强者战斗, 能够显著提升战斗经验。 所以选择单独对上半藏。 你为了掩护部下撤退, 和半藏对战, 你将半藏击败, 半藏成为被击败的神。 你获得称号木叶式神者, 你的威望达到当时巅峰。 我去这角色的强度, 有点高啊。 名人虽然是创建角色的人, 而且还通过模拟器, 知道角色的人生诡计。 但是名人毕竟不是角色本人, 所以, 名人并不知道角色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第二次人接大战结束, 自来也留在与之国指点迷宴, 漩涡长门, 小南, 大蛇丸开始痴迷于实验, 钢手沉浸在失去弟弟的痛苦当中。 你想安慰一下钢手, 你的选择是? 安慰钢手? 这咋还朝爱情片方向发展了呢? 不过如果能获得钢手的支持, 或许会更好。 你安慰了钢手, 你成为木叶暗部部长, 你建立完善的医疗忍者培养体系。 自来也接受寻找预言之子, 使命离开木叶, 钢手离开木叶, 其木朔冒自杀。 木叶整体实力降低。 第三次人接大战爆发, 波峰水门获得木叶闪光称号。 你经历了两次完整的人接大战, 积攒了无比恐怖的战斗经验。 你的权力在木叶达到顶部, 仅次于原飞日展。 原飞日展老了, 决定挑选继承人, 大蛇丸为了获得更好的实验环境报名, 但你的呼声最高, 波峰水门又是你的小迷地。 大蛇丸实验曝光, 被原飞日展脸出木叶, 你成为第四代火影。 波峰水门成为你的影位。 九尾之夜, 你击败神秘面巨南, 发现他居然是波峰水门的弟子, 宇之波带徒。 宇之波带徒被你处决。 九尾暴走, 你率先赶到现场, 你击退了九尾, 但无法封印。 经过抉择, 你想使用狮鬼封竟将九尾封印。 你的选择是, 继续模拟的话, 以后的提升也不会太大了。 毕竟在往后, 就是长达几十年的和平, 所以提早结束吧。 你使用狮鬼封禁, 将九尾一分为二。 杨属性封印在波峰水门体内, 因属性和你的灵魂被死神吞噬。 你死了, 模拟结束。 系统评价, 你的一生充满传奇, 你的实力是当时最强, 但你的实力, 是基于常人无法理解的战斗经验, 受限于你没有任何血脉, 你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人数, 所以, 你只是平民的巅峰。 评价等级, 5。 获得奖励, 5级体质增强。 获得奖励选择卡, 魁。 这个角色的强度, 虽然也高, 但相比于上次, 能够正面对抗绘图转生与之波般的角色, 还是有点差距的。 不过5级的体质增强, 已经非常不错了。 此外, 名人还能挑选一项能力。 他点开奖励选择卡, 桥剑里头能够选择的奖励。 虽然角色的实力比较强, 但貌似除了战斗经验和天赋之外, 其他的都不值得选择。 名人想了一下, 决定选择战斗经验。 因为系统的评价, 已经很明确了。 这角色, 没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性人数, 全部凭借战斗经验在支撑着。 至于天赋? 不好意思, 作为主角的名人并不差。 而且, 名人就算选择天赋, 也要自己从头开始练习。 名人有系统, 现在只会摘果子, 不会中树。 丁蒋莉选择完毕。 选择之后, 名人脑海中多出一股记忆。 这些都是角色在人生轨迹之中的所有战斗经验。 此时名人忠于为什么那些强大的忍者, 在虐菜局为什么那么游刃有余了? 因为凭借超强的战斗经验, 他们甚至能够想到敌人下一步要如何做。 此时的名人也是如此。 而经历多次体质增强, 名人的查克拉强度和数量, 以及身体强度已经远远超过同龄人。 此时的名人很想检测一下自己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宿主 漩涡名人 特性 漩涡血脉 阿修罗转世 九尾人助力 术 色诱术 变身术 金刚封锁改 八卦封印集 名神门 战斗力 13688加82400 背包 823万银两 阴阳九尾暴怒 模拟次数 零 任务 暂无 我去 什么情况 名人的战斗力直接从一千多提升到一万多。 果然 实战经验的提升还是非常恐怖的。 不过 名人对战斗力没有什么概念 于是便开始询问系统。 不久 系统就给出了一个表格 准影战斗力 八千 弱影 一万两千 影 两万 强影 五万 超影 十二万 六到 五十万 不是吧 也就是说 咱现在高低算是个影级了 名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强 也对 获得系统才几天 提升太大 名人的心态还没有过渡过来 通过系统获得的那些能力 名人也只用过一部分罢了 而且还经历了那么多次的体质增强 想不强都难 对比这个表格一看 名人顿时觉得 九尾也就那样 才八万多 还不到超影吗 不对 名人体内的是半只九尾 整只九尾是十几万的战斗力 是妥妥的超影 看来自己距离封印第二只九尾 还有一段时间啊 模拟机会用完了 下个任务还没有发布 名人也不知不觉 在家里躺在小半天 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 名人决定收拾一下 他起床洗漱后 从家出发 准备购置一些物资 可接下来 名人就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 很少有人乐意卖给名人东西 由于体质增强 身体变得健康 身高开始成长的缘故 名人的衣服 已经有些嫌小了 他想要换一套 可辗转了好几家服装店 他们都不乐意将衣服卖给名人 名人愤愤地想着 妈的 这群刁民 就在名人开始犯难的时候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那那个 名人心情不是很好 皱着眉头回身看去 但下一秒 他的表情就瞬间缓和下来 哦 原来 是咱未来的老婆呀 初天 腼腆地低着头 小声对名人打着招呼 名人君你好 是小初天啊 你怎么在这里 名人四下看了看 发现没有日向异族的人跟着 这就不对劲了 因为初天年龄并不大 乱跑的话 万一被人拐卖了怎么办 初天小时候 走丢那次忘记了 他是怎么看孩子的 日足 你给我等着 初天的表情有些紧张 我是专门跑出来 找名人君的 名人意外起来 上下打量着初天 他小脸肌肤看起来很是细腻 甚至有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那双唇结的白眼 正因为害羞的缘故 尽可能躲避着名人的视线 原来 他是偷偷跑出来的 这就不怪日足了 的确不能怪日足 毕竟是未来的老丈人嘛 名人如此想着 丝毫没有察觉到 自己刚刚还记了日足遗仗 初天可是乖乖孩子 他偷偷跑出来 肯定是有事 名人语气放缓 对他问着 小初天 你专门来找我 嗯 初天小脸紧张兮兮地问着 名人君 我从小鹰那里听说 你和左柱 我照 原来是春夜鹰那个家伙 昨天 名人在打发左柱的时候 意外被春夜鹰看到了 没想到 没想到 这才过了一个晚上 就连初天都知道了 他怎么这么大嘴巴呢 名人有些头疼 默默在心中 记了春夜鹰一仗 以后再找他算 必须狠狠地教训他才行 未来的老婆找上门 原来是怀疑他有特殊癖好 对此 名人只好解释起来 初天啊 我这个人可是非常正常的 你不要怀疑那么多 初天的性格比较内向 尤其是面对名人的时候 而且还是单独面对名人 如果不是关于这件事的话 初天不一定有勇气找到名人呢 听见名人的解释 初天根本就没有任何怀疑 他缓缓松口气 眉开眼笑起来 那我就放心了 只不过 初天并没有直接离去 而是继续对名人问着 我刚刚看到名人君有些烦恼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帮忙 是的 找到名人之后 初天瞧见名人紧锁的眉头 名人肯定是遇到困难了 初天知道名人是一个人 也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名人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 名人听见初天的话 心中暖暖的 不愧是老婆啊 就是会关心人 于是名人就对初天说着 我给你钱 你去帮我买衣服 怎么样 初天由于紧张 脑子没有反应过来 下意识好奇起来 为什么呀 毕竟在正常人看来 买衣服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所以 初天不是很理解 对此 名人当场为老婆示范了一遍 他走进一家服装店 不多时 里面便传来怒骂声 舍物的怪物 别进我店里来 还买衣服 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就算是穷死 饿死 也绝对不会 把东西卖给你 名人双手插兜 表情淡定地走出服装店 初天见名人 仿佛已经习惯了的表情 眼中升起一丝水雾 名人 我去给你买 名人将手伸入兜里 从系统空间 拿出银两地过去 随后 初天进入服装店 不多时 里面便传来怒骂声 滚开 那怪物刚刚才来过 你就来买和他身的男装 你是男的吗 我问你 看你这个眼睛 也不像是个好人 服装店内 初天怀中 正抱着两件好看的衣服 低着头 接受着老板的训话 名人在外面 听见里头的声音 直接走了进去 这一次 他没有选择忍让老板 等等 你这怪物想做什么 牙牙面 哦 名人跳到柜台 一把提起老板 将他甩到墙上 动 名人望着痛苦哀嚎的老板 眼神冰冷地说着 前放柜台了 好好老板 根本不敢多说什么 名人留下钱 带着厨田离开了 对不起 名人君 厨田愧疚地说着 我连这点小事 不办不好 名人抬手摸了摸 厨田柔软的秀法 不不 你不是成功了吗 反正衣服 是拿到手了 摁厨田唇角 勾起一丝好看的笑意 感受着名人手掌传来的温度 心中更是羞涩了 可就在此时 日向一族的人 找到了厨田 厨田大小贱 你没事吧 一名日向一族的分家 从远处跑过来 警惕地看着名人 名人内心嘖嘖一笑 拾去地放下手 他退了两步 同时小声对厨田说道 放心 以后不会有人反对咱们的 以后不会有人反对咱们 这 难道说 名人是在向我表白 厨田整张翘脸 迅速变得红润 脑袋也有些晕乎乎的 日向一族分家 自然不敢动名人 毕竟 名人可是人助力 厨田被日向一族的人带走 名人手上也多了两套衣服 他放在身上比了比 还挺合身 款式名人也比较重义 不愧是自家老婆 眼光和自己都一样 不过很快名人就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自己想要更换一下日常用具 要买的东西肯定是有点多的 而自己的变身术 实际上还处于新手阶段 非常容易被看出来 就在此时 名人用余光瞥见一抹粉色 粉色 春野鹰 名人看了过去 果然 就是春野鹰那个大嘴巴 名人深吸一口气 快步走过去 春野鹰 春野鹰听见有人喊自己 但自己并不是非常熟悉 因为熟悉他的人都叫他小鹰 而不是春野鹰 回头一看 就瞧见名人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春野鹰表情都僵住了 他想要逃跑 可却被名人抓住胳膊 就他这细胳膊细腿的 根本不可能挣脱 春野鹰的求生欲望很强 连忙开口说着 名人 不管我做过什么 我现在道歉 我错了 他甚至直接将名人的性拧去 专门和名人拉近距离 名人对他质问道 你是不是将昨天的事情 告诉楚田了 关于这个 春野鹰也没有撒谎 他直接说道 对啊 名人表情一黑 为什么你做错事 还这么理智气壮的 因为楚田他喜欢你啊 春野鹰冲着名人挑眉 全班只有你自己没看出吧 名人嘴角一抽 我看出来了 春野鹰顿时来的兴趣 也不害怕了 名人 你明知道楚田喜欢你 为什么还要追佐助呢 一说到这个 春野鹰就不困了 他崇拜地看着名人 忍者学校里 那么多人追求佐助 结果就名人成功了 偏偏名人还是男生 偏偏佐助还是下面那个 这在春野鹰看来 名人这是神通广大 我名人深吸一口气 我和佐助之间没有什么 春野鹰摇头 我不信 啪 名人抬手一巴掌 抽在他的小屁股蛋上 不信也得信 呀 春野鹰捂着微微发麻的臀部 面色羞红地看着名人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 楚田应该知道 毕竟楚田喜欢名人 而如果名人和佐助是 而春野鹰和楚田 又算是朋友 他提醒朋友这个 不至于朋友被耽搁 这没问题吧 帮我去买个面具 这件事就算了 名人直接对春野鹰说着 买面具 好说 春野鹰连忙点头 好好好 买买买 买俩 买俩大的 名人 春野鹰 不过你为什么不自己买呢 要我示范给你看吗 名人表情严肃地 看着春野鹰 春野鹰虽然有点害怕 但他是真的好奇 于是 名人就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行为 他走进面具店 不多时 里头就传来骂声 可恶的怪物 别进我店里来 还买面具 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就算是穷死 饿死 也绝对不会把东西卖给你 名人双手插手 表情淡定地走了出来 春野鹰见他 仿佛已经习惯了的表情 顿时吞了口口水 他皱着眉头 坚定地说着 我去给你买 你打算要怎么样是的 随便 名人将手伸入兜里 从系统空间 拿出银两地过去 随后 春野鹰进入面具店 不多时 里面便传来怒骂声 滚开 那怪物刚刚才来过 你就来买面具 哪有女孩子 喜欢老虎面具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帮那个怪物 来买的 等等哑面 那你 你究竟想做什么 快停下 我会告你的 在名人的目光下 春野鹰手中拿着面具 仿佛粉皮耗子一样 从店内窜了出来 春野鹰跑向名人 大喊道 名人 快跑 我去 名人惊愕道 你做了什么 眼瞅着面具店老板要追出来 名人也只能跟着 春野鹰跑 这老板身材肥胖 跑得不快 春野鹰见他追不上自己和名人 顿时开心地笑了起来 嘿嘿 你追呀 嘿嘿嘿 你要是追到我 我就把面具还给你 名人 六 名人万万没想到 这春野鹰小时候 路子这么野的 俩人一路顺着街道跑 才跑了几百米 身后的胖子就不追了 那胖老板累得半死 停在原地弯着腰 用手支撑着膝盖 老板上气不接下气地 对春野鹰怒骂道 臭小鬼 你给我等着 他骂完 直接转身离开了 因为他还有店面 店里没人 怎么能行 名人和春野鹰俩人 见状停了下来 春野鹰从怀中 拿出老虎面具递给名人 得意洋洋地说着 怎么样 这下 咱们算扯平了吧 行 名人接过面具 发现这面具 果然比自己的脸大一好 不过这样 也能轻松覆盖全脸 别人不会轻易看出来 春野鹰见名人得到一个面具 便这么开心 内心很不适滋味 他没有体验过名人的生活 也不知道 名人为什么这么开心 那个嗨嗨 春野鹰对名人说着 以后有类似的事 我都可以帮忙 咦 春野鹰居然这么好 名人望着面前 因为跑步小脸焦红的萝莉 顿时有些惊讶 真的吗 小鹰 名人有些不确定地问着 因为原著的原因 名人先入为主 加上春野鹰大嘴巴 把左柱和自己的事情 说给厨田 所以 名人有些不确定 春野鹰真的有这么好心 果然 春野鹰拿手放在名人肩膀上 露出一个猥琐的笑容 小声说着 但是 我有条件 不用想 这个条件肯定是关于左柱的 名人 你说 春野鹰想着左柱和名人的事情 左柱不是 和你关系很好吗 我想要到他的照片 我就这 名人露出一丝笑意 简单 我家里的抽屉里就有 一提到左柱 春野鹰就不困了 他就这么跟着名人回家 也暂时忘记了名人是怪物的传言 很快 两人回到名人的家中 春野鹰张望着 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名人一个人生活 还是男生 但是房间没有想象中的凌乱 反而颇为整齐 可见 名人也是个爱干净的男生 不对 春野鹰忽然警星大作 因为 他忽然想到一句话 那就是 房间整洁无意味 不是伟娘就是给 所以 名人和左柱 想到这 春野鹰顿时有些绝望 不过 名人很快就从抽屉里 拿出一张左柱的照片 春野鹰表情麻木地接过照片 低头看了一眼 顿时 他就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 这这这这 春野鹰结结巴巴地说着 这居然是 这是 照片上的左柱 穿着可爱粉嫩的女装 摆着羞耻的姿势 表情羞涩中 带着一丝脑木 这是西式珍宝啊 春野鹰将照片捧在掌心 对名人问道 名人 为什么左柱会有这种照片啊 今天的经历 可真的是 刷新他的三观了 左柱在学校 那可是无比高冷的存在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给左柱平添了一些神秘感 那些好奇的少女 沦陷于他的颜值和神秘 春野鹰自然就是其中之一 可现在看到 左柱居然穿着女装 而且表情羞涩 这给春野鹰带来的反差冲击 不可谓不大 这你就别管了 名人对春野鹰说着 你就直接说 这张照片符不符合你的要求吧 春野鹰疯狂点头 符合 必须符合 就这样 名人和春野鹰达成协议 名人想买东西的话 春野鹰会帮忙 而事后 名人就会给春野鹰 一张佐柱的照片作为报酬 春野鹰拿到照片后 就开始替名人办事 他帮名人游走在牧业 将名人所需要的东西 全部买了回来 那一大包日常用品 如果不是春野鹰有鸡血的支撑 估计都拿不起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 系统再也没有发布任务 名人也丝毫不着急 而他陆续到账的颜值 也导致名人越来越帅气 四代火影波峰水门 除开最快的男人之外 还拥有牧业村草的称号 当年 波峰水门掌获牧业 不知道多少少女的心 要不是九星奈得手早 名人他妈是谁还不一定呢 三个月之后 临近年末 忍者学校也即将放寒假 这天是今年最后一天上学了 名人站在校门口 等待着什么人 春野鹰从远处走过来 红着脸将一包贴身衣物 递给名人 名人轻车熟路地 从兜里拿出一张 佐助的照片递过去 可这一次 春野鹰却没有伸手去接 名人有些意外地 看向春野鹰 只见春野鹰目光炯炯地 盯着名人 对名人问道 能换成你的吗 名人 好家伙 这就反水了 名人面带古怪地望着春野鹰 春野鹰抿了抿薄唇 洋装羞涩地说着 名人君 你不要这么看着我 他这副样子 让名人属实陌生 你隔着装什么呢 名人吐槽道 春野鹰听罢也不演了 朝名人靠近两步 仔细地盯着他 名人站住后仰 你干什么 不要乱来啊 我告诉你 万一被雏天发现了 我岂不是就完蛋了 说完 名人一把推开春野鹰 谁知道春野鹰反口来了一句 没事啊 咱们可以避着点雏天 名人 妈的 这女娃娃有问题 名人转身就走 春野鹰连忙跟上 他叽叽喳喳地 在名人耳边说着 都是一些闲言碎语 但名人又从中 听到这么一句话 名人啊 你知不知道 我给你买的小裤裤 被动了手脚 什么 名人听到这顿时 有些激动起来 那方面是真的不能开玩笑啊 万一出了什么毛病 一辈子都毁了 春野鹰见名人这么惊讶 就连忙说着 放心吧名人 我没病的 啊 我有问这个问题吗 不 不对 这家伙 为什么这么说 难道说 是他送来之前 自己先试穿 我照 这牛丸的这么滑 名人的表情 有点难棒 他终于找到 为什么春野鹰 送来的衣服上面 总是残留着 一丝丝的方向了 名人警告地 看了一眼春野鹰 春野鹰立马举起双手 放心吧名人 我再也不敢了 才怪 结结结 他心中补充着 名人眼角一抽 内心中已经开始考虑 自己买日常用具了 因为这种事情太恐怖 太吓人了 好在 到了班级上 春野鹰总算老实了一点 毕竟那么多人看着呢 可春野鹰不来烦名人 却和景野掐假 景野猪 为什么你这个家伙 非得喜欢我喜欢的呀 你不是喜欢左猪吗 我都把左猪的照片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已经想过了 我不是喜欢左猪 之前是因为你喜欢他 所以我才喜欢的 我只是想超过你而已 但现在 我发现我真正喜欢的是名人 所以 你还是继续喜欢左猪去吧 快去 不可理喻的女生 哼 宽额头 景野猪 这俩人后方 名人呆坐在位置上 很麻烦对吧 鹿丸的声音 从后排传来 名人回头瞧见 双手抱着后脑的鹿丸 配合的点点头 在鹿丸旁边 犬肿牙一脸目瞪狗呆地 望着前面梁小志的大站 就连赤丸都是 瞪着一双狗眼呆住了 而对于迷妹们的反水 左猪反而觉得非常清静 他可能还要多谢名人呢 关于名人告诉他的修行方式 左猪试过了 效果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 那种姿势 能够快速消耗体力 也可以考验耐力 甚至过后 还能锻炼到 平时难以锻炼到的地方 左猪已经决定 在下午的实战演习上 挑战名人了 因为他不觉得 现在的自己 比名人差 下午 放假前的倒数第二节课 伊卢卡站在讲台上 对下面的学生 和颜悦色地说着 同学们 马上就要放假了 期末考试也已经结束了 今天咱们 就不聊学习了 也让你们轻松一下 我布置一个作业 大家这节课 好好想想 如果天上的月球 忽然掉下来 距离世界末日 只剩下最后一天 那么 你们会选择和谁度过呢 丁刺小声嘟囔着 如果月球是肉馅的就好了 这句话 引起大家一阵 哈哈大笑 课堂上充斥着一片 欢声笑语 很快 伊卢卡就将白纸发了下去 名人望着空白的纸张 脑海中闪过橱田的样子 如果是最后一天的话 应该会很温馨和悲伤吧 与其这样 不如做一些身为忍者 应该做的事情 于是名人在纸上写着 尽可能地想办法 阻止月球 这只是一个小作业 同学们 经过吵吵嚷嚷的交流后 也都完成了 伊卢卡对名人说着 漩涡名人同学 请你将作业收上来 这句话 直接让班上半数女生表情一僵 好的 伊卢卡老师 名人起身 开始收作业 让我看看 这些孩子们都写的啥 漩涡名人 与之波佐助 漩涡名人 与之波佐助 漩涡名人 我特发 他们除了恋爱 就没家人了吗 名人表示 非常震惊 而男生们的答案 也和这种类似 几乎都是心目中的女神 只有部分人选择 和家人度过 这才对 这才正常 而除开名人之外 全班只有一个人的答案 不是人名 而是和名人的答案相近的 那就是录完 很快 作业收了上来 伊卢卡本以为自己可以凭此 更加了解同学们 但他天真了 他完全无法理解 这些孩子们的答案 很快 到了最后一节课 实战演习 这一次实战演习 佐助为此准备了许久 刚到操场 佐助就找上名人 你的修行方式很有用 我要向你发起挑战 刚一开始 佐助的话就将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 作为班级上人气排名第一 和第二的两名学员 名人和佐助之间的战斗 肯定很有看透 当然最主要的是 双方迷妹们的互私 但名人 却被佐助的话弄猛了 我的修行方式 很有用 就是那个扎马波 看佐助的表情 不像是开玩笑 要不我回去也试试 名人脑海中 生起这个念头来 这一次我不会败给你的 漩涡名人 佐助对名人妖战 名人回过神来 默默点头 陪他玩玩也好 俩人对立而战 现场传来一阵欢呼 这边的热闹 引起其他年纪的注意 还是忍者学员的日向宁次 从远处走了过来围观 小李对宁次问着 这俩人是谁啊 宁次淡定地 看了一眼班上的吊车尾 开口说着 一个是宇智波一族的后裔 一个是传说中的怪物 宇智波和怪物的对决 这么有意思 人越来越多 几乎半个学校的学员 都过来了 伊鲁卡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 场中 两人的比试 也正式开始 小心了 佐助双目一臂 再次睁开 已经妖异的星红血轮眼 血轮眼 名人见状目光下瞥 虽然此时佐助的幻术能力 可能有限 但毕竟也是幻术啊 而名人此时 还没有和九尾达成共识 所以对幻术的免疫力 还不是很高 万一在血轮眼的幻术上翻车 指不定地 被众多穿越者前辈们 笑成傻逼 横强如你 见到宇智波的力量 都要如此警惕吗 宇智波佐助先是嘲讽一句 企图破坏名人的心态 可他失败了 而后 佐助开始感到有些惊讽 宇智波的血轮眼幻术 在整个人界 都是鼎鼎大名的存在 但知道 如何规避的人却很少 名人作为一个忍者学员 居然知道不和血轮眼对视 难道 名人那个家伙 专门研究了血轮眼 就是为了不输给自己 就算如此 佐助也非常有信心 这几个月来 他每天都会按照名人的修行方式 等等 佐助脑海中 正想着关于这个问题 便瞧见正前方的名人 居然消失不见了 什么情况 佐助缓缓瞪大双目 正准备四处张望 却察觉到脖梗上 传来一丝良意 下一秒 名人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你说了 佐助惊恶的回头 什么时候 名人微微摇头 你去找的 只不过是 我的分身罢了 这段时间 系统不发布任务 名人也没闲着 分身术 替身术之类的 也学会了 名人先是用分身 吸引佐助 然后自己绕过人群 来到佐助的视角死角 之后就光明正大的 来到他的背后 你这 佐助面色憋得通红 他无法接受 自己会以这个方式失败 名人对佐助说道 忍者 从来都不是什么光明的职业 只要能获得胜利 就好了 在上次 从那个平民角色里 获得实战经验后 名人对忍者的理解 已经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名人收起苦 潇洒离去 当天晚上 名人专门为自己 炒了两个菜 虽然一天啥也不干 但还是辛苦自己了 名人拿起筷子 正准备享用 脑海中 却传来系统的提示 丁系统任务发布 十二小时内 就下被绑架的日向出田 奖励 模拟机会加一 光荡 名人将筷子丢在桌面 表情略显僵硬 卧槽 什么情况 出田还被绑架了 原著里有这剧情 不过 既然是系统发布的任务 名人 就很确定这是真的 他本来都换上睡衣了 此时 接到系统的任务 直接穿着拖鞋 走出家门 三两下 跳到楼顶 名人家的位置 还算不错 四周 也都是木叶的建筑 名人站在楼顶 黑漆漆的夜里 只有街道上 零星的灯光 啥也看不清楚 这下名人犯了难 他没有敢执行忍术 现场学又不太现实 现在 摆在名人面前的 有三条路 一 自己猜测 劫匪们的撤退路线 然后自己去营救 但有一定概率失败 名人不想冒险 更不想 拿除田的安危来冒险 二 通知村子 让岸部展开救援 这个可以 毕竟人多力量大 三 求助于九尾 九尾的感知力很强 应该能感知到精确的位置 这也是最高效 最没有风险的一个方案 名人想执行第二 和第三方案 但他现在还不会引分身 而普通的分身术 又不能维持太长时间 分身乏术 名人不得不选择放弃第二方案 他盘膝坐在楼顶 双目闭合 下一瞬间 名人的精神力 就出现在封印空间内 九尾见名人 主动来找 心中隐约有些兴奋 但他佯装出一副 毫不在意的样子 将头枕在前找上 闭目养神 名人此时 略显焦急 他直接对九尾说道 九喇嘛 有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人 被绑架了 我希望获得 你的帮助 你只需要定位 一下他的位置 就行了 他是日向一族的孩子 这几句话简单明了 丝毫没有浪费时间 九喇嘛睁开一只眼 对名人问道 老夫为什么帮你 因为事后 我会还你自由 名人的表情严肃 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成分在内 名人不等九喇嘛说话 就继续提醒道 九喇嘛 这件事 真的很重要 请你相信 我有能力还你自由 也请你不要浪费时间 九喇嘛 察觉到名人的焦急 唇角勾起笑容 他对名人说道 想让老夫感知外界 而且距离还不近 除非你能将封印 揭开一些封印才行 名人走上前去 看向铁门中央 那里 有一张封印纸 它不是封印的本体 而是用来 加强封印的符址 这是当时四代火影留下的 名人没有犹豫 走上前去 一把扯了下来 下一秒 四代火影的 查克拉被激活 出现在封印空间内 呵呵 九喇嘛笑了笑 看来那个女娃娃 对你来说 真的很重要 波峰水门刚出现 便已经分析出 现场的大致情况 波峰水门 对名人说道 名人 你揭开封印 是为了救同伴吗 或许我也能帮上忙 名人还是头一次 见到波峰水门 也就是自己 这副身体的父亲 他没有拒绝水门的好意 这段时间 九喇嘛盘西座 在地上 双爪和石 对名人说道 名人 你要救的小娃娃 在死亡森林 已经可以说是 远离木叶了 名人还没有回话 波峰水门便开口道 我知道死亡森林 名人 跟我来 下一秒 水门和名人的精神力 消失在封印空间 现实当中 名人腹部闪出一道金光 这金光症 是水门的查克拉 查克拉在现实世界凝结 逐渐形成水门的样子 水门瞧见 如今繁华的木叶 稍微感叹了一句 真不错呀 一转眼名人都长大了 等名人醒过来 水门俯下身子 拉起名人的小手 俩人化作一道金光 消失在楼顶 在不远处的树上 一名监视名人的暗部 看得目瞪狗呆 卧槽 四代火影复活了 卧槽 这名暗部 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无论是遇到 多么荒谬的情况 都会保持冷静 除非忍不住 见到四代火影的真身 暗部连呼两具卧槽 随后 这才离开原地 朝火影大楼进发 死亡森林 有水门留下的 飞雷神印记 这非常符合情理 也非常符合逻辑 作为飞雷神的使用者 肯定是会在自己周围 布置飞雷神印记的 水门拉着名人 出现在死亡森林内 他隔空对九尾问道 九尾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你肯帮助名人 但接下来就麻烦你来指路了 这里的水门 是当初水门 在名人体内 留下的查克拉罢了 而这查克拉 只拥有到九尾之夜的记忆 所以这个水门 并没有灵魂 也不知道自己的灵魂 和英属性九喇嘛 在死神的肚子里 如胶似漆 名人现在 揭开了封印 九尾的限制 就松了很多 他直接化身泉水指挥官 九尾引路 水门赶路 水门拿出 飞雷神苦无赶路 那速度快到飞长 然而 不用两下飞雷神 水门的身体 就隐约暗淡了下去 名人体内的九喇嘛健壮 便吐槽道 你这个家伙虽然强 但查克拉 却是你的弱点啊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水门笑了笑 不过总算追上了 此时水门和名人 站在一棵大树的树枝上 那些绑架除田的人者 正在远离木叶 水门的表情 有些暗淡 对名人说着 名人 我的查克拉不多了 你小心跟着他们 我去通知三代火影大人 说完 水门消失在原地 水门刚刚出现的时候 就瞧见火影年上 没有多出新面孔 他就知道是三代 付出执政了 水门消失 名人小声说了一句 多谢 久了啊嘛 仿佛是憋太久了 他对名人吐槽道 你爹真不靠谱 让你一个 臭小鬼跟踪上人 话虽如此 但水门 就是如此相信自己的孩子 嗨嗨 其实主要原因 就是水门 察觉到名人体内那 比卡卡戏还多得 多得查克拉 名人不想 和九喇嘛扯皮 换作平时 我肯定是会吐槽你毒蛇的 同时 名人将目光投向树下 九喇嘛 三名像煤炭的云人 正驱赶着雏田 雏田被麻绳捆着 胳膊都磨出血迹了 算上这一次 雏田已经经历了 两次绑架 太惨了 名人没有按照水门的意思 去跟踪 而是决定 直接动手 他抬手结印 面前便凝出三条金刚封锁 金色的查克拉锁链 的确是金刚封锁 久喇嘛 我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你的金刚封锁 会脱离身体的限制 一般来说 漩涡一族的金刚封锁之术 是要限制在身体上的 这样才能给金刚封锁 输送需要的查克拉 但名人的金刚封锁 却不同 名人没有理会九尾 他控制金刚封锁 分别从三个方向 朝云忍席去 锁链头部 是铁尖 加速的情况下无比锋利 三名云忍听到破空上 立刻抬头朝天空看去 但金刚封锁的速度 何其之快 扑扑 两名云忍的胸膛 被金刚封锁穿透 当场隐恨 只有一名实力较强的云忍 反应过来 一个起跳撤退开来 他双目盯着四周 开口说道 木叶的人都不敢正面战斗吗 藏头鹿尾之辈 名人并没有被他激怒 而是跳下树枝 落到雏天身旁 名人一把将他抱起来 然后往远离云忍的方向 撤了上百米 名名人 雏田原本几乎 已经神志不清了 他却忽然察觉到 自己出现在一个温暖的怀中 月光之下 名人的侧脸 显得那么安全 雏田纯净的双眸 泛起一丝丝雾气 名人对雏田笑了笑 然后帮他揭开麻绳 雏田强忍着疲惫 打开白眼 对名人提醒道 名人君 那个人是分身 本体在三点钟方向 谢了 小雏田 名人抱着他柔韧的娇躯 小声回应着 或许是危机关头的原因 雏田并没有因为 害羞之类的事情掉链子 名人面朝云忍的分身 空出一只手 开始结印 云忍前藏在暗处 冷笑地看着名人 名人一个小屁孩 穿着睡衣 脱鞋 就算如此 他也没有小瞧名人 云忍朝名人突进过来 瞧见名人 还在关注着影分身 云忍心中冷笑 要得手了 可是 名人结印完毕后 忽然回头看向云忍所在的位置 云忍顿时下的头皮发麻 立马想要逃离原地 但为时已晚 名人们 呼呼 天空中以恐怖的速度 落下六块箭筑 砸在云忍四周 砰砰砰 一连串的重物 落地声传来 几乎是一瞬间 这名云忍 就感觉到身体一沉 无法反抗的封印之力 被施加在他的身上 名人们 并不是仙法 也不是目盾 他和螺旋丸一样 是没有属性的 牵手助肩使用的名人们 是加持了仙术查克拉 和目盾的 而名人使用的 只是普通版本 但这也足够压制 一名上人了 这名云忍的身体 被压在地上无法动弹 体内的查克拉 也激进凝固 根本无法掉动 他瞪大惊恐的双目 这不可能 这种封印之力 这名云忍 显然也是有见识的 他察觉到封印自己的封印之力 居然是能够压制尾兽的等级 他直接就绝望了 破空声传来 云忍开口想要求饶 不要 我可以 破 不等他将话说完 金刚封锁 便穿透他的心脏 远处 名人对雏天问道 雏天 周围还有敌人吗 雏天刚刚也没有闲着 而是用白眼 观察着四周 他小声回应着名人 眉眉有呜呜 刚刚有危险 雏天 为了不拖后腿 强行使用白眼勘察 现在危险过去 雏天终于忍不住了 劫后余生 他扑进名人怀中 小脸上带着害怕和委屈 毕竟只是一个小姑娘 经历这种事情 对他来说 还是太难以忍受了 不要怕 已经没有敌人了 名人将雏天抱起来 对他安慰道 雏天泪眼 惺忪地望着名人 名人出现的一瞬间 带给他的安全感 无比强烈 嗯 名人居 久了吗 你们父子俩真会玩 作为伟兽 他亲眼见证了 父子俩 英雄就美的过程 几乎一模一样 简直离谱 另一边 水门也使用飞雷神 出现在办公室内 还在加班的袁飞日展 察觉到异常 他抬头一看 差点背下去净土剑飞奸 水水门 袁飞日展惊掉了烟枪 结结巴巴地说着 水门微微汗手 然后对袁飞日展说道 日向一族的小姑娘被绑架了 名人正在跟踪他们 三代大人 您快派遣暗部 去死亡森林吧 具体位置就在 他语速极快 很明显 水门的查克拉 已经不多了 袁飞日展听完之后 顿时觉得头皮发麻 他就知道 云影村使者们 来这里没有好事 但没想到他们 居然还敢打血迹献戒的主意 这也太胆大包天了 袁飞日展立马喊道 来人 一名暗部 出现在火影办公室内 三代大人 他瞧见水门 也是吓出一身冷汗 死人复活 这谁不害怕 袁飞日展对暗部说道 让目前在预备的暗部 同时出发 前往死亡森林 寻找漩涡名人 暗部听见 袁飞日展的命令 连忙低头 是 说完他便使用顺身数消失不见 随后 负责监护明人的暗部跑了过来 三代大人 不好了 四代他父 冲进房间后 就瞧见水门也在 但水门的情况有点虚 他的身影一闪一闪 好像是灯泡 要报废的前几秒一样 水门对袁飞日展说道 放心吧 明人是我的儿子 他不会出问题的 那么以后 也要拜托您了 三代大人 此时的水门 还不知道明人的童年 是如何度过的 袁飞日展听罢 露出羞愧的表情 而暗部 则是大惊失色 他听到什么 悬涡明人 那个被整个村子排斥的怪物 居然是四代火影 波封水门的儿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袁飞日展和 负责监视明人的暗部 沉默了 水门 也没有察觉到异常 他的查克拉消耗完毕 消失在空气当中 两久之后 暗部目光炯炯的 盯着袁飞日展 对他问道 火影大人 您究竟隐瞒了什么 袁飞日展开口解释道 水门的仇人太多了 这么做也是出于 明人的安全考虑 这个说辞 有点形不通 但谁让他是火影呢 暗部心中顿时 感到一阵悲凉 换位思考的话 他是木叶英雄 刚出生的儿子 就为了木叶成为人助力 结果呢 明人还享受着那样的待遇 几乎是一瞬间 这名暗部内心的火之意志 便动摇了些许 村子是家 村民是家人 但是 袁飞日展打断了他的思绪 对他说道 不要想那么多了 有些事情 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 暗部听后心中拔凉 他对袁飞日展问道 火影大人 云影村使者那边 袁飞日展 暂时不要惊动吧 先将明人找回来 实际上 在袁飞日展看来 明人才是主要的 被明人冒险 拯救的雏田 反而是次要 谁知道 这句话落到暗部耳中 却成了袁飞日展 放弃出田 并且 云影村都做出了这种事情 为什么作为忍雄的 云影日展 不第一时间 斩杀云影村使者 反而是要等待呢 我们牧业村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人 尽可欺了 暗部的脑子很乱 他一想到自己 之前监视明人的举动 便觉得羞愧 火影大人 或许我们不该监视明人 如果九尾的封印 出现问题怎么办 好了 你不要和 讨论这些问题了 你也累了 先回去休息几天吧 暗部知道 这所谓的休息几天 他是直接将自己辞退了 唉 死亡森林呢 名人抱着雏田 正朝日向一族的筑地走去 此时的雏田 由于精神高度紧张 外加非常疲惫 他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 名人望着怀中 可人的小萝莉 露出一丝笑意 但转瞬即逝 为什么 云影村的人 会在日向一族的筑地 将雏田给绑架 这不符合罗解 名人宁愿相信 他们能够将原非日 斩给暗杀掉 也不相信 他们能在白眼的警惕下 成功绑架雏田 那跟扯淡没什么区别 不过好在 结果并不换 这个问题 也只能事后 听云人们的阐述才知道了 九喇嘛 喂 名人 你可不要忘了自己的诺言 名人听见九喇嘛的话 便是非常感激地说着 我当然不会忘记 但不是现在 因为我还没有把握 被抽离尾兽之后 我还能活下去 九喇嘛的声音 瞬间暴怒了 你骗我 名人摇头 无比肯定地说道 九喇嘛 对不起了 我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需要找到不死亡 还能将你我分离的方式 九喇嘛的声音 没有再响起 但他也没有 给名人捣乱 或许 是九喇嘛知道 名人没有骗他的缘故 而名人 也没有再给九喇嘛 施加更加强大的封印 这就叫做信任 名人一路来到 日向异族驻地 他怀中抱着橱田 还没有靠近 就被发现了 你是谁 为什么抱着我们家大小剑 快说 三五个日向异族的人 迅速将名人围住 名人嘖嘖一笑 这才对嘛 还有几百米呢 就被发现了 那么我想问你们 为什么橱田会被云人绑架 这些日向异族的人 顿时面面相去 名人表情冷了下来 先回朱棣再说吧 我要去见日族了 日向异族的人 本想反驳 可瞧见名人 那可怕的脸色 加上身上那股沉重的威压 他们也不敢反驳 毕竟如果是真的 名人就是救了橱田 就是日向异族的恩人 其中一位日向族人 语气软了下来 对名人说着 这漩涡名人 跟我们来吧 很快 众人进入日向异族驻地 并很快见到了日族 日族见到名人怀中 抱着自己女儿 顿时表情微微一僵 日向异族一向不外嫁 这是传统 乔橱田和名人的样子 明明已经发展到 某种程度了 不过 为什么橱田的样子 有点不对劲呢 日族将着一张脸问着 漩涡名人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此时 橱田醒了过来 他睁开双眸 瞧见表情恐怖的日族 橱田下了一个机灵 从名人怀中挣脱 乖巧地站在一旁 名人对日族问道 你们难道就没发现 橱田被绑架了 日族一听 皱起眉头 对橱田问道 橱田 你不是在房间休息吗 橱田则是将自己的经历 讲了出来 原来 云影村的使者 拜访牧业 原非日展亲自招待 牧业村的一些大族也去了 日相一族 自然也是如此 日族膝下没有儿子 只有橱田和花火 橱田年龄比较大 于是日族就带着橱田去了 毕竟那是宴会 也能顺便让橱田 长长见识之类的 可没想到 云影村居然在宴会途中动手了 他们趁着橱田离开宴会 绑架了橱田 然后命人使用秘术 变成橱田 用以混淆木叶的视线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日族听后表情铁青 他低声说道 那房间里的橱田是云人 他双目升起滔天怒火来 作为日相一族 拥有白眼的存在 他被人在眼皮下绑架了女儿 这是耻辱 日族的脾气也很暴 他直接起身 打算去宰了位于日相一族 正伪装成橱田的云人 名人事实说道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不会那么做 日族脚步停了下来 陈生对名人说道 漩涡名人 你救了橱田 算我们日相一族 欠你一个人情 但这件事 是我们族内的事 你不好插手吧 纵然名人年纪不大 但日族依旧没有将他当做小孩子 毕竟能够在云人手中救出橱田 并安全送回来 这足以说明 名人的实力很强 甚至他有可能借助了九尾的力量 如果日相一族 没有女性不允许外嫁的规矩 日族看名人和橱田这个势头 估计便打算顺水推舟了 可惜 那是族内的规定 日族也无法轻易打破 日族说完 就想去杀了云人 可谁知道 名人语出惊人的说道 如果你不想让身边的人死掉 最好不要冲动 橱田来到名人身后 伸手拉了一下名人衣角 他有些紧张 因为在橱田印象中 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 认真的词汇 橱田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反对日族 他的决定 几乎就是日相一族的决定 他的态度 从始至终 也都非常的强硬 现在 名人和日族之间 发生口角 这是橱田不想看到的 因为一边是家族 一边是名人 如果真的闹掰 橱田被夹在中央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名人察觉到橱田的紧张 于是抬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放心吧 橱田 不知道为什么 面临这种严峻的场景 此时听到名人的话 橱田的心中 便安定了不少 日族见名人 居然当着自己的面 和自己女儿亲密互动 他的表情 顿时更加严肃 恐怖起来 日族的声音 隐约含着怒意 对橱田说道 橱田 你先去找妈妈吧 这里有我和漩涡名人处理 我橱田不敢去看 日族眼里的表情 低着头有些犹豫 日族见状 微微眯起双目 心中已经开始 警惕某些事情了 因为橱田从来 就不敢违逆自己 现在居然为了名人 敢不听自己的话 但眼下 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日族的视线 从橱田身上移开 转而盯上名人 名人面对日族的压力 却显得无比冷静 不等日族发文 名人便对日族说道 你难道忘记 几年前的事情了吗 这句话一出 日族那双白眼 便剧烈一缩 漩涡名人 他是如何知道那件事的 日族心中无比震惊 但名人并没有停下 原非日展老了 如果不拿出铁证 他肯定会让你 自己处理这件事 因为 现在的原非日展 不想得罪雷之国云影村 原非日展 不想得罪云影村 这句话 仿佛沉重的大山一样 压在日族心底 他是日向义族族长 在木叶的作风 不算鹰派 也不算鸽派 他只为族内考虑 但触及到身边的人 日族绝对是妥妥的鹰派 我管你有什么后果 敢动我身边的人 我特么直接先杀了再说 由于这个脾气 日族已经吃过一次亏 当时的日族不相信 原非日展会为了不敢 和云影村理论 从而让自己族内解决这件事 这就导致日族的弟弟 日差死亡 那件事是日族心中的痛 没想到几年之后的今天 自己又要冲动了吗 日族的表情缓和下来 他对名人说道 多谢你的提醒 名人 被名人提醒 日族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日族返回屋内坐了下来 他的表情 已经从冲动变得沉稳 过了一会儿 日族才开口说道 抓住那名云人 然后借助山中一族的人 查探记忆 之后再将此事公之于众 铁证面前 就算原非日展不想得罪云影村 也不得不顾及村内 其他人的感受 上次的事情知道的人少 原非日展让日族自己处理 这个亏吃下之后 日族便对原非日展 隐约有些不满 现在发生这件事 正好借机为难一下他 日族说完 便看向名人 似乎是很在意名人的看法 名人本来也认为 这个方案非常可行 但随后 他便摇头否定了 名人对日族说道 只要手里 有铁证就行 不能公之于众 这个做法太过于激进 会导致原非日展 接下来的政策中 可能针对日向一族 亨然老了 就该退位 而不是一直搞窝里斗 日族听罢也明白名人的意思 他直接光明正大的发泄 对原非日展的不满 名人叹口气 现在最主要的是 控制住伪装成雏田的那云人 他刚刚说完这句话 就听后生后传来动静 一名陌生忍者被捆住 由三五名日向一族族人 压着来到现场 日族瞧见他的样子 整张脸瞬间阴云密布 浑身上下透着浓郁的杀意 给人一种极为恐怖的感觉 但这云人躺在地上 得意地看着日族 你生气也没用 你们的火影 现在已经不是忍雄了 他是个懦夫 他根本不敢得罪我们云影村 如果你想将这件事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就赶快放开我 这样我们云影村 向你们日向一族索要一些赔偿 这件事就过去了 云影村的事迹 曝光在日向一族面前 现在被发现 还这么嚣张 日族的表情 瞬间猙獰起来 双拳紧握 手臂上血管抱起 一股无法遏制的杀人冲动 催促着他 我们日向一族 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 但日族毕竟是族长 他的克制力 还算非常不错 日族并没有被愤怒操控 从而杀死云忍 而就在此时 天空中传来一道声响 受 动 众人惊悚地看向明人 明人淡定地表示 防止自杀而已 本来 瞧见云忍这么嚣张的态度 不光是日族 将云忍绑来的几名日向族人 都是一脸狂怒 可谁知道 一便忽来 天空中落下一栋鸟居健壮 将云忍笼罩在内 这云忍当场表情一变 整个人被沉重的压力 正在地面 他的查克拉凝固 力气消散 只能呼吸和转动眼球 这种情况下 根本无法自杀 而日向一族的人 也都是震惊地看向明人 明人将单手结印的手放下 淡定地说着 防止自杀罢了 日族惊得 从座位上站起来 这这是目盾 毕竟这东西和目盾 实在是太像了 可随后 日族就摇摇头 他否定道 这并不是查克拉性质变化 只是和目盾 非常像是封印术 不过虽然如此 日族还是惊讶于明人的恐怖 明人尚未成长起来 但刚刚 单手结印外加 如此恐怖的封印术 这一瞬间 日族忽然觉得 族内的规矩 貌似不是那么重要了 如果不出意外 明人的未来 肯定无比辉煌 不如 日族想到这 看向明人的眼神 就变得和蔼起来 并且 日族看明人越来越顺眼 能够察觉到 雏田被绑架 并从云人手中 救下雏田 还能如此冷静地分析问题 思维也非常缜密 这种人 已经不能被称为天才了 在日族的印象中 唯有波峰水门 才能与现在的明人相提并论 不 就算是波峰水门 在明人这个年纪 也远不如明人 日族友善地 冲着明人点点头 然后起身来到门外 各位冷静一下 这是云影村的阴谋 先去请山中一族的人来 读取了他的记忆再说吧 兴许的心情好转的缘故 日族对部下的态度 也有所好转 往常都是直接下命令 现在却隐约带着商议的语气 不过他的话 没人会拒绝 一名日向一族当场退去 想要去山中一族请人过来 山中一族 拥有一种读取记忆的秘书 能够很好地看到 云人脑子里的记忆 到时候 就算是原飞日展过来 也无法否定铁证 他除非为日向一族做主 否则日向一族 就将这件事公之于众 那样就会导致 原飞日展在木叶的威望降低 届时就会有不少基于火影之位的家伙 开始给原飞日展施压 可就在此时 从外面走进来一群人 领头是一名穿着火影袍的小老头 原飞日展沉声说道 不必了 日向一族族人停在原地 他看了看日族 又看了看原飞日展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日族知道 自己的族人不敢违逆原飞日展 所以就挥挥手让他退下 也算帮部下解了围 日族视线投向原飞日展 直接开口问道 这件事还是交给日向一族扛下来吗 他很巧妙地用了一个环字 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原飞日展几年前的事情 原飞日展叹口气 对日族说道 日族 你也知道 村子现在没有发动战争的资本 听见原飞日展的话 日族内心中便是拔凉的 现在云人死了几个人 如果让日向一族扛 他这颗脑袋就要没了 而现在 他也没了弟弟 没人替他掉脑袋 原飞啊原飞 你年轻的时候 可没这么送过 这都是为了木叶的和平 原飞日展对日族说着 我们可以好好商议一下 日族没有说话 他让开道路 让原飞日展请进屋内 原飞日展进来后 瞧见名人也在 但却没有意外 因为暗部的动作很快 他们已经发现 名人和云人的战斗现场 从而得出结论 那就是 名人带着雏田 去日向一族了 日向日族跟着原飞日展进来后 便对雏田命令道 雏田 先下去休息吧 名人也是冲雏田微微汗手 就这样 屋内就只剩下 日向日族和原飞日展 以及漩涡名人 门外的庭院内 一群暗部 日向族人 看管着云人 大门紧闭的屋内 三个人坐在哪 原飞日展不知道为什么 日向日族 没让名人出去 因为这件事 还是比较黑暗的 如果名人听完 信念产生影响的话 原飞日展 和颜月色地看小名人 小名人 你也先去休息吧 这件事 就交给我们大人处理 名人听后 配合地露出一丝笑意 但心中却是在想着 我要不要帮一下 我这老丈人呢 帮吧 毕竟是雏田的父亲 而且刚刚日族 对自己的态度转变 也非常明显 如果有日族在 自己和雏田的事情 几乎就确定了下来 于是 名人表情一变 摇摇头 对原飞日展说道 火影大人 这件事关乎我身边的人 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原飞日展 从来没有见过 名人这么沉稳的样子 像是个小大人一样 而且再加上 名人已经的战斗痕迹 难道名人得到了 什么人的暗中指导 是水门吗 或者是九尾妖狐 算了 反正事情 已经够麻烦的了 已经不在乎再麻烦一些 原飞日展捋顺了思路 便对日族说道 日向一族 可以拿出一些资源 进行赔偿 这样就简单多了 当然 这些资源 全部由村子承担 这算是变相的让步了 日族听闻之后 表情有些僵硬 很明 他不满意 原飞日展的决定 就在此时 名人忽然开口 对原飞日展说道 三代火影大人 你也不想让人知道 你因为顾及老友的情绪问题 就放任他去抹黑四代的儿子吧 日族眼皮狂跳 惊恐地看向名人 卧槽 现在的年轻人 这么刚的吗 直接跨越商量 反驳两个步骤 一上来就威胁三代 原飞日展听后 微微摇头 名人 我个人的名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如何让木叶 渡过这次难关 因为现在的木叶 没有发动战争的资本啊 四代没了 九尾消耗了不少精英忍者 三人不在村内 齐木朔冒自杀 宇智波灭族 还有团藏这个老吊子 木叶的整体战力 几乎是建村以来的冰点 就剩下他原飞日展一个老头子 外加一些密传忍族 别说放到现在 他老了 就算是原飞日展年轻的时候 他也是真不敢带着这样的木叶 发动战争 自从九喇嘛的封印 被解除一部分 他就能从名人体内 感知到外界的事情 见原飞日展如此小心谨慎 九喇嘛忍不住开口嘲讽起来 你们木叶的三代火影 就是凑数用的 当初老夫被控制 四代火影刚来没多久 就能下定决心使用尸鬼封禁 可这个老家伙 眼睁睁地看着四代牺牲 九喇嘛的声音 落入日族和原飞耳中 俩人瞬间将目光投向名人 随后大惊失色 原飞日展震惊道 你小名人 刚刚是九尾在说话 只见名人并未开口 但声音却从名人体内传出 九喇嘛 老头 你尽管态度强硬一些 老夫正好想和牛鬼过上两招 虽然只剩下半只 但是九喇嘛的脾气 依旧没有任何收敛 原飞日展文言怀疑道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会帮助木叶 九喇嘛 哼 老夫决定过的事情 从来没有改变过 当然最主要的是 悬涡名人承诺 要还老夫自由 作为老夫协助木叶的条件 你要全力帮助悬涡名人 寻找脱离尾兽 还能活下去的办法 原来如此 如今的九喇嘛 对人类还是有恶意的 他主动提出帮木叶 是有目的的 原飞日展 听罢顿时觉得头皮发麻 如果没了九喇的威慑 木叶的影响力 岂不是又要下降 但看九喇嘛这个样子 似乎名人的封印 已经松动了 如果原飞日展 不配合九喇的话 那么 九喇岂不是能够随时 通过名人的身体转生出来 这样的话 自己非但对不起四代夫妻 还会让木叶陷入危险 而云影村那边的难题 又无法解决 原飞日展想了许多 他最终改口道 或许这件事 能够公之于众 将压力给到云影村 说完 原飞日展 又看向名人 当然 如果云影村要发动战争 到时候 还希望你不要食言 九喇嘛不懈地回应道 我可不是卑鄙狡猾的人类 名人也是插嘴道 是啊 九喇嘛一言九鼎 肯定不会说谎的 另外 当时九喇嘛入侵木叶 也是被人控制了不是吗 所以 当时并不能怪九喇嘛 九喇嘛帮名人说话 名人自然也不会不帮九喇嘛说话 原飞日展揉着眉心 顿时觉得 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了 那就只能这么做了 原飞日展疲惫地说着 屋内的三人 做出决定之后 原飞日展 就吩咐暗部将山中一族的族长 山中亥一请了过来 山中亥一了解到情况后 也是气得牙根痒 虽然日向一族 和宇智波一族一样 都是拿鼻孔看人的货色 在木叶之内 日向一族和宇智波一族的风平 都不怎么好 但毕竟是木叶的人族 也算是同僚 现在被外人这么欺负 山中亥一便对日族 原飞保证道 放心吧 我会复制他的记忆 到时候 云影村难辞其咎 另一边 云影村的人 迟迟没有收到同伴们的讯息 这样 他们也就知道 肯定是出问题了 不过 他们还有第二套方案 云影村使者 没有去找原飞日展 而是去日向驻地 首先 是给同伴们打掩护 让他从日向一族离开 然后 再反咬一口 说日向一族杀害他们的人者 这个套路 他们几年前用过一次 当时的木叶 刚刚失去四代火影没多久 原飞日展付出执政 而原飞日展 是个老头子 为人谨慎 所以 当时原飞日展 没有勇气怪罪云影村使者 反而是让他们 逼死了日向一族组长的弟弟 这件事 已经在云影村传开了 在他们看来 原飞日展就是个懦夫 已经不是当年的忍雄了 但这一次 他们注定要失望了 云影村使者带着自家人 气势汹汹地前往日向一族 还没进门 就被日向一族巡逻的人者 发现拦了下来 云影村使者表情阴沉 对他警告道 如果不想成为 开启战争的罪人 就滚开 呵呵 日向族人丝毫不惧 反而是对云影村使者说道 请吧 我们族长大人恭候多时了 云影村使者听后 表情一愣 随后心中 升起一丝不妙来 但话说到这个份上 使者也只能带着部下 去了日向一族驻地 刚刚进入 使者就瞧见 站在庭院中央的老者 他背对着大门 但身上的火影袍 已经证明他的身份 使者心中当即大惊 可很快就冷静下来 原非日展 就算知道真相又如何 他不还是会选择 打碎了牙齿 往肚子里咽 就现在这个木叶 他原非日展 也敢硬气吗 但使者万万没想到 他还没有开口咬人 原非日展就开始问罪了 原非日展的声音苍老严厉 云影村的朋友 为什么要绑架 我们村子忍族的大小姐 啊 虽然原非日展 说的是事实 但他也太大胆了吧 原非日展这是怎么了 不是说 他是个怂比老头子吗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使者表情一僵 胡说 明明是你们木叶日向一族 对我们云影有偏见 他们为了给日向日差报仇 专门将我们的人 引到死亡森林 然后残忍地将其杀害 事后 还编造出 我们企图绑架大小姐的谎言 来反咬一口 原非日展 你作为火影 难道不应该管管吗 使者越说越激动 仿佛他的话是真的一样 可这些话说出口 使者非但没有瞧见 原非日展的面色缓和 反而是越来越铁青起来 使者心中一个咯噔 暗道不妙 这原非日展 今天怎么改变路数了呢 原非日展表情无比阴沉 对使者说道 老夫现在通知你 云影村使者团 企图绑架日向一族大小姐 这件事证据确凿 你们不要妄图否定 我要让你回去通知雷影 让雷影给老夫一个交代 否则 说到最后 原非日展身上的杀念 几乎凝成实质 木叶村随时欢迎雷影 挑起战争 使者只不过是上人罢了 面对原非日展这种老牌影集 直接被吓得面如死灰 那恐怖的杀意 原非日展没有再开玩笑 使者吞了口口水 望着面前的小老头 这个时候 他才想起来 原非日展 那可是带领木叶村 经历两次忍者大战 并且 每次忍者大战 还几乎是同时面对 三个甚至是四个大忍村的进攻 他可是被称为忍雄的火影 我会告诉雷影大人的 使者嘴唇哆哆嗦嗦地说着 他带着部下 打算离去 但原非日展 却忽然开口道 老夫说过 是让你自己回去 使者停下动作 僵硬地回头 看向那个发飙的恐怖老头 原非日展 仿佛刀客一般的皱纹微动 冲着四下使了个眼色 暗部成员立刻动手 咔咔咔 不到十秒钟 云影村使者团 就只剩下领头的 其余的使者 全部被斩下头颅 而后 一位浑身冷冰冰的白发暗部 来到使者面前 使者大人 请离开木叶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使者看了一眼 对方还在低血的短刀 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狼狈转身离开 连夜逃出木叶 等暗部们将尸体清理掉 日族终于开口了 这个态度是不是过于强硬了 原飞日展表情一缓 解释道 先前木叶的态度是和平 从而被雷影认为 是不敢发动战争 实际上还真的是不敢 但是 如果我们的态度极为强硬 雷影就不得不考虑 咱们是不是获得了什么底牌 日族缓缓点头 心道 这样吗 不愧是火影大人 本来日族对原飞日展 非常不满 可现在才知道 原飞日展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木叶 为了忍戒的安宁 要不然 他一个日向义族组长 被云影村挑衅 都那么脾气 作为忍雄的原飞日展 怎么可能不生气 原飞日展不是不生气 只不过是他不能生气 不愧是能够当火影的存在 而后 原飞日展 就带着暗部离开了 名人见事情结束 也是打了个哈欠 打算回去吃饭 然而 日族却忽然对名人说道 小名人 如果不介意的话 咱们两个谈一下如何 咦 名人有些惊讶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 但还是点点头 之后 日族让人准备了一些饭菜 单独招待了名人 他先是感谢名人 救下厨田 然后又聊了一些 名人的个人问题 比如钱够不够之类的 名人也不客气 吃饭的动作没停下过 不多时 名人就吃饱了 日族端起一杯酒杯 抿了一口 然后才暴露出最终目的 他对名人问道 小名人 不知道你看小女如何 厨田吗 名人脑海中 想起厨田可爱的小脸来 挺不错的 其实说到这 名人已经察觉到 日族的意思了 但他没有点破 这种事情 还是让日族提出来比较好 日族也没有卖关子 直接对名人说道 既然如此 不如我做主 先让你和小女订婚吧 死 名人放下筷子 惊讶地看向日族 要知道 在原著当中 也是名人 成了忍戒英雄 才让日向一族 改变了族规的 之前名人还以为 日族会暂时同意 自己和厨田的事情 然后等长大一些 再说族规的事情 可没想到 日族居然想让自己 和厨田直接订婚 难道小名人不愿意 日族洋装生气起来 说实话 日族这个家伙 是比较恐怖的 就算是洋装生气 还是给人一种严厉的感觉 名人当然会把握好机会 我当然愿意 日族当即决定 那便好 对于你和厨田而言 今天比较特殊 那么八年之后的今天 你们就举行婚礼吧 就这么定下来了 厨田这就成了未婚妻 名人听到日族 说出这句话 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在名人看来 日像一族 是个老古版的族群 想让日族同意 估计要费不少功夫 可没想到 居然这么轻松 等名人返回自己家中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了 而他的身上 也多了一份婚约来 九喇嘛 见名人笑得像个傻逼 便忍不住对他提醒道 可别忘了老夫的事 不会不会 名人对九喇嘛保证道 放心吧 我会尽可能快找到办法的 到时候你就自由了 见名人如此保证 九喇嘛也不再多问 而名人也觉得不得劲 因为之前九喇嘛被封印 看不到外面 顶多感知到外面的气息罢了 此时 九喇嘛却能看到外面的情况 如果自己和初天 想玩一些小游戏之类的 知道自己体内有只狐狸观摩 名人还是有点小介意的 完成任务后 名人获得了一次模拟次数 此时的名人 已经开始珍惜模拟次数来 他要尽可能地谨慎 然后保证角色的强度才行 但今天名人 已经有点累了 外加明天也不用上学 名人干脆洗洗睡了 四日一大早 名人将桌面上 昨天自己留下的饭菜热了一下 填饱肚子后 他这才开始模拟 而这一次模拟 就是尽可能找到 免疫抽离尾兽后死亡的办法 系统 开始模拟 丁宿主消耗模拟机会 开始创建角色 角色姓氏抽取完毕 山上 山中 月光牵手 咦 有牵手姓氏 这是中大奖了呀 指不定能够获得牵手血脉呢 选定牵手 而后 名人陆续选定剩余的属性 最终成品为 姓氏 牵手 天赋 漩涡九心奈 健康 宁刺 智商 天天 性格 小脸 人际关系 质奶 颜值 奇目卡卡西 爱好 大蛇丸永生实验 擅长 牵手飞肩 系统评价 你生于名门望族牵手 你的忍者天赋很不错 你没有先天性疾病 你的智商比较正常 你的性格决定了你拥有惊人的毅力 你是个小透明 不出声 不会有人注意到你 你是个帅气的阳光大男孩 你想要获得永生 你比较擅长研究黑科技 看着这角色评价 名人无比的满意 这是第七次模拟 果然和名人猜想的一样 他的角色强度越来越高 简单来说 就是大蛇丸的梦想 牵手飞肩的能力 小李的毅力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获得永生的办法 名人隐隐有些期待起来 就算无法永生 肯定也能大幅度提升身体素质 抽个尾兽什么的 轻轻松松的啦 之后 名人选定模拟时间为第二次人界大战 因为大蛇丸 是这个时候发家的 只不定能和模拟中的大蛇丸联合起来 地点当然是木叶村 开始模拟 你出生于木叶村 虽然是名门 但由于牵手飞肩的政策 牵手一族大多和外族通婚 融入了平民百姓家 而你的血脉相对更加纯正 因为你有个大姐 叫做牵手钢手 死 大姐的钢手 岂不是大爷爷就是住坚 这血脉的确够纯 牵手一族 因为政策缘故人丁西手 所以钢手非常重视你 你到了年纪 去上了忍者学校 你在实战演习中遇到强敌 为此 你专门开发了属于自己的顺身术 你在实战演习中 使用自己开发的顺身术战胜对手 你展露天赋 你的天分被钢手察觉 他将牵手助肩留下的查克拉项链送给你 希望你能继承牵手助肩的火之意志 第二次忍戒大战爆发 你想提前毕业 但钢手却觉得 你尚未做好准备 你的选择是 上战场 第二次忍戒大战 虽然没有什么超影级战斗力参加 但是还是比较危险的 这角色拥有牵手血脉 狗一点等成长起来之后再说吧 那就不提前毕业了 你听从了钢手的建议 继续狗在忍者学校 你狗了两年 顺利已达标年龄 从忍者学校毕业 你被派往战场运送物资 你所在的小队遇到袭击 你使用顺身术逃脱 你见识过战场的恐怖 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 你对永生产生渴望心理 你结识了自来眼和大蛇丸 但你不喜欢自来眼 因为它狠色 相反 你比较乐意和大蛇丸交流 大蛇丸决定收你为徒 你的选择是 M 本来的预想 是和大蛇丸同期呢 结果没想到 定位是牵手神术啊 不过这样也好 大蛇丸的研究能力 还是有的 先抱上大腿再说 你成功拜大蛇丸为师 自来也为此表示不服 因为他也想收你为徒 自来也挑战大蛇丸 被击败 在人界大战之中 你被大蛇丸带在身边 闲暇之余 你们时常讨论生命 死亡 战争的话题 人界大战接近尾声 原非日展的三名弟子 被伴藏赐予木叶三人的称号 自来也留在羽之国 指点漩涡掌门 小男 迷艳 刚手决定留在木叶 大蛇丸开始暗中做实验 大蛇丸收了一名新弟子 叫做御手洗红豆 大蛇丸开始暗中施行研究 在取得一定成功后 大蛇丸将研究告知了你 并希望通过你牵手一族的名望 更好地进行实验 其中也包含人体实验 你的选择是 这次模拟的主要目的是 提升体质 从而获得抽离尾兽 能够免疫死亡的能力 既然如此 那就同意大蛇丸的请求 然后先让他研究一下牵手血脉 看看能不能用科技的力量提升一下 原著里虽然大蛇丸也有研究牵手血脉 而且还没有给血脉提升强度 但是这里不同 角色本身拥有牵手飞尖的创造力 还有小李的毅力 所以 结果是未知的 顺便地 再研究永生的问题 你同意利用牵手一族的便利 用以掩盖大蛇丸的研究 你请求大蛇丸研研究牵手血脉 并要求加入研究 大蛇丸对此也非常感兴趣 于是同意了 经过你和大蛇丸的研究 你们发明出了一种名为血脉提春剂的东西 能够提升血脉的强度 但有一定副作用 那就是会导致使用者寿命减少 大蛇丸希望在你身上检测血脉提春剂的效果 你的选择是 要的就是这个 你决定使用血脉提春剂 使用之后 你发现自己的查克拉量开始提升 并日益恐怖起来 你的查克拉量持续飙升 甚至超过年龄 远超你的同族人刚手 你的自愈能力提升到一定程度 你觉醒了木盾 你知道 强大的实力是依靠寿命换来的 所以你有些慌张 但大蛇丸告诉你 你的寿命值减少了五分之一而已 大蛇丸和你继续研究永生的奥秘 但你们的进展太慢 你开始急了 某次收集研究素材的时候 意外被原飞日盏发现 原飞日盏将你和大蛇丸赶出木叶 你们的研究前功尽弃 牵手刚手离开木叶 你和大蛇丸没有经济来源 研究几乎陷入停滞 你们开始收集资金 第三次人界大战爆发 你和大蛇丸趁机收拢了庞大的财富 由于你并没有阴风印 加上你使用了血脉提春剂 你居然比大蛇丸先露老态 你察觉到大蛇丸欺骗了自己 你的寿命不知道被消耗了多少 你提议先研究 如何去除血脉提春剂带来的副作用 但大蛇丸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 那样是浪费时间 你和大蛇丸决裂 你企图用武力 逼迫大蛇丸进行研究 你的选择是 大蛇丸这个老调可是筋得很 他肯定会在研究结果上下手的 按理来说 我已经获得了想要的牵手血脉 并且强度不低 但是如果这角色逼迫大蛇丸 而大蛇丸又继续给角色使用副作用更强 但是效果更猛的要呢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搏了 你动用武力 囚禁了大蛇丸 你逼迫大蛇丸 研究如何清除血脉提春剂的副作用 大蛇丸对你心生恨意 大蛇丸根据血脉提春剂的原理 研究出超级进化版本 并声称没有副作用 不但能提升你的牵手血脉 还能清除之前的副作用 甚至可以延寿50年 由于你甚至大蛇丸的性格 所以你想拿牵手钢手做实验 你的选择是 卧槽 这角色也开始畜生了 拿青姐姐做实验 也就你能想得出来了 大蛇丸铁定是欺骗角色的 但我不是角色 我就乐意看着角色被骗 这样不但能提升牵手血脉强度 还能避免角色型畜生之事 良心占据了你的内心 你放弃在钢手身上做实验 你服用大蛇丸提供的药剂 最初的几天 你的血脉得到空前提升 你的样貌开始年轻 这都是好迹象 过了半个月 你开始迅速老化 你非常愤怒 你杀死了大蛇丸 并在三天后老死 你死了 模拟结束 模拟评价 畜生的一生 你背叛了师尊 背叛了村子 甚至决定背叛亲生姐姐 只为了获得更强的实力和永生 你的实力的确很强 甚至超越了忍者之神牵手驻坚 但你最后自食其果 遭受到报应 系统评级 7 获得奖励 7级体质增强 获得奖励选择卡 牵手 我去 7级评价 名人没想到 这个角色强度这么高 居然比当初那个 封印绘图转生与之波般的角色 都要强大 只不过 角色没有战斗表现 所以名人并不了解而已 而现在的问题是 名人如果选择血脉 会不会也和角色一样 有副作用 丁血脉提唇剂 只有使用的时候 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如果宿主直接融合血脉 是不会承担副作用的 这样吗 本来这角色就是牵手驻坚的孙子 经历一次血脉提唇剂后 强度就达到了7级 更不用说 经历第二次超进化版本的 血脉提唇剂之后 这血脉的强度不可想象 系统 选择血脉 丁检测到宿主拥有漩涡血脉 是否将两种血脉进行融合 血脉融合 那是什么 丁血脉融合 系统提供的功能之一 能够将多种不同的血脉 融合在单一的躯体内 但相同的血脉 只能实现顶替 而不是融合 嗯 那就融合吧 融合的过程 并没有名人想象中的痛苦 相反是 除了变强的感觉 其他任何感觉都没有 九喇嘛也察觉到 名人体质的变化 他忍不住对名人问道 漩涡名人 为什么你的查克拉量和强度 会忽然提升这么多 名人没想到 九喇嘛居然也能清晰地 感知到自己的变化 他随口回应着 我哪知道 九喇嘛 妈的 你甚至不愿意 编造一个理由是吧 不过这样也好 九喇嘛对名人说着 以你现在的成长速度 用不了多久 就能将老夫抽离了 嗯 我不会食言的 名人再次向九喇嘛保证 血迹献解这种东西 很神奇 它能够让拥有者 自主掌控查克拉的性质变化 产生性质变化后 就能使用血迹献解的能力了 而拥有者 只需要锻炼控制 血迹献解的能力 而不需要从头练习 查克拉性质变化 在寒假即将结束的时候 名人意外发现自己 能够凭空造出木头来 在角色的模拟当中 角色的目盾觉醒年龄 应该比此时的名人要大 但由于名人 直接融合了超强度的牵手血脉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也算是预料之外的惊喜了 开学际 忍者学员们返回学校 面对许久未见的同学 他们表现得都无比兴奋 相互讲述着各自的寒假经历 但有人欢喜 有人愁 名人只来到忍者学校门口 就被两位少女拦住了 春野英和景也 这俩家伙 自从名人的颜值到账之后 就成了左助派的叛徒 现在是班上女孩中 名人交的两大头子 名人 景也率先发难 直接冲过去 将名人的胳膊搂在怀中 他笑嘻嘻地对名人说着 名人 我找了好久 都没有找到你家 今天晚上 咱们一定回家 我记一下呗 春野英小脸 不悦地拉开景也 景也你不要这样 会让名人难办的 名人后退了两步 对他们问道 你们应该听说过那件事了吧 春野英文言 闭绿色眼中 流露出失落的情绪 我们听说了 春野英苦着一张小脸 为什么呀 名人 明明我才是真正 喜欢你的人 景也的反应没那么大 他捧着脸颊说道 英雄救美耶 居然在现实中发生了 这不是很浪漫吗 不知道景也在幻想什么 他面色红扑扑地 不断愣愣地摇头 名人见他俩知道自己 和除田的事情 居然还缠着自己 唇角微抽 变态啊 这俩 赶快离他们俩远一点 名人趁着他们陷入幻想 直接开溜 开学第一天 伊鲁卡照常宣布了 忍者学校的活动 今天大家先复习一下理论知识 明天一早到操场集合 要去参加生存演习 生存演习 是忍者学校的老活动了 基本上从三年级开始 每个学期开头 都会进行一次 生存演习的消息放出 下方的同学们 就开始拉帮结派起来 因为生存演习是三人一组 如果能找到可靠的队友 也能过得好一点 伊鲁卡也是专门给同学们 留出了自由组队的时间 出田下意识 将目光投向角落里的名人 而此时的名人 和左柱那边情况差不多 被一群女生围着 叽叽喳喳地说得头都大了 名人挣脱那群家伙 离开座位 来到雏田旁边坐了下来 嗨嗨雏田 你不介意我坐这里吧 名人恬不知耻地说着 因为他先是坐下 然后才问他 雏田低着脑袋 晶莹剔透的小脸上 浮现出一抹红润 小声嗡了一声 这一幕被搬上其他女生看到 顿时猛磕狂� 看样子 看样子 雏田和名人之间的传闻 应该是真的了 订婚吗 为什么雏田能够做到这种事情 太强大的雏田 遥遥领先呀 雏田 而后 名人和雏田组队 景也和春也因对视一眼 直接开思 景也中 名人和雏田组队 那么他们队伍 就只剩下一个名额了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当然知道 咱们比赛 谁输了 谁就别来烦名人军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让你主动退出 这样 你还能留下一点颜面 可恶的宽额头 你说什么 你以为我会输给你 哼景也说 你就说比什么吧 比发育 啊 没听到吗 比发育 景也顺势挺起 微微隆起的胸膛 一脸骄傲的 对春也因夸奖道 宽额头 看不出来啊 原来你比天天还有钱 小小年纪 就拥有了自己的飞机场 真让人羡慕啊 春也因 景也一套丝滑小莲招下去 春也因当场破防 和景也上演菜鸡互拙 伊鲁卡见状连忙制止 喂喂喂 这不是实战演习啊 景也和春也因互拙 佐助想要偷家 他找到名人 申请加入小队 为的就是在生存演习途中 和名人深入交流 这自然是被名人拒绝了 因为佐助进来 肯定要一直挑战自己 这样的话 名人和初天的欢乐度假就没了 景也 春也因发现佐助要偷家 梁小枝直接联合起来 一致对外将佐助赶回座位 而后两人采取折中的办法 那就是让名人选 名人看了看景也 景也聊动金色秀发 一脸羞涩 又看了看春也因 这家伙有和名人接触的先例 所以甚是了解名人 春也因举手发誓 我绝对会非常老实 不会添麻烦的 名人 救你了 春也因心中补充道 要不然就让我快快长大 俘获名人芳心 拳打除田 脚 踢井也 这种事情名人自然不知道 于是 春也因 名人 除田三人组队成功 次日 大家集合完毕 说是生存演习 实际上 就是让忍者学员们 带着足够的物资 去野外过夜罢了 毕竟忍者的需求 也就这么点了 名人小队虽然才三人 但带的东西 却无比全面 过碗瓢盆 外加帐篷 水壶 打火石 食物 甚至就连驱虫剂都有 生存演习的地点 是在木叶之内的一片树林里 这里人既罕至 也算野外 在忍者学校教官们的组织下 生存演习开始 名人小队从起点出发 顺着河流一路往上 最后找到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 搭起帐篷 OK 生存演习任务全部完成 就是这么的简单 毕竟只是给忍者学员练手的 名人见春野鹰果然没有饭花吃 反而安安静静地待着 这让他颇感欣慰 名人拉着厨田 对春野鹰说道 小鹰 你先看着营地 我们去河边取水 春野鹰本来坐在帐篷旁边休息 听见名人的话 他眼中一亮 但抬头之后 春野鹰就瞧见 名人拉着厨田的手 厨田有些害羞地站在名人背后 而名人则是满脸笑容 他俩多么的合适啊 春野鹰心中有些失落 之后 名人和厨田去取水 春野鹰等了一会儿 发现他们居然还没回来 取水要这么久吗 春野鹰顺着草地来到河边 瞧见厨田斜靠在树荫下 而名人则是枕在厨田腿部 哎 为什么我要来呢 春野鹰返回营地 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另一边 俩人取完水 就躺在树荫下休息 名人享受着厨田的吸枕 从下面也能瞧见他 红扑扑的小脸 就在此时 九喇嘛的声音 出现在名人脑海中 名人 来人了 名人坐起身子 眉头微微一皱 厨田本来因平复的心情 再次被撩动 他懦懦地名人说着 名人君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不是不是 名人对紧张的厨田说着 厨田 你先回营地吧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厨田决定听从名人的决定 临走之前 厨田打开白眼 往四周看了看 他表情微微一僵 这些人 应该是来者不善的 厨田深知自己实力不够 就算留下来 也帮不到什么忙 甚至 还会拖累名人 让名人分心照顾自己 于是 厨田小声对名人说着 名人君 我去找易卢卡老师 不用 你先回去就行了 名人对厨田安抚到 给了他一个自信的笑容 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名人 厨田如此回答着 于是 厨田离开了 但他却并没有回营地等着 而是究竟 去找老师了 虽然名人让厨田放心 但那毕竟是危险 厨田怎么可能放心呢 等河边 只剩下名人一个 那些人终于忍不住了 日向一族的大小姐 走了 动手 嗖嗖嗖 一个个戴着面具 身穿忍者服饰的家伙 从四周冒了出来 名人坐在树荫下 打量着四周的人者们 他淡定地问着 你们是暗部 还是根部 这群人根本没有和名人废话 直接选择将名人团团围住 一步步逼近 名人站起身来 表情逐渐严肃 领头的人者开口道 封印颁准备 久了吗 哼 一群臭鱼烂虾 也妄想封印老夫 他这个声音 传入众人耳中 所有人都是变色一荒 九尾的封印没了 怎么可能 不 大人的情报 不会有误的 漩涡名人 想要放走九尾 但他还没有能力抵抗 被抽离九尾后的死亡 所以 九尾环的封印还在 大家不要惊慌 直接将这家伙限制住 然后开始转移九尾 呼 九喇嘛 听到这些人的话 也生气了 他向名人输送着自己的查克拉 对名人说道 名人 杀掉这群臭虫 只见名人体表 浮现出恐怖的 狂暴新红色查克拉 那股不祥的查克拉 是九尾的 九喇嘛 你的查克拉强度不错呀 名人抬手看着体表 凝聚出的九尾 查克拉外衣 九喇嘛冷哼一声 那是当然 就在此时 一道脚鹤声 从包围圈之外传来 住手 一鸣暗部出现 他跳到名人身旁 拔出忍刀 冷声说道 我已经将情报 传送给火影大人了 你们如果不想死的话 就赶快离开 名人歪着脑袋 看到将自己护在身后的家伙 有着满头的紫色秀发 他好奇地问着 你是卯月西言 难道是你监视着我吗 卯月西言无语地 对名人说着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还有 虽然从疾风那里听说 你是四代的儿子 但是你也不能曝光我的真名啊 见到名人和忽然出现的暗部 居然旁若无人地交谈起来 根部首领不屑地说着 则拉击暗部罢了 弄死他 转移九尾 这些根部忍者的强度 明显非常的高 一开战 名人就瞧见密密麻麻的东西 朝自己飞了过来 有虫子 忍具 忍树 这么离谱 名人大惊 连忙后撤 有九尾查克拉的加持 加上名人体魄 被系统强化许多次 他的速度 几乎堪比顺身术 没两秒的功夫 名人就退了十几米开外 卯月西言 就没那么走运了 他一跃而起 退到树枝上 结果被两名根部忍者前后夹击 但卯月西言的刀数不错 居然能够同时应对两名根部 轰轰轰 树下 原本名人和卯月西言站的位置 被各种忍树轰击 爆发出响动 忍树的动静很大 肯定能惊动带队过来的 忍者学校老师 更多的根部忍者 见名人要逃 连忙抽身追去 名人一边后退 一边结印 金刚封锁改 五条蕴含着封印之力的金色锁链 悬浮在半空当中 名人控制着这些金刚封锁 袭击根部忍者 叮叮 根部忍者们 抽出忍刀 砍在金刚封锁上 传出钢铁碰撞的声响 由于对方人数太多 还是有些冲到名人面前 名人顺手从腰间 掏出一把苦屋 朝对方斩了过去 九尾查克拉外衣 能够大幅度提升 名人的速度 力量 但根部忍者 仿佛对自身的实力 非常自信 又或者是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做危险一样 冲到名人面前的 这名根部忍者 举起忍刀砍向名人 苦屋和忍刀发生碰撞 只听砰的一声 一片火花传出 根部的忍刀应声而碎 按理来说 根部的忍刀质量 比苦屋高得多 但细看之下 名人的苦屋上 被加持了许多 九尾查克拉 苦屋击碎忍刀后 被名人顺势捅入 根部忍者胸口 名人通过系统 获得的战斗经验 在此时发挥了作用 他目光锁定 追过来的根部忍者 弯腰摸向 捂着胸口的根部忍者 而后名人迅速撤退 等那些追击的根部 抵达名人刚刚的位置 却被忽然爆发的火光吞噬 原来 名人刚刚将手伸入 起爆符这种东西 在原著中的表现并不好 但那是因为 他面对的敌人 通常都是影级 甚至可能是超影 六道级 不可否认 起爆符的威力 还是可以的 那三五个冲在前头的根部忍者 无法反应过来 直接被炸飞 体表溃烂 失去了行动能力 如果没有医疗忍者在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自动死亡 名人这期间 也并没有闲着 他去而复返 从一名被起爆符 炸半死的敌人手中 抢下一把忍刀 有五个金刚封锁 拖延时间 能腾出手 追上名人的根部 只剩下六人 名人手中拎着忍刀 就冲了过去 六名训练有素的根部 也不客气 将名人包围在内 双方展开近距离作战 但 其中一名根部的忍刀 砍向名人 名人却仿佛不知道一样 忍刀顺利刺入名人额头 却没有鲜血流出 反而是身形开始虚化 这是分身术 那名忍者惊讶地喊了一句 与此同时 远处传来一阵惨叫 原来是名人使用分身术 拖延追击的六人 自己的本体 则是返回去 击杀了和金刚封锁周旋的 几名根部 另一边 卯月西岩 顺利解决两名根部忍者 但他的状态并不好 一条胳膊流淌着鲜血 卯月西岩和名人会合 而后对剩余的六名根部说道 放弃吧 漩涡名人 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弱 而且 久违也在帮助名人 等火影过来 你们如果被活捉的话 身份就会暴露 你们也不想看到 自己的上司做坏事被发现吧 几句话 瞬间让根部忍者们犹豫了 本来 他们就没想到过 名人这么强 非但拥有非同一般的身体素质 还获得了九尾的支持 甚至拥有超高的作战经验 他们可都是经验丰富的根部忍者 常年为团藏做坏事的人 暗杀 战斗 几乎每天都有 可是呢 这么多人在名人面前 却被耍得团团转 就算现在他们六个人 一同攻击名人和西岩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就算能够将西岩杀死 甚至将名人制服 封印般的成员 也已经阵亡 所以 这个任务已经失败了 根部忍者们对视一样 纷纷转身逃离现场 战斗爆发到结束 不多短短两分钟罢了 根部忍者们撤退之后 西岩收起忍刀 面带痛苦地瘫坐在地上 他的胳膊被砍了一刀 伤口很深 名人低头看了一眼 顿时惊慌起来 卧槽 咋办啊 虽然名人的实力很强 通过系统 获得了身体强度 几个强大忍数 牵手血脉 丰富的战斗力经验 不错的体数 但是名人懂的东西 并不涉及急救啊 西岩胶唇紧绷 面色苍白 他费力地起身 朝河边行去 沿途中流淌下一路血痕 名人见状跟上 拿出苦无割开对方的袖子 将袖子拿掉之后 名人瞧见那胳膊上 争鸣的伤口 一股股鲜血症 顺着手臂低落 将洁白的肌肤染得腥红 西岩对名人说道 我忍拘袋里有药粉和绷带 哦名人伸手 将对方腰间的忍拘袋取下 然后从里头 找到药粉和绷带 这期间 西岩撩起一些河水 将伤口稍微清醒了一下 是这个吧 名人手中拿着一个小瓶子 对西岩问着 西岩点点头 名人打开盖子 将药粉倒在掌心 一把捂在伤口上 西岩面色微变 发出一声轻哼 之后就是名人用绷带 帮他包扎了一下 你真冷静啊 西岩看着名人认真的表情 忍不住夸奖道 不愧是他的后代 名人的表现 根本不像是忍者学员 西岩只在暗部队长 不 只有暗部部长 才有名人战斗中的沉稳和老练 这太恐怖了 难道是水门变成鬼 然后偷偷教名人呢 名人见西岩状态好转 便开口说着 回营地休息一下吧 这次多谢你了 虽然 就算没有西岩 名人也不会出问题 但是人家毕竟是帮忙的 所以还是要谢谢他 西岩笑了起来 小家伙挺懂礼貌 他见名人这小帅哥 一脸严肃 便没忍住 抬起没有受伤的手 捏了捏名人的脸蛋 名人顿时有种奇怪的感觉 俩人返回营地 见到了被吓得瑟瑟发抖 躲在帐篷里的春野鹰 很明显 春野鹰也听到 人数爆炸的声音了 他很害怕 西岩进到帐篷里休息 春野鹰听到声音 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 查看情况 瞧见是名人 他连忙走了出来 名人 你没事吧 刚刚发生什么事了 名人大哲说了一下 一群不怀好意的家伙 被打跑了而已 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不用担心 哦 春野鹰的脑袋 感觉空空的 他没有经历过实战 也没见过实战 不多时 雏田就带着伊鲁卡 他们几个老师赶了回来 伊鲁卡了解完情况 便决定提前结束生存演习 毕竟出了这种事情 伊鲁卡和老师们 分开去喊同学们集合 雏田瞧见名人没有受伤 也没有事 一直悬着的心也是 放了下来 同学们陆续集合 九喇嘛的声音 又出现在名人脑海 名人 这是个机会 名人有些好奇 在心中问道 什么机会 九喇嘛 以你现在的体质 就算和尾兽分离 也不会死亡了 你作为人助力 这次经历了这种事情 肯定会被更多暗部监视 这里靠近木叶边界 你找个偏僻一点的地方 让老夫出去吧 名人听完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现在的我 能抵抗那种伤势吗 他是有些怀疑的 九喇嘛则是不屑地说道 你是在怀疑老夫的判断吗 赶快吧 晚了就没机会了 如果名人这次不同意 九喇嘛就能确定 名人是在敷衍自己了 名人没有过多犹豫 直接说着 好 我相信你 实际上 名人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九尾 他知道自己的情况 知道自己无法免疫 被抽离尾售后的伤势 但他是在赌 如果赌对了 那就能够彻底获得九喇嘛的支持 如果赌错了 也没有什么损失 因为名人的封印空间内 不单单有着四代火影的查克拉 还有着漩涡九星奈的查克拉 如果九喇嘛真想牺牲名人 也要获得自由 那么 名人就能和九星奈一起 将九尾再次封印 于是 名人脱离了大部队 开始寻找偏僻的地方 九喇嘛则是趴在封印空间里 冷笑地看着名人 到了距离木叶 只有九喇嘛一爪之遥的位置 名人对九喇嘛问道 九喇嘛 这里行不 可以 解开封印吧 九喇嘛的声音中 隐约带着一些兴奋 名人则是盘息而坐 精神力进入了封印空间 不多时 名人就见到封印大门后的九喇嘛 此时的九喇嘛 兴奋地浑身颤抖 名人来到铁门前 伸手摸上铁门的锁 而后 名人将用来封印九尾的 最后一层封印解除 九喇嘛瞧见名人的行为 兽童微微一缩 这狐狸心中想着 这个家伙真的相信我 封印大门被打开 九喇嘛却没有出来 他照就趴在大门内 狐狸脸上的情绪 比刚才还稳定 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兴奋 名人见状有些疑惑 喂 九喇嘛 你不是要走吗 现在封印都没了 你怎么不走啊 九喇嘛睁开眼皮 看了一眼名人 嘲笑道 老夫只是骗你的 就凭你的身体强度 根本不可能免疫死亡 名人嘖嘖一笑 我一早就看出来了 九喇嘛冷哼一声 一尾巴扫过来 将名人卷住 他生气地说着 臭小鬼 你敢马后炮 名人只是九喇嘛的双眼 理直气壮地说着 不是马后炮 只不过是有只幼稚的狐狸 想要考验他的朋友罢了 这下将九喇嘛 整不好意思了 九喇嘛缩了缩脑袋 对名人解释起来 老夫只是想测试一下 你是不是真心想放老夫走而已 不要这么生气 九喇嘛用尾巴将名人放下 然后对他说道 没想到 居然还有人类无条件相信尾兽的 小子 你知道 你解开老夫的封印 意味着什么吗 名人心中想着 意味着 如果你想逃走 你就会被我和老妈彻底封印 但表面上 名人却是说着 意味着我随时都会死 但是啊 九喇嘛 咱们不是朋友吗 我说过 我梦见的那个老头子 说我是尾兽之友 未来会拯救世界的那种 九喇嘛一脸沉思地看着名人 这么说来 你的确有点像那个家伙 他口中的那个家伙 自然是阿修罗 名人 既然你这么相信老夫 那老夫也绝对不会丢尾兽丢脸的 九喇嘛继续说着 老夫都被关了那么多年 不在乎你成长了这么几年 几年后 等你真正有了免疫死亡的能力 老夫就会离开 名人耸耸肩 随便 反正我也觉得 小动物被关起来这件事 挺没原性的 好 九喇嘛忽然狂吼一声 你叫谁小动物 名人咋还这么敏感了呢 好好 你是伟大的九位好吧 九喇嘛 忽然 九喇嘛表情一僵 因为他感知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九喇嘛两只兽童瞪着某处 只见那里凭空出现一团查克拉 这查克拉凝聚成人形 和四代火影的存在类似 那是 漩涡九星奈 感知到九星奈的查克拉 九喇嘛顿时一阵后怕 妈的 幸好老夫英明神武 刚刚没有想着强行出去 要不然 现在被九星奈限制 名人那个臭小鬼 照样能将老夫封印 九喇嘛想到这 居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名人 一道温柔的声音 传入名人耳中 名人知道 那是九星奈 但他还是疑惑回头 那是一位漂亮的女人 有着满头的红发 面上带着温柔 名人好奇地问着 大婶 你谁啊 怎么能在我身体里呢 九喇嘛嘲讽地说着 名人 那是你老妈 你可真是个不孝子 连老妈都不认识 九星奈被九尾吸引注意力 他瞧见九喇嘛 居然没有被封印 顿时吓得大惊失色 小九 你怎么没有被封印呢 你 不要叫老夫小九 九喇嘛一脸铁青地说着 本来 小九这个称呼 是漩涡水户给他起的 然后被九星奈听了去 现在 九星奈当着名人的面 叫他小九 万一名人也喊他小九怎么办 那他作为尾兽之手的威严何在 而下一秒 名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九喇嘛 原来你小名叫小九啊 那我以后就喊你小九了 九喇嘛 九星奈瞧见九喇嘛的反应 捂着嘴轻声笑了起来 虽然没有封印 但九喇嘛的精神头 看起来挺不错 而且 九喇嘛并没有袭击名人 看样子 名人和九喇嘛 已经成了好朋友 这样子 九星奈就彻底放心了 他也是任助力 知道任助力在村子里 会遭受到怎么样的待遇 好在名人的身份特殊 别人应该不会介意 也不会叫名人怪物吧 虽然九喇嘛和名人相处得挺不错 但是有些事情 九星奈还是要问的 九星奈拉住名人的手 对他问道 小名人 我是你的妈妈哦 他俯下身子 伸手揉捏着名人的脸 真像水门啊 名人觉得有些尴尬 但也没有反抗 不管是前世 还是穿越之后 名人都是孤儿 他从来没有感受过亲情的样子 上次四代火影的查克拉出现 也没有时间叙旧 这次九星奈出现 让名人有些不知所措 九星奈察觉到名人的心情 心底忍不住有些悲伤 她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但当时的情况 不是九星奈能够控制的 九星奈并未过于为难名人 她只要知道名人活得很好 还和九喇嘛成为朋友就好了 这就满足了 九星奈对名人问着 小名人 你为什么要解开小九的封印呢 九喇嘛狂吼一声 我老夫说过 我不叫小九 九星奈冲着九喇嘛 比了个虚声的手势 九喇嘛 可恶的人类 名人则是向九星奈 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九星奈听后 冲着九喇嘛露出和善的笑容 多谢你了 小九 我说过 不要叫我算了九喇嘛 生无可恋地趴在地上 但紧接着九星奈的话 让九喇嘛激动起来 只听九星奈说着 小名人 虽然九喇嘛帮助了你 而你又获得了他的信任 但妈妈还是觉得 这样不保险 什么 九喇嘛激动起来 你是说老夫会害死明人 先不说明人可能是 阿修罗查克拉转世 就说明人几乎无条件信任自己 九喇嘛都不可能给伟兽丢脸 做出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 九星奈微微摇头 而是耐心地向九喇嘛解释起来 小九 小名人能够相信你 为什么你不相信小名人呢 如果你相信小名人 就不会在意封印的事情 到了时候 小名人自然会放你出去的 虽然不知道 名人和九喇嘛之间 发生事情的细节 经九星奈也不知道 九喇嘛有多信任名人 但九星奈知道的是 九喇嘛有能力杀死名人 这是九星奈 作为一个母亲 无法容忍的事情 哪怕那种事情发生的概率 接近于零又如何 名人听见九星奈的话 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顿时 名人心中微微一暖 为自己刚刚觉得尴尬的事情 感到有些尴尬 名人也是对九喇嘛说着 对啊 九喇嘛 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你不信也得信 总之 这个封印 你是必须要有的 名人心中 已经规划好了 自己此时还没有能力 奈何到了九喇嘛 趁着有九星奈 先将九喇嘛封印 这样也能省去一块心病 同时还能获得九喇嘛的信任 当然 真正到了分别的时候 名人也不会留九喇嘛 九喇嘛一句 因为他系统背包里 还拥有一整只九尾呢 九喇嘛表情 阴晴不定起来 摆放在他面前的 是名人天真的表情 以及九星奈认真的说法 是否相信名人呢 或许应该相信吧 因为名人这个家伙 刚刚可是无条件信任了自己 但是 如果被封印的话 九喇嘛又有一种憋屈感 小九 你和名人不是朋友吗 九星奈对他劝导道 既然是朋友 就要为对方考虑啊 九喇嘛呵呵一笑 这是老夫最后一次相信人类 就连九喇嘛 自己都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会主动 毫不反抗地被人类封印 接着 在九星奈的注视下 名人对九喇嘛 使用了八卦封印 并且 还是加强版本的八卦封印 九喇嘛感受到 那股沉重的封印之力 顿时嚎叫起来 松一点 老夫甚至无法看到外面的场景 好的好的 名人连连点头 并对九喇嘛道歉 是我的错 但是九喇嘛你放心吧 等时机到了 你就自由了 九星奈本来想自己封印九尾呢 但在一旁见到名人 居然会使用八卦封印 这下九星奈就更加放心了 九星奈的查克拉比水门多得多 所以 鱼留在名人体内的查克拉量 也很多 九星奈走过去 抱着名人 遇到了一大堆事情 名人看着这个温柔的女人 并不想让她 知道自己经历的事情 但是九星奈最后提出要出去看看 名人有些心虚地说着 那个妈还是别了吧 这一声妈 喊得名人有些别扭 九星奈敏锐地察觉到一些什么 她对名人问道 名人 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放心吧 妈妈帮你做主 没办法 名人总不能将九星奈 也封印在封印空间吧 九星奈从封印空间出来之后 就使用变身术 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 名人和九星奈 一同返回到大部队的时候 忍者学员们 已经集合完毕了 啊 你们是在进行生存演习吗 九星奈有些怀念地说着 有记得当年 但她只说了一半就陷入回忆 仿佛是想起什么来 伊鲁卡见名人出现 立马跑了过来 名人 你怎么到处跑呢 你不知道 刚刚发生了那种事情吗 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九星奈瞧见伊鲁卡 这么关心名人 心中甚畏 而伊鲁卡 也看向九星奈 此时的九星奈 变成小时候的样子 伊鲁卡眉头一皱 只觉得这小女生 有点熟悉 但是 她绝对不是 忍者学校的学员 名人 你从哪找来的这小姑娘 伊鲁卡好奇地问着 对于这个问题 九星奈随便就找理由 打算糊弄过去 但却被伊鲁卡识破 然后名人和九星奈 就被带去了火影办公室 接受调查 一路上 九星奈的表情 越来越僵硬 因为 她已经察觉到 村民们对名人的态度了 除非有人 故意隐瞒了名人的身份 否则这些人 根本不会对名人露出恶意 难道说是 袁飞日展搞的事 九星奈想到这 眉头越皱越深 第31章 袁飞日展 无懈可击 我现在够得挺好 进入火影办公室之前 名人小声对九星奈说着 她习惯于安静平和的生活 生活的变动 会让名人有种陌生感 但这话落到九星奈耳中 却成了儿子不希望老妈担心 所以强称着 报喜不报忧的态度 名人 你放心吧 老妈替你做主 少女时期的九星奈 捏着名人脸颊 安抚着 三代那个老头子 答应过水门的 名人心中有些无奈 不过这毕竟是 老妈的一片心意 两人之间的对话和行为 看得押送他们的暗部 目瞪口呆 因为九星奈外形的缘故 所以 此时还没有人发现 她是年轻版本的九星奈 九星奈没等暗部敲门 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火影办公室里头 袁飞日展 原本正惬意地抽着烟 看着文件 听见门开的声音 她下意识看向门口 下一秒 袁飞日展手中的烟杆掉落 惊得面皮狂颤 九 九星奈 她这是什么情况 跟随其后的 还有漩涡名人 以及一名暗部 暗部正对着九星奈训斥 喂 小孩 你不要随意闯入火影办公室 袁飞日展听见暗部的话 顿时感到头皮发麻 她连忙对暗部说着 这里没你的事了 先下去吧 暗部有些疑惑 但也没多问什么 九星奈 你这是什么情况 袁飞日展吞了吞口水 猴杰上下如动一下 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可思议 九星奈将这一张脸 语气冰冷地说着 袁飞日展 我记得 你答应过水门什么事情吧 瞧见九星奈 将名人护在身后的动作 袁飞日展便知道 九星奈说的是什么了 她苦笑一声 对九星奈解释道 九星奈 你也知道 水门的名望是怎么来的 她的敌人太多了 如果不隐藏名人的身份 加上任助力的身份 名人会受到不少暗杀的 波峰水门的名望 是依靠杀敌获得的 那些被水门杀死的敌人 也有家人 所以 别看水门在木叶这么受欢迎 实际上 除开木叶之外 其他四大国对水门 那简直就是恨之入骨 想要报复水门的人 数都数不过来 如果真的在名人 还弱小的时候 曝光身份 那么 就算名人待在木叶 也会时不时地遇到暗杀 所以 这个说法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符合实情 九星奈面色稍微缓和了一下 但她又想起一些问题 袁飞日展都一一作答 这让九星奈 有种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为什么隐藏名人身份 答 害怕暗杀 为什么名人住在公寓楼 答 因为四代火影的房子 太显眼 容易被人联想到身份 为什么名人的生活费不够 答 生活费绝对够 都是从四代遗产中 分批次给名人的 但大家会故意 以高价卖给名人东西 袁飞日展答应过水门 会照顾名人 袁飞日展 也的确也照顾了 为了防止暗杀 为了防止名人乱花钱 为了防止暴露身份 这都是袁飞日展的手笔 你能说我没照顾吗 聊着聊着 九星奈就觉得不对劲 她疑惑地问着 为什么村子里的人 还将仁助力和怪物化等号 如果说是自己 是仁助力那个时期 还算正常 毕竟大家都没有 接触过仁助力 袁飞日展 为了名人的安全 隐瞒名人的身份 情有可原 但是为什么不说明 仁助力不等于怪物 而是封印怪物的英雄 针对这个问题 火影背国王表示 如果你在火影世界里 发现一件坏事 但却找不到 是谁在搞事 那么 没错 不要怀疑 就是老夫 至村团葬 袁飞日展微微摇头 这些都是 我一时疏忽大意 让团葬故意放出的谣言 而谣言一旦形成 就会在人们心中 留下刻板印象 也就造就了 如今名人 在木叶人人厌烦的情况 因为团葬巧妙地 利用了四代火影的威望 说名人是害死四代火影 以及摧毁木叶的九尾妖狐 这样就利用了 人们心中的仇恨 将大家对九尾妖狐的仇恨 转移到名人 这个无辜的家伙身上 可恶的团葬 九星奈先是怒骂一声 随后对袁飞日展发出疑问 你明明知道是团葬做的事 为什么还要放任他 继续为非作歹呢 袁飞日展有些头疼 团葬是木叶的高层 是根部的首领 就算是我也不好贸然改动 而且 就算撤掉团葬的职位 也无法弥补对名人的伤害 其实还有一件事 是袁飞日展没有说出口的 那就是 每个村子都有暗处 大树越高越大 笼罩的阴影也就越大 需要的养分也就越多 每个村子都离不开类似团葬的高层 因为在面临一些难以处理的事情的话 会需要用到团葬的力量 而村子的运转 总得牺牲一部分人 漩涡名人 与之波佐助 都是木叶运转的牺牲品 九星奈听完袁飞日展的解释 顿时有种无力感 他忍不住开始怀念起水门来 如果水门在的话 不可能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九星奈不是一个没有奉献精神的人 但现在 他的孩子成了村子的牺牲品 这比牺牲他还难以接受 因为惩罚坏人 无法弥补受害者 所以就不去惩罚坏人了是吗 九星奈一想到路上那些人的眼神 便心如刀绞 他根本无法理解 袁飞日展的思想 袁飞日展沉默了一会儿 对九星奈说着 九星奈 有些事情太过于复杂了 不过 我可以尝试着做出一些改变 这也算是让步了 名人也对九星奈安慰道 对啊 你也不会太伤心 我现在还有朋友 而且过得不错 没人打扰的话 也乐得清闲了 在名人看来 袁飞日展身上的这笔账 可以以后再算 九星奈让名人体会到了 被人关心的温满 但现在 九星奈查克拉快没了 名人不想看到 他含恨离开 见名人这么懂事 九星奈更为心疼 如果不是他的查克拉不多 怕是会做出更加激进的决定 袁飞日展 也趁机向九星奈保证 九星奈 这件事是我的错 我保证以后 不会有村民在针对小名人 一老一少 现在都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安抚九星奈的情绪 不说不带着遗憾 起码不能寒恨离开 第三十二章 对线沉默 在名人和袁飞日展的双重安抚下 九星奈的情绪趋近于稳定 之后 他的查克拉消耗殆尽 消散在半空当中 火影办公室内 忽然陷入一片宁静当中 袁飞日展从地上捡起烟杆 开始慢腾腾地捣鼓着 窗外传来鸟泪的鸣叫 仿佛照应着木叶的和谐 但在这份和谐之下 是少部分人的牺牲 过了一会儿 袁飞日展对名人说道 小名人 爷爷会尽可能消除那些人对你的误解 但这需要时间 此时的情况就好比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团藏造谣名人等于九尾妖狐 只需要让部下散播谣言 一夜之间就能搞得全村鸡犬不宁 袁飞日展想要辟谣 就需要付出团藏十倍 乃至几十倍的努力 对于袁飞日展的说法 名人则是有不同的见解 他如此对袁飞日展说道 正如我说过的 我现在过得很好 三代大人 您还是专注于火影的工作吧 在名人觉醒记忆之后 村子的概念就已经被模糊了 火之意志也成了政治的工具 不管如何 名人都明白 村子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他真正在意的 只不过是 居住在村子里的那寥寥数人罢了 袁飞日展是个当了半辈子的火影 他怎么可能听不出 名人话中的潜在意思 眼瞅着名人离开 袁飞日展张了张嘴 却没能说出一句话 因为他实在是拉不下脸来 在恳求名人像水门 九星奶那样爱着村子 名人离开后 等在门外的伊鲁卡 直接冲了进来 火影大人 为什么会有人袭击名人呢 袁飞日展烟感 再次被惊得滑落 他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人 就是团藏 袁飞日展果然没有 为名人的事情继续操心 至少名人没有察觉到什么成效 只不过从那以后 负责监视名人的暗部 从暗处变成了名处 当然 监视这个词并不好听 说是保护才符合牧业的宗旨 对此名人并不在意 只当自己多了个免费保姆 随着时间的流逝 名人年岁的提升 他血脉之力的巨大潜力 开始被激发出来 牵手血脉加上漩涡血脉 这两个查克拉都无比庞大的血脉 被系统融合在名人体内 临近毕业的时候 名人便已经将九喇嘛的封印 再次解除了 因为此时的名人查克拉 已经非常庞大 九喇嘛 只要还在名人体内 名人就能凭借查克拉压制他 这两年之内 名人的实力提升非常恐怖 虽然系统没有发布任务 名人也没有从系统那获得新的能力 毕业考核前夕 某公寓楼内 名人打量着镜子前的自己 和两年前比起来 名人看起来成熟了一点 但也只有一点罢了 四代火影的颜值 自然是无庸置疑的 最起码比原助理帅了不少 毕竟 这是在名人颜值的基础上加的 而名人作为四代和九星奈的孩子 两位高颜值的后代 本身就不差 只不过原助理的名人 名人不打扮也不注意 所以才显得憨里憨气 此时名人穿着一件白色风衣 配上老爹的颜值 基本上就是全村最亮的仔 至于两年前 云影企图绑架出田 被名人识破并阻止后 云影反咬日向一族不成 又被原非日展斩杀不少使者 那名使者回到云影村之后 将情况告诉了雷影 直到现在 雷影都没有做出任何举动 由此 云影村欺软趴硬的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了 名人收拾完毕后 便离开了房间 此时公寓楼内住的都是暗部 名人一开门 就被人发现了 一名紫发女子对名人问着 名人 你要去什么地方 名人随意地回答道 去演习场 吸眼也没问做什么 而是招呼上队友跟上 自从根部袭击了名人后 暗部对名人的保护 简直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名人离开公寓楼 前往演习场 木叶有不少演习场 名人去的是 距离自己最近的 他来到演习场内 找了个偏僻的地方 目测了一下场地大小 名人自言自语道 九喇嘛 今天就还你自由吧 九喇嘛的声音传来 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人 名人也不废话 直接掀开衣服 消除掉腹部的封印纹路 九喇嘛感知到 外界的气息如此清新 他迫不及待地 将查克拉延伸出名人体外 九喇嘛的查克拉 刚刚出现 名人四周 就围上了一群暗部 一名白发暗部喊道 封印般 名人将目光投向这些暗部 对他们说道 不要过来 是我主动打开封印的 什么 白发暗部明显没有想到 九尾查克拉泄漏 居然是主动的 难道名人因为受人偏见 导致心里出了问题 也不对啊 名人在忍者学校和厨田 那是每天都撒狗粮 身边还围着一群女田狗 那小日子美得不行 怎么可能会心里有问题呢 眼瞅着封印般将自己包围 名人警告道 我提醒过你们了 不要过来 中安部都是沉默地望着 那个双手插多的金发少年 九尾的查克拉 不断从名人体内涌出 原飞日展被惊动 也正在迅速赶来 但等原飞日展到场 九尾的查克拉 已经彻底出来了 那些查克拉在脱离名人身体后 在空地上凝聚成形 九尾 彻底脱困了 好 巨大的吼叫声 传遍整个木叶 原飞日展表情严肃地 对名人问道 小名人 你真的要放走九尾 九尾和名人之间的交易 原飞日展是知道的 九尾帮名人定位雏田的位置 好让名人拯救雏田 而名人则是要找机会 还九尾自由 原飞日展本以为那只是说辞 可没想到 名人这个家伙这么寒 尾兽脱离了身体 导致名人额头 出现一丝丝细汗 但他的语气依旧沉稳 对原飞日展说道 当然了 九喇嘛出现之后 便兴奋地狂吼 名人微微摇头 对他说道 九喇嘛 别这么吵吵啊 你已经自由了 赶快离开吧 九喇嘛蹲坐在地上 抬起高傲的头颅 对名人说道 名人 你知道当初牵手驻间 为什么要分配尾兽吗 第三十三章 九喇嘛 你的确是尾兽之友 名人猜测道 为了让尾兽平衡各国实力 然后相互忌惮 从而不敢发动忍戒大战 九喇嘛面上露出人性化的得意笑容 没错 现在你明白 如果你让老夫走的话 会对木叶造成什么影响了吧 言外之意 就是你看看我们尾兽厉害不厉害 名人瞧这家伙骄傲的样子 忍不住开口反问着 那我问你 初代火影的目的达成了吗 九喇嘛面上笑容一僵 本来他等着名人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 然后求着他留下来呢 名人这家伙 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原非日展见九喇嘛面色不对 赶忙挥手 让周围的暗部撤退 这个时候 九喇嘛的出现 已经在村子里 引起了恐慌 因为九喇嘛巨大的身体 不管在木叶哪个地方都能瞧见 而十几年前那个夜晚 也再次被众多村民想起来 九喇嘛对于木叶来说 绝对是灾难的代名词 不少忍者已经开始疏散群众 更多的精英忍者正在火速赶来 但都被原非日展安排的暗部阻拦在外 原非日展上前两步走 沧桑的脸上布满沟壑纹 卑微的笑容中带着一丝讨好 九尾 名人只是个小孩子 他不会说话 你不要往心里去 十几年后的今天 原非日展再次面对九尾 他已经没了当年的雄风 这个老头子勾搂着背 深邃的眼中夹杂着一丝警惕 就算自己的老婆 在九尾之夜失去性命 也没有一丝仇恨 他所做的一切 的确都是为了木叶 九喇嘛目光 看向三代火影原非日展 不屑道 哼 愚蠢的人类 老夫再和朋友说话 你插什么嘴 原非日展陪笑着点点头 然后疯狂冲名人识眼色 他想让名人 将九尾留在木叶 这样对木叶才更好 然而 名人并不在乎木叶 他对九喇嘛说道 九喇嘛 你好不容易获得自由 难道甘愿留在木叶吗 原非日展 九喇嘛听后笑出声来 不愧是老夫看中的人 他也从名人的话语中 听出浓浓的关心 这蠢狐狸 根本就没有察觉到 一开始名人 就是在无风险地 用Bug通过了 他的信任考核 而此时名人心中表示 赶快走吧 我好去找下一家 因为名人的系统背包里 还有一只完整版本的九尾 九喇嘛先是狂笑了一阵 而后对名人表示 漩涡名人 你说的没错 你的确是尾兽之友 因为这么多年来 根本没有人类 愿意真正地相信尾兽 而你却拥有这样的气魄 你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为此老夫愿意做出一点牺牲 老夫知道 你喜欢平静的生活 既然如此 老夫就不离开火之国 这样能尽量维持忍戒的格局平衡 名人笑了笑 冲着九喇嘛说道 多谢 随后 九喇嘛也不废话 脚下用力朝死亡森林跳去 他要在火之国境内 找到一个合适的栖息地 虽然身躯很大 但九喇嘛的速度 却不受影响 仿佛一阵狂风一样 消失在牧业村 而牧业的村民们 见到他们口中的九尾消失 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他们 还是欢呼起来 因为 他们又躲过一场 可能发生的灾难 演习场内 原飞日展 关切地看向名人 小名人 需要叫医生来吗 作为火影 原飞日展自然知道 任助力脱离了尾兽 会受到怎么样的反噬 但是名人的情况太特殊了 因为从外表看 名人虽然流了点汗 但却没有什么大碍 甚至呼吸都没有凌乱 原飞日展见到九尾之后 留下的冷汗 比名人都多 不用了 名人回应着 如此一来 名人就没了承诺的约束 他可以先恢复一下身体 然后考虑 封印另外一只九尾的事情了 名人对原飞日展问着 九尾已经不在我这里了 难道还需要按部保护我吗 原飞日展 忽然有点看不懂名人了 因为名人作为人助力 忽然没了尾兽 非但看起来一点没事 反而是可以正常地 和尾兽交流 而且还被九尾当作朋友 现在还要求主动撤掉按部 而这一连串事情出来 名人从始至终 都是一副淡定的表情 仿佛一切都在掌控当中一样 难道 名人的实力 已经达到一种 可以无视尾兽的地步了 原飞日展觉得不可能 毕竟名人现在还太小了 但是 在原飞日展的感知下 名人的查克拉是做不了价的 这让原飞日展非常纠结 名人不等原飞日展纠结 转身回家休息 等身体养好 名人就能考虑 封印完整版九尾了 脱离了九尾 名人并不是没有被影响 也不是影响小 只是说 影响还在名人的承受范围之内 回到家后 名人就躺在床上开始沉睡 直到次日天色大亮 名人才苏醒过来 名人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 顿时睡意全无 今天是毕业的日子 但是 他睡过头了 应该是身体太疲惫的原因吧 不过这一觉睡得挺好 名人起床后 感觉浑身轻松 名人在家中收拾了一下 然后就出发前往仁者学校了 昨天发生的事情 让木叶村民们人心惶惶 但今天 大家见到安然无恙的漩涡名人 都是觉得非常惊讶 明明传闻中名人是妖狐 可为什么 九尾妖狐 明明在昨天就跑出木叶了 但是名人却好好的呢 凡是见到名人的人 纷纷都是面色大变 因为他们也察觉到 自己长久以来 可能恨错了人 等名人来到仁者学校 却发现 毕业考试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同学们正在教室内 讨论着成绩 却田担忧地 望着名人空空的座位 昨天九尾妖狐忽然出现 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了 而却田又知道一些 关于名人的事情 他很害怕 是名人出了什么问题 就在却田心情沉重的时候 伊鲁卡忽然对门外喊道 名人 你终于来了 却田看向名人 发现名人浑身上下没有伤 而且精气神挺不错 却田激动起来 一路迈着小步伐跑过来 名人 你你没事吧 名人听着却田的关心 由于之前的经历 略显沉重的心情 瞬间松了下来 第三十四章 狗粮吃饱 当然没事 名人拿手捏了一下 却田水灵灵的精致小脸 笑着说道 以后不会让你担心了 教室内 春野鹰和景野麻木地 看着名人和却田互动 可恶啊 为什么我不是名人军的未婚妻 实话实说 自从他俩订婚之后 我上学再也没有带过任何一粒饭 为什么啊 小鹰 狗粮都能吃饱 随后除田返回座位 一鲁卡则是对名人说道 名人 既然你没事的话 就等着明天参加补考吧 今天的考核 名人已经错过了 名人顺从地点点头 好的 一鲁卡老师 与此同时 名人脑海中也久违地传出系统提示音 丁系统任务发布 通过忍者学校毕业考核 奖励 模拟机会加一 通过考核 对于现在的名人来说 已经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 等名人回到座位 一鲁卡便在讲台上说了一阵 毕业前的接触语 大致就是 你们要多多保重 如果未来当忍者的话 遇到麻烦的时候 一定要多想想在忍者学校学过的东西 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杀死之类的 毕业考核都完毕了 今天自然是不用上课的 名人坐在座位上想了一下 心中决定 自己不再当忍者了 忍者学校毕业之后 不再当忍者的人 的确有不少 但这种事情 从来没有 发生在任助力身上过 名人有这个想法 无非就是未来的日子 他看过原著 知道未来的剧情 最初 名人是想着跟剧情走 然后顺便亲眼目睹一番 真人版活影忍者 可计划归计划 现实归现实 名人获得了系统 能力得到恐怖的提升 他完全没有必要 跟着剧情走 而是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 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当忍者 跟剧情 是已经知道的未来 不当忍者 去做感兴趣的事情 或许才是人生 名人想到这里 便已经下定了决心 当然 毕业考试名人 还是要参加的 毕竟 那可是一次模拟机会啊 伊鲁卡讲话完毕 就算彻底毕业了 只不过 明天还要来学校参加分班而已 收拾完东西 名人和雏田走在一起 并肩离开教室 名人回头看去 只见伊鲁卡面带伤感地 站在教室门口 这位老师望着自己 一手带了六年的学生 心情很是复杂 孩子们终于长大 不过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未来他们会面临 更加严峻的挑战 希望忍者学校的经历 会给他们带来帮助吧 名人冲着伊鲁卡摆摆手 伊鲁卡瞧见之后 也是露出笑容 随后 名人拉着雏田的小手 走下教学楼 春夜英和景也 今天罕见的 没有来打扰他们俩 这也算是个稀奇事了 但走到教学楼下 还是有人拦住了两人 一脸高冷的佐助 双手插都站在那 冷酷地看着名人 开口说道 悬涡名人 希望你明天不要迟到 咦 名人好奇地问着 为什么呀 名人的考试成绩 和佐助有关系吗 佐助如此说道 我已经查看过 预先设定好的分班 咱们两个是同一个班级 希望你准备好 不要懈怠 因为我每天都会挑战你 名人听罢面皮微颤 语气 略显惊恐起来 佐助啊 没这个必要吧 然而这个语气 却让佐助误以为 名人甚至懒得战胜自己 他牙齿紧咬 对名人说道 我已经输给你67次了 就算你现在 不将我放在眼中 未来我 同样会超过你的 就凭这双眼睛 他说完 抬手指着自己 展露出来的双勾玉血轮眼 随后不等名人解释 佐助便冷哼一声 转身离去 名人 此时此刻 名人已经确定了 自己选择的正确性 如果当忍者的话 每天都会被佐助烦 不当的话 就能随便浪了 嗯 就这样 佐助前脚刚走 一位老师后脚就来了 他长得比较和善 是忍者学校 颇为受欢迎的老师 水目抱着一叠资料 找到名人 笑着对名人说道 是漩涡名人吗 名人看向这家伙 心中瞬间想起 原著中的事情 封印卷轴吗 实际上 名人也挺感兴趣 只不过现在的名人 在原非日展眼中 失去了独属于孩子的天真 因为名人表现得 颇为稳重老成 如果自己再去偷的话 只不定会被原非日展 认真对待 要不理会他吗 名人心中有些犹豫 如果自己避开 那么这件事 就和自己没关系了 但是 水目还是会找上 其他学员的 当然 这不是很重要 水目要害人 被害者如果是陌生人的话 这和名人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 水目和伊鲁卡是同事 而伊鲁卡和名人之间 关系很好 水目又比较危险 只不定那一天想不开 要对伊鲁卡动手呢 嗯 既然如此 那就除掉他吧 名人想到这里 对水目说道 我是 请问水目老师 有什么事情吗 水目呵呵一笑 是这样的 学校明天就要分班了 你因为考核迟到 所以没有通过 等一会儿有一场闭考 你要不要来 不考 则则 伊鲁卡刚刚对名人说过 补考在明天早上 看水目这个煞有其事的样子 如果不是名人看过原著 指不定就相信了呢 名人心中毫无波动 面露惊喜道 这样啊 那我现在就来 说完 名人又回头对初天说道 小初天 你先回去吧 我要去补考了 初天抿了一下胶唇 懦懦地说着 我可以等名人君 不用了 名人笑嘻嘻地说着 初天 还是先回去吧 万一老家伙等急了 估计又要发生上次的事情了 初天想起上次的遭遇 便是小脸微红地点点头 选择听从名人的安排 上一次 初天和名人在外面玩耍 由于没有注意时间 拖到很晚 初天也没有回家 这可把日足急坏了 虽然他表面上不在意初天 可那毕竟是他的宝贝女儿 而日足也察觉到 名人的本质是个色狼 而他那女儿又无比的水灵可爱 万一名人一个没忍住 所以 日足就心急火燎地带着族人去找 将村子翻得鸡犬不宁 最后找到名人 才将误会解除 也是从那以后 日足给初天和名人定了一个规矩 晚上七点之前 必须送初天回家 第35章 水墓 名人面带笑意地望着初天离开的背影 水墓伪善地说道 小名人 你能拥有这样一个可爱的未婚妻 可要好好珍惜啊 那是当然 名人意有所指的说道 我听说水墓老师的女朋友 也非常漂亮 你也不要辜负了人家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名人的话 水墓表情浮现出一丝僵硬 他的内心产生了些许动摇 不过一想到某些事情 水墓的内心就又坚定下来 水墓和名人交谈着 目送初天离开学校 然后水墓语气自然地对名人说着 小名人 这次部考比较特殊 在忍者学校之外 你跟我来吧 好的 水墓老师 名人也不点破 装傻跟上 水墓带着名人 从忍者学校后面离开 最后钻入一个演习场内 寻了个僻静的位置 到了这里 水墓便开始蛊惑名人 水墓压低声音 对名人说道 名人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 想要通过考核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是由于 你考核的时候缺席 所以你没能及时毕业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为你 争取了补考的机会 只要你进入火影大楼 然后 水墓越说越起劲 说到最后 水墓瞧见名人古怪的表情 名人见他自己在那表演 属实的没绷住 哈哈 名人微微摇头 对水墓问道 水墓老师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水墓迅速沉默了下去 双目微微眯起 对名人问道 怎么了名人 难道你不想补考 然后顺利通过人者考核 和你的未婚妻 在一个小队里执行任务吗 名人叹口气 直接向水墓挑明了 水墓老师 你也别装了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你真的认为 大蛇王会给你力量吗 或者说 大蛇王会给你 匹配你野心的力量吗 水墓双目猛地瞪大 在他眼中 平淡的名人 忽然神秘起来 这个家伙 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水墓额头出现细汗 对名人问道 名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水墓自认为 自己隐藏得很好 也没有丝毫的暴露 但名人居然知道 他最大的秘密 名人忽然改变了主意 他对水墓说着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大蛇王不会成为 你的垫脚石 那种人物 不是你能够利用的 水墓老师 你懂什么 水墓忽然崩了 他猙獰地说道 虽然我编造了理由 但大家都默认 是我杀死了队友 难道作为忍者 不应该以任务为主吗 我没有做错 我也是为了木燕 但大家却不认可我 甚至 水墓因为这件事 导致他失去了 正式老师的位置 沦为在忍者学校 打下手的员工 而那个位置 原本是水墓的 这让本就极度心 极强的水墓 产生了邪念 名人微微摇头 你知道奇墓说帽吗 水墓眉头一皱 什么 名人 他是奇墓卡卡西的父亲 是忍者大战中 崛起的英雄 但是他在任务途中 为了救队友 而放弃了任务 于是 所有人都在指责 奇墓说帽 就连被他救的队友 都骂他 最后导致了 奇墓说帽的自杀 你水墓有些搞不懂吗 他对名人问道 难道你认可 我的做法 这可让水墓一阵激动 当时他为了任务 杀死队友 这件事 一直都被人诟病 但是 名人却说出 另外一个人的事迹 那个家伙的做法 完全和自己相反 但却受到了更大的谴责 水墓老师 我想让你明白的是 名人对水墓解释道 不管你如何做 都不可能达到 所有人的满意 你选择任务还是队友 事后 都会被人戳击呀 我这么说 只是告诉你 有人不认可你 但也有人认可你 你懂我的意思吧 听到名人的话 水墓心中好受多了 一直以来 他都承受着身边之人的 冷嘲热讽 只有一鲁卡那个笨蛋 会完全相信 水墓编造的谎言 认为水墓 没有为了任务伤害队友 但水墓紧接着说道 名人 这个村子 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美好 它非常的黑暗 你被人排斥 你应该更理解这种感觉 名人抬手打断了水墓 直接对水墓说道 水墓老师 我现在 不想听你策反我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你选择投靠大蛇丸 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我现在可以给你两条路走 第一 留在牧业 你又有刚刚的话 你已经被牧业 一部分人认同了 留在牧业 对你来说不算难吧 留在牧业 继续扮演 伊鲁卡老师的朋友 我不管你出于同情也好 出于虚伪也罢 你现在是伊鲁卡老师的朋友 就给我继续演下去 一辈子都不要暴露 第二 你可以继续选择投靠大蛇丸 我不会为难你 也不会将这件事说出去 实际上 如果水墓选择第二条路 那么 名人就可以直接将水墓弄死在这里 如果他选第一条 则证明 水墓的确有可能是认识到了现实 之所以名人给出的第二条路 不是死路 就是为了避免水墓为了活命 所以才选择继续留在牧业 当伊鲁卡的朋友 这样 伊鲁卡会更危险 水墓听完名人的话 表情有些古怪 水墓哈哈大笑起来 漩涡名人 你不会认为你 随时都能够击败我吧 你一个没有毕业的下人 而我却是经验丰富的中人 就算是怪物又怎么样 现在久违也离开你了 而你 又没有成长起来 不一样和那些忍者学员没有区别 名人表情不变 淡定地说着 水墓老师 要不然你看一下四周如何 水墓眉头一皱 下意识认真打量起四周来 天色渐晚 平静的树林当中 虫鸣声传来 那些树干上 石头上 地上 全部都是起暴符 水墓已经被起暴符包围了 这这是什么时候 水墓惊慌起来 看向前方的名人 但名人的身影 却忽然喷得一声消失不见 下一秒 黑暗中名人的声音传来 水墓老师 你连一个忍者学员的分身术都无法识破 难道还要渴望大蛇丸那种人物重视你吗 不过 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 只要你从我给你的路中选择其中一条 我就会放过你 第36章 漩涡名人 你开架吧 水墓看着四周的起暴符 一股无法遏制的恐惧 从心底升起 他已经在忍者学校 打了很长时间的下手 他已经适应了 当下安稳的日子 面对危险 水墓感到无比的紧张 而名人那平淡如水的语气 更是给水墓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仿佛是名人随时都能杀死水墓一样 水墓吞了吞口水 他站在原地陷入艰难的抉择当中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水墓老师 名人的声音再度传来 水墓眉头狂跳 四下张望着 企图找到名人潜藏的位置 可是 根本就找不到 忽然 一道寒芒被月光折射出来 水墓察觉到 勃梗微微一亮 心神俱颤 他连忙说道 我会留在木叶 不要动手 此话一出 水墓就感觉到危机消除 名人的声音也跟着消失 再也没有响起 水墓试探性地喊了两声 结果名人也不出来 估计是已经走了吧 呼 水墓瘫坐的地上 表情扭曲痛苦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名人说的没错 就连名人这个忍者学员的分身术 都无法识破 可见 水墓的实力和天赋 也就仅此而已了 如果真到了大蛇丸那里 大蛇丸那种人 真的会重视这样废物的自己吗 四日 名人一早来到忍者学校 伊鲁卡和水墓已经在考核教室等着了 水墓和往常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带着温柔的笑容 看起来很是和善 加上他那一头白发和不低的颜值 水墓依旧是忍者学校众所周知的帅老师 仿佛昨天的事情 没有发生一样 名人也没提起这个 只是淡淡地瞥了水墓一眼 水墓迎上名人的目光 随后默默低下头 名人 这一次考核的内容是分身术 开始吧 伊鲁卡对名人说了一下考核规则 下面 名人使用了分身术 然后顺利通过考核 钉系统任务完成 模拟机会加一 伊鲁卡健壮满一点头 嗯 这样就好了 也不用修改分班的计划了 他将忍者护额递给名人 脸上他是无比的开心 名人接过护额 便已经算是吓人了 但他随后 又对伊鲁卡说道 伊鲁卡老师 我其实不是那么想当忍者了 啊 伊鲁卡一猛 他明显是没想到 名人会这么说 不过随后伊鲁卡就看开了 没关系名人 你未来的路可以自己选择 不当忍者安稳生活下去 也不是不错的 不过这件事比较特殊 还需要向火影大人说明一下才行 伊鲁卡说完 还对水木说道 对吧 水木老师 啊 水木反应过来 连连点头 是啊是啊 这种事情 最好向火影大人汇报一下 从名人进来 水木都不敢说一句话 直到刚刚伊鲁卡问 水木才开口的 名人耸耸间 表示无所谓 同时 名人对水木的表现非常满意 这样就好 伊鲁卡和名人一样 也没有几个朋友 水木愿意和伊鲁卡交朋友 起点可能不是那么单纯 但只要水木愿意演下去 并且演一辈子 演进棺材里 那么他就是伊鲁卡的朋友 是伊鲁卡人生中 为数不多的调味剂 名人通过考核之后 便打算回家了 因为他不想当忍者 所以没必要参加分班 而那个护额 名人也没有上交 他打算留作纪念 伊鲁卡从考核场递出来 走在名人身旁 水木则是识趣地 将此事告知原非日展 名人和伊鲁卡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其实 伊鲁卡对于名人的决定 有点失望 因为名人的成绩很好 如果当忍者的话 肯定会有一些成就的 甚至成就会很高 是绝大多数忍者难以达到 只能仰望的地步 但这是名人的选择 伊鲁卡知道 名人是个成熟的孩子 所以没有劝导名人 来到学校大门口 伊鲁卡的心情 忽然有些沉重 名人 就算不当忍者 以后也要多来学校和老师玩啊 我知道的 伊鲁卡老师 名人如此回复着 陆陆续续的忍者学员们 正带着忍拘带前往学校 因为今天的分班的日子 也是他们最后一天上学了 而伊鲁卡这句话 刚好被赶到学校的左柱听到 什么 左柱停在原地 惊讶地看着名人 名人 你不当忍者了 名人一见是左柱 便是点点头 没错 左柱沉默了一下 脑海中正在思考 为什么名人会做出这种选择 为什么呢 左柱知道 名人的实力很强大 但这样强大的名人 为什么选择当下人呢 这样 能参加学校的分班 能够获得经验丰富的上人 甚至是精英上人的指导 这可是一个不容多得的机会 为什么这种实力强大的人 会选择放弃机会呢 难道 他不需要上人的指导 左柱越想越有可能 自从名人击败左柱之后 名人在左柱心中 一直都是非常特殊的 他将名人视为竞争对手 而此时 作为竞争对手的名人 选择放弃上人的指导 那么他肯定是知道 以上人的水平 无法指导自己 所以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因为名人 拥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训练体系 这套训练体系 甚至能够 让名人不需要上人的指导 左柱纠结了一下 对伊鲁卡说道 伊鲁卡老师 我也不想参加分班了 伊鲁卡更加猛逼了 啊 这 这不对吧 名人还好说 你与之波左柱 也不参加分班了 你不是背负着 一些重要的东西吗 难道就这么轻易放弃了 但紧接着 左柱为伊鲁卡 接触了疑惑 名人肯定有自己的打算 而他的打算 肯定比被上人指导 获得的实力提升还要大 所以我决定跟着名人训练 名人顿时感到一股 麻烦降临的危机感 他连忙对左柱表示 左柱啊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 我只不过是真的 不想当忍者了而已 左柱抬头脑袋 他对名人问道 你是在怀疑我血轮眼的判断吗 悬我名人 你开架吧 需要多少银两 才能让我跟在你身边训练 名人 第37章 考验 不是 左柱 你不要误会 名人颇为头疼地说道 我真的没有自己的训练方式啊 但这话左柱根本就不相信 而且现在闹得左柱 也不想当忍者了 伊鲁卡见这俩人说了半天也没结果 于是便试探性地问道 要不你们先回教室 等水木老师通知了火影大人 再让火影大人做决定 也好 左柱连忙说着 火影在木叶代表着绝对的权威 如果火影要求名人当忍者 左柱不相信名人会拒绝 于是 三人就回到教室 过了一会儿 同学们陆续到齐 名人坐在雏天身旁 双手抱头仰视着天花板 正在享受着宁静的时光 伊鲁卡走进教室 开始分班 不多时 伊鲁卡就将分班念完 雏天有些失落地说着 没有和名人一般 雏天不用担心 就算不一个班级 咱们也能随时联系吗 名人伸手 放在小家伙的柔软的香肩上 安抚起来 这么多天的相处 雏天对这些小动作 已经近乎免疫了 他虽然还是有些害羞 但也没有晕厥过去 这种夸张的反应了 就在此时 春夜音忽然举起手 对伊鲁卡问道 哎呀呀 伊鲁卡老师 为什么我没有小队啊 一旁 景也捂着嘴偷笑 虽然景也 没有和名人同小队 但这宽额头 居然连小队都没有 谁强谁弱 一目了然 伊鲁卡抬头揉了揉眉心 对春夜音说道 小英 原本你是有两名队友的 但是他们的情况有点特殊 所以 还是等火影大人的决定吧 火影大人亲自决定 春夜音听到这 便感到一种莫名的荣幸 名人理解春夜音的心情 这就好像绩效毕业 要分配工作 别人都是流水线和工地 而你却被老实告知 你的工作 会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安排 这绝对是一项殊荣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其他小队的成员 都被各个上人喊走了 春夜音望着空荡荡的教室 心中多少有点兴奋 因为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预备队友 居然是名人和左柱 两位都是忍者学校 超人气的学员 其中 名人帅得令人难以自拔 如果非得要让春夜音 找出一个词汇 来形容名人的话 那就是 酷似四代 这四个字的含金量有多少 知道的人都知道 就在春夜音厚着脸皮 坐在名人身旁 打算开始施行骚扰的时候 元飞日展推门而入 他的身后 还跟着水木和伊鲁卡两人 左柱和春夜音 两人 见到元飞日展 都是激动地站了起来 要知道 元飞日展除了 每年的招生计露面一次之外 其他时候 都是见不到的 而元飞日展 可是被称为 史上最强的火影 也是人介五大忍村之首 木叶村的现任执政者 其实力可想而知 据说 元飞日展 还拥有三名非常恐怖的弟子 只不过他的弟子们 都离开了木叶 虽然如此 但还是能证明 元飞日展的指导能力 有多惊人 要不然 也不会被称为忍者教授了 如果能拜师元飞日展的话 左柱想到这 眼神便热切起来 然而 元飞日展 直接无视了左柱的目光 先是对三人打招呼 然后就对名人问 小名人啊 你怎么不愿意当忍者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 名人早就想好了如何回答 因为我不想被约束 仅凭名人一句话 元飞日展 就找到了问题所在 当忍者需要服从安排 需要被约束 而名人的性格比较 喜欢安静 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元飞日展对名人说着 小名人 你的父母都是忍者 而且都是为了木叶牺牲的 他们也希望你能继承他们的意志 开始打感情牌了 春夜音和左柱一听这个 也是有些好奇起来 漩涡名人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 而且听说 名人是怪物 并且没有家人 难道说 名人也有父母吗 左柱难难自语 名人嘴角一抽 直接给了左柱脑壳一巴掌 你说啥呢 我没父母 我怎么来的 左柱沉默了一下 面带羞愧地说着 不好意思 春夜音也是硬生生咽下去 刚刚要说的话 还好左柱比我快一点 要不然 挨打的就是我了 春夜音如此想着 针对元飞日展的感情牌 名人微微摇头 我不希望自己和他们一样 落到一个双双牺牲的下场 或许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自私吧 春夜音捧着脸 无脑地夸赞道 不愧是名人啊 能够轻易承认自己的缺点 就是有勇气 魄力 名人 姑娘 别硬吹 会尴尬的 左柱对于名人的回答 也有些始料未及 因为元飞日展的威望那么高 而元飞日展 想让名人当仁者 但却被名人拒绝了 原本左柱还以为 不会拒绝元飞日展呢 他还是低估了名人的头铁程度 元飞日展 听完有些头疼 他知道 造成名人性格的原因 也有自己的一部分责任 此时的元飞日展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而左柱也将现场的情况分析完毕 名人不想当仁者 是怕麻烦 怕耽搁训练节奏 而元飞日展 想当名人当仁者 毕竟名人是个天才 那么 左柱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左柱起身 对元飞日展说道 火影大人 不如让名人担任我们小队的教官吧 什么 元飞日展下意识摇摇头 不行 小名人虽然厉害 但他的经验不是很丰富 所以无法做好这件事 左柱听后 却是眼睛一亮 被火影夸赞厉害 果然啊 漩涡名人 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 左柱激动地说道 火影大人 经验是一点点积累的 我相信名人的实力 他有能力将我们支点好 春夜英也想和名人一个小队 于是在一旁附和起来 对啊 火影大人 名人军可是很强的 元飞日展 现在的小孩子 头都这么铁的吗 不过貌似也只能这么做了吧 让名人当家做主 想做任务 就做任务 不想做任务就休息 这样就能满足 名人对平静的需求 也能让名人当忍者 不辜负水门和九星奈 但元飞日展 自然不可能直接同意 元飞日展叹口气 如此说道 好吧 既然你们两个这么坚持 那么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如果名人能通过我的考验 那么他就是你们第七班的教官了 第三十八章 逆天日程 见这几个人 三言两语 将事情定了下来 名人欲言又直起来 他想开口 可转念一想不对劲 如果他不同意的话 元飞日展肯定不会放弃 让他成为忍者的 到时候 元飞日展派人来 每天骚扰名人 名人指不定会多难受呢 而如果自己是教官的话 就不一样了 想接任务 就能接任务 不想接就可以休息 唯一的弊端 就是可能会被左助缠着 怎么办呢 名人陷入沉思当中 这样似乎也符合他 喜欢安静平稳的日子 嗯 那就这样吧 也能免得因为不是忍者 所以被人惦记 名人想到这 便对元飞日展问着 那么 考核是什么 听见名人这么说 元飞日展 心中一喜 这样就说明 名人同意了 如此一来 不管名人是否能通过考核 他就一定是忍者了 只要是忍者就行了 什么样子的人者无所谓 同时 元飞日展还能借此机会 打探一下名人的真实实力 上次名人救出雏田 大家便对名人的实力产生了好奇 之后 名人又放走九尾 面对九尾 没有一丝畏惧 那必然是拥有强悍实力之称的 元飞日展脑海中闪过一个人选 最后对名人说着 你需要击败奇目卡卡西才行 听见卡卡西的名字 左助下意识 眉头一皱 难道说 如果不出这个事情 他未来的老师 会是卡卡西吗 左助听说过卡卡西 别人都叫他 拷贝忍者 血轮眼卡卡西 血轮眼这个称号 似乎预示着卡卡西 拥有和左助一样的血脉 但是卡卡西 却姓奇目 而并非语之波 不过 奇目卡卡西的 可是正儿八经的精英上人 让名人一个忍者学员 去挑战精英上人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左助这么觉得 春夜音也是如此 春夜音顿时口无遮拦地抱怨起来 火影大人 您不想让名人军当教官就直接说呗 为什么要让名人军去和精英上人对战呢 如果名人军受伤的话 怎么办呢 嗨嗨 原非日展 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他老脸一红 但没有回应春夜音 名人却是没有拒绝 奇目卡卡西 应该已经来了吧 话音刚落 门外就传来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 我在 众人被吸引目光 只见一名穿着忍者服装的白发青年 推门而入 他戴着口罩 以至于别人看不清样貌 霍鹅挡住一只眼睛 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一样 唯一显露出来的眼睛 还是眼皮搭了下来 是个妥妥的死于眼 除了腰杆挺直之外 这家伙看起来 就像是那种纵欲过度 从而导致身体亏空的家伙一样 佐助目视了一番卡卡西 心中有些失望 因为卡卡西看起来 并不是特别强大的样子 原非日展对卡卡西说道 卡卡西 这一次 你一定要认真战斗 卡卡西 当然 毕竟原本这三位是我的学生 居然有人想要抢夺我教官的位置 我现在可是非常生气啊 话里带刺 但是声音却懒洋洋的 没有给人一种 锋芒毕露的感觉 随后 几人来到学校外的演习场 在众人围观之下 卡卡西和名人 来到中央分别站定 卡卡西盯着前面表情淡定的名人 心中想到 名人吗 长得和老实真的很像 之前 卡卡西也听闻了 关于名人的传言 他并没有小看名人 而是打算全力以赴 能够在云影手中 救下同伴的小英雄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 名人 卡卡西如此说着 抬手将护额拉了起来 场外 佐助震惊地喊了出来 这是血轮眼 他怎么会有血轮眼呢 但这个问题 明显这个时候 没人能给佐助答案 比赛开始 卡卡西将手伸入 忍拒带带当中 名人注意到他的举动 同样拿出苦误 但接下来 卡卡西却没了动作 他停留在原地 就这么干瞪着名人 名人微微歪头 你在干嘛 而对面的卡卡西 也同样歪了歪头 卡卡西说道 你我有着很明显的年龄差距 体魄上自然使我更占便宜 我只需要利用血轮眼 复制你的动作 你就绝对无法击败我 开始进攻吧 的确是如此 如果单单从卡卡西的视角出发的话 他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是大人 而名人却没有长大 体魄方面 正常人都会认为 卡卡西比名人强 而卡卡西 又完全复制名人的动作 所以 不管名人的实战经验有多强 他都无法战胜卡卡西 甚至 还会被卡卡西找到破绽 从而击败 场外 春夜英听见卡卡西的话 顿时一脸憋屈 这个叫奇目卡卡西的家伙 好不要脸啊 他就仗着名人军 没探年龄大才这么嚣张的 佐助瞥了一眼春夜英说道 敌人就是敌人 不会因为年龄而变成同伴 为了完成任务 必要时候采取一些卑鄙的手段 也很正常 伊鲁卡也是担忧地说着 不知道名人要如何应对 就在大家全心全力观察名人的时候 名人抬手开始结印 另一边 卡卡西也跟着双手结印 甚至 卡卡西的印比名人还快了一个 但结印完毕后 卡卡西忽然瞪大的双目 这什么情况 砰砰砰砰砰 庞大的白色烟雾 忽然出现在演习场内 等烟雾散去 露出里头密密麻麻的身影 这数量无比庞大 多到演习场都站不下了 春夜英趁机抬手 摸向自己身旁的名人分身 露出一脸猥琐的笑容 但春夜英的手 却穿透了名人的身体 原来是分身术啊 不是影分身 而是没有实体的分身术 但就算如此 这个数量也太庞大了 没过几秒 场内的分身开始消散 等所有分身消失完毕 卡卡西半跪在地上 表情无比的疲惫 左住眉头一皱 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飞日展惊讶地说着 没想到名人居然这么聪明 春夜英好奇地问着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原飞日展解释道 卡卡西的血轮眼 能够复制名人的动作 其中就连忍者结印的手势 都不列外 而名人正是利用这个特点 让卡卡西结了印 那个树能召唤最多的分身 召唤出来的分身 没有攻击力 所以 卡卡西的分身 无法威胁到名人 但如此一来 名人消耗多少查克拉 卡卡西也就会消耗多少查克拉 很聪明 几乎是在一瞬间 就能想到这个办法 原飞日展 越说越心惊 他虽然也知道 有这个办法 但名人的表现 实在是太好了 简直就是满分 其次 卡卡西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时期的名人 就拥有比他多得多的查克拉 就刚刚那一手分身术 便将卡卡西的查克拉 消耗得几乎枯竭了 名人见卡卡西单膝跪地 对他问道 你没事吧 卡卡西前辈 卡卡西穿着粗气 声音中带着不可思议 没先到你的查克拉 居然这么多 此时 卡卡西的脑海中 响起九星奈来 这就正常了 名人毕竟是九星奈的孩子 他的查克拉多一点 很正常 卡卡西没想到 自己在以往无往不利的模式 居然这么轻易 就被名人破解了 要知道 卡卡西凭借血轮眼的复制 已经记录了上千种人数 那些人都拿卡卡西 没办法 是我输了 卡卡西也没有逞强 直接认输 看来你的头脑和查克拉 都足以独当一面 担任忍者学院的教官 绰绰有余 真的是后浪推前浪啊 想当初 卡卡西也被称为天才 但当时的卡卡西 是凭借刀术和体术 他绝对不拥有 如此冷静的头脑 至于查克拉就不提了 查克拉粮这种东西 几乎就是 你出生之后 就定了下来 没有血脉 想要提升查克拉量 难如登天 卡卡西认输之后 春夜音欢呼起来 耶耶耶 他兴奋地对原飞日展问道 活影老爷爷 这样名人 是不是就能担任我们的教官了 通过这场来得快 去得也快得比试 原飞日展 稍微看出名人的一些名堂来 非常缜密和冷静的头脑 以及庞大的查克拉量 但其他的 原飞日展一概不知 唉 卡卡西太轻敌了 导致被名人一个小技巧击败 而名人甚至没有 展露出过多的能力 原飞日展 虽然有些失望 但也认可了名人的实力 好 小名人就是你们的教官了 原飞日展 如此宣布着 虽然想要成为教官 需要经过许多手续和审核 但是名人这种情况 比较特殊 所以 第七班也就暂时定了下来 队长兼教官 悬窝名人 队员 与志波佐柱 春夜英 春夜英显得无比兴奋 他对名人问着 名人军 咱们小队第一天成立 是不是要去庆祝一下 这可是好机会 因为往常 名人身边不是厨田 就是围着其他女生 春夜英想下手都难 佐柱听见春夜英的话 忍不住说着 与其浪费时间 不如好好训练 很明显 他对名人的训练方式 很感兴趣 春夜英反驳起来 咱们两个又不是队长 这一切都要听名人的 于是 两人将目光投向名人 名人本身就是个咸鱼性格 吃喝玩乐 才符合名人的人生快乐 行 那就听小英的 名人如此说着 佐柱有些失望 不过既然是名人的决定 他也没有反对 吃过饭 名人就开口道 你们今天都累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他吃饱喝足了 就想着下班 佐柱忍不住问道 明天在什么地方集合 名人稍微想了一下 还在这里吧 明天咱们规划一下 小队的未来日程 次日 名人拿着一张 自己规划的日程表 给佐柱和春夜英看 星期一 聚会 星期二 温泉 星期三 去看看有没有想做的任务 星期四 每周的训练环节 星期五 小队团建吃饭 温泉 看电影 逛街 星期六 星期天 放假 在家躺着 佐柱拿着这张日程表 表情那是相当的精彩 第39章 你在浪费时间 柱子 名人当场宣布道 因为咱们是周五毕业的 所以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集合 我也只是 来将这日程 送到你们手上 然后练 解散 佐柱 春夜英 啊 佐柱连忙说道 名人 你不觉得这有点过分吗 名人停下要跑路的姿势 疑惑地问着 有什么过分的吗 佐柱 作为一名忍者 一个星期 只做一天任务 而且还是看看 有没有想做的任务 合着就是如果没有 那就不做任务了呗 其次啊 作为一名忍者 一个星期只训练一天 不知道别人都是恨不得 一天当两天用的吗 而且 每个星期有三天时间 都在组团玩耍 其中有两天时间 还特么是双秀 卧槽 宁哥这开公司啊 小佐 你应该知道 实力这种事情 就该循序渐进 名人拍了拍 佐柱肩膀 欲重心长地说道 我制定这么宽松的日程表 都是为了让你空出时间 去训练啊 佐柱狐疑地看着名人 他觉得 名人在骗他 但是却找不到什么证据 名人看了一眼 春夜英 这位自己的小迷妹 他忽然想到一个点子 要不然这样吧 名人开口道 咱们投票决定 少数服从多数 你觉得怎么样 佐柱 有春夜英这痴女在 名人赢定了 佐柱自然也知道这个 他退一步说着 名人 我可以接受你的日常安排 但你训练的时候 必须喊上我 都到了这个时候 佐柱还是对名人 所谓的训练方式 非常痴迷和好奇 名人知道自己 如果不让步 佐柱是不会把羞的 他想了一下 便对佐柱说着 那好 我训练的时候 你可以在一旁看着 另外 咱们每周接取的任务 最低是C级 这样能积累 咱们的实战经验 其次 每周二 周四 我可以给你一次 挑战我的机会 这样 你就能从失败中 寻找自己的缺点 然后加以弥补了 如何 虽然这个强度 还是非常低 但明显比之前好多了 佐柱自然不会不同意 只不过 佐柱对于名人的说法 非常不服气 什么叫做 从失败中寻找缺点 然后自己就可以 加以弥补了 看名人这个样子 貌似她的实力 能够一直压制自己一样 但佐柱并未对此表露出不满 而且 是发誓 自己早晚有一天 会超越漩涡名人 然后 也让漩涡名人 从失败中寻找缺点 春夜音在一旁 笑盈盈地看着名人 名人 瞧见他这样 便问着 小鹰 你赞同吗 啊 春夜音仿佛如梦初醒一样 什么赞同 赞同什么 是名人说的话吧 那我赞同 名人 佐柱 好家伙 你根本就不知道 名人说了什么吧 好 那就解散吧 名人宣布完 便转身要离开 可没走几步 名人就听见身后的脚步声 回头一看 原来佐柱和春夜音 还跟着自己呢 佐柱淡定地说道 你肯定回去训练的 我要专门看看 春夜音挠着头 我没什么 我主要就是愿意跟着 名人 今天是周六 根据名人 所制定的日程表 今天是假期时间 名人对于佐柱和春夜音的跟随 也没有多说什么 佐柱认为 名人肯定会私下训练 目的自然是 不让自己超越他 春夜音式的花痴 不提也罢 名人没有回家 而是买了一些礼物 去拜访了伊鲁卡 中午 名人和伊鲁卡 去了伊勒拉面 拉面来了 昌仆将拉面放在名人面前 顺手摸了一把名人的脑袋 小名人最近越来越可爱了 过犯拉面 名人抢先结账 送伊鲁卡回去后 名人就返回家中 佐柱已经快熬不住了 但见名人回家 心中激动起来 他应该是要去训练了 可让佐柱万万想不到的是 名人居然开始睡午觉 睡了整整两个小时 名人这才起床 下午 名人去找了初田 初田小队 正被昔日红带领着 接取了低级任务抓猫 名人跟着昔日红小队 混了半天 佐柱人都骂了 他是真没想到 名人是真的摆烂 而不是假的摆烂 难道名人的实力 全部都是依靠 天赋和血脉吗 这不正常 直到晚上 佐柱不得不离去 而春野英 则是觉得有些无聊 因为名人和初田 一直在撒狗粮 他根本没办法插手 就这样 星期六结束 星期天 佐柱早早地起床 漩涡名人 肯定会在星期天修行的 他一定会的 因为他拥有 这么强大的实力 如果不修行的话 实力甚至会倒退 就这样 佐柱来到名人家 他通过窗户 瞧见名人居然还没睡醒 等到接近上午 名人终于睁开双眼 一屁股撅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洗漱 洗衣服 吃饭 完事后 名人离开家门 然后他就发现 在外面站着的佐柱 呀 佐柱 你不是应该在家里训练吗 名人有些意外地问着 佐柱面色憋得通红 你真不训练的吗 名人耸耸肩 我早就告诉过你正确答案了 但你不相信 我有什么办法呢 好了好了 厨田今天不出任务 我们约定逛街看电影吧 你也不想当电灯炮吧 二柱子 佐柱 和厨田逛街看电影 不可能 万万不可能 他肯定想将我支开 然后和厨田一起训练 佐柱一声不吭 继续跟在名人身后 今天 春野英倒是没来 因为他也知道 如果有厨田在 他是没机会下手的 而佐柱就跟着名人身后 他眼睁睁地看着名人和厨田 约会了一个下午 到了晚上 夕阳西下 名人将厨田送回日向驻地 名人 下次见了厨田微笑地 和名人告别 名人也是摆摆手 而后 名人回头才看到跟了一天 怀疑人生的佐柱 名人无奈地说着 你在浪费自己的训练时间啊 柱子 佐柱站在那儿 面皮微微颤抖 此时此刻 他仿佛意识到 某件可怕的事实 那就是 名人真的不用训练 不训练 还这么强 这公平吗 第四十章 小鹰 注意形象 难道 名人是在自己走后 半夜才开始训练的 这个念头 出现在佐柱脑海中 并且再也挥之不去 此时佐柱无比肯定 以及确定 就是名人在偷偷训练 就这样 佐柱又跟着名人回了家 而名人却没有训练 洗漱后直接躺在床上 拿出床头上一本粉红色的书籍 翻阅了起来 躲在外面没有离去的佐柱 见到这一幕 表情无比惊恶 佐柱还以为自己 被发现了 所以名人不去训练呢 于是 佐柱就故意对名人说道 哼 看来你真的是不训练 我就先回去了 佐柱从树上跳下去 然后佯装离开 实则随后 佐柱又返回过来 偷偷观察名人 结果名人看书 越看越起劲 直到后半夜 都没有训练的意思 哎 不愧是戴文豪自来也 名人和尚书 将之放在床头 其实自来也的书 可以被分为两种内容 第一种内容 就是谈恋爱的内容 主角和女主们的 爱恨情仇之类的 第二种 就是不宜多说的内容 看了让人面红耳赤的那种 名人和尚书 就开始睡觉 佐柱双手抱胸 斜靠在树冠上 双目微微闭上 不知道是不是也睡着了 次日 名人起床后 第一时间 就听到系统的提示 丁系统任务发布 赚取一千万银两 奖励 模拟机会加一 系统怎么会发布这种任务 名人心中有些纳闷地想着 它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 漩涡名人 特性 漩涡血脉 牵手血脉 阿修罗转世 九尾人助力 术 色诱术 变身术 金刚封锁改 八卦封印集 名神门 战斗力 一万三千八百八八 背包 一百二十三万银两 阴阳九尾暴怒 模拟次数 一 任务 暂无 这几天 由于自己的血脉发力 它的查克拉量和强度提升 带动了一部分战斗力提升 而由于没了九尾 名人战斗力后面的那个 加八万战斗力 消失不见 除此之外 名人的背包里 银两已经快不够用了 忍者是一种非常耗钱的职业 名人虽然说懒惰 但是他也需要忍者训练用具的 这几年上学 吃饭 名人几乎都靠着第一次模拟 获得的那些银两 时至今日 那些银两已经快消耗完毕了 难怪系统会忽然发布 赚取银两的任务 不知道用模拟机会赚取钱财的话 算不算完成任务 这个疑问 刚刚从名人心中升起 系统的回答就出现了 丁算 但是 名人想了一下 决定不使用唯一的模拟机 会去完成这个任务 模拟机会 只有依靠系统任务才能获得 所以 每一次模拟机会 都是名人提升实力的机会 都是无比的重要 第一次模拟是意外 才选择了一些银两当奖励 如果故意消耗模拟机会 去获得银两 岂不是说 就等于把提升实力的机会丢失了 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里 名人认为这是不理智的行为 不过 要如何赚取一千万银两呢 名人在脑海中想了一番 最后决定走一步算一步 先去看看任务发布处 任务给出的赏金多不多 多的话 就攒一段时间 也能将银两攒出来 少的话 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名人收拾完毕后 去到老地方集合 可结果名人却没有瞧见左铸 与此同时 宇智波驻地内 一名宇智波少年 正在呼呼大睡 他的面色有些疲惫 还有着黑眼圈 春夜音倒是来得比较早 见到名人后 春夜音便露出犹豫的表情 名人好奇地对他问着 小英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话要说 愣春夜音低着脑袋 心情有些沉重 名人还是第一次瞧见 这个开朗的女孩 有这样的情绪 春夜音纠结了一会儿 这才对名人说道 我 我可能无法当忍者了 为什么啊 名人更加好奇了 是因为当忍者不好吗 这日子过得多美啊 而且 原著中的春夜音 也没出现过这种事情 但很快 春夜音就为名人解惑了 春夜音拿出日程表 对名人说道 是这样的 我将日程表给爸妈看了 他们现在已经不支持我当忍者了 日程表的问题吗 名人表情微微一皱 随后想到了一件事 这是个忍者的世界 哪怕是下人 收入怕也不是不菲的 而春夜音是平民 父母都不是忍者 平民想要在牧业生存 肯定要付出更多努力的 春夜音的父母 将他送入忍者学校 也是有些吃力的 现在女儿好不容易毕业了 带队的队长 还是个百烂狗 一个星期只做一个任务 导致入不敷出 所以 春夜音的父母 就不再支持他当忍者了 名人将自己的猜想 说了出来 并且得到春夜音的肯定 名人想了一下 对春夜音说道 好吧 咱们的日程表 或许是有些问题的 听到这 春夜音眼前一亮 难道名人要为了他的事情 而改变名人 已经决定好的事情吗 这太感动了 但是 接下来 名人就粉碎了 春夜音的幻想 只听名人说着 但是事情 已经定了下来 也不好更改 这春夜音有些失落 他恩了一声 默默地转身 想要离开 名人忽然对春夜音喊道 等一下 春夜音停下脚步 有些感叹地说着 名人君 你知道我喜欢 如果不是这种事情 我是不会选择不当忍者的 但名人要说的 不是这个问题 名人对春夜音解释道 你觉得 咱俩合伙赚钱怎么样 虽然名人脑子里 有赚钱的办法 但多少有些麻烦 如果有个心系的合伙人 那事情 就变得简单多了 春夜音激动地转身 快步跑过来 一下朝名人怀中扑过来 呜呜名人君 我就知道 你舍不得我 可谁知道 名人一个后撤 导致春夜音扑空了 小英 注意一点形象 我可是有未婚妻的人 名人淡定地说着 春夜音银牙紧咬 心道 可恶 只差一点就成功了 不过接下来还有正事 所以 春夜音也没计较 他对名人问着 名人君 咱们除了做任务 还有什么办法赚钱啊 名人试探性地 对春夜音问着 如果我是说如果 如果让你购买左珠的照片 你愿意花多少钱 第41章 柱子意味请 左珠的照片 春夜音先是表示疑惑 随后摇摇头 不 我不会买的 紧接着 他又露出浅笑 补充了一句 但如果换成名人你的话 我会买 同时 春夜音的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想着 嘿嘿 这就是完美的答案 名人 好家伙 这春夜音都是跟谁学的 名人唇脚微微抖了一下 对春夜音提醒道 我是说 两年前 就是你痴迷于左珠的那段时间 我什么时候 痴迷于左珠过 春夜音仿佛被冒犯到一样 小嘴一督 义正言辞地说着 名人君 你在诽谤我 你在诽谤我呀 我可以告你诽谤的 啪 春夜音心道 死不承认就行了 这样还能有点机会 奇料名人抬手对着他的脑壳 来了一巴掌 春夜音这才恢复正常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愿意付出我的零花钱 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名人的脸色 又说了一句 名人君 你要相信我 我家里已经没有走出的照片了 春夜音 事情暴露并确定下来 最大程度弥补过错 啊对对对 我相信你 名人连连点头 春夜音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名人是在点头 但春夜音却从他的语气中 听出一股反反反的味道来 看来攻略名人的一大难点 就是自己拥有这种黑历史啊 春夜音想到这 忍不住有些悲观 不过他很快就沾沾自喜起来 没错 就是沾沾自喜 看吧 名人还是在意他的过去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名人心里还是有他的 太感动了 不过 春夜音的脑袋瓜 有些不是灵活的问证 可是名人君 这和赚钱有什么关系吗 名人微微一笑 咱们可以将左柱打造成明星 偶像 听见这句话 春夜音忽然瞪大美眸 脑海中回想着看过的电影 激动地说着 哦 就是就是那个叫 富士风雪会的家伙 类似于他的明星 富士风雪会的电影 还算不错 某次名人和厨田去看过 而当时春夜音 死皮赖脸的 在名人身边不肯离开 非得当电灯套 所以跟着 春夜音 现在也认识了富士风雪会 名人微微摇头 两根手指捏起来 比那个家伙的等级 稍微要低上那么一点 名人居 你是说 春夜音俏脸微微一变 莫名地浮现出一丝润红 名人点点头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春夜音吞了口口水 可是 左柱他愿意配合吗 同学六年 春夜音对左柱的了解多少 还是有一点的 左柱那样高冷的人 会为了银两 而拉下面前去拍摄照片 对于这个问题 名人却是淡定地说着 他不是拍过吗 春夜音想了想 觉得也是 不过他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那次是左柱 为了向名人索要训练方式 才拍摄的 这件事 春夜音也知道了 他不怀疑 现在的名人 具备指点左柱的能力 但是觉得 这件事有点不妥 春夜音对名人问着 可是名人 咱们利用左柱对实力的渴望 是不是有点太卑鄙了 卑鄙吗 名人有些疑惑地反问 这可是个实力为上的事件 殊不知原著中 左柱为了实力 付出了什么代价 而如今的名人 虽然不认为自己有多强 但是多少指点左柱一下 还是够资格的 人家大蛇丸 可是要的左柱整个身体 名人只要几张照片 这过分吗 这不过分 而春夜音 是一个在和平村落长大的孩子 他对实力的重要性 没有一个概念 自然觉得过分 对此 名人并不会说春夜音是错的 毕竟 如果换位思考 站在他的视角 的确是这样 好 名人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春夜音一狠心 当场就狠了一下心 名人满意点头 对春夜音说着 那行 咱们分头行动 你去联系顾客 我去找左柱 你搞定客源 我搞定货源 等到事业起步 再想下一步如何发展 给你整个办公室 给我弄个专业相机 咱俩联手 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春夜音被名人说得一阵激动 他知道 名人很强 名人是个天才 如果名人想赚钱的话 肯定很简单 现在名人肯带上他一起发家致富 这让作为平民之后 家底不多的春夜音 颇为感动 春夜音干净满满地说着 就听名人的 让我想一下 学校有几个左柱的粉丝来着 大概能有几千来个 不对 后来被名人均分走了一大半 估计只有一两千个 说到最后 春夜音的声音低了下来 须到什么呢 名人好奇地问着 春夜音连忙力正站好 挺起平平无奇的胸膛 没什么 我是在算有几个潜在客户 很好 干得不错 名人抬手摸了摸春夜音 聪慧的小脑袋瓜 鼓励道 好好干 等事业有成 六年后 咱俩给我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中间那个给我两只 名人说的语速极快 春夜音又是个花痴 听见名人这话 下意识呆住了 他脑子一嗡 忍不住开始幻想起来 等他反应过来 名人已经消失不见 大概是去找左柱了 不过春夜音经历了最初的激动 他越想越不对劲 名人说的是什么 给他举办的婚礼 不对 名人并没有说 婚礼的女主角是我 我 名人君 为什么你就是看不到我的真心呢 萨斯给 二柱子 宇之波一族最强天才 你搁哪来 宇之波驻地内部 响起名人嘹亮的嚎叫声 某栋房子内 呼呼大睡的左柱 被接连不断的声音吵醒 他睁开疲惫干涩的双目 只觉得浑身疲惫 昨天熬夜看名人 可谁知道 名人一直到接近上午才醒过来 现在又是谁来打扰他 左柱满脸愤怒 匆匆起床走出家门 瞧见路上正四处打亮的人影 左柱却忽然换上一副惊喜的表情 名人 你来找我 名人见状心道 恩柱子一味情 第四十二章 我是问你 想不想变强 左柱 名人瞧见左柱 立马心冲冲地跑了过来 左柱见这阵势 顿觉不妙 因为名人可从来没有 对他这么热情过 而名人又是那种比较 说是自私吧 左柱害怕名人打他 那就说成 奉献精神略低吧 左柱啊 你今天怎么没去集合 名人明知顾问起来 他当然知道 左柱在自己外面的树上 占了一夜 当时名人也没去劝 要知道 左柱这人 可是个愣头青 被他认定为现实的事情 不管你如何说 他都会认为 你在骗他 所以 名人干脆不去劝 让他吃点苦 就自己意识到 自己错了 左柱有些窘迫起来 他总不能说这样说 我为了监视你 所以今天没精神 索性 名人不是一个居小杰的人 算了 别管这些小事了 名人顺手将胳膊搭拉在左柱肩膀 对他说着 左柱 你想不到变强啊 死 这个亲密的动作 再联想到 名人上次让他穿女装 而名人还对春野鹰和景野的追求 没有丝毫回应 难道说 名人是真的喜欢男生 左柱浑身不得静起来 他扭动了一下小蛮腰 语气古怪地说着 名人 我我喜欢女生 见他打索飞问 名人扎扎嘴 谁问你这个了 我是问你 想不想变强 左柱低着头 小声说道 我不是男童 名人 名人眉头一皱 语气加重了一分 我知道你不是男童 我是在问你 你想不想变强 左柱 我是不会出卖肉体的 名人 名人也有些恼怒了 我是问你 你究竟想不想能 但话说到一半 名人觉得不对劲 惊悚地看着左柱 你以为我要上了你 左柱没有回答 但他的沉默 就是最好的回答 名人默默松开 搂住左柱的胳膊 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着 左柱 我也不是男童 我也对你没兴趣 我是在问你 你想不想变强 得到名人的明确答复 左柱这一次 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他直截了当地说道 想 名人点点头 行 那我仔细给你说说 而后 名人将自己的计划 说了出来 左柱听罢 只觉得浑身燥热 他不确定地对名人问着 名人 这个计划可行吗 名人自信点头 可行 以你这颜值 指定能征服五大村的 寡妇大妈小姑娘 人妻和小三 以及圣女 还有情感破裂的女人 甚至是 左柱洋装犹豫起来 可是 我觉得这样不行啊 名人眉头一皱 你别管行不行 就算失败了 我也不会食言的 左柱 要不然你换个条件 名人 不行 你拍还是不拍 我可提醒你啊 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我拍 左柱清秀的面庞上 浮现出皂红 勉强硬了下来 左柱觉得有点亏 又补充道 不过我是有条件的 你需要拿出一些真本事来教我 上次名人教左柱的那个扎码布 左柱用了 感觉良好 效果也非常不错 但那只是单项训练 对战斗的提升虽然也不错 但还没有达到左柱的预期 名人对左柱保证道 放心吧左柱 我什么时候骗过人 左柱恩了一声 也没再说什么 他不知道 自己这个决定 将会改变他的一生 他的照片 将会传遍整个人间 左柱未来的称号 从宇智波一族遗孤 万花筒拥有者 忍戒大战英雄 变成了那个拍写真的难的 甚至 他的照片 还被宇智波又拿到 当又看到左柱在镜头前 穿着猫尔服饰 搔手弄姿 不知道会是什么心情 而且被迪达拉在小组织内传播 专门用以嘲笑宇智波又 房间内 传出名人的声音 那行 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去购买一些武器装备什么的 明天一早就开始拍摄 等拿到照片 由小英去售卖 而我 则是开始为你制定 变强的特训项目 那你现在就休息吧 明天状态要好一点 最好别有黑眼圈 那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呀 明人推门而出 离开了宇智波驻地 另一边 春夜英也在努力打探市场情报 景也加花店 景也没出任务的时候 都会在店中帮忙 没想到春夜英忽然造访 还说一大堆胡话 景也双手抱胸 高冷地看着春夜英 哼 小英 你放弃吧 佐助的照片 谁在乎那个 我实话告诉你 我是真心喜欢明人 你就不要妄想 把我踢出名人粉丝队伍 春夜英有些失望 好吧 他失望了一下 不过也是 景也和他都反水了 佐助粉丝组织 甚至成了名人粉丝组织的高层 明人打算离开的时候 景也却忽然说道 不过我可以帮忙 景也心中想着 这样既能接近名人 还能远离花店的琐事 多美啊 春夜英和景也找到了天天 天天正跟着小队执行任务 虽然比明人他们早毕业了一年 但今天天天的任务比较简单 只不过是抓猫逗狗而已 等听完春夜英和景也的话 天天微微摇头 不行哦 我可是明人粉丝团核心人员 连续两次的失败 让春夜英有些气馁 好在有景也的安慰 这俩人又继续了下去 俩人在村子里打听消息 耐心上来之后 果然客源就来了 毕竟佐助可是学校有名的校草 晚上 春夜英和景也聚在一起 这样的话 就有七个同学愿意买了 春夜英预测到 这些同学买完之后 就会在他们同学面前炫耀 然后变相地给我们拉去客源 景也点点头 没错 如果这照片在同学之间流转来开 到时候被家长发现 两人对视一眼 异口同声地说着 那就赚得更多了 毕竟 可可爱爱的小正太 可不是只有女生会喜欢 景也意识到 这是个商机 他忍不住对春夜英说着 如果我要入股 需要怎么向名人说 第四十三章 有必要这么多人吗 四日 与之波驻地 某房间内 佐助望着面前的众人 表情纠结 他尴尬地说道 拍个照片 有必要这么多人吗 名人举了举手上的相机 对佐助说道 柱子 你不懂 我是摄影师 小英是灯光师 景也是化妆师 这都是必备的 春夜英手中拿着一根 缠着电线的木棍 木棍前端绑着一灯泡 他对佐助说道 对呀柱子 你不要害羞 反正这里也没外人 是啊是啊 嘿嘿嘿 景也同样点头 但语气颇有些不对劲 佐助沉默了一下 最终认命了 几个人倒过了小半天 终于是拍摄完毕 佐助表情麻木地 走进卫生间 没多久 里头便传出流水声 春夜英和景也 获得了货源 他们开始负责售卖 不多时 佐助洗完澡换上衣服 表情冷清地走了出来 他迫不及待地 对名人说着 漩涡名人 开始吧 名人微微汗手 嗯 那你全力攻击我 我看看 你现在是什么程度 听见名人的话 佐助心中一阵激动 终于啊 费尽千辛万苦 甚至就连节操都没了 终于得到了名人的指点 不知道名人会教自己 一些什么东西 佐助满怀期待的同名人 走出房间 俩人出了与之波注地 来到某河流旁边 刚刚站定 佐助便迫不及待地 打开血轮眼 他对名人解释道 我的血轮眼 可以复制你的动作 可以复制你的树 还能增强动态势力 名人 你要小心了 说完 他毫不顾忌地 朝名人冲过来 而名人则是双目微臂 凭借着战斗经验 判断佐助的动作 佐助冲过来 对着名人 使劲浑身解数攻击 但他拳打脚踢好一会儿 都被名人使用单手 精准呜呜地防守了下来 名人估测了一下 佐助的程度 便开始主动出击 他握住佐助的胳膊 顺势一扭 便将它掀翻在地 然后轻轻一推 佐助就掉到河里 成了落汤鸡 水中 佐助震惊地 回想着名人的动作 不行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根本就像是 大人打小孩一样 佐助咬紧牙关 他往上游去 最终来到河边 我说了 佐助低着头 心情有些复杂 这已经不知道 是第几次输给名人了 而名人 则是将佐助 从地上拉起来 对他评价道 你的体数在同龄人当中 可以达到第一梯队 第一梯队 我怎么不知道 我这么厉害啊 佐助有些狐疑 不过 随后他又放心了 因为他知道 名人没有说谎 在名人开始发力之前 佐助一直都是学校的 实战演习第一名 单论体数方面 全班也只有 全种牙那个家伙 还算可以 可惜后来名人发力 佐助就再也没有拿到过 实战演习第一名 尽管他每次实战演习 都会挑战名人 名人接着说道 但是 你缺少的并非身体强度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佐助有些疑惑的问道 是什么意思 名人解释道 你常年锻炼 身体强度足够支撑战斗了 你缺少的是技巧 以及实战经验 那么 接下来 我就要为你制定训练计划了 听到这 佐助打起精神来 名人继续说着 周二和周四 你可以挑战我 然后从失败中获取经验 这个规定不变 每周一 我会教你一个新的技巧 直到你将它练熟 此外 等你的实力提升到某种程度 咱们就去尝试 接取一些任务 佐助知道 名人不想做忍者任务 所以他才这么摆烂的 但接下来 名人却说着 咱们接取任务 也让你渐渐些 佐助心跳猛的加速 但却并不畏惧 计划设定完毕 佐助对名人问着 名人 今天的技巧是什么 名人对佐助问道 柱子 你为什么会掉进水里 啊 佐助更猛了 人会掉进水里 不是很正常吗 佐助试探性地说着 因为我比较重 名人没有回答 而是抬脚朝水面走出 而后在佐助的面前 名人居然平安无事地 站在水面上 什么 佐助惊愕起来 名人 你是如何做到的 名人解释道 这就是我给你说的 第一个技巧了 那就是 将查克拉凝聚在脚底 从而让自身 吸附在任意物体上 踩水对你来说 或许有些困难 你可以先从爬树练习 不用我告诉你 如何爬树吧 佐助听后 觉得有些兴奋 不用 我知道 他说完 就来到某棵大树旁 抬起脚 放在树干上 然后凝聚查克拉 佐助心道 果然 有吸附的感觉 不愧是名人 居然知道这种技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能无视地形战斗了 佐助开始认真修行起来 名人点点头 转身离开 此时已经接近下午了 名人还有自己的安排呢 他先是去一勒拉面 填饱肚子 然后在家中休息了一会儿 随后 名人才开始出发 来到牧业大门口 虽然是和平时期 但作为五大村之一的牧业 想要出入 还是需要登记的 瞧见名人过来 守门的钢子铁 连忙跑过来 漩涡名人 钢子铁先是有些疑惑 然后对名人说着 你想出村 有火影大人的任务书吗 这种被人限制的感觉 让名人眉头微微一皱 名人耸耸肩 我又不是任助力了 要什么任务说 呃 钢子铁脑袋一空 随后觉得也是 九尾妖狐离开牧业村的事情 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现在大家看到 被称为妖狐的名人 都是一副震惊 不解的表情 要知道 之前他们将名人当作妖狐 但现在九尾跑了 名人却还在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名人不是妖狐 钢子铁犹豫了一下 然后对名人说着 那行吧 但你需要登记一下 这是正常流程 嗯 名人来到保安室外的小桌前 拿起笔 在纸上写下名字 出村时间 名人走出牧业大门后 直接远离了大路 专挑小路走 不多时 他就远离了牧业 来到一处偏僻的丛林当中 第44章 完全提九尾 封印 名人找了个空旷的位置 脑海中回想着自己的计划 此时的名人身体 已经彻底从失去尾兽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他来这里 是为了封印系统 背包里的另外一只九尾 这只九尾无比强大 是完整体 如果利用的好 对名人的实力 有很大的帮助 之前名人乐意放走自己体内的九尾 也是出于 他只是半只这个原因 现在 名人拥有牵手血脉 漩涡血脉 还觉醒了木盾 所以 名人能够使用木盾名神门了 本来 名神门就是名人 从模拟角色那里获得的 他本身没有属性 但具备极强的封印力 现在加上木盾的特性 封印力大幅度提升 而且 名人也找自己曾经 那半只测验过 他面对木盾名神门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并且还说 如果是完全踢的自己 想要从名神门中解脱出来 也需要极长的时间 所以 名人完全可以使用木盾名神门 去限制完全体九尾 然后使用八卦封印 将它封印起来 脑海中过了一遍自己的计划 名人便开始行动 他先是脱掉外套和上衣 露出健康的肌肤 和微微隆起的肌肉 然后抬手结印 木盾名神门 嗖嗖嗖 苍穹之上 形成树洞鸟居类型建筑 正朝大地砸下来 名人趁着这个空档 连忙打开系统背包 直接将九尾放了出来 好 九尾庞大的躯体出现 四周掀起一阵滔天灰尘和气浪 名人的衣服也被吹飞 几乎是一瞬间 名人就察觉到 那股几乎宁为实质的狂暴查克拉 果然 整只九尾的实力 就是比半只强 而且强得多 但是 这九尾刚刚出现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迎头落下来 好多名神门 咚咚咚 嗖嗚 九尾乌叶一声 整个身躯被砸下去 恐怖的封印之力 在他周身出现 那仿佛妖乌一般的查克拉 也收回体内 他察觉到 自身脱离了血轮眼控制 但紧接着 又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自己束缚 是谁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只九尾感知到目盾 直接就给下尾了 下一秒 一道冷静的声音 传入九尾耳中 名人抬手遮挡住眼睛 以免余波影响视线 他另一只手单手结印 金刚封锁 咔咔咔咔咔 树根由强度极高的查克拉 凝聚而成的金刚锁链 瞬间将九尾的身体 捆了个结石 这一下 九尾不单查克拉被封印 身体还被明神门 金刚封锁限制 这个时候 这九尾才瞧见面前 一个金发小鬼 金发小鬼 这只九尾表情上 露出人性化的猛逼 他刚刚不是在 和金发大鬼战斗吗 怎么忽然场景变换 黑夜变白昼 金发大鬼 还变成了金发小鬼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九尾有力无弃地问着 没有理会他 而是朝前走两步 抬手摁在他那笔 名人本人还大的鼻子上 八卦封印集 被模拟角色改良过后的 八卦封印 其封印力强度提升数倍 寓意为 极限的八卦封印 无比恐怖的封印之力 通过名人的查克拉 被转化出来 然后涌入九尾体内 吱吱 名人腹部冒出大量白烟 八卦封印集 的纹路出现 九尾的躯体开始缩小 朝名人体内涌去 不要 我不要再被封印了 九尾惊恐地挣扎起来 但却无济于事 身体和查克拉都被控制 你还能怎么挣扎啊 不多时 九尾巨大的躯体 便消失不见 他以查克拉的形式 被名人封印在腹部 而腹部 再次出现一个封印空间 等九尾 被关在那熟悉的铁门之后 他更加暴怒了 好 食物的人类 食物的人类 这只完整版九尾 不断用躯体撞击着铁门 但是八卦封印集的效果 比单纯的八卦封印 强了许多 他的反抗 始终都是徒劳 封印完九尾 名人找到衣服和外套穿上 直接朝木叶赶去 这忍界可不安全 除了五大国的忍村之内 忍界其余地方都算是高危 哪怕是位于忍者五大村中央 都不一定绝对安全 这也是名人虽然不喜欢木叶 但也没有直接叛逃的原因 外面 太特么乱了 名人正这么想着 忽然就开始递洞山摇起来 啥情况啊 名人一脸猛逼地看向身后 我只说乱 没说这么乱啊 这特么玩地震呢 呼 哄 一只巨大的狐狸 从山头的另一边窜了出来 落地后 立马加速朝名人飞奔 他正是被名人放走的九尾妖狐 九喇嘛 九喇嘛发现名人在 立马惊喜起来 名人 快救救我 啊 名人有些猛逼 什么情况 紧接着 山的另外一头 缓缓出现 一尊红色神香巨人 争鸣的面部 和恐怖的四肢 手中拎着一根 随意改变形态的巨简 这红色巨人从山头出现 居高临下的 望着九尾和名人 卧槽 我特么怎么救你 名人吐槽一句 随后想到自己的身份 立马原地起跳 落到九喇嘛头上 你烧我一程 咱们一块跑 九喇嘛对名人喊道 快 用你的木顿名神门去砸他 名人顶着呼啸的寒风 回头瞧见 那屹立在山顶 挥舞着十拳剑的那尊红色巨人 那不是与之波幼吗 卧槽 你怎么招惹他了 名人疑问起来 九喇嘛侧身一躲 居敢勉强躲开 但一根尾巴 却被十拳剑吸走了 啊 九喇嘛哀嚎一声 然后恨恨地说着 老夫正在睡觉 这个狗东西 过来搞偷袭 封了老夫的三条尾巴 要不然老夫干死他 名人 别说那么多了 快用你的名神门试试 名人眼皮一跳 连忙双手结印 木盾 名神门 嗖嗖嗖 天空中落下树道名神门 与之波幼 似乎有所察觉 挥舞着十拳剑砍了过去 这名神门 总归不是铸尖的 在十拳剑之下 名神门背的轨迹 背展偏离 名神门落在山峰四周 掀起一阵阵 夹杂着各种杂物的飓风 名人看到这一幕 头皮发麻 九喇嘛 快快快快快 特么的地 跑跑 九喇嘛激动起来 老夫这还不快吗 尾兽抢查克拉 老夫都没用这么大力过 名人 第四十五章 九喇嘛 吵 名人 你打不过他 九喇嘛 颇有些意外地问着 名人面上 露出古怪的表情反问着 你以为我有多强啊 几个封印术 和一些查克拉 以及一个还在开发 初期阶段的垃圾木盾 九喇嘛 听名人这么一说 好像是啊 这让九喇嘛的挫败感 更强了 本来他在睡觉 忽然有个疯子 就来攻击他 这玩意儿 有一把能够变换形态的剑 一下就将九喇嘛的 三条尾巴封印起来 九喇嘛苏醒后 来不及反应 就被另外一条鲨鱼袭击了 现在跑了这么远 鲨鱼跑得慢跟不上 但这红色巨人 一直追杀自己 要不是自己被偷袭 失去了力量 九喇嘛早就 打不过红色巨人 也就算了 九喇嘛 居然连名人的封印术 都应对不了 这让他感觉自己 是个废物 这绝对是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名人骑着九喇嘛在前面跑 宇智波又开着 虚左能呼 在后面追 宇智波又 也是木叶村的人 他察觉到 这个位置 距离木叶村 已经不远了 于是 宇智波又便控制着 虚左能呼 将另外一件灵器 召唤了出来 三个红色勾玉 缠绕在一起 有一条类似于 傀儡式的查克拉线 但是却是红色的线 牵引着 虚左能呼巨大 是手掌张开 勾玉在掌心上空旋转 而后被抛向九喇嘛 名人见识不妙 立马翻身下壶 九喇嘛感知到 背后传来一股恐怖的威能 顿时暴怒起来 这玩意儿 简直欺负人 老夫害怕你的封印术 老夫还害怕和你正面刚吗 九喇嘛一边跑 一边张嘴凝聚伪兽玉 但由于他的查克拉实在不多 这伪兽玉 看起来像是缩小版的 伪兽玉呼啸着 朝勾玉飞去 可谁知道 这勾玉 是被羽之波又控制的 勾玉躲开伪兽玉 静直飞向九喇嘛 伪兽玉 命中虚左能呼的八指镜 勾玉命中九喇嘛后背 哄 伪兽玉炸开 虽然八指镜能够改变自身属性 防御力也无比的惊人 但伪兽玉的攻击太过于全面 直接覆盖了整个虚左能呼 虚左能呼实体化的查克拉 被轰得支离破碎 九喇嘛巨大的身躯 被勾玉顶着飞向高空 而后勾玉猛地裂开 天空中骤然形成一块遮天蔽日的耀眼火斑 名人躲在旁边 虽然被余波拨挤 但却没有大碍 等余波结束 虚左能呼消失不见 九喇嘛状态降低的冰点 从天空中落下来 宇智波又 亮亮呛呛的 朝九喇嘛落地的地方走去 他眼神中透露着无尽的冰冷 令人不寒而栗 途径到名人的位置 宇智波又看向名人 仿佛是认出名人来 宇智波又开口说着 漩涡名人 木叶村不能没有酒尾 跟我来 名人一听 便察觉到 这个家伙要做什么了 但目前名人没有多说 两人来到九喇嘛坠落的地方 此时的九喇嘛 已经奄奄一息 但他口中却不依不饶地说着 可恶的宇智波一族 可恶的万花筒 要不是老夫只有一半的力量 要不是老夫被你偷袭 老夫怎么可能怕你 宇智波又 没有理会九喇嘛 而是打开虚左能呼 反手掏出十拳剑 就要朝九喇嘛捅过去 名人见状即刻制止 宇智波又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又听见名人的话 须左能呼消失不见 他支撑不住 双膝跪倒在地上 九喇嘛嘲讽道 就你这个病秧子 老夫如果是全盛时期 一巴掌就能拍死你 名人嘴角一抽 九喇嘛 你少说两句吧 你都成这样了 就别口嗨了 实际上 九喇嘛也是非常害怕的 被封印在人助力的体内 百八十年后 他还能获得自由 如果忍者秩序崩塌 他就不会有下一任人助力了 但被封印在十玄剑里 他就只能等着 被人释放出来才行 那可等去吧 估计几百年 上千年都不会有人来释放他 到时候 他就彻底被憋疯了 宇智波又对名人问着 这是什么情况 名人将事情大概说了出来 原来九喇嘛和名人达成和解 然后 名人将九喇嘛释放出来 然后九喇嘛为了感谢名人 决定一直在火制国境内 这样 九喇嘛就能维持这五大国的平衡 而宇智波又对这些事情并不知道 他见到活生生的九尾 还以为木叶出现变故了呢 宇智波又知道 一个大型忍村不能没有人助力 所以他就决定将九喇嘛封印在十玄剑内 然后去木叶寻找合适的人助力人选 至于鬼交那边 已经被宇智波又用幻术控制了 可谁知道 却发生了这种事情 宇智波又沉默许久 他坐在地上休息 看起来开须左能乎 对于他来说是巨大的负担 九喇嘛这边也一样 作为一只狐狸 却盘膝坐在地上 双手摆平 做出凝聚查克拉的姿势 九喇嘛的恢复能力很强 这么一会儿功夫 就即将恢复过来 宇智波又健壮 便从十玄剑当中 释放出九喇嘛的查克拉 九喇嘛也不客气 直接收入囊中 自此 他的腰板才挺直了起来 过了许久 宇智波又开口道 九尾最好不要离开木叶 因为小组织的目标 就是抓捕尾兽 小组织 九喇嘛被封印很久 他压根就没听过什么小组织 但能让宇智波又忌惮的组织 明显有非常强大的忍者在 九喇嘛瞬间就怂了 他虽然是战场和武器 但面对人类的制强者 始终都只是工具糊罢了 宇智波又说完 评断了一下九喇嘛 和名人之间的事情 他发现 名人居然能够获得尾兽的信任 这让宇智波又觉得不可思议 既然如此 宇智波又也就没什么担心的了 他转身亮亮呛呛地离开 等宇智波又走后 名人觉得有些离谱 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 宇智波又并没有这么强大 虽说万花筒克制尾兽 加上宇智波又有偷袭的成分 以及有一条鲨鱼的帮忙 其次 九喇嘛 还只是半只 但宇智波又居然能追着九喇嘛锤 这也太玄幻了 丝毫不亚于春夜音说 我终于追上他们了的玄幻程度 但随后名人也就不再多想了 又是个病秧子没错 但原著中最强的表现 是几年后和左著的对决 这早了几年的时间 鬼知道又的身体状态 有没有病到当时的程度 其次 又也算半个自己人 所以暂时不用管 九喇嘛忽然对名人说道 玄幻名人 要不然 你还是将老夫封印吧 如果没有被封印的话 自己的气息太过于惹眼了 如果小组织的人找上门来 九喇嘛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毕竟一个宇智波又他就无法应对 虽然是宇智波又偷袭的原因 但是对于九喇嘛的请求 明人却是没有答应 他掀开衣服 露出腹部上那完整的封印竖印 九喇嘛瞧见的那竖印的瞬间 就蒙圈了 一股无法形容的心情 在他心中升起 这就好像 是前任找了个 比自己更好的对象 我好不容易认真一次 你却让我竖得这么彻底 吵 第四十六章 合成二星九尾 明人瞧见九喇嘛的表情 越来越不对劲 这让他有种和小迷妹玩耍 然后被除天发现的紧迫感 九喇嘛 你听我解释 明人下意识地说了出口 九喇嘛则是傲娇的双手抱胸 脑袋一扭 谁也不爱 不对啊 明人露出疑惑的表情 我干嘛要给你解释 九喇嘛 莫名其妙的 九喇嘛感觉一慌 他对明人问着 要不你还是解释一下 哦 明人淡定地说着 大概事情就是 我找了另外一只狐狸 一只比较完整的狐狸 你懂我的意思吗 九喇嘛颓然地坐在地上 不 雪花飘飘 北风笑笑 天地一片苍茫 没有人 能够理解此时九喇嘛的心情 或许只有那些同为伟兽的家伙 才能理解吧 此时的九喇嘛 心情复杂 他很珍惜 和名人之间的关系 毕竟 要不然 咱们对比一下 人类对九喇嘛说的话 牵手助肩 九尾 你的力量过于强大 很抱歉 我不能放任你逍遥自在 与之波般 九尾 你现在的模样 只是暂时的 只是被分散的一部分力量而已 只是缺少智慧的不稳定力量罢了 能引导你的人只有与之波 你们伟兽 不过是同力者仆从 服从我 漩涡水护 只要你使用力量 便会招来增物 在我体内安静地待着 漩涡九星奈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你和我都不是走运的人 你能抑制世界 而我能抑制你 漩涡名人 九喇嘛 你好不容易获得自由 难道甘愿留在牧业吗 如果说 尾兽必须要有一个人助力的话 那么九喇嘛敢相信 整个人界 或许再也找不出一个 比名人更好的人助力了 但现在 名人体内有了另外一只狐狸 而且这只狐狸 还比自己强 回不当初 可恶 为什么老夫当初 要离开呢 寻我名人 他甚至愿意为他打开 通往外界的通道 让他不至于那么寂寞 同时 试问 哪一个人助力 会这么相信 那只害他 被万人唾弃的尾兽呢 但现在 名人已经不属于他了 因为名人已经有了 另外一只更加强大的尾兽 九喇嘛 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现在的他 只觉得憋屈 不对 忽然 九喇嘛脑壳一阵通透 他好像察觉到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 同一时间内 尾兽只有一个人助力 但一个人助力 并没有谁规定 只能拥有一只尾兽啊 想到这 九喇嘛瞬间来了精神 他只起身子 对名人问道 漩涡名人 你听说过一个人 拥有多只尾兽的事情吗 啊 这名人听吧 有些犹豫 两只九喇嘛 他能驾驭的了吗 更何况 自己体内的 那只完整版的九喇嘛 还是处于暴怒状态 想要获得他的信任 还需要时间 两只九喇嘛 名人能压制的了 此时的名人 虽然拥有牵手 漩涡血脉 查克拉也多得不行 但他并不认为 自己能够在 没有成长起来之前 就压制两只尾兽 这不科学 九喇嘛见名人犹豫 立马露出一副阴险的表情 名人 虽然不知道 你体内那只狐狸从哪来的 但是老夫敢肯定 他现在一定想杀死你 因为当初的你 也是这样的 名人白了一眼九喇嘛 九喇嘛狐狸嘴角微微一抽 直接掠过这个问题 我就明说了吧 我可以帮你压制他 哦 名人颇有些意外的 看着九喇嘛 你想当汉奸 九喇嘛眉头一皱 汉奸 呸呸呸名人连忙说着 说错了 是尾兽中出的叛徒 九喇嘛深深叹口气 有时候你的真诚 也会让老夫毛骨悚然 总之 现在的名人 不单获得了 从模拟角色那里 得到的完整版九尾 被自己放生的半拉九尾 也回归了 此时 名人体内有两只九尾了 封印空间内 铁门内 一只完整狐狸 内门外 半拉狐狸 一个人类 大家大眼瞪小眼 过了几秒钟 完整版本的狐狸咆哮一声 喉 谁能告诉老夫 这是怎么回事啊 接下来这部分 完整版称为九尾 半拉狐狸称为九喇嘛 这样不容易记魂 名人上前一步 开口道 我来说明一下 但不等名人说完 九尾便打断 可恶的人类 名人 不是 我正给你解释啊 九尾 可恶的臭虫 名人 九尾 老夫要杀光你们 名人 九喇嘛抬手扶鹅 悬涡名人 你从什么地方找来的这只奇葩啊 九尾两眼一瞪 你说什么 你只剩下半条命的垃圾货色 也敢来挑衅老夫 放老夫出去 老夫要生吞了你 吞了我 九喇嘛用长着锋利指甲的手指 摩擦着下巴 看向九尾的眼神 逐渐贪婪起来 九尾下意识一慌 连忙问道 你要做什么 九喇嘛没有回答他 而是对名人说着 名人 他不老实 要不然咱们把它吃掉吧 啊 这也能吃吗 名人有些意外 九喇嘛点点头 不错 准确的来说 我们尾兽 都是用茶克拉构成的 这只狐狸不老实 那么咱们 就吸收掉他的茶克拉 这样就能强大自身了 名人听罢 眼前一亮 卧槽 九尾合成 两只九尾合成一只二星九尾 你们要做什么 九尾被名人和九喇嘛的化金的头皮发麻 老夫警告你们 老夫可不是好惹的 名人也没有理会九尾 而是对九喇嘛问道 我也能吸收他的茶克拉吗 九喇嘛摇摇头 不行 但老夫可以 名人 你想一下 如果老夫吸收了他的茶克拉 老夫是不是就变强了 名人点点头 嗯 九喇嘛 老夫变强了 等你战斗的时候 老夫也就能用更强的茶克拉支援你 这岂不是就变相的 等于你也变强了 啪 名人一拍 脑壳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对啊 这样的话 如果模拟之后 再次获得九尾奖励 那不就能和九喇嘛进行合成 养成星级 呸 应该是养成更强的九尾 第47章 进度缓慢 那你要如何吸收他的茶克拉呢 名人对九喇嘛问着 九喇嘛则是自信地说着 名人 你只需要帮我限制住他 接下来全部交给老夫就行了 嗯 名人点点头 看向铁龙内九尾的眼神 瞬间犀利起来 九尾感到一丝不安 他奸笑起来 废物 居然和人类达成共识 你究竟是谁 这里是什么地方 老夫为什么会这么出现在这里 舍物的垃圾九尾 名人见九尾这个样子 也没了耐心 等他安静下来 当初九尾非常暴躁 被四代封印之后 在名人体内 不知道狂了多少年 才安静下来 如果名人 想要和感化九喇嘛一样 去感化这只九尾 那岂不是要等到十几年后 到时候 黄花菜都凉了 其次 如今 名人也没有接受到系统的任务 那就更没有理由去感化他了 至于九喇嘛 他好像对九尾 没有什么同情心 甚至比起人类 九喇嘛貌似 对这只九尾的恶意更大 试想一下 忽然出现一个 和你一模一样的人 他各方面都比你优秀 取得了 你身边人的认可 反观你 却像是个小丑一样 在一旁观看 这如何受得了 老子自己的人生 不需要别人插手 我就算是再几把菜 那也是我的事情 不需要别人来指指点点 想到这 名人也就知道 为什么九喇嘛 对九尾这么大恶意了 金刚封锁改 目盾名神门 嗖嗖嗖 哗啦啦 两道顶级的封印术 被名人随手抛出 这九尾被名人关押在体内 被名人沉重的查克拉压制 所以九尾的行动不变 查克拉也不是很灵活 此时面对双重封印术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不多时 九尾便被名人五花大绑起来 九喇嘛趁机将查克拉 涌入铁门之内 然后以一种非常奇特的办法 开始吸收九尾身上的查克拉 九喇嘛 想要完全吸收九尾的查克拉 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当名人回到牧业的时候 一切仿佛和出去的时候差不多 但名人的出村 还是引起了原非日展的注意 于是 名人就来到火影办公室 原非日展手中拿着烟杆 语重心长地对名人说着 小名人啊 虽然你现在已经不是任助力了 但是外界都知道 你任助力的身份 你这样贸然出村 是有可能引来不轨之途觊觎的 名人沉默了一下 忽然问着 所以 你当初是怎么隐瞒我身份的 啊 原非日展脑子一空 老脸僵住了 名人摆摆手 行了行了 反正现在我也不在乎这个问题 以后我 尽量不乱跑了 这一句话说的 名人自己都不相信 原非日展有些无奈 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种孩子大了 逐渐管不住的感觉 就和当初的阿司马一样 不同的是 名人比前者聪明得多 暂且不提这个事情 原非日展又对名人说起另外一个事情 小名人 你知道人者小队都需要执行任务的吧 这个我知道 名人点点头 但是我认为抓猫逗狗 对我的帮助 可以忽略不尽 见名人居然嫌弃低级任务 原非日展颇感头疼 他又问着 名人 你的实力很强 但你的队友呢 他们也是需要成长的 我已经安排了 名人如是说着 佐助有自己的训练计划 小英有另外的发展方向 这就不劳您操心了 名人表面上 客客气气 和和善善的 但内心却不断吐槽 这老头有完美娃 咋会这么多事呢 原非日展揉了揉眉心 好吧 既然小名人自己有安排 那我也不就多问了 既然如此 我就先回去了 名人汉手鞠躬 转身离开 原非日展望着名人的背影 忽然感到一丝悲凉 英雄的孩子 经历了悲惨的童年 变成了与英雄不同的人 这都是 由于自己的疏忽 以及团藏的一些问题 导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此时的名人 没有被火之意志影响 虽然名人和波峰水门一样 都拥有无法想象的天赋 但名人却成了一个 和波峰水门不同的人 原非日展知道 名人留在木页 也只是看在一些人的份上 名人回到家后 便开始休息 今天的经历还算丰富 先是帮佐助拍了照片 然后 给佐助制定训练计划 然后出去封印完整体酒尾 再遇到九喇妈 和宇智波佑 又是和九喇妈达成共识 打算吸收酒尾的查克拉 还被原非日展拉去谈话 此时的名人感到有些疲惫 他洗过澡后 便睡了过去 时间过了一个星期 佐助练习爬树 踩水之后 又找到名人鄙视过一次 但很可惜 他依旧无法战胜名人 名人为佐助 找来木页深树的卷轴 让他练习 虽然原非日展告诉过名人 每个小队 都有完成任务的目标 但对此名人 却是直接无视 从小队建立开始 名人小队 就没有执行过一次任务 这一个星期内 名人和春野英的生意 也有了起色 由于是寒假期间 那些购买到佐助照片的人 一开始并不多 但却一传十 十传百 到了最后 两人甚至只需要等在 宇智波驻地门口 就会有生意上门 这天 宇智波驻地大门口 一张桌子 两把椅子 这就是名人和春野英的办公场地 前面 排着三五名各个年龄段的女生 不多时 将今天拍摄的照片卖完 名人打开系统任务 查看了一下进度 十二点六四万一千万 名人 这个进度也太慢了 一个星期赚了十几万银两 折合名人前世购买力 约等于六千块钱 两个人 约等于每人每天四百块钱左右 这绝对不低 并且非常的高 但任务进度太慢了 照这个进度下去 名人需要卖到第四次 人界大战结束 才能将任务完成 这就太离谱了 春野英将银两整理了出来 美滋滋地对名人说着 名人 今天赚了好多啊 居然有接近四万银两啊 并且直到现在 还陆续有人过来 却失望而归 名人见春野英这么满足 却是微微摇头 小英 咱们要提升速度了 不如把照片多次复印吧 这样能够节省出大量的时间来 只不过质量会降低一些 好 春野英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先不说这是名人的决定 这么几天下来 春野英也感到功不应求 就照这个局势来看 想要满足整个牧业的需求 那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 一旦能将这件事做成 那就是一辈子经济自由了 这虽然不是个看钱说话的事件 但钱这种东西 也没人嫌少 第四十八章 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烦恼 之前 都是一个动作 只有一张照片 这样别人购买的话 就等于是独一无二的佐助照片 但现在 想要重复复印一张照片 质量肯定会下降 毕竟对于客户来说 他获得的照片 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了 对此 如果想提升照片的质量 就必须给佐助设计 更加妖娆的姿势才行 关于这一点 春夜英号称 木叶第一设计师 是个高手高手高高手 而且 武器装备也要更新了 名人和春夜英 用变身术 变成大人的样子 然后戴上面具 这样 他们才能进入那个 原本不能进入的商店 然后 在老板目瞪口呆的眼神当中 两人一次性购买了大量的服装 猫猫 狗狗 服务员 火影袍 正态 帅哥 次日清晨 佐助看着满屋子的服装 眼角轻微的颤抖 名人拍了拍佐助的肩膀 对他说道 柱子 这是最后一次了 只要今天拍摄完毕 你就毕业了 春夜英也附和起来 对呀 佐助 这次咱们拍几十个不一样的题材 然后我们拿去复印 你就一劳永逸了 他一狠心 咬牙切齿地说着 我拍 春夜英欣欣慰点头 这就对了 还有 今天的姿势比较有难度 你需要装成小猫咪或者其他的 不行 柱子 虽然咱们的客户群体是女性 你动作太僵硬了 要看起来柔软 妩媚一点 佐助 此时的佐助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心情 不过已经好多次了 已经不缺这一次了 就这样 佐助硬着头皮配合起来 三个人一直忙活到下午 才算完全结束 而关于照片复印这件事 肯定是不能交给别人去做的 所以 还需要购买一些设备才行 以后产量有多少 全看复印多少 说起来 名人感觉这个世界很是奇怪 有电器 有相机 电脑之类的 但却没有民用手机 这可能是和世界局势有关 大多数东西 都被用以军事了 总之 拍摄结束之后 三人为了庆祝下了一回馆子 但佐助是不是庆祝 这点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总之 名人看他 还是挺开心的 或许是知道他以后都不用拍摄了吧 次日 名人和春夜音 就去打听了一下讯息 设备的价格虽然有点贵 但一咬牙一跺脚 还是能买的 而有了设备 就得有办公的地方吧 于是 两人又租用了一个房间 总之 一切处理完毕 可以开始生产照片了 三天后 照片销量爆棚 那可爱的画风 和专业的拍摄手法 以及恰到好处的光线 都疯狂吸引着佐助的颜值粉 七天后 木页之内 忽然流传出巨量佐助的照片 这个区间不再局限于佐助的粉丝 而是拓展了其他客户 名人和春夜音 从早忙到晚 过得那是非常充实 他们的照片 根本不需要自己 拿去售卖 只需要坐在设备旁边复印 然后从窗口处放在摊位上 没多久就能自动变成银两 简直就是复印前的机器 半个月后 名人和春夜音 招收了五名员工 坐等收钱就行了 几乎整个木页的女性 都购买过佐助的照片 甚至有人传言 在转请小川的房间里 发现了佐助的照片 为此 原非日展不得不出 颁发相关规定 已让这种局势停滞下来 毕竟我们这是正经村子 大家都去西佐助 算是怎么回事啊 但这个势头压根就止不住 在短短几天内 就被二道贩子 搞到火之国各处 景眼 哎 没搭上便车 是我一生最大的不幸 全种牙 我再也不会用之前的眼光 看佐助了 智乃 没想到他居然有这样的一面 真的是令人惊讶 卡卡西 这种又也会看到的吧 一个月后 盗版横行 而这个世界娱乐行业 并不是非常发达 所以人们又没有 盗版正版的意识存在 明英有限公司倒闭 但照片却随着各种盗版 更加广为人知了 这些照片将会流传在 人界各地 公司倒闭后 明人和春野英 给予了员工不错的散伙费 至于散伙贩 则是没有的 毕竟感情什么的 都是虚的 人家是来赚钱的 多给点银两笔 一顿虚伪的散伙贩实在的多 作为正版 销量是最高的 高达十万多份 这绝对不是个人购买的 毕竟 木业也没多少人 真正的大头 都是那些二道贩子 他们大批量的购买 然后好送到火之国 其他比较繁华的地方售卖 毕竟这种东西算是娱乐 也只有繁华的地方的人 才有闲心买这个 单份定价 初期是666银两 核算下来 购买力才30块钱 中期被炒 提高到6888银两 后期盗版横行 正版降低到1888银两 总之 除开所有费用 利润也有几个亿银两 名人和春野英都有处理 名人提出的售卖照片 算是最初的开创者 春野英的造型师 佐助那些动作 全部都来源于 他那个神奇的脑袋瓜子 这闺女不知道 脑子里装的一些什么东西 居然能够做到一种服饰 多种感觉的创新 属实是离谱 最后俩人平分利润 而名人的任务 也超额完成了 丁系统任务完成 模拟机会加1 宿主 漩涡名人 特性 漩涡血脉 牵手血脉 阿修罗转世 九尾人助力 术 色诱术 变身术 金刚封锁改 八卦封印集 名神门 战斗力 14888加149600 背包 2.1亿银两 模拟次数 2 任务 暂无 现在的名人 系统背包里 揣着六个阿斯玛的资金 换算下来 约等于钱是一千万的购买力 名人真可怜 年纪轻轻 就成了千万富翁 失去了人生中大多数的烦恼 另一边 春夜英找来小推车 将银两装进去 然后用不盖着 就这么推回了家 因为名人说过 要保密的原因 所以 春夜英就连自己的父母 都没有告诉过 父母都不知道 最近市面上疯传的那个 拍写真的忍者的照片 是春夜英和另外一个人 搞出来的 春夜英的父亲 见到他回来 还推着车 便微微摇头 小英啊 虽然不知道你每天 都在跟着那个人 做些什么 但你 哗啦啦 春夜父 啊 小英 你们不能去抢劫去了吧 第四十九章 袭击团葬 老爸 你说什么呢 春夜英挺起腰板 赚到了钱 说话都硬气了 我怎么可能会去抢劫 这可把他父亲吓坏了 不是抢劫 你总不能去 春夜英 接着 春夜英解释了一番 他这才知道 自家女儿 是跟着名人拍照片去了 而且只忙了一个多月 就带回来 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银两 世面上那个长相 清纯可爱的正态照片 正是出自春夜英之手 而春夜英解释完 他爹也就不在意了 心中只剩下骄傲 这不服不行啊 现在的年轻人 这么离谱吗 他累死累死一辈子了 才勉强养出来这么一家 结果女儿一声一吭 一个月就财富自由了 这不服行吗 然而 春夜英的老妈听后 却是眉头一皱 他眼神古怪地盯着春夜英 只觉得自己对春夜英的了解 还是太少了 因为 他也是佐助照片的收藏者之一 而佐助的照片动作设计 如果不是色到极致的人 根本不可能设计出来 于是 春夜英的老妈 颇有种第一天 认识春夜英的感觉 分完钱 明英公司就算解散了 明人对后续的收益 不感兴趣 因为钱这种东西 够用就行了 但他获得这么多钱 肯定有人已经知道的 于是 明人就被原飞日展 叫到火影办公室了 原飞日展和往常一样 手里拿着烟杆 吞云吐雾 他语重心长地对明人说道 明人啊 你还小 手里 拿那么多钱 是有可能会乱花的 明人听罢 露出饶有兴致的笑容 一有所指地说着 你是说 我应该把钱存在某处 嗨嗨 原飞日展对明人说道 村子最近的资金有些紧张 明人痛心疾首起来 是吗 这还是真的是一个 令人伤心的事实啊 但 说完之后 就没然后了 原飞日展等了半天 也没见明人主动提出来 他老脸一红 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 明人眼中闪出一丝狡猾 忽然说着 既然村子里的资金紧张 那我也不能坐视不理 原飞日展 心中一喜 可谁知道 明人转口说着 关于我父母留下的遗产 我可以延期三个月再来拿 这是我能为木叶做出的贡献了 火之一之万岁 原飞日展 明人非常有礼貌地 对原飞日展巨公告辞 那么 就这么说定了 火影大人 我三个月之后 白取 希望到时候 村子的资金不再这么紧张了 说完 明人转身离开 丝毫不给原飞日展 叫住的机会 开玩笑 我的钱 就是我的钱 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意思 给村子用 我虽然花不完 但我为什么要无偿捐献脸 而且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赚来的 真当我这钱是大风刮来的 没跟你要我父母的遗产 已经算是不想和你撕破脸了 明人离开火影办公室没多久 团藏就造访了原飞日展 他刚进门 就对原飞日展嚷嚷道 原飞 漩涡明人 偷偷将酒尾封印回了自己体内 他还隐瞒此事 他居心不良 原飞日展表情一正 团藏 不要乱来 至少现在明人 还没有表现出村子的厌恶 原飞 老夫早就说过了 任助力这种东西 就该掌控起来才保险 团藏大声批评道 当初要不是你 现在任助力 怎么可能脱离控制 原飞日展没有说话 团藏说的对 但是如果再给原飞日展一次选择的机会 原飞日展依旧会选择 阻止团藏插手明人的事 因为这是原飞日展 内心对波峰水门的承诺 也是他坚守的底线 两位老人对峙 却被人打断了 原来是明人却而复返 原飞日展表情微变 对明人问道 小明人 你怎么回来了 这个马明人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我是听说有人要害我 所以才过来看看的 说话间明人清澈的目光看向团藏 团藏则莫名感到一阵心寒 明明明人没有展露恶意 却让他几倍发凉 明人浅笑着 瞳孔中倒映出团藏的样子 这个老杂毛 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如果你是一名忍者 你遇到了一件坏事 但你却找不到 这件坏事是谁做的 那么不要犹豫 就是他 初代郭颖 至村团藏 团藏唯一裸露出来的眼中 闪出一丝阴霾 他对原飞日展说着 看吧 现在人助力已经超出了你的控制 原飞日展 你是错的 接下来就交给老夫吧 团藏 不要冲动 原飞日展大声制止 但是团藏明显可以无视原飞日展 作为活影的威严 只见团藏对名人说道 漩涡名人 现在老夫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交出两亿银两 第二 交出九尾 名人望着团藏 微笑的表情 用抱歉的语气说道 不好意思 团藏大人 我选三 So Po 哎呀 团藏只觉得眼前一花 被包裹住的那只眼睛 便传来剧痛 原飞日展 瞳孔剧烈猛缩 被吓得心脏 差点骤停 名人出手袭击了团藏 而且 他的速度好快 就算是原飞日展 都无法反应过来 难道是飞雷神吗 不 不对 不是飞雷神 仅仅只是最最普通的木叶 顺身术罢了 但他的顺身术 却出神入化 加上恐怖查克拉的加持 这就导致名人施展 顺身术移动的时候 甚至能够掀起音爆 太快了 团藏丹西跪在地上 一只手捂着冒血的空旷眼睛 面目猙獰的盯着名人 你居然敢袭击老夫 原飞日展 你看到了吧 人助力已经无法被控制了 你难道还要犹豫吗 这个时候 团藏暗中给随身的根部 打影会的手势 让他们别出来 名人没有理会团藏 而是吐槽起来 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村子 日子能过不就行了 为什么偏偏要撕破脸皮呢 他能忍受原飞日展 是因为原飞日展 只采取过柔性手段 对自己没有实质性的威胁 面对原飞日展 名人可以当个不出力的好好孩子 而团藏不同 他是个鹰派 还对名人出过手 模拟中也就算了 毕竟模拟角色和名人无关 现实中还被名人当场抓住 肯定不能放过 第五十章 团藏哭了 名人低头看向手中的万花筒 血轮眼 这是止水的眼睛 名人出手偷袭 首要目标就是 拿到止水的眼睛 他出手了 也成功了 团藏根本就想不到 名人一个小鬼 居然会偷袭他 而且 名人还知道偷袭他的眼睛 名人四下看了看 顿时无奈道 这里又没有营养液 瓶子之类的 眼睛就要废啊 放在自己身上 自己的原装眼睛就要废 暂时放在别人身上 又怕别人对自己施展别天神 烫手山芋啊 这是 名人稍微犹豫了一下 手中力道加重 团藏伸手响蓝 小鬼 你知道 你在毁掉什么东西吗 我想想 名人皱着眉头 敷衍着团藏 手上动作却丝毫不慢 那万花筒血轮眼 能够施展最强 幻束别天神的眼睛 此时已经碎裂开来 貌似是很重要的东西吧 从他的话中听起来 他也有点不确定 但名人的表情 却没有一丝疑惑 团藏瞧见止水的万花筒碎裂 整个人变得更为阴冷起来 仿佛止水的眼睛 本来就是他的一样 团藏见袁飞日展在一旁犹豫 迟迟没有动手 心中更是震怒 他暗中打了个手势 想让自己的部下来帮忙 可不管团藏怎么做 往常那些听话中心的部下 都没有出现 这让团藏眉头紧锁 心道不描 忽然 名人对团藏善意地提醒到 小心身后 团藏微微一惊 后头看去 只见名人的影分身手中握着忍刀 朝自己刺来 团藏下意识要躲 可他反应过来 是名人提醒他的 也就是说 团藏拿出苦无 抬手刺向天花板 但已经晚了 上方的影分身熟练地绕过团藏的攻击 破 苦无划过团藏胳膊 将他缠满绷带的胳膊 瞬间斩了下来 而位于团藏背后的那个 并不是影分身 只不过是分身数把了 影分身避开团藏的攻击 砍下他的胳膊 便丢给了本体 团藏面目争鸣地看着名人 是什么时候 名人腼腆地说道 是我听见你要害我 折返回来的时候 没想到你这都没发现 属实是令我惊讶 战斗经验实在是太好用了 加上职业又是忍者 各种阴招都能随便招呼 以至于团藏面对名人这个小鬼外表 但却拥有好几十年战斗经验的家伙 吃了亏 至于团藏的根部忍者 名人折返之前 就用影分身将他们清理掉了 这也是为什么团藏刚刚叫天天不英 叫地地不灵的原因 此时听见名人的解释 团藏只觉得毛骨悚然 这个家伙 好狡猾 好卑鄙 尤其是 别人从外表还无法看出来 这就太恐怖了 团藏对原飞日展狂吼道 原飞日展 你究竟在等什么 爱原飞日展叹口气 从座位上站起来 名人连忙换上一副笑容 双手抬起行了的法式军领 不好意思啊 火影大人 我好像犯错了 不过这是因为 他想控制我的原因 我希望火影大人明辨是非 有礼貌 但很残忍 原飞日展望着名人 他手上有着鲜血 脚下踩着胳膊 却笑得比谁都治愈 名人啊 你也出气了吧 原飞日展对名人问着 名人知道自己如果铁了心 要弄死团藏 原飞日展会站在谁的一边 还不一定呢 名人不惧怕彻底脱离木叶 但在木叶 他还有真实的人 所以此时不宜撕破脸 名人将团藏的胳膊踩碎 这才乖巧的点头 我好了 火影大人 原飞日展面色严肃地对名人说着 名人 我知道村子有愧于你 但我也知道 你是个好孩子 希望今天的事情 你不要放在心上 以后 在木叶 不会有人再想害你了 我敢用我所有的一切 为此担保 多谢火影爷爷 名人非常客气地说着 这样 我也就能安心在木叶生活了 俩人三言两语 便达成了协议 原飞日展会遏制木叶其他高层 不让他们干扰名人的生活 而名人懒得换心环境 如果没这些糟心事的话 他也是 能够继续待在木叶的 团藏见 原飞日展这么轻易 就原谅了名人 顿时怒急 原飞日展 难道我这一只眼睛 一条胳膊 就这么算了吗 停停停 名人连忙叫停 随后惊讶地对团藏说着 这位大人 您在说什么呀 我毁掉的 不都是你已经被毁的吗 你那眼睛 本身就看不见 你那胳膊 本身就不能用啊 我可没有毁掉 你正常的眼睛和胳膊啊 我也只不过是 帮你把多余的肺肉 清理掉了而已 你连手术费都省了 咦 手术费 这么一说 你欠我钱了 团藏 此时此刻的团藏 仿佛吃了星号一样难受 他大意了 先是没想到 名人会忽然出手 导致他的眼睛被挖 然后被名人欺诈 导致没有来得及 施展医邪那期 现在的他 失去了止水的万花筒 也就失去了别天神 失去了血轮炎手臂 也就失去了许多条生命 甚至 大多数猪肩细胞 都是在那条手臂上 他连目盾 都无法使用了 后续还会面临反噬的风险 但是呢 他却不能说什么 因为名人说的对 团藏对外的形象 就是废了一条胳膊 一只眼睛 现在这胳膊 眼睛被名人废掉 在外人看来 就是帮团藏清理废肉 现在名人捏碎了万花筒 踩碎了血轮炎 团藏不想让自己的实验暴露 就必须吃下这个哑巴亏 这可把团藏气得头猛 这么多年了 从来都是只有他占便宜 没想到 今天被人占便宜 还只能吃暗亏 团藏气得直哆嗦 名人见状连忙安慰道 这位大人 您不要这么生气吗 不就是一条肺胳膊 一只肺眼睛吗 没了也就没了 大不了你弄的假之呗 反正本来就是肺的 对吧 团藏见名人幸灾乐祸地嘲讽自己 口中牙齿都要咬碎了 因为他不能将事实说出来 这种憋屈的感觉 让团藏无比痛苦 这么多年来 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 厚颜无耻之徒 名人见团藏不回答 顿时不乐意了 大人 您倒是说话 这究竟是不是肺胳膊 是不是肺眼睛啊 思难道 您这胳膊 眼睛 还有什么命 是 团藏连忙开口 他面目扭曲的 带着哭腔说道 那是肺胳膊 是肺眼睛 名人微微汗手 嗯 这就对了 那我不打扰了 我走了呀 第五十一章 我爽完了 你滚吧 名人折返了回来 口中还嚷嚷着 不对 团藏瞧见那金色黄毛 心中又凉了半截 果然 只听名人开口道 这里有活影大人作证 我的手术费 可是不便宜的 高低恩 也得三百来万吧 看在你是长辈的份上 我给你打骨折 算你五百万好了 今天之内 我就要 拿到这笔钱 否则 我就会聘请专门要账的狐狸配 我就会聘请专门要账的人员 去你家里 要回属于我的劳动所得了 听见名人的话 团藏终于忍不住了 单眼一番 昏倒在地上 原非日展看向名人 名人则是耸耸间 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这不怪我 是他自己承受能力太低了 说完 名人并没有走开 而是盯着原非日展 等待着他的回应 原非日展无奈道 小名人 这件事 我会告诉团藏的 实际上 名人并不是要五百万银两 而是要原非日展的一个态度 现在原非日展松口 名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就说明 以后在木叶原非日展 团藏 不会再给名人找麻烦了 名人本来还想拿上次 根部袭击自己的事情来说呢 可转念一想 他也就没有再试探 原非日展的底线 毕竟年轻时候 还是被称为忍雄的人者 脾气肯定是有的 只不过是底线放宽了而已 名人离开火影办公室后 便在木叶游逛起来 实际上不去找伊鲁卡 除天 以及和春野鹰 左住混在一起的日子 对于名人来说 还是比较寂寞的 毕竟 这里没有手机 游戏之类的东西 到了晚上 名人返回家中 封印空间的变动 一直都在 名人也一直都在关注 而此时 封印空间内 已经没了动静 看样子 是九喇嘛成功了 名人盘膝坐在床上 将意识沉入封印空间 阴冷 潮湿的封印空间内 一只体型恐怖的狐狸 趴在地上休息 吸收了九尾的查克拉 九喇嘛的查克拉 恢复到全盛时期 加上他本身拥有的查克拉 现在九喇嘛的查克拉总量 是全盛时期的1.5倍 名人的身影 出现在封印空间内 九喇嘛瞬间就感知到了 名人站在封印大门前 朝里头望去 九喇嘛见到名人进来 便做起身体来 他的动作 引起了名人的惊呼 我去 这么大只 查克拉量提升 九喇嘛的体型 也提升到原本的1.5倍 本来就已经非常恐怖的体型 现在几乎成了巨兽 给人一种无法形容的压迫感 九喇嘛自信一笑 当然 老夫的体型 本来就和查克拉量有关 名人 你要不要再放老夫出去 现在的老夫 就算是被那个病秧子偷袭 也肯定能一巴掌拍死他 名人听罢直接同意 好 我这就放你出去 真的 九喇嘛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就好像去别人家做客一样 吃完饭 碗筷一丢 就磨嘴走人 名人确定道 当然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人 不过 最后 名人却话锋一转 后续的查克拉 你不想要了吗 后续的查克拉 九喇嘛一瞬间就猜想到什么 难道你 还能有办法 弄到和老夫一模一样的狐脸 虽然不知道 名人怎么弄来的 但九喇嘛 对此 却毫不关心 因为他只关心 自己是否自由 关心自己的实力 能否强过八尾罢了 当然 名人毫不避讳地说着 后续还会有九尾入住的 九喇嘛 呲牙咬咬嘴地说着 那好 老夫不走了 作为交换 你可以随意使用老夫的查克拉 这就是提前和九喇嘛 打好关系的好处了 名人听完满一点头 然后随口对九喇嘛问着 那只九尾呢 被你弄死了 九喇嘛摇了摇比房屋 还大的狐狸脑袋 随后 他一条卷起的尾巴过来 然后将什么东西放在了地上 尾巴离开后 内部的东西 也出现在名人面前 那是一只缩小版本的九尾 他莫约只有三十厘米高 毛茸茸的九条尾巴 加上呆萌的表情 原本凶神扼杀的双目 也变得清澈起来 不过他还是很凶 九尾挥舞着小爪子 你们给老夫等着 老夫迟早有一天会弄死你们 呦 名人走过去 伸手捏住他的后脖梗 将他提了起来 这狐狸好像很不服气 立马张嘴冲着名人哈气 哈 哈 但他的凶狠 在失去了体型的前提下 直接变成了卖萌 就好像某国 对某国发起军事威胁 结果对方直接就笑场了 话说 你为什么不直接弄死他吗 名人有些疑惑 或者直接吸干 这样才能立意最大化吗 九喇嘛黑黑的奸笑着 名人 你不知道我的特性 我就算失去了查克拉 也会缓慢恢复的 我留他一命 是为了让他长大 然后等他拥有足够的查克拉量 我不就能再次吸收了 有货 这狐狸还懂得可持续性发展 名人颇有些意外 还能长大的吗 这就比较神奇了 你们不得好死 九尾尖叫起来 声音无比的带萌 老夫会将你们全部杀死 名人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他将九尾弄在怀中撸了一阵 便觉得无聊了 我爽完了 你滚吧 名人一把将他丢开 九尾 好好好 你这个无情的男人 刚刚还对本狐狸那么亲密 可你撸够了 直接就粗暴把我甩开 本来嘛 我还打算认个耸 然后卧心尝胆 来日报仇的 可现在 我就只能 我好像什么也做不成 你们一人一壶给我等着 名人确定了封印空间内的情况 便离开了 次日 左柱找到名人 直入正题地说着 名人 我已经学会顺身术了 现在能进行实战了吧 实战吗 名人脑海中回想着 组建小队以来 他们貌似还没有接过一个任务 而他在木夜 也待得有点无聊了 不如趁这个机会出去旅游 顺便放松一下心情 第52章 著名的火影世界劫匪 商量完事后 俩人便打算去接任务 半路遇到前来寻找的春野鹰 名人意外地对他问着 小鹰 你没有刻意训练 难道也要出任务吗 当然了 春野鹰上前来抓住名人胳膊 我也是小队的成员吗 嗯嗯 名人抽出胳膊 行 那你就跟着吧 反正也只是低级任务 实际上 春野鹰的实力方面 是从拜师刚守之后 才开始提升的 这也是名人不着急 为春野鹰制定训练计划的原因 不过在拜师之前 有点经验的话会更好一些 三个人结伴行 来到火影办公室 一般言 寻常人者们接任务 并不是在火影办公室 毕竟火影还是比较忙的 不可能势必公亲 只有那些当年毕业的学员 才会被教官带领着 去火影办公室接任务 这么做 虽然提升了火影的工作量 但却能够 让火影很清晰地看到 新人们的成长速度 如此一来 就能察觉到新人中的天才 及时培养 原非日展 语气颇有些激动地说着 小名人啊 你终于肯接任务了 毕竟我不历练 小队成员也要锻炼的 名人随口回应了一句 然后便拿出一叠任务书 挑挑剪剪起来 对此原非日展并没有制止 这小祖宗肯接任务 那就是天大的好事了 至于接了任务 无法完成 别开玩笑 一个能够和九尾平等交流的存在 实力方面怎么说都不会太差 甚至还能偷袭团藏 让狡猾的团藏接连吃两次亏 加上名人的父母都是天才 正所谓虎父无犬子 原非日展对名人的实力 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没多久 名人便拿出一张任务书来 这个不错 任务内容 击杀或驱赶火之国东部 入海村内的强盗 任务等级 A 任务报酬 75万银两 望着任务书 名人陷入了思考 A级任务 大概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 但报酬却只有75万 并且还是好几个人分 而且还会面临风险 看来这年头 任者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不过这个任务 却让名人想到一个比较好笑的事情 因为前世他看过的那些小说里 一般主角第一个任务 不是抓猫斗狗 就是去驱赶山贼 劫匪之类的 可以说击杀劫匪 已经是穿越者的传统艺能了 没想到今天轮到自己 这真的令人感到一丝有趣 名人将任务书递交给原非日展 原非日展当场经驻了 他对名人提醒到 小名人A级任务必须要由上人 或者上人带队才能接取 是这样吗 名人抬手摸着下巴 那么岂不是说 我们就只能去抓猫斗狗了 原非日展干渴一生 那也是积累任务经验 任务经验 在名人看来没什么用 我接D级任务也是接 我接A级任务也是接 都是熟悉一下任务流程 做什么等级的任务 不是熟悉啊 不过 我应该是第七班的教官吧 名人若有所思地问着 教官一般 只有上人才能担任吧 原非日展 好吗 反正已经破例一次了 不缺这一次 不过原非日展并不放心 因为名人在木夜得罪了人 所以原非日展对名人明说道 小名人 我可以同意你 接取这个任务 但是你知道的 昨天你已经得罪了他 所以 我要指派一名上人 和你们同行 行 名人没有犹豫 直接同意了 而后 原非日展叫来暗部 让他将某人喊过来 期间 春夜英好奇地对名人问着 名人君 你得罪了谁啊 我怎么不知道 一个老不死的 名人随口说了一句 春夜英下意识看向原非日展 原非日展 BAM 名人敲了一下春夜英的宽额头 我不是在说火影大人 哦春夜英捂着脑壳 也不再多问了 不多时 一脸困意的卡卡西 便出现在办公室内 原非日展见他还是这个状态 无奈服饿道 卡卡西啊 作为一名忍者 你的日常状态 并不符合条例啊 啊 这个吗 是我的错 我以后会注意的 卡卡西有气无力地说着 原非日展摆摆手 卡卡西 名人小队 要去执行A级任务 因为村子内的原因 我需要你也跟去一趟 卡卡西一听 是关于名人的任务 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下来 截取了任务 下一步就是去旅馆 那间任务委托人 卡卡西作为经验丰富的上人 带着名人三人 根据任务书上的地址 找到对方 双方见面后 相互约定中午出发 于是 名人小队便开始休整 检查忍拒待 预定任务 策略之类的 中午 小队从木叶出发 前往了火制国东部 任务委托人 是个长相憨厚的中年人 因为常年劳作 脚力也不慢 期间 卡卡西对身边三小只说着 A级任务 极有可能和忍者爆发冲突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左住厅后 难免有些兴奋起来 这么多年的修行 终于他也要进行实战了 而春野英 则是有些害怕 毕竟他自己知道 自己是个什么情况 但看了一眼身边淡定的名人 春野英莫名觉得安心 然后就不害怕了 对于和忍者们交手 名人对此 却没有丝毫情绪波动 他拥有模拟角色的实战经验 那些实战经验 不知道是经历了多少 尸山血海才造就的 木叶村不大 但火之国却很大 小队全力赶路 也消耗了接近两天的时间 这是规模并不算大的村落 莫约只有三十来栋主要建筑 一听是木叶的忍者到来 村民们连忙聚集过来 村长见卡卡西是大人 于是便拉着他哭诉 忍者大人 您一定要查个明白啊 我们这里闹了诽患 那些可恶的家伙 专门找小孩子下手 现在村子里 卡卡西用死于眼看着村长 对他说着 不好意思 我不是带队的 他才是 说着 卡卡西指了指名人 村长看向名人 顿时表情微变 那些报酬 可是村民们好不容易才聚集在一起的 可结果 木叶就派来一个小孩子 卡卡西对村长提醒道 喂喂喂 虽然年龄小了点 但你不要怀疑 木叶作为忍者的素养 能被允许带队接取任务 就说明他有这个资格 村长尴尬一笑 随后对名人问着 这位小忍者大人 你们一路辛苦了 今天就先休息一下 明天再处理匪患的事情吧 对于他的小乔 名人也没有计较 而是淡定的说着 嗯 顺便你将具体情况都给我说说 我们也好根据情况制定方案 见名人如此老练 村长提着的心也算稍微放了下来 第53章 草 木叶的小鬼 晦气 这个任务 是名人专门挑选的 他是带有目的性的 但目前还是先做完任务再说 村长将具体情况说明之后 名人便制定了可靠的计划 我们会用隐分身 加变身术的方式 变化成劫匪们 最喜欢绑架的小孩 用隐分身当作诱饵 将敌人勾引出来 听完名人的话 村长瞬间安心不少 看样子 这个金发小鬼 还是有点东西的 不过 村长还有一个问题 他对名人询问着 这位忍者大人 请问劫匪出来之后呢 当然是全部杀光光了 名人理所应当地说着 人贩子不管在哪 都必须死 名人自认为自己不是重刑主义 但面对人贩子 的确没有必要留守 村长听见名人的话 只觉得非常解气 现在有牧业的忍者大人在 看那些劫匪 还怎么嚣张 计划执行的也非常顺利 这些劫匪周末也加班 名人的隐分身 顺利吸引了庶民劫匪 而名人小队 则躲在不远处的草丛里 卡卡西暗中观察着那些忍者 对名人说着 那些是雾影的判人 估计有上人的存在 嗯 名人点点头 对左助说着 柱子 你看到了吗 去杀了他们 留一个活口就行了 左助望着那些手持忍刀 凶神恶煞 将名人隐分身围起来的劫匪 也是咬牙切齿起来 痛恨人贩子 不需要理由 左助正准备出发 可却忽然觉得不对劲 他停下探出草丛的动作 对名人问着 等一下 奇目卡卡西说有上人的存在 我一个人肯定无法应对的 名人 放心吧 卡卡西只是谁估计有上人的存在 左助还是有些不确定 他对名人问着 我去打架 那你们呢 春野鹰摆摆手 我们掩护你啊 左助目测了一下草丛和事发地的距离 有些不放心地说着 掩护我 能不能靠近一点 春野鹰顺手拍了拍左助肩膀 放心吧柱子 万一你打不过 我这几百把忍具 直接就丢过去了 说着 春野鹰还拿出一枚储物卷轴 那是他专门为任务准备的人具 什么 左助顿时头皮发麻 那我不也死了吗 名人微微摇头 啰嗦什么啊 了不起重伤 要死哪有这么容易的 你不会害怕了吧 就算在我们的掩护之下 也不敢出手 左助受不了激将法 被名人瞧不起 让他瞬间热血冲到脑门 左助面色脑红地说着 我才不害怕呢 名人再次激将到 婆婆妈妈的 真不像个男人 我数到三你就冲 不然以后别给人说我教过你 左助自尊心受到打击 他一咬牙 一跺脚 立马冲出草丛 习向那些抓小孩的人者 名人有些意外 擦 走了 左助 忽略 卡卡西见这俩活宝 忍不住抬手揉着眉心 你就这么放心 让他一个人去 在卡卡西看来 一个小队就应该同进退 此时的卡卡西 已经认可了父亲的理念 在某些情况下 放弃任务拯救同伴 那是绝对正确的操作 无法完成任务的人者 或许不是好人者 但不真是同伴的人者 甚至连当忍者的资格都没有 名人知道卡卡西怎么想的 但名人却是说着 放心吧 他可是被我狠狠虐出来的家伙 小队组建之后 说是每周挑战名人两次 但左助却不遵守这个规定 名人每次都会狠狠地教训他 然后左助下一次挑战 战斗经验就会增强一些 可以说左助就是在失败 和被顽虐之中成长的人 还没有靠近那三名忍者 左助便打开血轮眼 他抬手结印 分数两个影分身 影分身加上本体是三个 正好一对一 雾影派人们注意到左助 却没有提起多少危机感 可当他们看到左助的护额后 瞬间面色大变 草 这特么是牧业的小鬼 晦气 因为牧业的忍者毕业后 最初的模式是 一名上人加三名下人 见到牧业的小鬼 就说明牧业的人在附近 而且 其中很可能有带队的上人 甚至是精英上人 你说说 这不是晦气 又是什么 左助手持苦无冲了过去 他的动作迅捷无比 加上派人们注意这四周的威胁 所以战斗中颇有漏洞 左助的影分身底 抗着另外两名派人 他的本体 则是专心对付其中一个 这名派人挥舞着忍刀 对左助嘲笑道 虽然你得了红眼病 但一个人挑战我们三个 是不是有点太自大了 他只需要坚持一下 等队友 解决掉影分身 就算是胜利了 左助没有说任何废话 一个顺身术 出现在对方身后 抬手便将苦无送进他的后脑 一个小鬼 怎么会顺身术 这是判人失去意识后的最后想法 顺身术 可是包接三身术之一 也是忍者们提升实力的关键 可以说 强大的忍者 可以不精通顺身术 但精通顺身术的人者 一定非常强大 左助顺利速杀掉其中一人 另外两人 也解决掉左助的影分身 见到左助实力很强 这俩盼人也不在小瞧左助 他们非常小心地靠近左助 将他包围 左助无比冷静 急速后撤 盼人见状连忙跟上 左助逃跑的同时结印 火炖好火球之术 瞧见左助施展忍术 盼人们下意识躲避 可下一秒 其中一人却瞧见 左助口中并没有喷出好火球 但是身后 却传来炙热的感觉 完蛋 哼 原来 是左助的影分身 躲在后方施展式忍术 本来是可以被雾影发现的 但是左助却在前面释放忍术 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 这才让好火球直接命中 这一招很卑鄙 很无耻 但这就是忍者 而且 这是左助在名人那里学的 所以 卑鄙无耻的是名人 他只不过是被名人感染了而已 这名盼人 被从后方飞来的好火球命中 整个人燃烧起来 他的同伴连忙施展水盾 将火扑灭 嘶嘶嘶 浓郁的白烟升起 火虽然被扑灭 但人也只能苟延残喘了 剩余的最后一名盼人 见左助不好惹 连忙转身逃跑 左助消耗了大量查克拉 此时隐约有些无力 望着逃走的盼人 左助对自己的表现 难免有些失望 如果是名人的话 肯定不会让他们逃走的 而下一秒 一道金色光芒搜的一声掠过左助 那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左助就算全力用血轮眼去看 也无法看到具体人影 碰 名人一拳锤在逃跑盼人的胸口 嗨嗨 这名盼人表情瞬间猙獰起来 口吐鲜血 浑身无力地倒在地上 左助惊恶地看着名人 为什么他的顺身术和攻击这么快 第五十四章 坏事 来晚了 名人见着雾影盼人 被自己一拳砸在地上直抽抽 心中顿时觉得不妙 二助子 你那血轮眼呢 快 给我招呼上 左助忍着查克拉短缺 从一旁走过来 疑惑地问着 名人 怎么招呼 用血轮眼的幻术 逼他说出情报啊 名人弯腰将盼人拎起来 竖在左助面前 血轮眼用来拷问 这是名人教过左助的 虽然名人没有血轮眼 但他知道 一些设定 于是 左助再次打开血轮眼 俩眼一瞪 目光朝盼人投了过去 这盼人很明显是个垃圾 立马就被血轮眼换术影响了 于是 左助便开始拷问 说 你们有多少人 盼人 三个 左助 全部都在这里了 盼人 是的没错 左助 你们为什么绑架小孩 盼人 这不废话吗 当然是卖钱养安老婆了 难道抓回去 当祖宗供着吗 左助 你也有老婆 那你还抓别人孩子 你就没想过那些家庭 被你毁掉了吗 盼人 我管那么多做什么 名人点了点左助 柱子 别和他废话 先问问他老婆 漂不漂亮 左助扭头看向名人 春野英 卡卡西 大哥 您这不更是废话吗 名人见这些人 用异样的眼神看着自己 于是便摇摇头 当我没说 随后 左助又开始拷问 问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最后了解到了全貌 几个乌赢的盼人为了躲避追杀 飘扬过海 来到火之国境内 因为吃喝完了没钱了 所以就抓别人小孩拿去卖 至于这盼人说的老婆 居然是不正经酒店的服务员 而那些被他们绑架的孩子 已经被卖掉了 问完之后 名人将盼人脖子捏碎 随手丢到一旁 他拍拍手 被身边几个人说着 任务完成了 你们都先回去吧 我还有事要做呢 什么 春夜莺有些惊讶地问着 名人君 你不跟我们回去吗 名人点点头 春夜莺有些担心地说着 可是名人 三代火影大人 不是说了 你在外面会有危险的吗 不用担心 我感觉我不是很危险 名人说这话的时候 抬手摸了一下腹部 1.5只酒尾 还愿意借给名人查克拉 试问当今人界 有几个人能够战胜1.5只酒尾的 卡卡西也觉得不妥 在名人的劝说下 还是执迷不悟地要跟着 最后名人只好对卡卡西说着 上人大人 您觉得我需要保护 还是左柱和小鹰需要保护 还有 谁是队长 卡卡西沉默了一下 对名人说着 名人 你会后悔吗 有点不对劲 总之就是你吃亏的 话虽这么说 但卡卡西 还是不得不听从名人的安排 就这样 名人小队帮村子解脱了匪患 并且还将孩子们被卖掉的地点 告知了村长 然后左柱 春夜莺 卡卡西原路返回木叶 而名人 则是出发继续向东走 火之国东边是大海 靠近大陆的地方 有个小岛国 叫做波之国 名人挑选这个任务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 他的地点 临近波之国 因为在名人选任务的时候 察觉到波之国的剧情 原著里有卡卡西小队帮忙 现在名人摆烂 波之国岂不是要落入卡多之手 于是 名人便想着 前来看看波之国的情况 如果波之国被卡多控制住 名人就能拯救波之国 顺便向卡多借点钱 如果波之国没有被卡多控制住 名人就能打听到卡多的消息 顺便向卡多借点钱 要说这卡多也是惨 基本算是新手村的一个爆金币的活动boss 但凡是穿越者 都会去找他借点钱 名人自然不例外 他不看重钱 只是不想搞特殊而已 说不过来钱 现在 名人虽然拥有两个亿 购买力达到钱是一千万 可他毕竟是忍者 忍者的银两消耗是巨大的 名人还年轻 一千万不够 三亿吧 三亿就一辈子不用愁了 当然够不够 全看名人怎么花 名人家族玛丽 朝波之国感 到了波之国 名人打听了一下情报 坏事 他来晚了 那个叫卡多的黑心商人 已经把波之国的税 收到了九十年以后 也就是他妈的木业 一百五十年 这个很正常 关键问题就在于剧情的变动 原著中 是卡卡西小队 接取了任务 但现在 却是凯小队 接取了任务 换句话来说 就是凯VS再不斩 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 再不斩商 到了小李 凯踹了再不斩一脚 好家伙 这一脚 直接就给再不斩踹清醒了 再不斩这个老六 拎着刀 就把卡多狗头砍了下来 然后他带着无数线金河美男子 水无月白私奔了 当名人从凯小队 得知这个情况后 他心中已经大骂起来 他骂得刁明 敢报我的金鞭 天天见名人愣住 忍不住凑上前来 对名人问着 名人啊 你是不是前段时间 那个卖照片的 嗯 名人回过神来 看向这个打扮 颇为眼熟的青春女孩 名人点点头 是我 天天比较大胆 他直接对名人问着 我想问问 有没有可能 也去拍些照片来卖 我 名人摆摆手 一脸笃定地说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天天听罢 翘脸上笑容消失 名说道 你开架吧 名人颇为硬气地说着 我是不会为了一点银两 出卖自己节操的 天天 你们最贵的时候 还不到一万两 如果你拍一张 我愿意给你十万两 名人 呵呵 女人 天天 五十万 名人 真以为我缺这么点钱 天天 一百万 名人 这 天天 还不愿意吗 看来你真的是个心智坚定的男人 那就三百万好了 名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这个地方 没有照相机之类的 天天 五百万 我现在就要照片 名人 姐 您想要什么姿势和服装的照片 一旁 麦特凯 小李 宁次 第五十五章 终人任务 一段时间后 名人和天天从照相馆出来 照相馆的老板站在门口 一脸猛逼的自言自语道 现在的年轻人 这么会玩吗 出来后 名人就多了五百万的银两 当然 天天不可能放那么多钱在身上 这是要等待回木业才有的 名人虽然没有报卡多的金币 但却报了富婆的金币 此行也不算不虚了 而关于再不斩这个老六 名人还是多问了一句 名人对宁次问着 大舅子 你眼神好 当时看没看到再不斩 往哪跑了 听见名人叫他大舅子 宁次原本冰清玉洁的面上 鸡肉微微一抽 宁次对名人问道 你是要追上再不斩 然后抢夺他抢夺来的银两吗 什么话 名人乐呵呵地说着 怎么能这么说呢 是那个再不斩欠了我钱 我才去讨债的 宁次 他好像往北边港口走了 北边港口 波之国之前没有大桥 出行全靠船只 卡多这种等级的人 肯定有自己的私人船 再不斩就不一定了 如果现在再不斩 还停留在港口的话 名人还是有可能追上的 得到这个情报 名人向天天 凯告别 然后拎着宁次就追了上去 宁次 名人站在房屋上 望着破旧的港口 对宁次问着 到地方了 他究竟在哪 你先放我下来 宁次面色憋得通红 他也被人称为天才 但还没有同龄人 能够像踢小鸡仔一样 将他提起来过 名人一个松手 宁次差点从房子上掉下去 好在他身手敏捷 算是站稳了 而后 宁次打开白眼 扫视着四周 不多时 宁次抬手指着某栋房屋 对名人说着 在哪 说完 宁次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 他不想和名人多待 因为他走的是高冷路线 但在名人面前 他高冷不起来 名人找到目标 也没理会宁次了 本来只是拉他过来兜兜风而已 毕竟没有宁次 还有九喇嘛在呢 名人跳下房子 朝宁次所指的那栋房子走去 没等靠近呢 就出现俩人拦住了名人 这俩是武士 拦住名人后呵斥道 小鬼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 赶快滚 名人原本和善的表情平复下来 双目中 凝出新红色兽铜 如同海啸一般的恐怖杀意 扑面而来 这俩武士表情一呆 眼中神志消散 双双昏迷过去 倒地不起 九喇嘛的声音 出现在名人脑海 老夫配合得怎么样 挺不错 名人回应着 你这杀意也太重了 九喇嘛 那不好吗 是我吸收了另外一只九尾获得的 名人 挺好 我愿意称之为霸王色杀意 九喇嘛 小鬼 又在胡言乱语了 名人在心中和九喇嘛交流着 便进入了房子内 再不斩 似乎已经察觉到名人的到来 提早就埋伏好了 名人进门那一刻 便察觉到 头顶传来一股破空声 名人微微侧身 轻松躲开 由上至下的斩手大刀 而后反手捏住刀身 再不斩想抽刀 嗯 虽然费了一番功夫 但也抽出来了 名人有些意外的 看着再不斩 力气挺大的吗 同时 名人心中想着 看来得想办法弄出来怪力了 要不然 装逼老师失败 算是怎么回事啊 九喇嘛嘲笑名人起来 哈哈 没本事还逞能啊 名人 名人对九喇嘛说着 九喇嘛 给我你的茶克拉 对付这个垃圾 都要用到老夫的茶克拉吗 九喇嘛有些不懈地说着 他的话语中 很明显是有点看不起再不斩的 而名人却是吐槽道 我当然要用了 我给你那么多好处 你怎么着 也得让我见着点好处吧 九喇嘛 爱你这个家伙 虽然嘴上吐槽 但九喇嘛 还是将茶克拉 借给了名人 一股股恐怖的红色茶克拉 在名人体表翻涌 由于九喇嘛的特意控制 这股茶克拉 并没有侵蚀名人的肌肤 再不斩瞧见名人这尾数外衣 人都下尾了 前不久 他被一头凶兽踹了一脚 现在人胆小了不少 见到九喇嘛的茶克拉 再不斩当场就怂了 再不斩对名人说着 你要得到什么 名人也不客气 你所有的银两 或者尼雅的性命 再不斩听到名人话中的影译 那就是名人知道 四周潜伏着水无月白 再不斩叹口气 好吧 卡多的钱很多 再不斩一次性不可能拿完 只能拿大半 总之再不斩被名人收刮了一番 名人的资金储量 直接翻了十几倍 临走前 名人还警告再不斩 卡多剩下的银两 是你们的了 应该够你们花的了吧 还有 拿了钱就行 不要去做卡多一样的事情 要不然 又是一阵心惊肉跳的杀念 鬼人再不斩老十八交的点点头 他那小跟斑水无月白 站在一旁漠不作声 名人将银两装入系统空间 大摇大摆离开 他准备回木叶呢 也正好遇到任务完成的凯班 于是就跟着众人一同回到木叶 回到木叶后 众人考试的消息便传来了 丁系统任务发布 参加众人考试 根据系统最终评分 获得奖励 C级评分 模拟机会加1 B级评分 模拟机会加2 A级评分 模拟机会加3 S级评分 模拟机会加5 系统这还是第一次发布这样的任务 名人有些好奇地问着 系统 如果我拒绝的话 你会不会发布另外一个类似的任务 丁会 本系统主打的就是自由选择 绝不对宿主加以限制 不过还是算了 名人也觉得 中人考试挺好玩的 这个评分是怎么评的 丁评分会根据宿主的表现而定 嗯 头一次遇到一次性最高 能够获得5次模拟机会的任务 名人还是有点小重视的 于是 名人将小队成员汇聚在一起 商议着这件事 佐助兴奋地说着 中人考试吗 应该会有一些强大的人会参加 第56章 这说明什么 能和强大的人交手 是一种非常值得珍惜的 提升实力的方式 佐助经常挑战名人 也算和强大的人交手 但是被名人玩虐 导致佐助没有一点信心 要不然 上次也不会犹犹豫豫的 才从草丛里冲出去 对于这次中人考试 佐助那是兴趣满满 这也正合名人心意 毕竟中人考试 是必须小队全员参加的 要不然 就会被卡在审核上 就在名人和佐助 开始想象中人考试的时候 春野英却是有些犹豫的说着 这个我就不参加了吧 反正我去了 也是给你们添乱 他知道自己的实力 实战能力 就算是在忍者学院当中 也是比较差的 现在让他去参加中人考试 岂不是要直接死在考试里 名人见春野英退缩 忍不住说着 别呀 小英 你也不想看到 我俩因为人缘不够 所以无法参加吧 咦 春野英疑惑起来 我不参加的话 你们就无法参加吗 名人点点头 随后将相关的消息 告知了春野英 这让春野英 陷入了纠结当中 名人见春野英怂怂的 便安抚道 放心吧小英 正如上单的作用 就是开一把游戏一样 你去参加中人考试 我会保护你 这样等到了个人竞技的时候 你再直接退出 不就行了吗 名人说的好有道理 那我参加了 春野英立马改变的主意 同时心中甜思思的 毕竟名人亲口说 要保护他 搞定了春野英 小队也就拿到了 参加中人考试的资格 名人将队伍解散 然后自己去火影办公室报名 原飞日展 本来以为想要名人参加中人考试 是需要软磨硬泡的 可没想到 名人主动送上门来了 这可把原飞日展乐得咧开嘴笑道 好好好 既然小名人你愿意参加 那我就给你报名 中人考试 本来就是五大国战争的缩影 只不过 目前五大国的局势不行 所以大家 也都是各自举办各自的中人考试 而沙隐在表面上 也是牧业的盟友 所以五大国之内 估计除了牧业自己之外 就只有沙隐会到场了 不过虽然如此 中人考试 还是能看出两个国家的国力的 毕竟没人 会在教育下一代上 抠抠搜搜 下人的质量越高 也能稍微地证明 一下国力 而名人又是很强的那种 加上还有备受关注的 与之波异族遗孤 所以 名人小队主动参加中人考试 原飞日展肯定高兴 报了名 名人就开始设计中人考试的行动 系统会根据名人的表现进行评分 而要如何表现呢 名人总结了中人考试的几个剧情点 要是兜 大蛇丸 比赛 木叶崩溃计划 名人预定好了计划 便开始带着佐柱和春野英修行 这是名人小队组建以来 第一次这儿八经的努力修行 名人搞来一些感兴趣的忍术卷轴 自己和佐柱练习忍术 而春野英 就被名人安排 去练习查克拉控制力 也就是爬树 踩水 这样任务途中 陷入危险 从而拖后腿的概率 也就减少了 很快 中人考试那天便到来了 名人带着佐柱和春野英前往现场 还没进门 却遇到了一个 长相颇为青春的南海阻拦 西瓜头外加呆滞的眼神 看起来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站住 小李脱离小队 拦住了正准备进入考场的名人小队 佐柱看向这个奇葩 眉头微微一皱 小李自信一笑 对佐柱说道 听说你是天才 我不是 佐柱毫不犹豫地否定了 因为这些天被名人顽虐 他的傲气已经消耗殆尽 小李没想到 佐柱会这么回答 但他还是不放弃 你不要装了 我知道你 你就是那个 羽之波异族的最后一个人 我要挑战你 然后证明 寻常人通过努力 也能战胜天才 佐柱并不想理会小李 于是高冷地说着 等你先打赢那边 那个人再说吧 说着 佐柱还看了看远处 看热闹的宁刺 宁刺 这让宁刺非常不解 他招惹谁来啊 宁刺冷着一张脸走了过来 宁刺波佐柱 你的意思是你比我强 我不确定 佐柱谦虚地表示 但我感觉你并不是很强 宁刺 天天站在远处 冲着名人眨了眨眼睛 并从忍具袋中拿出一张照片 名人有些尴尬 只能洋装没看到 小李忽然笑了起来 哈哈 宁刺波佐柱 你太自傲了 我本来是打算战胜你之后 才去挑战宁刺的 和我不同 宁刺是真正的天才 你 不可能是宁刺的对手 不过 你想挑战宁刺 就要先战胜我 否则去挑战宁刺 也没有意义 小李自顾自地说了大堆 随后便朝佐柱冲了过来 佐柱深吸一口气 顿时觉得麻烦降临 这家伙 不知道等一下 还有忍者考试吗 现在浪费体力 是不明智的选择 那就 血轮眼 佐柱双目闭合 妖翼的血轮眼出现 此时佐柱的血轮眼 运用熟练度 比原柱中高得多 一个幻术过去 小李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天天见状 只好跑过去 将小李叫醒 小李昏昏沉沉的脑袋 怎么回事 你已经输了 天天对小李提醒着 宁刺见佐柱轻易击败小李 心中 对佐柱也升起一丝谨慎 佐柱看了一眼宁刺 却是说着 你不会也要浪费体力吧 言下之意 就是等一下 还有中人考试呢 宁刺自然知道这个事情 他淡定地说着 考试结束 咱们再打 小李没想到 自己会输得这么彻底 他有些沮丧 好在麦特凯登场 随随便便就将小李安抚了下去 然后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哭 名人见状 眉头微微颤抖 连忙招呼上佐柱和春野英逃离现场 没多久 三个人就来到第一场中人考试现场 这里已经等了不少人 刚进门没多久 景也就飞速冲了过来 他从后面搂住名人 身前微微凸起的地方 被压了下去 景也一脸得意地对春野英说着 小英 看来这么久过去了 你还是没有 能够拿下名人军吗 这说明什么 名人军根本就不喜欢你 因为你是一个不会发育的女汉子 解解解 第57章 佐柱只是第二名 春野英见景也 占名人便宜 神色大惊 他连忙将景也拉下来 怒道 景也诛 你为什么要让名人难堪啊 景也目光投向春野英身前 露出讥讽的表情 春野英迎牙紧咬 当场就要发飙 这俩人要为了名人掐架 而名人却直接去找出天续旧了 同年毕业的几个小队 也纷纷围了上来 一群人叽叽喳喳地交谈着 吵闹声 很快惊动了其他人 钥匙都从一旁走了出来 对众人说着 喂 你们几个小声一点 看看四周吧 听见钥匙兜的声音 一众木叶小墙环视了一圈 发现现场所有人都面露不善地盯着他们 钥匙都解释道 马上就要考试了 大家的精神都非常紧绷 你们不要招惹到人 春野英畏畏缩缩的躲在名人身后 小声说着 的确是啊 他们的眼神都非常吓人 井也瞧见原本女汉子的春野英 居然做出这种动作 顿时惊呆了 名人则是知道 春野英是装出来的 于是伸手将他从背后拎出来 不要闹腾 是 名人均春野英轻抚着秀发 一脸羞涩地说着 完事 他挑衅地看着井也 井也 人群当中 首居也是饶有兴致地盯着名人 虽然花心 但是长得的确不错 不像是我们村子的那些人 这么想着 首居还看了一眼看九郎 看九郎顿时一阵恶寒 他总觉得 有人在骂自己 而木叶小强那边 佐助对这个忽然出现的男子 颇为感兴趣 他对钥匙都问着 你是谁 钥匙都抬手推了一下眼镜 我教钥匙都 已经参加了许多次中人考试 哦 这么说来 你的经验非常丰富吗 佐助有些意外地问着 钥匙都点点头 只有一点点丰富罢了 我唯一的优势 就是拥有两百多张忍者卡 全肿崖疑惑起来 忍者卡 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记录考生们情况的卡片 钥匙都高深莫测地说着 弄到这些情报 可是花费了 我整整四年的时间 佐助听完钥匙都解释 便询问着 所有人都有吗 钥匙都自信道 当然了 为了中人考试 我可是做足了准备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人者 可以说出来 他们的情报我都有 佐助想了一下 对对方说着 日向宁次吧 钥匙都轻松一笑 如果连名字都有的话 就好说多了 他拿出一堆卡片 从里头抽出一张来 然后用查克拉 将里头的讯息展露出来 日向宁次 教官是麦特凯 是比你们早一年毕业的天才 拥有日向一族的血迹献解 洞察力极为恐怖的白眼 甚至执行过B级任务 他也只有忍述方面 具有一点点短板 是今年非常强大的新人 可以说 日向宁次的实力 绝对能够排进所有考生的前五 原来如此 佐助淡定地说着 难怪他也那么有自信 居然敢面对血轮眼 这句话被宁次听到 宁次也带着小李和天天走了过来 宁次对佐助说着 宇之波一族 果然是自大的 不过我需要的 并不是你的情报 要是都抬手扶了一下眼镜 目光在佐助和宁次之间扫射 佐助是大蛇丸大人的目标 宁次是强大的天才 如果他们两个对战一场的话 岂不是也更能让大蛇丸大人 确定目标 不过中人考试还有许多场 有的是时间慢慢玩 要是都对宁次问着 那么请问 你想要知道谁的情报呢 是一个额头上 写着爱字的家伙 宁次回忆起中人考试消息 传来的当天 他和天天 小李正在街上走呢 可却遇到 被一个花莲忍者追杀的木叶丸 然后宁次小队 就和我爱罗小队 发生了交集 宁次对我爱罗 释放出来的杀念 很是在意 于是询问我爱罗的情报 钥匙都翻找了一会儿 这才找到我爱罗的卡片 钥匙都有些惊讶地说着 这个我爱罗可不得了 他几乎没有任何短板 而且和你一样 也执行过B级任务 不过不同的是 我爱罗每次任务回来 都是毫发无损的 实际上 除开木叶的小墙之外 其他人也都对 钥匙都的情报 非常感兴趣 听见钥匙都说到这里 大家纷纷 对我爱罗多了一丝畏惧 一个下人 就去执行B级任务 还能毫发无损 这得多强啊 小李刚刚败给佐助 现在对佐助的情报 也非常在意 于是 小李就问钥匙都 钥匙都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对众人的问题 那是有问必答 钥匙都呵呵一笑 宇之波佐助吗 他可是比我爱罗 更加可怕的新人 宇之波佐助的小队 只执行过一次任务 但任务的等级 却高得离谱 是A级 而且任务途中爆发战斗后 是宇之波佐助一个人 面对三名雾忍的用刀高手 战斗结果 却是宇之波佐助获胜 三名雾忍全部阵亡 要知道的是 雾银可是人界闻名的 刀术村落 被佐助击杀的三名雾忍 在叛逃之前 可都是中人的地位 叛逃之后 实力提升多少是未知的 换句话来说 宇之波佐助最次的战绩 就是一个人击败 三名用刀的中人高手 这还不算 宇之波佐助拥有 宇之波一族的血迹陷阱 也就是恐怖的血轮眼 如果说我艾罗 是几乎没有缺点的下人 那么宇之波佐助 就是没有任何缺点的下人 不出意外话的 佐助肯定能够通过 这次中人考试的 小李听完药师兜的话 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是兴奋起来 好 那我就以击败佐助为目标了 教室内其他人 从药师兜口中 得知佐助的情报 都是纷纷收起目光 不敢再用挑衅的眼神 看着这群新人 开什么玩笑 能够同时击败三名中人的家伙 居然出现在中人考试里 对啊 我们究竟是在和谁一起考核啊 这不公平 就应该直接让他晋升为中人 但药师兜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们有些迷茫了 只听药师兜神秘莫测地说着 不过 宇之波佐助的实力虽然强大 但在所有新人当中 如果让我按照实力排名的话 我也只能给到他第二的名字 第58章 我知道了 小九 中人考试的教室内 传出一阵窃窃私语 什么啊 为什么一个 能够杀死三名中人的家伙 会来参加考试 对啊 而且这种人在那个家伙心中 才排第二名 药师都接着说了下去 那是因为 宇之波佐助的小队 并没有上任来担任指导教官 他的指导教官 是由小队的队长兼任的 此话一出 现场便不淡定起来 看九郎眼角微抽地说着 什么情况 队长居然是同时毕业的忍者学员吗 怎么听起来像是假的一样 首剧也是心惊肉跳地说着 好像就是假的 因为忍者学员毕业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任务经验的 就算实力达到 也不会被任命为小队的教官 药师都听见首剧的话 便微笑地看向他 除非这个人当着影的面 击败了精英上人 我艾罗表情忽然争鸣起来 几乎是一瞬间 就锁定了同所住一起进来的名人 至于春野英 别开玩笑 那不像是个高手 名人察觉到我艾罗的目光 清澈的双瞳微微转动 看向我艾罗 几乎是一瞬间 我艾罗便感到一股 无法形容的危机感 就连他体内的首鹤 都瑟瑟发抖起来 但这也正好引起了 我艾罗的血性 哈 虽然连首鹤都害怕他吗 我艾罗兴奋地说着 看来我很幸运 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目标 首居深吸一口冷气 对我艾罗提醒道 我艾罗 还是想好再说吧 那个家伙 可是击败了精英上人的呀 闭嘴 我艾罗面容扭曲起来 再说话 就杀掉你 首居 看酒廊 教室内 所有人都一轮纷纷 因为这件事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如果说日向宁次 我艾罗 与之波佐助 那些人算是天才 算是下忍中的翘楚 那么刚刚毕业 就担任教官的家伙 究竟是什么怪物 就在此时 大量白雾在教室前面升起 都通通闭嘴 你们这些败类 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部被这个变动吸引 只见一位长相冷酷 面部带着横七竖八的伤痕 穿着一身黑衣的家伙 带领一众中人出现 我就是这场考试的主考官 叫做森乃伊比喜 现在 全部都给我回到座位上去 马上开始考试 众人见他这么凶 也不敢怠慢 于是纷纷端坐起来 但也有愣头青 只听一个声音 对森乃伊比喜问着 这场忍者考试 是牧业举办的 为什么你们会让能够战胜 精英上人的怪物来参加 怪物 森乃伊比喜 表情一瞬间阴森起来 你 滚出去 你已经失去了考试的资格 那人明显不服 为什么 我需要一个解释 森乃伊比喜立声道 作为一名忍者 不管竞争对手有多强大 首要考虑的 绝对不能是竞争对手 为什么出现 而是要如何面对这个局面 你不够冷静 看来还没有做好准备 回去再练习几年吧 可恶这个人咬牙切齿起来 那个家伙 明明就是被你们牧业 安排进来屠杀我们的 还死不承认 他的话再次激怒了森乃伊比喜 这一次 森乃伊比喜没有废话 直接让中人将他和他的队员 从考场丢了出去 其余人看到 都是纷纷低下头 不敢再多言一句 名人这边 刚刚坐在位置上 就听到系统的提示 丁恭喜宿主达成C即评分 模拟机会加1 嗯 名人有些意外 他打开属性面板 桥件上面的模拟机 会从2变成了3 名人在心中对系统问着 系统 这个任务的评价奖励 是累计叠加的 丁没错 哇 这么好 任务一共4个评分等级 如果能够全部拿到 一共就有11次模拟机会 看来这场中人考试 对于名人来说 越来越重要了 要知道 名人到现在 还只进行过7次模拟 这场中人考试 如果表现得好 直接就能获得 比往常模拟过次数 还要多的模拟机会 这么一看 名人还是得认真对待的 但是 当名人低头看向试卷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看不懂 因为 这里不是仁者学校 考试的内容 也只和仁者相关 而名人觉醒记忆之后 虽然也有认真学习 仁者内容 但这明显不是 给吓人的视觉 就算是名人 也只会几道罢了 不过不打紧 名人知道剧情 他知道 考生当中有考官潜伏着 他们会将正确答案 写出来 为的就是考验考生们的 情报收集能力 而名人本身 在这个方面 算是短板 不过他有九喇嘛啊 名人用精神力 和九喇嘛沟通 九喇嘛 麻烦帮我看一眼 正确答案 九喇嘛 这一下可不乐意了 老夫可不是工具狐 名人 行 我知道了 九喇嘛 等一下老夫刚刚想了一下 老夫还是帮帮你吧 还不快谢谢老夫 名人 多谢 小九 九喇嘛 不要叫我小九 名人 我知道了 小九 九喇嘛 呀 很快 第一场中人考试的时间 即将耗尽 森乃伊比锡 也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他利用各种手段 给所有学员施压 到了最后还没退出的 不管试卷成绩如何 都通过了考核 森乃伊比锡解释道 如果无法接受风险 心理承受能力弱 是不够资格晋升中人的 你们 都通过了 随后 红豆登场 并约定了第二场考试的地点和时间 考生们精神紧绷了那么久 现在通过考试 都是松口气 陆续离去 考生们离开后 森乃伊比锡收取试卷 虽然他们都通过了考试 但试卷上的成绩 也是作为加分项的 总体来说 就是更加容易成为中人 忽然 森乃伊比锡眉头一皱 他拿起名人的试卷查看起来 过了一会儿 森乃伊比锡 有些惊讶地说着 有意思的家伙 居然能够在不让所有人察觉的情况下 收集所有正确答案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名人也收到系统提示 丁恭喜宿主达成B级评分 模拟机会加2 第59章 面麻木版 名人察觉到系统的提示 心中稳了不少 才第一场考试结束 直接就B级评价了 看样子 后续拿到S级评价 并不是很难吗 获得了那么多模拟机会 名人决定提升一下自己的短板 名人归纳总结了以下短板 情报收集能力 人体换也都不强 强的只是封印术和战斗经验罢了 所以 接下来主要目标 就是将人体换稿到手 至于情报收集能力 则是可以通过获得一些秘书而提升的 至于后续提升实力的方案 名人想了两个 第一 提高本体战斗力 第二 培养更强的九喇嘛 名人比较偏向于提高本体战斗力 至于培养更强的九喇嘛 那是次一级的选择 虽然九喇嘛和名人关系好 但理性分析一下 实力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安心的 毕竟关系归关系 关系再好 也不是你自己的实力 亲兄弟 明算账 不容易心生戒地 相互猜疑 名人决定模拟后 便开始模拟前的一个步骤 用扇 沐浴 焚香 再洗五遍手 最后 名人挑了的良辰 卡着重力的时辰 系统 开始模拟 丁宿主消耗模拟机会 开始创建角色 角色性是抽取完毕 山上 山下 山中 山里 山外 山泉 山内 名人 炒 漩涡 不吵了 选漩涡 角色天赋抽取完毕 躲雨的评刺 小李漩涡面麻 漩涡面麻 很会装逼的那个 看起来挺不错呀 选丁面麻吧 漩涡一族 加上面麻的天赋 基本等同于面麻的模板了 但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 让明人感到匪夷所思 因为几乎所有的属性 都有漩涡面麻的存在 最后 明人选定了索模拟属性 性是 漩涡 天赋 漩涡面麻 健康 漩涡面麻 智商 漩涡面麻 性格 漩涡面麻 人际关系 漩涡名人又年 颜值 漩涡面麻 爱好 漩涡面麻 擅长 漩涡面麻 系统评价 你是漩涡一族 拥有庞大的查克拉 你天赋极佳 你身体健康 你智商只比奈良稍逊 你性格恶劣 没人喜欢你 你长得像反派 你喜欢收集力量 你擅长计划 时间点的话 明人选定了九尾之乱 因为这样 有可能混到一个人助力的身份 虽然人助力惨 但人助力强啊 而且 惨的又不是明人自己 只不过是他创建的角色而已 到最后 明人也是那个摘取果实的人 所以 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地点 直接选定木叶 没有任何意义 毕竟 木叶可是人街的主角村 木叶虽然也比较黑暗 但有机遇对实力的发展有帮助 开始模拟 你出生在木叶 你的妈妈是漩涡九星奈 父亲是波风水门 却正好遇到一只巨大的狐狸 闯入村子 呦 天狐开局啊 老妈九星奈 老爸水门 九尾之乱 任助力的身份 这不就来了吗 九尾之乱结束 你成为任助力 你的父母牺牲 你被原非日展带走 并寄养在某位村民家里 关于你是妖狐的传言忽然出现 你的日子过得不好 三岁 你换了整整十七个监护人 你被送入了孤儿院 你四岁了 开始拥有自我意识 你发现村民们对你非常厌恶 仇恨的种子在你心中发芽 你遇到一群人 正在欺负一个白眼小姑娘 你由于要不要去帮助 你的选择是 欺负雏田 虽然是在模拟当中 但那也不行 你选择帮助日向一族 可却被人暴揍一顿 日向一族分家成员赶来 见到你靠近日向雏田 顺手将你抱揍了一顿 做好事没有得到回报就算了 你还被人打了一顿 你决定再也不发善心了 无论是面对怎么样的境遇 也是一样 原非日展 发现你的异常 和团藏商议你的事情 五岁 某天夜晚 也的房间闯入了一个陌生人 他拥有一双妖异的 奇怪红色眼睛 这个人对你问到 漩涡面麻 你恨村子人吗 他等待着你的回答 你的选择是 小孩子被欺负了 当然会恨 不过这个拥有万花筒的家伙 看起来年龄不大 而此时时间点上 宇智波佑 也应该没有觉醒万花筒 所以 这个家伙就是止水吧 这个时期 止水应该已经接触了暗部 根部 加上前面模拟的提示 他应该是来对角色施展别天神的 万一被弄上别天神 岂不是就成废物了 那就再苟一点吧 不恨 你说你不恨村子人 你说村子人或许只是被人骗了 你还是爱着村民们的 宇智波止水原本接到对你施展别天神的任务 但听到你的回答太犹豫了 于是回头 将此事告知了原非日斩和至村团葬 至村团葬认为人助力必须控制起来才安全 强行命令止水对你施展别天神 但却被原非日斩阻止了 因为你是四代火影的儿子 你避免了被别天神操控 但心中的仇恨更加旺盛 却更为深藏起来 你六岁了 被原非日斩弄去上忍者学校 你看到别的孩子都有家长关心 心中仇恨更胜 你开始接触忍者知识 你发现自己学什么都非常快 马上要考试了 你想要考第一名 然后引起别人的注意 你是选择师 考试第一名 不行不行 这样不行的 太耀眼了 被人注意到没什么 被团藏那个老杂毛 注意到就完蛋了 故意控制分数 不上不下才行 你的考试成绩不理想 属于中下游的成绩 十岁 在一次实战演习中 你被宇智波佐助轻易击败 那梁鹿丸似乎察觉到什么 他认为你肯定隐瞒着什么秘密 放学之后 陆丸询问你为什么要放水 因为他看出来 你的实力比佐助强很多 你的回答是 被陆丸发现了 这咋吧 这小子可不容易忽悠 不如这样 你告诉陆丸 如果他继续问下去 就会有接连不断的麻烦 陆丸果然离开 果然是你啊 陆丸 第六十章 为了关键时刻救下同伴 你十二岁 你从忍者学校毕业 你的预定队友 是宇智波佐助 春野英 教官是奇目卡卡西 你是否接受这个现状 你的选择是 卡卡西虽然交柱子多一点 但的确也是个不错的教官 现在这角色只有恨 自己还太弱 苟一点跟随剧情吧 第七班成立 奇目卡卡西对你们进行考核 内容是抢铃铛 只有拿到铃铛的人才能顺利毕业 但你们是三个人 铃铛却只有两个 考核途中 佐助率先忍不住冲了上去 但却被卡卡西制服 春野英也被幻术击败 你则是隐藏在暗处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 救下被绑的佐助和春野英 二 自己一个人冲上去面对卡卡西 你的选择是 没记错的话 这个考核内容是相互配合 珍惜同伴 嗯 先尝试救人吧 在卡卡西故意放水之下 你就出佐助和春野英 你们意识到单打独斗 无法战胜卡卡西 于是一起配合 但依旧被卡卡西全部击败 而你因为隐藏实力 被卡卡西绑在树上 看着佐助和春野英吃饭 佐助想将饭分给你 但被春野英阻止了 因为卡卡西说不允许给你吃饭 春野英说 佐助你不要管他了 反正他也被称为怪物 一顿饭不吃也没什么的吧 佐助最后还是给你松绑 让你吃饭了 暗中观察的卡卡西及时出现 并宣布你和佐助通过考试 但你被春野英的话伤到 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心里却已经咬牙切齿了 卡卡西给出两个选择 一 你和佐助放弃春野英 成立有史以来第一个两人小队 二 你和佐助一同陪着春野英去复读一年 怎么还有这个选项啊 按理来说 我和柱子已经通过考核了 只有小英那个家伙没有 难道还是考验 试试吧 选择二 你违背内心 选择了第二种路线 佐助犹豫了一下 也跟着你选择第二种路线 卡卡西却宣布 你们三个都通过了考核 因为你和佐助 没有因为春野英的失败就放弃他 而小队拥有三分之二的团结率 算是勉强合格 至于春野英 则是可以后续教导 泽泽 这都通过了吗 莫非是三代老头给卡卡西的任务 专门去看柱子和面麻态度的 至于小英 则是可有可无 第七班开始执行任务 由于只是一下低级任务 没有涉及到战斗 所以 你隐瞒实力的事情 没有被卡卡西发现 很快 第七班接受到波之国任务 你有机会脱离木叶 成为盼人 你的选择是 现在脱离木叶吗 现在角色的实力还不强 体内还有九尾 脱离木叶 肯定会被小组织盯上 到时候被抓取抽离九尾 而且角色强度太低 获得的体质提升等级也太低 而留在木叶 还能通过中人考试 和左柱叛逃剧情历练一下 而且 后续还有老色胚自来也的收徒呢 叛逃 不行不行 继续丢忍着 波之国任务结束 你的实力得到提升 中人考试开始 你的选择是 当然是要参加的 你选择参加了中人考试 中人考试途中 左柱遇到大蛇丸袭击 你的选择是 当然是正好练练手 全力攻击大蛇丸 因为大蛇丸在原柱中 并没有击杀名人和左柱 甚至就连春野鹰也没有击杀 所以 名人知道 这场战斗是安全的 你全力出击 大蛇丸同你对战 却惊讶于你的实力 于是 大蛇丸也给你中了天之骤印 你体内的九尾 感知到外来力量入侵 这让九尾感觉自己的地盘被人入侵了 于是九尾 毁掉了天之骤印 名人 六 第二场中人考试结束 你结识了自来也 自来也想收你为徒 你的意思是 当然要拜师了 这可是原著中 实力突飞的一个阶段 你拜师自来也 自来也想检测一下你的实力如何 你的选择是 不隐藏实力 这样就能让自来也根据角色的强度 进行指导了 虽然有可能暴露角色的目的 但角色的身份 自来也知道 而自来也有属于那种偏向于歌派的作风 不太可能直接杀掉角色 面对自来也的考核 你没有隐藏实力 自来也惊讶于你的实力强大 询问你为什么要隐藏实力 为了让敌人小瞧我 然后关键时刻就下队友 你的回答 对于自来也来说是 满分答案 自来也开始放心指点你 在自来也的指点下 你的实力突飞猛进 你的体数 忍术 战斗经验得到大幅度提升 你学会了螺旋丸 通灵术 第三场中人考试途中 杀影和大蛇丸 发动木叶崩溃计划 你击败我爱罗和守鹤 返回众人考试现场 见到被阴忍四人众施展的四子杨阵 阵法内有大蛇丸 惠途转生牵手铸肩 惠途转生牵手飞肩 以及原非日斩 原非日斩苦苦支撑 最后以生命的代价 封印了大蛇丸的双手 四子杨阵消散 大蛇丸面临木叶忍者 和自来也的围困 大蛇丸为了逃脱 想要故意制造混乱 于是大蛇丸说出当初的真相 原来你是第四代 火影波风水门的后代 你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 又回想起这些年受到的委屈 心智失手 为了让木叶忍者出手 亲口说你是狐妖 于是你被封印般控制起来 但自来也的话也被你听见 你认为你被他背叛了 你苏醒过来 察觉到身上到处都是封印 你已经被木叶完全控制了起来 你的身体虚弱无比 自来也向你道歉 你是否接受 嗯接受吧 现在也学到了关键人数 看看能不能让自来也放开自己 然后离开木叶 你接受了自来也的道歉 并表示 师父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保护木叶 我们的目的不都是这个吗 都怪我一时大意 才被九尾占据了身体 是我的错 我应该道歉 第六十一章 人阶力量全收集 自来也震惊于你的奉献精神 于是为你解开封印 并试图感化你的内心 宇之波又 干视鬼娇 造访木叶 并袭击了你 幸好自来也及时出现 宇之波又带着鬼娇撤退 原非日展战死 木叶失去火影 自来也不想当火影 于是 你和自来也踏上了寻找牵手钢手的旅途 你有机会叛逃 你的选择是 叛逃 现在小组织外面 疯狂找人助力 你还敢叛逃 待在自来也身边 最起码这三年是安全的 顺便看看 三年期间 能不能把妙木山的仙术搞到手再说 牵手钢手 被你和自来也寻回 牵手钢手 成为第五代火影 于是波左助叛逃 作为他的队友 你的做法是 虽然比较麻烦 但为了长久以来维持的人设 还是表示悲痛 然后要拼命追回柱子 反正只是过一遍剧情而已 左助叛逃剧情开始 在中莫谷 你和左助发生战斗 左助激发天之骤印 却被你轻易击败 你可以将左助带回木叶 你的选择是 不带了 反正柱子待在蛇叔身边 也是成长 而且最后 也得到了好处 还被又用十拳剑封印了骤印 妥妥的血赚不亏 你选择放左助离开 左助非常疑惑 询问你原因 嗯 要不要将羽之波灭族真相告诉他 为后续拉拢一个队友 对 就这么决定了 你回答不上来 左助觉得莫名其妙 但也离开了 啊 为什么啊 丁提示 宿主创建的角色 并非穿越者 名人 六 既然没办法改变这个 那就算了 名人的主要目标 没有丢掉就行了 你返回木叶 自来也提出 带你去历练 你的选择是 这就是原著中 三年的过渡期吗 同意吧 顺便千方百计的 打听仙人模式 看看能不能搞到手 三年后 你学会了仙人模式 实力暴增 你有机会叛逃 你的选择是 等的就是这一天 叛逃 然后尽可能提升实力 自来也打算带你回木叶 但是途中 你却选择脱离了自来也 并彻底成为了判人 你被九尾拉入封印空间 九尾早就察觉到 你对木叶的恨 想要利用你的恨 让你心智失守 然后占据你的身体 但九尾没有能成功 你知道 九尾是个大麻烦 所以开始寻找压制的 九尾的力量 你偶然得知 万花筒可以控制尾兽 你决定去寻找宇智波佐柱 你叛逃后 刚守发布了通缉令 并派出卡卡西 春夜英等人找到你 想用往日的感情感化你 你的选择是 不叛逃就不叛逃 叛逃之后 肯定不能回头的 卡卡西决定 用武力将你带回 但却不是你的对手 你将卡卡西 春夜英杀死 你在大蛇丸基地 找到了宇智波佐柱 但却发现 佐柱还没有开启万花筒 大蛇丸察觉到 你心中对木叶的恨 于是想利用你的武力 提出可以帮你控制九尾 你是否相信 大蛇丸能有那个 控制九尾的能力 我咋不知道啊 当然不相信了 大蛇丸企图对你动武 但却被你反杀 关键时刻 大蛇丸附身于佐柱的咒印内 神秘面巨难出现 引导佐柱击杀诱 九尾联系到你 说可以和你合作 但你要远离佐柱和神秘面巨难 你同意了 你逃之夭夭 你开始和九尾配合 在忍戒当中 寻找提升实力的方式 你了解到邪神教 并通过飞断 加入了邪神教 并成功获得飞断的能力 你通过螺旋丸和尾兽玉 发明了更强大的人数 大螺旋轮鱼 宇之波又 甘是鬼交找到你 却被你击退 宇之波佐柱和宇之波又碰面 宇之波佐柱击杀宇之波又 宇之波又封印了 佐柱体内的大蛇丸和咒印 你和宇之波佐柱相遇 你为了控制九尾 偷袭了宇之波佐柱 获得了永恒万花筒血轮眼 你控制了九尾 你面临神秘面俱难的袭击 但你逃脱了 你来到空人者村 了解到邻尾 你击杀阿玛鲁 并用万花筒控制邻尾 吸收了邻尾的力量 你可以利用人们心中的黑暗 进行修炼了 你来到鬼之国 见到巫女子愿 了解到亡两之力 你解开了亡两封印 你获得了亡两之力 你压制了亡两意识 你收集到提姆西的情报 得知了格雷尔之石 你击杀提姆西 海德 卡米拉 兰克 封外 你获得了五颗格雷尔之石 并将它们移植进体内了 你造访了龙地洞 想要学习龙地洞仙术 却被蛇仙人拒绝 因为你已经学会了妙木山的仙术 你击败蛇仙人 统治了龙地洞 并学会了龙地洞仙术 你造访了施古灵 你想学习施古灵仙术 或于仙人拼死抵抗 你杀了 阔于仙人 现在的你 拥有五颗格雷尔之石 亡两之力 龙地洞仙术 妙木山仙术 永恒万花筒血轮眼 邪神教能力 你决定想目标复仇 你返回牧业 打算摧毁牧业 却遇到钢手的抵抗 你对钢手的白豪之印感兴趣 于是你囚禁了钢手 用万花筒 获得了百豪之数 自来也返回牧业 救下钢手 佩恩六道降临 目的是九尾 你vs自来也 加钢手 加佩恩六道 加数万木叶忍者 你逐渐不敌 于是留下五枚大罗 玄纹于陶之夭夭 你摧毁了木叶 但你却觉得非常空虚 神秘面具难找到你 希望同你合作 并向你说明月之眼计划 你没有目标 决定同意合作 等小组织缺少九尾查克拉的时候 你可以提供 你继续在人间漫无目的地游荡 并尽可能地提升实力 你囚禁黑土 逼迫大野木交出沉顿 却发现自己无法学会 你造访云影村 逼迫雷影交出雷顿铠甲 你学会雷顿铠甲 你造访雾影村 却失望离去 因为他们太垃圾了 没有能让你感兴趣的力量 小组织收集尾兽完毕 神秘面具难找到你 希望你贡献九尾之力 你的选择是 我感觉这两张有点水 所以今天加更一张 等一会更新 第六十二章 佐助 不管我如何求救如何哭 你都不用来救我 你复仇之后 便失去了目标 人生已经没有了目的 于是同意 贡献出九尾之力 名人看着 模拟自己发展 有种脱离自己控制的感觉 因为角色的强度上来之后 貌似自己的选项也变少了 你跟着神秘面具难 返回小组织基地 却被小组织告知 失去尾兽的你 也会死掉 你虽然是没有目标的活着 但你并不想死 于是你开始反抗 你vs小组织全员 你将小组织成员全部杀死 并重伤了自称 与之波般的神秘面具难 但你最终死在 神秘面具难的神威之下 你死了 模拟结束 模拟评价 被仇恨左右的一生 活着只为了变强和复仇 你的成就是当时忍者顶点 但复仇后 随之迎来的 便是无法形容的空虚 系统评级 8 获得奖励 8级体质增强 获得奖励选择卡 漩涡 房间内 名人坐在床上 感受着忽然飙升的体质 第一次获得这么高的评级 名人没想到 提升居然会这么大 宿主 漩涡名人 特性 漩涡血脉 牵手血脉 阿修罗转世 九尾人助力 术 色诱术 变身术 金刚封锁改 八卦封印级 名神门 战斗力 21222 加149600 背包 165.94亿银两 模拟次数 4 任务 中人考试 本来1万多的战斗力 直接飙升到2万 加上9喇嘛 自己能爆发出超影级的战斗力 也就是比传闻中的语之波般 牵手逐渐 两人稍训一些罢了 至于本次模拟角色的奖励卡 名人也在思考 要获得什么能力 这名模拟角色强度极高 绝对是名人模拟过强度最高的一个 其获得了无数忍数 以及古怪的东西 名人将奖励总归为三个 一 巨量的忍数 二 杨属性9喇嘛一只 三冒好其他 稍微想了一下 名人觉得 选择半只9喇嘛得不偿失 不如选择巨量的忍数 这样的话 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不是提升9喇嘛的实力 系统 选择它的忍数 兵奖励选择成功 选择完毕后 名人脑海中 缓缓涌出许许多多的记忆 雷顿铠甲 超青岩之术 大螺旋鱼 以及普通的螺旋丸 当然 忍数并不只包含这么一点 而强度高的 就是这么几个 但让名人觉得可惜的是 仙术 秘术 以及包括邪神教的那些诡异玩意儿 居然都不包含在忍数范围的之内 虽然有点小可惜 但名人的目的 也算达到了 接收完忍数的记忆后 名人再次看向属性面板 宿主 漩涡名人 特性 漩涡血脉 牵手血脉 阿修罗转世 九尾人助力 术 金刚封锁改 八卦封印集 名神门 大螺旋鱼 超青岩之术 雷顿铠甲 战斗力 68777 加149600 背包 165.94亿银两 模拟次数 4 任务 终人考试 4 名人深吸一口气 因为他想不到 自己的提升居然这么大 之前的名人 空有战斗经验 却没有多少人数 但现在 名人学会了巨量的人数 也就是说 之前的名人战斗力构成 是战斗经验X封印数 而现在 则是战斗经验X封印数X人数 加上八级的体质增幅 以及血脉之力 才拥有了如今 接近7万的战斗力 而根据系统给出的数据来看 此时的名人 已经是妥妥的强硬了 虽然距离般 朱坚俩人活着的时候 还有一段差距 但加上九尾的话 此时的名人 也能够同班 朱坚打得有来有回了 得到了好处 名人便意犹未尽地 看向剩余的四次模拟次数 如果运气好的话 名人直接就能起飞了 到时候 他就不用忌惮小组织 不用将自己锁定在木叶了 于是 名人立马开始继续模拟 但可惜 这一次模拟 貌似消耗了他的运气 接下来的一次模拟 名人没有抽到好属性 虽然模拟角色 活了足足三十多年 但却依旧是个中人 好在那个家伙 在情报收集上算是特长 名人只能选择 他的情报收集能力 然后顺便拿下三级的体质增幅 运气差了一回 不至于打击名人的自信 他继续开始今天的第三次模拟 开头就来了王炸 姓氏中有漩涡一族 但后续的属性不忍直视 这名模拟角色到最后也是被抓取当人助力的料 然后憋屈地度过了一生 最后 名人获得四级体质增强 以及一张暴怒完全踢九尾卡片 而名人的战斗力 再次飙升到七万七千多 至于卡片里的暴怒九尾 找个机会 投喂给自己的九喇嘛 而后 名人停止了模拟 因为只剩下两次模拟机会 名人决定和上次一样 沐浴焚香挑选良辰 这是玄学 但有时候也不得不相信一些 第二场中人考试 很快就来临了 死亡森林外部 考生小队们陆续集合 名人在其中 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家伙 那应该就是大蛇丸了 在玉手洗红豆的一番恐吓之下 众人心中开始忐忑起来 而名人察觉到 不少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就是那个家伙吗 看样子应该是的 刚刚毕业 就能担任教官 击败精英上人的家伙 等一会儿 千万要避开他 要不然就倒大霉了 本来春夜鹰 还有点害怕来着 但见大家都这么害怕名人 甚至要刻意避开 心中也是吻了许多 很快 考试开始 各个小队 领取了属于自己的卷轴 然后陆续进入死亡森林 走了没多久 名人三人果然就遇到一个 带着草帽的家伙 一个人还敢来抢夺卷轴吗 左助冷傲地说着 名人 你不用出手 将他交给我就行了 名人看了一眼 伪装成吓人的大蛇丸 不确定地对左助问着 你确定吗 柱子 左助自信一笑 当然 如果连一个孤身一人的下人 都无法战胜 我根本就没有资格背负那些使命 也没有资格获得你的指导 额名人挠挠头 对左助说着 柱子 你要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左助大手一挥 不用多说了名人 我意已决 我甚至可以说 等一会儿 我无法打过这个家伙 不管我如何求救 如何哭 你都可以不用来救我 名人 第六十三章 救我 三分钟后 左助心惊肉跳地对名人喊道 名人 救我 啊 名人站在远处 对左助说着 可是柱子 你刚刚说不让我救你的 左助表情猙獰地说着 我错了 快来救我吧 我还有使命 我不能死在这里 求求你了 名人微微摇头 将目光投向骑着蟒蛇追左助的大蛇丸 而名人身后的春夜鹰 此时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 根本没有一点战斗力 超清重严之术 名人为自己施加大野木的辅助忍术 便觉得身体变轻 然后漂浮在半空 并且可以随着名人自己控制 去改变位置 这就是超清重严之术吗 感觉有点神奇 名人心中想着 便凌空飞起 朝大蛇丸的方向靠近 左助见名人过来 虽然不知道名人怎么飞的 但他还是向名人靠拢 喂 大蛇丸 请你离开这里吧 名人非常有礼貌地说着 同时双手结印 金刚封锁改 哗啦啦 数条金色锁链出现 席向大蛇丸脚下的蟒蛇 大蛇丸见多识广 自然认得出来 这是金刚封锁 居然是能够脱离身体限制的金刚封锁吗 大蛇丸意外地说着 这是你自己改良的吗 真的是恐怖如斯啊 漩涡名人 在金刚封锁飞过来的一瞬间 大蟒蛇 蟒蛇被飞过来的金刚封锁 捆了个结结实实 巨大是蛇身倒在地上挣扎 掀起一阵阵余波 大蛇丸落在某段树枝上 居高临下望着这个场景 他眉头微皱 感觉非常不妙 自己的出现 肯定会引起暗部的注意 而木叶的忍者 很可能就正在往这里赶 现在名人还表现出 比较克制自己的能力 并且 大蛇丸还能感知到 名人体内 那股无法形容的查克拉 简直和尾兽没什么区别 就算全力作战 一时半会儿 估计也无法拿下 漩涡名人吗 大蛇丸面部无比阴霾 阴森的苍白肌肤 看起来不像活人 他对名人说着 我记住你了 漩涡名人 说完 大蛇丸转身逃离现场 见大蛇丸逃离 名人也有些猛 大蛇丸 这人这么听劝的吗 不过他既然走了 名人也省去一些麻烦 与此同时 系统的提示音出现 丁弓喜宿主达成A级评分 模拟机会加三 听见系统的提示 名人心中暗想到 只剩最后一个S级评分了吗 感觉轻轻松松啊 如果忍戒有类似游戏难度的设定 那么 名人觉得自己开的 应该是休闲末式 总之 大蛇丸被驱赶了 名人回头去找左柱和春野鹰 左柱类的半死 瘫在树枝上躺平休息 所幸的是 大蛇丸的目标并不是击杀左柱 所以 左柱身上虽然有伤 但都不致命 而且 大蛇丸的骤印 也没有给左柱整上 柱子 你没事吧 名人对左柱问着 左柱迷茫地看着上空 对名人问着 名人 我是不是没有一点忍者天赋 名人 柱子 你不要这么想 在我看来你 可是天才 可是我连一个下忍都打不过 左柱的表情有些颓废 名人对左柱提醒到 那个家伙不是下忍 而是大蛇丸 是传说中的木叶三忍之一 妥妥的影级高手 你打不过 很正常 左柱激动地坐了起来 什么 影级高手 为什么他会来参加中人考试 对此 名人向左柱解答了一番 一听见名人说 大蛇丸是因为 败给宇智波佑 所以想利用手段 得到宇智波的身体 这就让左柱感到一阵恶寒举景 不过 左柱和大蛇丸交过手 知道大蛇丸的实力很强 甚至左柱全力出手 都无法逼大蛇丸 展露真本事 但宇智波佑 却能战胜那样强大的大蛇丸 这让左柱心中的紧迫感 愈加强盛 虽然战斗才三分钟 但这三分钟左柱都是全力爆发 所以 此时左柱的体力消耗得差不多了 于是 名人就提出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春夜音自然是赞成的 左柱也没什么意见 于是 三人便就近找到一个树洞进去 左柱躺在地上闭目养神 春夜音心有余悸地打量着四周 一旦有人靠近 就会通知名人 忽然 春夜音眉头微微一皱 挨近名人后小声问着 名人君 你听没听见什么声音 正在发呆的名人 认真听了一会儿 的确有声音 貌似是谁在求救呢 这很正常吧 毕竟这里是死亡森林 有人即将被杀 也很正常 名人没有在意 可他忽然想到一件事 那就是中人考试中的一个小剧情 貌似是香灵 救不救 稍微想了一下 名人便做出决定 救 香灵会金刚封锁和神乐心眼 金刚封锁 现在名人会 但神月心眼还不会呢 而神乐心眼 可是原著中顶级的勘测书之一 名人和香灵 都拥有漩涡血脉 如果名人能够学会 岂不是能够弥补 一下自己的短板 一念至此 名人便起身 对春夜音说着 我出去看看 春夜音一听 名人要离开 立马紧张兮兮地说着 名人 你可要赶快回来啊 我就是个小菜机 保护不了柱子的 名人开口道 放心吧小鹰 我很快的 说完 名人离开树洞 而躺在地上 陷入半睡半醒状态的左柱 恰好听到这一句 他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名人和春夜音玩得这么滑 名人寻着声音找 很快就发现一个 娇滴滴的红发妹子 但她的状态不是很好 或许是眼睛近视的原因 香灵跑起路来 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的 她的身后 还跟着一头巨大的狗熊 名人凌空飞过去 伸手将香灵提了起来 香灵是个重度近视 还以为自己 被什么老鹰叼走了呢 于是 香灵倒腾着四肢挣扎起来 放开我 我不好吃 我三个月没洗澡了 名人听得头皮发麻 下意识问着 真的吗 听见是人类的声音 香灵珠红色瞳孔中 生起一丝喜悦 当然是假的 快救我 名人 第六十四章 香灵 名人提着香灵 站在树枝上 但香灵仿佛还以为在高空 她死死抱着名人手臂 下来吧 名人对她说着 香灵俏脸凑到名人面前 双眸睁大 仔细打量着名人 模模糊糊的 香灵瞧见一张清秀的帅脸 谢谢你 好心人 名人 没事 反正我也是有目的的帮助 下面的那头巨大狗熊 瞧见名人居然会飞 直接吓得逃离现场了 香灵好像很害怕 自己会掉下去 于是双手紧紧抓住名人胳膊 她对名人恳求道 恩人 我的眼睛丢了 就在这一片 你能帮我找找吗 旧人就道敌 名人提起香灵 让她靠近树干 对她说着 等我一下 名人飞下树去寻找起来 没多久 名人便去而复返 手中还拿着香灵的眼镜 香灵戴上眼镜后 便觉得安心不少 因为没有眼镜的她 和瞎子 没有什么区别 她还被怪物追 刚刚的惊心动魄 让她以为自己 今天要死在这里了呢 香灵看向那个救下的人 瞧见对方的面容 第一时间 香灵便感到一丝惊艳 死 这脸蛋 这眼神和气质 这不是她寻找的 白马王子吗 不对 香灵表情一颤 惊讶地说着 你你你你是 那个击败精英上 忍得吓人 也不算吧 当时是因为 那个家伙大意了 名人谦虚地 为卡卡西 找了个理由 果然是 一想到 对方拥有 击败精英上人的能力 香灵便感到一阵心安 此时的她 只想活下去 等考试结束就离开 于是香灵面带羞涩地 对名人说着 那个我 我想跟着你 名人疑惑地看着她 知道香灵胆子大 放得开 但没想到 这么放得开 香灵解释道 我和队友走散了 而且他们 也不在乎我 我现在只想活下去 等到了中央高塔 我就退出比赛 绝对不会成为你绊脚石的 好吧 名人也没有拒绝 毕竟和香灵拉近关系 也是她的计划 等香灵以后 觉醒了漩涡一族能力 自己再向她请教 香灵没想到 名人居然这么轻易地 就同意了 毕竟大家看起来 都好凶的样子 香灵舒心地笑了起来 你人还挺好呢 我会记住你的恩惠 恩人 我叫漩涡香灵 请问 你叫什么名字 漩涡名人 名人随口一说 然后又提醒道 我的队友还在等我 咱们先去 和他们会合吧 香灵乖巧地点头 我都听名人的 香灵对名人的感官非常好 毕竟是英雄救美 加上实力强大 以及有颜值 路上 香灵便忍不住 唧唧喳喳喳起来 名人也姓漩涡吗 难道咱们是亲切 话说名人 为什么会在牧业啊 咱们漩涡一族 不是分散在人街吗 名人这么帅气 还很强大 肯定有许多小姑娘喜欢吧 名人你有喜欢的人吗 等两人返回 第七班休息的树洞 就瞧见外面的情况 不少人者汇聚在那 有鹰人有草人 还有牧业的小强们 牧业阵营 和其他阵营的人 正打成一团 左柱发挥出色 居然能够同时牵制三人 而春野英和景野 也相互配合 勉强占平一人 香灵见到这个局面 也是有些害怕 连忙躲在名人身后 探出一点身子 打量着激烈的现场 名人一看 这个混乱的局面 便觉得头疼 名人喊了一声 喂喂喂 别打了 都住手 他一出声 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瞧见那个标志性的黄发 和帅气的面庞 大家纷纷停下战斗 战成两个阵营 曹影村和阴影村的人者们 顿时面色大变 是那个击败精英上人的家伙 怎么办 可恶 明明他刚刚不在这里的 春野英面色一喜 好呀 是名人君回来了 这一下彻底安全了 不过 名人身后站的那个大姐姐 是谁啊 该不会 是那个求救的家伙吧 然后名人英雄救美 救了他 春野英下意识感到不妙 那个红头发的女人 不会对名人以身相许吧 这让春野英心中 升起一丝危机感 名人见他们停了下来 便当众通之道 现在 除开木业的人之外 全部都滚蛋吧 这个态度 不可谓不嚣张 几乎是瞬间 就点燃了众目 呵呵 托斯站了出来 面目猙獰地盯着名人 听说你击败了精英上人 怕不是假的 就让老子来试试你 名人面色不变 抬手朝托斯丢过去 一发微型螺旋轮鱼 那是什么东西 托斯瞧见一颗旋转的黑球 朝自己飞过来 下意识抬手打出风盾 可那无往不利 甚至能够击碎岩石的风盾 却无法对黑球 造成任何影响 托斯来不及躲避 便被微型螺旋轮鱼 命中腹部 微型螺旋轮鱼 顶着托斯飞向远处 就这么飞了有几百米后 轰隆隆 震耳欲龙的爆炸声 从远处传来 一道半圆形能量强 缓缓向四周推去 湮灭着沿途中的一切 现场一阵地动山摇 微型螺旋轮鱼掀起的鱼波 疯狂冲击着现场 所有人都抬起胳膊 抵御着鱼波带来的飓风 过了好一会儿 现场才安静下来 开开玩笑的吧 一名鹰人 被吓得瘫痪在地上 双目无神地盯着远处 托斯的两名队友 转身就逃 其余除开木叶之外的人 也都是吓得亡魂大帽 完了命地逃跑 木叶的小强们 也都是惊愕地看着名人 因为这是名人 第一次展现出 大规模杀伤性人数 香菱吞了吞口水 对名人问着 名人军 我不用离开吧 名人摇摇头 当然不用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们可能是亲戚的 对 我们是亲戚 我可能是名人军的姐姐呢 香菱感到一丝安心 但随后 香菱又仿佛想到什么来 她连忙补充道 表达 名人 大姐 您干嘛非得强调这个 不是表达 难道还是亲的吗 我怎么不知道 我妈还有个女儿啊 而香菱的想法则不同 因为表达可以下手 第65章 就是现在 之前 大蛇丸碍于名人的淫威 所以没有得逞 她失败之后 并没有真正的离去 而是潜伏在名人小队四周 大蛇丸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给佐助仲上天之骤印 然后利用想要变强的心理 勾引她叛逃 原本 大蛇丸瞧见名人离开小队 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可没想到 名人还没走远 春野鹰 佐助就遇到麻烦 事态不受控制 这里仿佛要开什么宴会一样 短短时间 就汇聚了那么多人 甚至还有大蛇丸自己的手下 然后 名人带着香菱返回 名人向托斯 丢了一发黑色的球体忍树 那个威力 不能说很大 只能说非常非常大 大蛇丸躲在暗处 观察着名人 眉头紧锁 这个状态的名人 真的是非常难缠 看来还要等一个更加完美的机会才行 名人驱赶了除开木叶之外的人 还获得了与自己小队不同的卷轴 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众人没聊几句便分开了 毕竟这是考核 而他们又不想抢夺同村的卷轴 名人小队任务完成 现在只需要去中央高塔就行了 春野鹰望着名人身后的香菱 心中酸酸的 毕竟这个姐姐看起来有点漂亮 而且 名人对她的态度也是极好 春野鹰忍不住对名人问着 名人 她是谁啊 不等名人回答 香菱便上前两步 双手抱胸 居高临下地看着春野鹰 我知道你 你是那个追求了名人君很久也没有进展 然后还不会发育的飞机场 姐姐姐 春野鹰听着这熟悉的话 心中顿时一阵恼羞 她咬牙切齿地对香菱说着 你不要得意 我和名人君相处的时间比你多 你这个第三者 我是第三者 香菱文言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大喜 居然这么靠前 春野鹰 左柱和名人站在一旁 面带无奈地看着这两女生 争风吃醋 没多久 香菱就把春野鹰给气得面色通红 一副要打人又不敢动手的样子 小脸憋屈得紧 最后还是名人开口 才算停戏了战争 现在小队有了两种卷轴 而香菱又不需要完成任务 所以直接朝中央高塔出发 没多久 名人小队就出现在中央高塔 然后见到了伊鲁卡的分身 之后就在中央高塔 等着比赛结束了 躲在暗处的大蛇丸 暗道可惜 左柱身边有名人 自己不好下手 现在到了中央高塔 更不好下手了 难道就要现在放弃吗 自己真的要放弃 拥有与之波异族身体的机会吗 大蛇丸正犹豫呢 便察觉到高塔不远处传来轰鸣声 并且 还伴随着一股无法形容的压迫感 大蛇丸眉头一皱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一股尾瘦的查克拉 他朝那个方向看去 轰隆隆 只见一只巨大的狸猫 出现在高塔不远处 狸猫的前方 还奔逃着不少考生 这是一尾提前抱走了 大蛇丸心中有些不满起来 这沙影村真的是个坑逼 以后不带他们玩了 中央高塔内 名人小队也听到动静 从高塔内出来 和他们一样出来的 还有抵达高塔的不少考生小队 试试尾兽 什么情况 为什么中人考试会出现尾兽啊 所有人都惊慌不已 甚至不少人转身变逃 巨大的尾兽 给人的压迫感太强了 而这守鹤 看样子是暴走了 正在无差别攻击一切活物 不少还在考核途中的考生 都被守鹤驱赶着 朝中央高塔逃命 远远的 还能瞧见逃命的众人 里头有鹿丸小队 宁刺小队 名人望着守鹤的身影 心中对系统问着 系统 我要是击败守鹤 评分有没有S 丁有 嗯 那就确定了 看样子 这是个机会 名人如此想着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守鹤会在第二场中人考试就暴走 但这对于名人来说是个机会 名人身旁 左柱下意识对名人问着 名人 怎么办 现在左柱知道 或许只有名人有办法了 因为名人绝对是这里的最强者 名人对身边的人吩咐道 你们先远离这里 我去看看 名人 这也太危险了 这种事情 还是交给大人去做吧 春夜莹有些担心地看着名人 万一 你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 香菱也是有些紧张地 拉着名人袖口 名人军 虽然我和小鹰是敌人 但是小鹰说的 对 这太危险了 名人却是一脸轻松 看起来毫无压力地说着 我想 你们是搞错了 我让你们先走 不是为了给你们垫背 而是为了不波及到你们 说完 名人为自己加持超清重研之术 飞身离开 香菱下意识一慌 还想去劝名人一起逃命 但却被左柱拦住了 左柱冷冰冰地说着 别去添麻烦 别添麻烦的是你 香菱轻哼一声 你带着这个花痴快走吧 说着 香菱指了指春夜莹 春夜莹文言大怒 你说 谁是花痴呢 花痴 香菱解释道 我能给名人君补充茶克拉 现在不要废话 你如果想骂的话 等以后有的是时间 春夜莹也知道是个菜鸡 所以也没多说 便和左柱一起离开了 而香菱 则是逆着人流 躲藏在暗处 暗中的大蛇丸 瞧见名人和左柱分开 便知道机会来了 没想到 杀影还是有点用的 最起码 将大蛇丸来牧夜的第一个目的达成了 大蛇丸跟上左柱 这次他没有试探左柱的实力 而是全力以赴 最终 大蛇丸咬了一口左柱 在他肩膀上种下一颗草莓 扬长而去 春夜莹来不及害怕 拖着昏迷的左柱逃离 另一边 名人悬浮在半空 望着下方大发神威的首鹤 陆安小队 宁刺小队逃跑途中 瞧见天上飞着的名人 陆安冲着名人喊道 名人 快跑 那个东西是尾兽 名人眼瞅着这俩小队 要被首鹤追上 也不废话 他表情一宁 抬手一发金刚封锁 朝首鹤刺了过去 天天眼神一鸣 脚鹤道 就是现在 他动作麻利地取出相机 一边跑一边 对准名人 灯光框框框地闪了几十下 宁刺 小李 陆安小队 惊恐地看着天天 第66章 炸首鹤 咔咔咔 锁链的声响 惊动首鹤 首鹤感知到不妙 抬手控制沙子 铺天盖地地朝金刚封锁涌去 破 金刚封锁穿透沙子 三加五除二 便将首鹤捆了个结结实实 其余人瞧见首鹤被困 立马加速逃离现场 临走前 天天还不忘拍几张照片 好 首鹤仰天尖笑一声 整个躯体开始沙化 然后逃离金刚封锁的限制 天空中 名人瞧见首鹤正脱金刚封锁 便有些惊奇地说着 没想到 你居然还会这一招 九喇嘛的声音 忽然传入名人耳中 名人 要不要老夫帮忙 我想试试手 名人如此回复着 九喇嘛不由地对名人提醒道 这只狸猫会封盾和封印术 名人你要小心 首鹤逃脱名人的金刚封锁后 两只残暴的双眼 便锁定天空中的名人 死 死 首鹤口中咆哮着 抬起爪子 控制沙子 朝名人卷去 名人在天空中飞行 轻松地避开 下方 首鹤剑无法攻击到名人 便双手结印 尾兽查克拉不断凝聚 封盾嘛 名人饶有兴致地盯着首鹤 抬手也开始凝聚查克拉 尾兽查克拉和人类的查克拉比起来 强大的点就是 它的强度高 量还多 而此时的名人 查克拉量并不缺 至于查克拉强度 则是和身体强度有关 毕竟查克拉可是由身体进行提炼出来的 而名人的身体 经过许多次系统的改造 名人的查克拉 仿佛绝地的洪水一般 涌向掌心 恐怖的查克拉 在掌心上空凝结 最后形成一个黑色的球体 球体外部 还有着一道类似星环的能量波动 这球体不断旋转 并散发着恐怖的威能 下方 首鹤结印完毕 狂吼道 风盾 炼空弹 哄 一阵压缩到极致的飓风 从首鹤口中喷出 并呼啸着朝名人飞来 名人四下看了一眼 发现周围已经没人了 只有远处不断赶来的沙影 木叶的封印版 毕竟首鹤 暴走这可是大事 沙影和木叶 怎么可能不知道 此时 两个村子 已经分别派出两个封印版过来 名人目测了一下自己 和封印版的位置 便放下心来 他移开手掌 大螺旋轮鱼 缓缓从空中飘落 而名人的本体 则是被施加查克拉 更恐怖的超清炎之术 借助查克拉爆发的速度 名人迅速避开 守鹤忍术的前行轨迹 然后拼命拔高 炼空弹和大螺旋轮鱼 迎面相撞 一瞬间 所有能量被吸入一点 下一秒 这些能量便开始爆发 白色极光从爆炸中心缓缓升起 一圈由查克拉爆炸形成的白色禁区 陡然出现在死亡森林 传闻中逐渐留下的树木 瞬间碎裂 那恐怖的能量 疯狂摧残着范围之内的一切 外围 一道惊人的鱼波 向四周扩散 沿途之中 大地仿佛被不可抗力影响 直接震成了如水面一样的波纹 然后碎裂开来 向着远处推去 名人身形不断拔高 但还是被鱼波吹得歪歪扭扭 所幸 九喇嘛及时为名人附加了他的查克拉 名人提表 升起一层九尾查克拉外衣 帮助名人抵挡着鱼波 九喇嘛在封印空间内 望着那大螺旋轮鱼和炼空弹激发的爆炸 忍不住震惊道 名人 你的实力 已经能够和牵手住间 与之波般媲美了 更让九喇嘛 感到恐怖的是 此时的名人年龄还小 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远处的封印般 瞧见这个场景 直接掉头往回跑 但还是被鱼波波及 就算是他们有着防御型忍术的抵挡 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而最开始逃离现场的考生们 也是各显神通 抵挡威力最小的鱼波 来不及逃离中央高塔的考生 直接被气化 并且名人注意到 在死亡森林的某个位置 还忽然升起三道罗生门 这三道罗生门抵挡着鱼波 保护了他背后的一片死亡森林 名人根据距离判断了一下 唇角微微一抽 还是被大蛇丸得逞啊 现在的佐助 应该已经被大蛇丸 种下了天之骤印 这件事名人暂且记下 随后便将目光投向爆炸中心 此时爆炸已经过去 一颗蘑菇云缓缓升起 天空中飘荡着被炸飞的物质残片 原本阴森恐怖的死亡森林 爆炸之后 直接成了一幅末日景象 距离爆炸的中心处 是原本守鹤所处的位置 此时此刻 守鹤的身体 直接被炸得粉碎 一点点沙力 正不断凝结 过了许久 守鹤才凝结了一个外形框架 而守鹤的头顶 我艾罗却是安然无恙 原来 是守鹤在关键时刻 用秘书保护了我艾罗 因为任助力和尾兽的关系 非常复杂 如果尾兽是被抽离任助力的 那么尾兽不会死 如果尾兽还在任助力体内 而任助力死亡 那么尾兽就会跟着死亡 想要复活 怕是需要不短的一些年头 所以守鹤就护着我艾罗 此时守鹤再次凝结成形 但他已经没了刚刚的嚣张气焰 刚刚的守鹤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 老子是老大的样子 见谁杀谁 逮谁干谁 可现在 守鹤被大罗玄伦鱼炸了一下 他为了抵挡 损失了大半查克拉 此时他的躯体 也只有被炸之前五分之一大小 看起来就和大一点的通灵兽 没什么区别了 守鹤的眼神都清澈了不少 我现在就回去 守鹤唯唯诺诺地说着 便想要将身体控制权 交还给我艾罗 可就在此时 九喇嘛的声音 从名人体内传出 哈哈 守鹤 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变得这么懒啊 一听是九喇嘛的声音 守鹤瞬间暴怒起来 他甚至遗忘了死亡的威胁 对空中的名人狂吼道 臭狐狸 有本事出来单挑 九喇嘛喜极 兴奋地说着 这可是你说的 名人 让老夫出去透透气 从名人这里得到了实力 现在的九喇嘛 非常想在以前的敌人面前 显摆显摆 名人也没拒绝 直接打开封印 九喇嘛的查克拉封印涌出 然后在守鹤前方不远处汇聚 而后 一头比此时的守鹤 体型大了接近二十倍的恐怖狐狸出现 第六十七章 任务完成 轰隆隆 巨大的狐狸爪子 从天空中伸下来 缓缓将守鹤的躯体笼罩 守鹤抬头瞧见 仿佛屹立于云层当中的九喇嘛 两只兽眼瞪的魂园 充斥着无边的惊恐 九喇嘛将守鹤从地上捡起来 猙獰的说着 一位 你刚刚说什么 我我是说 好久不见啊 守鹤耸得俩耳朵往下压 虽然守鹤被名人轰掉大多数查克拉 但此时的守鹤 还算大型通灵兽 而他在九喇嘛手中 却仿佛九喇嘛在牵手住间手中一样渺小 九喇嘛见守鹤这么耸 便肆无忌惮地嘲讽起来 守鹤呀守鹤 老夫还以为你的嘴是最硬的 没想到还有你服软的时候 臭狐狸 你不要骑我太甚 守鹤狂怒起来 老子又不是没有死过 说完 守鹤张嘴一口咬在九喇嘛大拇指上 九喇嘛手伤一疼 一把将守鹤甩飞出去 守鹤飞了几百米才坠落下来 摔得头昏眼花 这臭狐狸究竟是怎么回事 守鹤纳闷地说着 我记得之前他不是这么强啊 算了不管了 现在我受伤了 还是赶快缩回去 免得被他嘲讽 说完 守鹤便开始将查克拉回笼进我埃罗体内 远处 九喇嘛不断对守鹤讽讽道 耸包 不多时 守鹤便返回我埃罗体内 名人的脑海中也传出系统的提示 丁恭喜宿主达成S级评分 模拟机会加5 名人看了一眼系统面板 模拟次数还剩于10次 这绝对够名人提升一大截了 目的完成 九喇嘛也回到名人体内 名人便打算撤退 可就在此时 木叶和沙影的封印板赶了过来 他们检查了一下我埃罗 然后惊恐地看着天空中的名人 因为名人的表现太离谱了 不单可以用封印术限制守鹤 还能和守鹤应拼忍术 而看九尾的那个样子 貌似和名人 还有什么合作关系 那可是尾兽啊 中人考试弄到这个地步 肯定是无法进行了 对此名人却毫不在意 毕竟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后续交给木叶和沙影处理就行了 名人本人 则是打算去找春野鹰和佐助 可他正在天上飞着呢 却隐约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那道声音很是虚弱 名人救救我 名人眉头一皱 下意识感觉不妙 他寻着声音看去 却只瞧见中央高塔的废墟 难道是幻听 不对啊 我身体素质这么强 怎么能幻听呢 难道是最近太累了 算了不想了 先问问九喇嘛再说 名人心中对九喇嘛问着 九喇嘛 你赶置一下四周 九喇嘛 是刚刚的声音吗 老夫也听到了 几秒钟后 九喇嘛惊恶的声音传来 名人 你救的那个小姑娘快死了 啊 名人一瞬间想起香铃来 连忙对九喇嘛问着 九喇嘛 在什么地方 九喇嘛 就在中央高塔的废墟里 你和首和战斗的时候 他就隐藏在中央高塔内 这个家伙 明显有多年的躲避经验 在爆炸之前 就跑到地下室了 所以才避免了第一波伤害 但是他没想到 爆炸威力那么大 非但将中央高塔摧毁 还将地下室给埋了 名人听到一半 就觉得头皮发麻 连忙冲到中央高塔废墟上 愤出隐分身 开始清理废墟 随着废墟的清理 香铃的求救声 也越来越清晰 名人找到根源 一路挖了下去 最后却挖出来 一个木盾人数 就好像是大河的木钉壁一样 是一种防御型的木盾人数 难道大河在这里 九喇嘛的声音 传入名人耳中 名人 那的确是木盾防御型忍数 而且是牵手铸肩的 是吗 名人摸着下巴 难怪看起来 和大河的相差有点大 九喇嘛开口说着 这片森林 都是牵手铸肩留下的 这里有它的忍数 并不奇怪 名人有些好奇 你怎么知道的 九喇嘛 要不然你猜猜 几十年前 老夫是在什么地方 被牵手铸肩封印的 名人 这木盾无比坚固 虽然经历多年 却依旧坚挺 香铃透过缝隙 瞧见名人 我在这里啊 快快救我 木盾壁是倒扣的婉形 名人走上前去 一把将木盾壁掀开 里面的香铃 也重见天日 但香铃的状态 不是很好 他浑身都是杂伤 要不是被地下室里 飞来的木盾壁 忽然笼罩住 他现在就成肉泥了 劫后余生 香铃顿时扑入名人怀中 嚎啕大哭起来 等一下 名人将香铃抱住 对他提醒道 还是先去医院吧 别哭了 不用的香铃 不安地扭动了一下郊区 他对名人说着 这点伤没多久 就会自己好的 名人 这么强 我也姓漩涡 我咋不知道 M 或许是因为我没有 受过伤的原因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名人也是心有余悸的 被香铃问着 他以为香铃 跟着佐助他们逃走了 所以才这么肆无忌惮的 要是知道香铃在四周 名人直接一个名神门下去 守贺就得虚了 主要是刚刚得到 实力空前的提升 名人想测验一下 没想到却误伤到了香铃 香铃则是将当时的情况 说了出来 原来当时香铃以为自己 能帮到名人 所以就躲在中央高塔内 可没想到 名人和守贺之间的战斗 太过于循环 他就算躲起来 还是被波及了 守贺结印的时候 香铃就开始往地下室里跑 爆炸将中央高塔摧毁 地下室中的香铃 和另外几名忍者考生被掩埋 慌乱之中 一个由木盾构成的巨型大碗 被冲击波仙飞 正好盖在香铃身上 这才让香铃 避免了后续的伤害 和他一起躲在地下室的 有好几个人 除开香铃之外 只存活下来一个 那个人也是非常幸运 他位于墙角 墙角倒塌后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支架 刚好帮他抵挡了 后续的伤害 第68章 火之一致感染 香铃向某个方向指了指 名人便将这名幸存者 挖了出来 但这家伙 明显没有经过大风大浪 现在就算被救 也是瘫软在地上 像是没了魂一样 名人微微摇头 香铃啊 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 我当然知道的 香铃低着头 吁吁地说着 可是我也想帮忙啊 我只是没想到 名人这么强 之后 香铃又庆幸起来 反正我不也活下来了 但瞧见名人严肃的表情 香铃目光躲闪 心虚道 这这个我错了 以后一定坚决听指挥 不乱跑了 名人微微摇头 算了 现在先别说这些了 和佐助他们会合再说吧 名人带着香铃 找到佐助 春野鹰 在战斗爆发初期 春野鹰就拖着佐助跑到远处 所以 这俩人也没什么问题 可关键是 在名人不在的时候 佐助被大蛇丸袭击了 大蛇丸在佐助搏梗上 中了草莓 现在佐助陷入昏迷当中 浑身上下的查克拉 还非常邪恶 名人见状二话不说 直接给佐助来了一发四项封印 大蛇丸的骤印 瞬间被名人压制在 佐助的封印空间内 然后名人和春野鹰 将香铃 佐助送到医院 医院内有不少 从中人考试现场撤下来的考生 他们见到名人 纷纷露出又感激又害怕的表情 感激是因为 名人出手阻止了守鹤 避免了他们的伤亡 害怕是因为 名人出手没轻没重 现场不少人的伤 都是拜名人所赐 没多久 我艾罗也被送了过来 此时 我艾罗的守鹤封印 已经被封印般处理完毕 杀影的精英上人马鸡 木叶的暗部部长 也都到场了 他们正在商议 如何处理这件事 我艾罗此时陷入了昏迷 这个可怜的娃娃 终于能睡上一觉了 等医院将三位伤员的伤势处理完毕后 已经过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病房内 三张床依次排开 香菱 佐柱 我艾罗 屋内 名人 春野鹰 守居 看酒廊 屋外的走廊上 马鸡 木叶暗部部长 虽然香菱表示自己 不需要处理伤口 但这种事情并不能马虎 此时香菱正在熟睡 而佐柱依旧在昏迷 名人和春野鹰则是负责守着这俩人 房间内 看酒廊一脸纠结地走了过来 春野鹰瞬间警惕 对他说着 你做什么 停下 毕竟作为忍者 而且不是同村的忍者 虽然表面上是盟友 但对方这么靠近 明显是不对劲的 看酒廊连忙举起双手 我没带忍拒 我只是来道谢的 春野鹰这下放松一下 道谢 没错 看酒廊来到名人面前 鞠躬道 你就是悬卧名人吧 这一次我爱罗的事情 多谢你了 名人见看酒廊态度这么诚恳 便好奇起来 你不是害怕我爱罗吗 他尾兽查克拉暴走 本该死的 我阻止了 你不是应该感到可惜吗 看酒廊听后微微摇头 不是这样的 我爱罗的性格不是这样的 现在的他 虽然不好相处 但小时候 我爱罗可是非常善良的孩子 我们害怕他这没错 但是我爱罗 毕竟是我的兄弟 名人呕了一声 就没了过多的反应 他能有什么反应呢 阻止守鹤 本来就是任务而已 名人也没指望 能从杀影这里获得好处 不过有件事 名人非常好奇 名人对看酒廊问着 我有个问题 能不能请你回答 看酒廊有些疑惑 但还是点点头 可以 只要不涉及机密 我不会隐藏的 你们杀影 为什么喜欢在脸上 涂涂画画的 名人盯着看酒廊脸上 那古怪的线条 前世名人看动画的时候就觉得 看酒廊先是一愣 然后恍然大悟 哦这个嘛 这不是秘密 他用大拇指 对准脸上的花纹 自豪地说着 对于傀儡师来说 脸上的花纹代表等级 就和忍村 授予忍者的下忍 中忍 上忍的等级类似 怎么样 帅气吧 很丑名人 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看酒廊 首巨在一旁看到这一幕 没绷住 直接哈哈大笑起来 我早就吐槽过了 那个花纹是旧时代的产物 万万想不到 就算是发生了 我爱罗尾兽查克拉暴走这件事 中人考试 还是没有被取消 并且 风影也在向木叶赶来的路上 医院内 湘灵苏醒得最快 她醒来之后 按照本来的意思 就该回到她原本的村子了 可湘灵却改变了主意 她非但不打算参加中人考试 还不打算离开木叶 而作为漩涡一族的后代 湘灵的消息 第一时间被送到原飞日展那里 于是 原飞日展就找到湘灵 湘灵还是头一次见大村子的影 心中难免有些紧张 她站在门外有些犹豫 好在身后的 暗部对她说着 进去吧 我们活影可是非常友善的 湘灵心中一狠 推门而入 瞧见传说中 忍戒第一忍村的影 湘灵却是松口气 看起来是个比较慈祥的老头子 原飞日展见到湘灵 顿时喜笑颜开地问着 你就是漩涡湘灵吧 我是 湘灵乖乖地说着 原飞日展也不废话 直接对湘灵问着 既然你不想离开木叶 那么你想不想成为木叶的人者啊 啊 湘灵表情一呆 怀疑自己听错了 不确定地问着 我 成为木叶人者 和名人一样 原飞日展笑了笑 心中已经确定了 对湘灵的安排 活影的情报能力 非常出众 湘灵的经历 也都被查了出来 更不用说 湘灵刚刚还说了名人的名字 原飞日展点点头 没错 成为木叶的人者 和小名人一样 湘灵震惊地问着 活影大人 难道你不怀疑 我是其他村子的间谍吗 这么轻易 就让别人加入村子 这么草率的吗 这看起来 不像是活影的做拍啊 原飞日展微微摇头 不 老夫相信小名人的眼光 只要你加入村子 咱们就是一家人 村子也会给你提供住处 以及一笔过度资金 原飞日展 早就知道 名人是个老色胚 要是能将湘灵留在木叶 就算湘灵是个间谍 又能怎么样 村子里多了一个 亮了身份的间谍 却能大大提升人助力 对村子的归属感 更不用说 湘灵还是漩涡一族 以后要是在木叶结婚生子 几十年后 漩涡一族 不就在木叶重生了吗 第69章 湘灵 溜了 原飞日展给出的条件非常好 但是湘灵听后 却越来越觉得害怕 这么多年的流浪生活 外加在村子里被灌输的思想 让湘灵比同龄人 见识过的局面要多 在某些方面 湘灵比同龄人要成熟 他知道 这个天下没有白拿的午餐 原飞日展这么好 肯定有所图 而原飞日展想要的 湘灵暂时想不出来 而唯一的可能就是 将自己当作生育工具 给木叶繁衍漩涡一族 这也是湘灵的母亲 曾经告诫过湘灵的 除非是在非常放心的人面前 否则不能透露自己的姓氏 而现在 原飞日展知道了 并且原飞日展 想要用利益诱惑他留下 鬼知道原飞日展 后续会有什么操作 湘灵犹豫了一下 立马起身向外走去 但是暗部却拦住了他 放开我 我要离开 湘灵慌了 甩开暗部夺门而出 暗部还想追 但原飞日展却开口道 不用了 让明人没想到的是 之前还不想离开的漩涡湘灵 现在却不辞而别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却也不是那么在意 毕竟原著中湘灵 在这段时间内还算安全 所以不需要过于担心 至于自己学习漩涡秘书的事情 可以往后推迟一段时间 也无所谓 第三场中人考试开始之前 明人一个人返回 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死亡森林 利用上次的手法 明人将背包里的完整酒尾释放出来 并封印在自己体内 封印空间内 明人又将这只酒尾限制住 这只酒尾言语中 非常愤怒和疑惑 你们是谁 老夫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明明是在跟金发大鬼战斗 可却忽然出现一个金发小鬼 老夫要杀死你们 明人没有直接离去 而是盯着自己的酒喇嘛 酒喇嘛本来已经准备动手了 可他瞧见明人还不走 便问着 明人 你怎么不离开 我就是好奇 你是怎么吸收查克拉的 明人饶有兴致地盯着酒喇嘛 这让酒喇嘛感觉浑身得尽 他对明人说着 这个嘛 老夫想要保命 行不行 明人扎扎嘴 值得按耐下自己的好奇心 明人离开封印空间后 酒尾凄厉的叫喊声 不断从空间内传出 数个小时后 明人返回封印空间 那只刚刚被自己封印的酒尾 已经变成三十厘米那么大 他蹲坐在地上 双爪环抱住膝盖 毛发乱糟糟的 神色麻木地说着 你们两个畜生 你们两个畜生 而明人自己的酒喇嘛 体魄再次飙升 已经来到他 原本体魄的一昆背了 见到明人 酒喇嘛神情愉悦地问着 明人 看来老夫必须告诉你一些事情了 哦 酒喇嘛 还有事情要告诉自己 他能有什么事情 明人有些好奇地问着 酒喇嘛 什么事 明人 你也知道我们尾兽的查克拉 非常邪恶吧 酒喇嘛从身上 延伸出一些查克拉来 那团新红的查克拉 散发着无比邪恶 狂暴的力量 明人点点头 是这样的没错 酒喇嘛接着说着 任助力想要真正地利用 我们尾兽的查克拉 就需要用自己的内心 去抵抗查克拉 所带来的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 就算是作为尾兽的我们 也无法主动去除 所以 你如果真的想要 获得老夫的力量 就需要认清自己的本心 提高对尾兽查克拉 邪念的免疫力才行 提高尾兽查克拉 所带来的邪念免疫力 明人脑海中回想了一下 便想起原著中的某段剧情 想要提高这个免疫力 就需要认真自己的本心 而想要认清自己的本心 就需要去真实瀑布 酒喇嘛赞同明人的说法 没错 只有你自己能够承受 我的尾兽之力 才能完全掌控 老夫给你的查克拉 否则老夫 给你越多的查克拉 你的神智 就越会受到影响 明白了吗 迷人摸着下巴 我说怎么觉得不对劲呢 原来是之前你给我的查克拉 都是你自己在控制 酒喇嘛赫赫一笑 当然了 如果老夫不主动控制查克拉 你就会被查克拉中的邪念吞噬 唯有认清自己的本心 才能避免那种情况 老夫诞生无数年 这个世界的所有地方都去过 而能让你认清本心的地方 只有一个 那就是真实瀑布 如果你想真正地 获得老夫的力量 就自己去一趟吧 否则 就算老夫想将查克拉给你 你也无法承受得 助查克拉附带的恶念 邪恶 明人瞧见酒喇嘛 居然主动透露 原著中酒喇嘛模式的修行方式 心中也是颇为欣慰 不过 明人对酒喇嘛说着 要不然 你直接试试 将查克拉给我 什么 你这个小鬼酒喇嘛震惊到 你知道自己 究竟在做什么吗 明人淡定地笑着 我当然知道 酒喇嘛深吸一口气 那你知道失败之后的结果吗 明人 如果失败 我会被你的查克拉侵蚀神志 但我不会失败 哈哈 臭小鬼 你居然这么自信 酒喇嘛也来了兴趣 那好 老夫就先把查克拉给你 然后移除控制力 看看 你能不能自己控制吧 说完 酒喇嘛控制自己的查克拉给明人 明人体表 凝结出一层酒尾查克拉外衣 但是却是红色的 酒喇嘛对明人提醒道 开始了 明人 而后 酒喇嘛断开和明人体内查克拉的联系 那些查克拉失去酒喇嘛的控制 瞬间开始狂暴起来 他们不断冲击着明人的精神 从小经历的一切暗黑再度重演 明人脑海中多出无数邪恶 恶念 但是 明人的呼吸平稳 表情平静 仿佛不受一点影响一样 过了没多久 酒喇嘛的查克拉彻底和明人融合 一点金色出现在明人体表 随后不断扩大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明人体表的酒尾查克拉外衣 变成了金色 明人低头看向自己掌心 只瞧见一片灿烂的金色 第七十章 健康诱 这就是原著中的酒尾查克拉模式吗 明人感受着这股力量 忍不住点点头 这个强度 的确是非常不错 酒喇嘛在一旁 本来打算看好戏 可这个结果 却让他惊掉了下巴 另外两只酒尾蹲在酒喇嘛肩膀上 同样看着 三只酒尾都是一副震惊的表情 明人 你怎么会 酒喇嘛震惊的对明人问着 为什么你没有被邪恶影响 明人对酒喇嘛解释道 酒喇嘛 你说过 想要不被邪念影响 就需要认清自己的本心 想要认清自己的本心 就需要去真实瀑布 但是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本来就是按照本心在生活 那么是不是就不需要去真实瀑布了 酒喇嘛听后 觉得非常震惊 居然还有人能做到这种事情 不对明人 如果你是按照本心来生活的 你小时候被那些村民排斥 为什么你没有恨意呢 这不正常 当然不正常 但明人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原因很简单 我记得原非日展用忍剧砸过你 酒喇嘛 你恨忍剧 还是恨原非日展 酒喇嘛 这不是一个概念 酒喇嘛有些头疼的说着 忍剧他没有生命 而排斥你的村民 却有 明人摇摇头 没什么不同 我只需要将所有账 都算到团葬和那个家伙头上就行了 酒喇嘛听后沉默下来 随后 他感到有些心惊肉跳 这个明人 太过于理性了 大蛇丸将咒印种在佐助体内 之后 他亲眼见证了 明人和守鹤之间的忍术对轰 第一时间 大蛇丸就意识到 木叶崩溃计划 无法执行下去了 因为此时的木叶 拥有一个堪比超影级的战斗力 而在大蛇丸看来 明人是个被火之意志洗脑的家伙 明人肯定会拼命保护三代火影 所以 大蛇丸直接放弃了木叶崩溃计划 而佐助又待在木叶 待在明人身边 同时 大蛇丸也察觉到 自己留在佐助体内的咒印 已经被一股力量封印了起来 那么 想要通过实力去诱惑佐助 然后获得佐助的身体 这个计划明显不可行了 但大蛇丸对宇之波异族的身体 还是有贪念的 既然无法获得佐助的身体 那么大蛇丸也就改变了计划 他通过自己的情报网 找到宇之波佑 并亲自见到了他 一片戈壁滩上 鬼胶和右前方出现一道人影 鬼胶抬手拿下背后的胶机 开口说着 没想到还是个老熟人 大蛇丸无视鬼胶 一双舌头看向宇之波佑 对他问道 你真的以为 你的计划能成功吗 又眉头一皱 你在说什么 大蛇丸呵呵一笑 你知道的 在小组织内部 真正的首领 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轮回眼 你作为万花筒的拥有者 也有所察觉吧 又没有开口回答 但是大蛇丸说的没错 鬼胶这个时候 表情变得异常严肃 大蛇丸继续说着 我知道你的计划 与之波佑 但是 这个计划会遇到阻力 那个阻力 是比轮回眼还要强大的家伙 与之波佑 你想给弟弟铺路 就必须杀掉那个人 否则 就算左助成长起来 也无法战胜那个家伙 又冷酷地说着 这和你无关 对于这个事情 又有自己的计划 大蛇丸却是露出 看透一切的表情 又 你也知道 你的计划有概率失败 你也不想看到 你的弟弟被那个家伙杀死 然后挖去眼睛吧 谈及左助 又眉头紧锁 眼中杀意见浓 眼瞅着与之波又要爆发 大蛇丸连忙说着 与之波佑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交易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时候 鬼娇发话了 喂喂喂 你们两个 当着我的面谈论这个 是不是有点太恶 话没说完 鬼娇便瞧见一轮血月 随后就失去了意识 大蛇丸见到又对鬼娇施掌幻术 顿时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已经将四周的家伙都清理完毕了 现在咱们可以大胆地说了 什么交易 又直奔主题 大蛇丸也不废话 我可以帮你恢复身体 让你的实力达到巅峰状态 前提是 我要获得你的一些血肉 你放心 我不是要用来施展什么邪恶的东西 而是要培育更加完美的与之波克龙人 第三场中人考试开始 因为大蛇丸放弃了木叶崩溃计划 第四代封印罗莎并没有死去 而罗莎也失去了和大蛇丸之间的联系 罗莎让暗部联系马基 说是放弃了计划 之后罗莎前往木叶观看中人考试 但现场却出了一些小小的意外 经过考官们筛选 作为第三场中人考试的通过者 比援助要多了一些 这些人站在中人考试的会场 虽然是忍者 但却一点都没有几率 他们都是大声抗议着 为什么我们要和这个家伙比赛啊 直接让他晋级不就行了 对啊 这种程度的人者 就不该来参加中人考试 木叶想杀死我们所有人 这些话的矛头全部指向一个人 那就是站在队伍当中的名人 不久之前 这个金发忍者当着他们的面 硬捶了尾兽 今天 这个家伙去和他们站在一起 参加中人考试 不带这么玩的 考官见到这个局面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只能求助于原飞日展和罗莎 最后 通过两位影集一致决定 直接将名人的等级升为中人 名人参加中人考试的系统任务 已经完成 而这个决策也正好省去了他的时间 反正他也懒得和这群家伙 玩忍者游戏 之后 名人就在现场闲逛着 等待着比赛开始看热闹 但却被忽然出现的 暗部叫住了 说是原飞日展和罗莎要见名人 名人正好也有点事情 要问原飞日展 所以直接跟去了 见到两位影集高手后 不等原飞日展和罗莎发问 名人率先对原飞日展问着 三代火影大人 请问你有没有听说过 漩涡相邻这个人 第七十一章 初代忍树卷轴 对于这个事情 原飞日展没有必要隐瞒下去 他直接将自己想招揽相邻 但却失败的过程说了出来 简单的来说 就是被他吓跑了 名人听后有些无语 对原飞日展吐槽道 三代大人 如果您换位思考一下的话 你觉得你自己敢留在木叶吗 原飞日展愣了一下 换位思考 这个词 好像非常符合火之意志 他带入漩涡相邻的视角 在脑海中回想了一下自己的所说 这 难怪 难怪对方当时会着急离开 作为一个因为战争 被迫背井离乡的孩子 湘灵从小跟着母亲流浪在人界 好不容易加入了一个小忍村 还是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现在呢 来参加一个中人考试 被木叶的引邀请 还不要湘灵给出什么承诺 反而是一个尽得许诺好处 又是住处 又是生活费的 换作是谁 都觉得对方图谋不轨 而原飞日展最大的错误 就是没有将自己真正的目的说出来 所以才导致湘灵的猜疑 而作为拥有血脉的女性 大忍村拼命招揽他 能有什么目的 他本人 又不怎么强大 目的是什么 任谁都能想到吧 一旦答应留下来 那不得三年四个娃 天天都是孕驾 原飞日展想明白之后 抽了一口烟 开始吞云土雾起来 他感叹道 哎 人不服 老是不行的 风影罗沙剑 原飞日展有点尴尬 便开口转移了话题 这位就是牧业的 天才人助力吗 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我代表沙影村 多谢你风影守贺 名人听见罗沙的话 便朝他看去 这位原著中 被大蛇丸弄死的风影 是个拥有褐色短发的 方脸大叔 传闻中可以控制沙精 多次压制暴走状态的守贺 其实力 应该可以进入强影的等级 毕竟也是五大村的影 实力弱的话 根本撑不住门面 此时 罗沙对名人表示感谢 名人也是随口说着 我也只是 为了保护想保护的人而已 才怪 只是为了系统任务 和检测忍数罢了 要不然 名人直接带着 佐助他们开溜 不是更方便吗 原飞日展见话题绕开 便对名人说着 小名人 经过我们决定 直接将你升为中人 这场比赛 你就不用参加了 嗯 名人恩了一声 也没有多说 这原飞日展貌似 要开始导事了 相邻离开木叶的事件 原飞日展给名人的感觉 就像是帮到忙的 坑比队友一样 原飞日展 察觉到名人情绪 有点问题 于是便对名人说道 小名人 鉴于你中人考试中 表现突出 村子决定 给你发放奖励 你想要什么 哦 名人一听 瞬间来的兴致 直接就问道 我想要初代 火影的忍数卷轴 行吗 什么 原飞日展文言表情一惊 小名人 你为什么要那个 初代火影大人的忍数 的确被记录在 某个卷轴上 但牵手逐间的忍数 多事和仙数 目盾有关 名人没有通灵兽 无法修行仙数 也没有目盾 不可能修行目盾 难道他有 名人没有解释 而是抬起手掌心向上 咔咔咔 伴随着查克拉宁吉 名人掌心处 出现断小树枝 原飞日展瞧见之后 激动地站了起来 这是 目盾 名人居然会目盾 怎么能会的 难道是名人自己开发的 但原飞日展 很快就将这个问题 抛之脑外 他看了一眼 身旁同样惊异的罗莎 小声对他说着 这件事 我希望封隐大人 替目叶保一下命 没有问题吧 罗莎默默点头 眼中闪烁着微光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原飞日展对名人说着 名人 初代活影大人的忍术卷轴 如果你想要的话 也可以 但是有个前提 那就是你需要隐藏目盾能力三年 因为目盾过于招摇 如果你展现目盾 会引起别人的忌惮 而三年之后 以名人你的天分 完全可以学会初代大人的人数 名人压根就没有考虑 直接点头到 好啊 我同意 隐藏就隐藏呗 反正到时候 隐不隐藏 都是名人说了算 现在先将卷轴拿到手再说 原飞日展见名人这么乖巧 满意地点点头 他沉声说着 卡卡西 下一秒 一名独眼白发人者出现 原飞日展对卡卡西吩咐道 卡卡西 你去暗部一趟 告诉部长 让他复印一份初代活影大人的忍术卷轴 然后把卷轴拿给名人 是 活影大人 卡卡西心中虽然疑惑 但他不想多事 直接去做任务 名人心中虽然有点小激动 但还是留在哪观看着比赛 毕竟这不是原主 参加比赛的人数比之前多 而且罗莎没死 木叶崩溃计划 大概率已经凉凉了 所以 这场比赛能够进行完毕 为了防止柱子遇到我艾罗 打不过还硬钢 为了防止春野英遇到除惊也之外的人 最主要的是 自己老婆还在下面呢 雏田遇到宁刺还好说 大不了被打一顿 万一遇到我艾罗 没人出手帮忙的话 怕是要直接GG啊 所以 名人还是需要观看一下的 比赛很快开始 第一场就出乎名人预料 春野英 VS雏田 比赛场地当中 春野英目光炯炯地盯着雏田 开口说着 虽然我可能打不过你 但是一想到你居然抢先拿下名人 就让人火大 那那个雏田 面对网人的同学 有些腼腆地说着 不好意思啊 小鹰 我不是故意的 明明雏田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 但这句话落到春野英耳中 却成了亨卑微的败犬罢了 我就是故意的 你能拿我怎么样 不得不说 春野英冲动了 他认真地朝雏田冲了过去 雏田则是面带纠结地看着春野英 十秒后 春野英被雏田摁倒在地上 面带不甘地说着 可恶我输了 不管是实力 还是发育 都输得彻彻底底 春野英微微回头 盯着雏田那不可思议的发育程度 心中隐隐作痛 可恶 为什么一个个的都长这么大 第七十二章 罗莎脑抽了 高台上观战的明人 瞧见春野英的表现 明人忍不住想着 我是不是有点太忽略小鹰了 明人不关注春野英的战斗力 所以导致他现在被雏田轻易拿捏 要是放在原柱里 虽然会输给雏田 但也不至于被秒杀 第一场结束得很快 看九郎望着从台上走下来的春野英 微微摇头 作为那个人的队友 实力却不怎么样 春野英听在耳中 痛在心中 他知道自己 最近有点懈怠 但没想到 和雏田的差距 居然这么大 第二场比赛很快开始 看九郎 vs与志波佐助 因为有了春野英这个潜力 看九郎误认为 名人小队除了名人之外 都是废物 大意之下 看九郎开局 就被佐助抓住机会 直接拿下 比赛一场场进行 很快就接近了尾声 塔卡西也却而复返 手中还拿着一个卷轴 他将卷轴递给名人 然后就消失不见 名人拿到牵手 逐间的忍术卷轴 心中多少有点激动 加上现在队友 都比赛完了 名人也没必要留在这里 于是 名人便躲在角落里 将卷轴摊开观摩起来 总的来说 就是分为几个大类 体术 忍术 幻术 先竖 这里面的内容非常详细 包含了牵手诸间 所有使用过的人数 血迹献剑目盾 自然也在其中 得到卷轴 名人便想着开始修炼 毕竟他作为主角 在原著中的天赋表现 也是有的 这些目盾 名人打算自学 只是碰巧这个时候 中人考试全部结束 除了名人比较关心的 其他比赛 名人都没看 而场上也少了不少人 现在还站着的 都是胜利者 随后原飞日展和罗莎宣布 晋级名单 下方晋级为中人的众人 表情都是微微一松 毕竟历经千辛万苦 不就是为了中人的头衔吗 结束后 原飞日展忽然干咳一声 又开口说着 正好大家今天都在 老夫现在要宣布 一件事情 比赛都结束了 还有事情宣布 众人有些疑惑 于是便集中注意力 看着台上的原飞日展 这个时候宣布的事情 肯定是什么大事吧 原飞日展继续说着 这件事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已经被隐瞒了十几年 现在那个孩子 已经成长起来 所以没有必要隐瞒了 躲在角落里的名人 听到这 心中顿时觉得不妙 他收起卷轴 抬头看向原飞日展 心中暗自想到 这老头千万不要搞事啊 但这件事 不如名人之愿 原飞日展当众宣布到 木叶村第四代火影 在十几年前将九尾妖狐 封印在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体内 而那个孩子 正是四代火影的骨肉 听到这 名人一脸便秘 日干嘛这个时候提这种事情 原飞日展宣布完毕 现场直接就热闹起来 来观战中人考试比赛的 不少也都是平民 他们恨了那个孩子十几年 也排斥了他十几年 可现在 他们惊爱的火影 三代火影 居然当众将当年的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 漩涡名人 是第四代火影的后代 这 这怎么可能 居然有人这么狠心 将伟兽封印在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体内 并且还成功了 不过仔细一想 大家也就发现异常 名人的发色 的确和四代火影一样 而名人的姓氏 也是四代火影妻子的姓氏 之前 不少人已经开始怀疑名人的身份 但并没有得到村子的承认 这一次 三代火影 亲口将此事说了出来 大家也都确定了心中的所想 一股股羞意 浮现在村民们的心头 愧疚感直冲脑门 而角落里的名人 却是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几乎是在一瞬间 他就感到来自四周的目光 这让名人觉得有些不适 一种无法形容的尴尬心理 浮现在名人脑海 名人眉头紧锁 转身离开中人考试现场 他不喜欢这种被人关注的感觉 尤其是被人以这种方式关注 本来嘛 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好好的 名人也挺满意在牧业的平静 可现在你一公布我身份 我上街买包烟 都能遇到十几个寒暄 打招呼的陌生人 不会有人以为这种情况 对于一个较为喜爱平静的人来说 会是件好事吧 名人离开现场之后 便去了死亡森林比较偏僻的地方 他要去修行木盾了 而中人考试现场 却已经热闹起来 现场嗡嗡声一片 大家都在讨论这件 被原非日展亲口放出的重磅新闻 高材之上 罗莎的表情有些茫然 他看着那些议论名人的牧业村民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名人和我爱罗一样 都是任助理 都是尹的儿子 名人被隐瞒了身份 过得凄惨 现在原非日展公布名人的身份 看起来村民们便已经放下了 对名人的仇恨 甚至 还对名人感到非常的抱歉 而我爱罗呢 他的身份可没有人隐藏 作为尹的儿子 拥有和名人一样的人助理身份 但我爱罗在村子内 却备受排挤 这个差别 难道是村民的问题吗 不 绝对不是 应该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或许是我爱罗 或许是罗莎自己 原非日展宣布完毕 瞧见现场的反应 心中也是有些欣慰 一块十几年的大石头 终于落地 就算是让原非日展现在死亡 他也有一丝丝脸面 去见四代了 此时的原非日展 丝毫没有察觉到 自己的行为 给名人带来的困扰 罗莎瞧现场气氛火热 忽然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罗莎同样起身 干咳一声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那是封印吧 的确是罗莎大人 原非日展不知道罗莎要搞事 所以让位置让给罗莎 罗莎接过话茬 直接开口道 同时 考虑到牧业和沙影村的亲密关系 现在经过我和火影的商议 为了提高两村的交易往来 和共同发展的策略 加之首居和漩涡名人两情相悦 所以我再次宣布 沙影将和木叶联姻 原非日展瞬间瞪大老眼 他有些搞不懂罗莎在做什么 联姻 我咋不知道啊 你在自顾自地宣布什么呢 台下的日族 什么情况 有人抢我女婿 雏田 春夜莺 可恶啊 什么时候的事 首居是谁 难道是个小偷 第七十三章 我反对这门亲事 大庭广众之下 罗莎擅自将这件事宣布出来 按照正常的流程来看 就是原非日展不好驳回 然后配合罗莎 可关键的问题是 原非日展知道名人的情况 名人和日相家的大小姐 已经有了婚约 难道要让名人一个人 稳定村内的日相一族 还要拉拢村外的杀影村 这 这么一看 名人真的是快饱啊 于是 原非日展顺着罗莎的话说了下去 嗯 就是这样 罗莎听后 嘴角微微勾起 就凭他对原非日展的了解 说这件事之前 罗莎便已经知道结果了 而宣布联姻 对于罗莎来说 有不少好处 首先 这一次中人考试 杀影村是打算对牧业动手的 并且已经谋划了许久 但是大蛇丸中途消失 导致计划中断 情况比较紧急 前来牧业隐藏着的杀人们 根本来不及通知到位 现在罗莎宣布这件事 会给那些杀人传达一种讯息 这也就完全避免了 有些杀人没有收到提前通知 会直接动手 造成不良后果的风险 其次呢 名人是个天才 能封印守鹤 能使用木盾 甚至查克拉量多到不可思议 更不用提 原非日展刚刚还公布了名人的身份 一个四代火影的儿子 一个四代封印的女儿 门当户对啊 这是 于此 罗莎便能拉拢名人 哪怕日后名人成长起来 也会看在手机的份上 不会对杀影采取什么强硬的手段 罗莎一瞬间想到这么多好处 肯定会直接公布 而不和原非日展商议 这样就道德绑架了原非日展 但是却不会引起原非日展的不满 毕竟 根据这个世界的规则 结婚后 女方是会改姓的 我完全就是送了一个公主过来 而你原非日展的宗旨 就是维持忍戒稳定 你没有理由拒绝 也没有理由讨厌 两位影集所想甚多 原非日展 为了道德绑架名人 将名人的身份公布 罗莎为了道德绑架原非日展 当众宣布没有商议过的事情 两个老狐狸各有各的想法 但下方的人 想法却非常简单 咋回是啊 怎么还忽然联姻了呢 手剧本人一脸猛逼 看九郎憋着笑对手剧说着 大姐 现在你能体会到 我和我艾罗的感受了吧 当初 罗莎强硬的 让我艾罗成为人助力 还强硬的试探 我艾罗的封印 根本没有和我艾罗商量过 而看九郎成为傀儡师 难道是他自己喜欢吗 不 他是先在罗莎的安排下 成为了傀儡师 然后才在成为傀儡师的途中 对傀儡产生的兴趣 作为尹的后代 这种事情是无法避免的 之前手剧还拿这个 和我艾罗 看九郎哥俩开玩笑 现在轮到看九郎笑手剧了 手剧眼角微微颤动 但也没有过于激烈的反应 他反而是笑着 和周围的人打招呼 并表示这是真的 就在此时 一道嘹亮的声音传来 我反被这门轻视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下意识集中到某个地方 那是 一个粉色头发的小姑娘 手剧微微摇头 哎 我都没反对你 你这什么急啊 日足表情 赞许地看了春野英一眼 初天则是崇拜地 望着春野英 不愧是春野英啊 就是忙 号称全人者学校 最汉子的女生 居然敢当着众人的面 反驳两位影集 太彪悍了 春野英一脸恼怒 高举着手 这是个骗局 我无法决定 明人君喜欢谁 但是我不允许 有人强迫明人喜欢谁 我要公布事实 事实就是 明人君和守居 根本就没有熬 他正准备说出事实 却被位于背后的 景也阻止 只见景也抬手一巴掌 招呼在春野英的脑壳上 好疼春野英 吃痛地蹲在地上 景也瞪着美眸 指着春野英大骂起来 你反对什么呀 你反对 人家一个四代火影之子 一个四代风影之女 郎才女貌 两情相悦 现在这门婚事 是两位影大人 共同决定的 哪里轮得到 你这个丑八怪来反对 春野英抬起脑袋 眼神中充斥着 无言的震惊 景也 你不喜欢明人了 景也一脚踹了过去 并小声说着 小英 你脑子嗅痘了 我当然喜欢明人了 春野英顿时哭诉起来 那你打我 景也一脸无奈 我再不打你 你都要成判人了 小英 你看他四周吧 春野英反应过来 环顾四周 顿时他就被吓出一身冷汗 好家伙 木叶和杀影的人者们 一个个都是面带不善地看着他 仿佛要将他杀死一样 这很正常 因为这是公众场合 他们本人的内心当中 可以对影的决策 持有小小的不同意见 但绝对不会 容忍一条名不见传的 臭鱼烂虾 站出来反对自家的影 因为影是村子的领导人 当众反驳影 做出的决定 春野英这个行为 是对整个村子的蔑视 哈哈哈哈 春野英甘大地说着 我开玩笑的 是开玩笑的 景也见春野英的脑子 终于恢复正常 便拉着他 离开了中人考试现场 日足见状给厨田 递了个眼色 厨田默默地跟了上去 春野英 景也 以及后面跟着的厨田 离开中人考试现场 景也一出门 就对春野英一阵痛骂 春野英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但他不认为自己是错的 当然 他要是决定自己做的错 那就不叫春野英了 春野英倔强强地说着 明人军压根就没有见过那个家伙 景也扶额摇头 我无法理解你 现在咱们怎么办 当然去找明人 将这件事告诉明人了 春野英一脸愤慨地说着 三代老头居然敢卖明人 这件事要是被明人知道 只不定会被明人扒光胡子 景也满脸惊悚地 捂住春野英的嘴巴 小英 你你说话 能不能别这么肆无忌惮 为什么啊 春野英好奇地问着 明明我说的都是事实 景也嘴唇微抽 你离我远点 别让血见我身上 春野英 第七十四章 我害怕把人弄死 楚田 你怎么也来了 春野英察觉到楚田的身影 便开口询问 楚田看着春野英自信的表情 心中有些发虚 他低着头说道 我刚刚听说你们 要找明人军 我想 我可以帮到忙 于是 三人就开始寻找明人 先是去了明人家里 结果没找到人 最后还是楚田用白眼 在死亡森林某处 发现了明人 三个人来到死亡森林内 很快就找到了明人 因为死亡森林 经过明人和守贺的忍树对轰 很大一片地狱 已经成了一望无际的荒原 所以还是比较显眼的 明人见着三人混到一块找过来 就知道出事了 他拉住楚田柔软的小手 然后对春野英问着 怎么了 你们去 会让楚田帮忙 是有什么事情吗 春野英当即愤怒地 将之前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明人听后 眉头紧锁 此时明人不得不佩服这些个政客 原非日展宣布他的身份 利用村民们的愧疚 想将他绑在木叶 罗莎强行联姻 引去木叶崩溃计划的痕迹 又能和木叶加强联系 这俩老狐脸 春野英见明人 似乎有些不高兴 便对明人问着 那明人 现在怎么办呢 明人想了一下 最后下定了决心 现在先练习一下忍树吧 过段时间换个地方生活 啊 春野英小脸一惊 明人 你你要离开木叶 明人平静地点点头 嗯 没办法了 或许我的性格 有些孤僻吧 那些人不理会我 我过自己的日子 还算不错 毕竟 木叶可是忍界的巅峰忍村 这里的繁华程度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但现在身份 被猴子公布出去 那些人要和我打招呼 我反而不会适应 春野英听完明人的解释 嘴唇绷紧 仿佛下了什么决心一样 但是明人提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对他说着 小英 你留下 春野英沉默了 一言不发地站在明人面前 还得是明人了解他 就算没说话 都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明人对春野英叮嘱道 小英 你和我不同 你做出决定之前 要先考虑一下 他们的感受 而且 你留在木叶 会对你的实力有好处 虽然很想跟着明人走 但春野英 还是乖巧地点点头 不过春野英 还是好奇地问着 会有什么好处啊 明人颇有些神秘地 对春野英说着 小英 如果你在村子里 遇到一个很大的女生 一定要拜她为师 很大 春野英下意识低头 看了一眼脚尖 阿布他能看到脚背 也不对 春野英 甚至能够看到全貌 啪 明人顺手一巴掌 抽在春野英脑壳上 那只是一个特征而已 哦春野英 委屈巴巴地捂着脑壳 你们不要再打了 要不然 我会更傻的 景也扑斥一笑 小英不要灰心 能够意识到 自己是傻子 已经非常厉害了 春野英瞬间暴怒起来 景也诸你说什么 看我 哎算了吧 反正我也打不过你 明人趁机说着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你如果成功拜师 就能打过景也了 春野英一听来了兴致 真的吗 我真的能打得过景也 明人自信地说着 当然 不过一切的前提 都是拜师成功 我现在告诉你拜师的秘诀 记住了吗 春野英 好 我记住了 送走了三个人 明人继续研究人数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明人的周围 已经长起了不少树木 只不过 这些树木和柱间的比起来 还差得非常非常非常地多 到了晚上 明人离开死亡森林 本来想着随便吃点东西 然后回家休息 之后继续练习忍术呢 可刚刚出现 明人就被一群人围住 问东问西 明人脸上挂着牵强的笑容 一边摆手 一边对他们说着 各位不要多问了 三代火影说的 是不是真的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就想吃个饭 麻烦你们离开吧 多谢多谢了 但是这些人压根不放过他 小明人啊 之前是我们的错 请你务必要原谅我们 对啊 我们也是 被人蒙蔽了双眼 耻屋的家伙居然敢造谣 让我逮住 肯定没他好果子吃 什么 小明人你说什么 他叫治村团葬 好 叔叔记住了 等叔叔见到他 一定帮你出出气 之前没发现 小明人居然这么帅气啊 说的也是 小明人吃饭了没有啊 来我家吃吧 不要客气 对啊对啊 我老婆做的饭可好吃了 我家闺女也挺水 什么 不来了 小明人要去饭店 小明人啊 我跟你说 那些饭店都是为了口味 拼命加料的 根本不健康 等等 小明人你干嘛去啊 哎这孩子 还是太害羞了 明人刚挤出人群走了两步 就又被另外一伙村民包围 明人深吸一口冷气 心中默默提前了 离开木叶的日程 就在此时 一声搅鹤从人群之外传来 在老娘前面的这群人 赶快滚开 三秒钟后不滚蛋的 后果自负 这群村民听完不悦地回头看去 瞧见有个拿着扇子的女生 忍者正暴躁地盯着他们 不等他们说话 这忍者便高声喊道 三秒时间到了 风盾 气流乱舞 忍 忍数 一阵狂风被手拘掀起 这些不是忍者的普通人 立马觉得呼吸困难 整个人也都不受控制的 东倒西歪起来 好在 这只是一个用来干扰视线的风盾 威力并不大 快跑啊 这个家伙是认真的 该死的 哪来的小鬼啊 快去告诉忍者大人 守居冷哼一声 我就是你们的忍者大人 村民 快跑 没多久 村民们四散逃开 现场只剩下守居和名人 守居合拢扇子 撑在地上 发出一声光当响 名人顺着扇子的视线 瞧见两根洁白的小腿 守居对名人问道 我说你这个家伙 明明很强大 而且讨厌这些家伙 但为什么不出手呢 名人 我害怕把人弄死 守居 第七十五章 是不是刚好七个 守居的目光忽然有些躲闪 对名人问着 那件事你听说了吗 嗯 名人当即点头 刚刚听说 守居一双眸子 认真地盯着名人 那你是怎么想的 名人沉默了一下 开口说着 我有未婚妻 什么 守居激动起来 那为什么那个家伙 还会做出这种决定 名人吐槽到 都是政客们的手段罢了 他们会在意 咱们愿不愿吗 虽然内心有点小抵触 但守居还是对这句话非常赞同 这倒是 根本就没有问过别人的意见 很讨人厌 虽然名人很帅气 很符合守居的审美 但守居并不是春野鹰 香灵之类的 将颜值和感情 看成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事情 对于守居来说 除了颜值之外 他还是比较喜欢稳重一点的性格 因为那种性格 会提高忍者的生存概率 也就最大程度的避免了某些痛苦 名人见守居陷入沉思 便对他访问着 那你是怎么想的 守居轻叹一口气 我不知道 这是父亲的决定 并且已经确定下来 几乎不可能更改了 名人点头 嗯 那我知道了 有机会的话 我会将这件事告诉三代的 什么 守居微微一惊 等一下 你不要这么冲动 名人不解地看着守居 啊 难道这叫冲动吗 守居声音变大一些 仿佛是为了让自己有些底气一样 当然了 作为一名忍者 动不动就去反驳影的决定 这还不叫冲动吗 或许是两人的视角不同 所以才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差距 守居将视线投向一旁的地上 一丝红润出现在脸颊 有些扭捏地说着 我觉得咱们可以试试 名人抬手摸着下巴 饶有兴致地盯着他 你不是挺女汉子的吗 为什么也有这样的一面啊 是什么 守居顿时感觉自己被冒犯了 就算是女汉子 在这种时候 也会稍稍地害羞一下的吧 你这个人 真的是不懂得 怎么哄女孩子开心 对于守居的说法 名人表示赞同 你说的没错 因为一般都是女孩子哄我 守居 两个没有相处过的人 第一次见面 多少有点尴尬 这给名人一种 前世被安排去相亲的感觉 最后俩人 一同进了一个拉面馆 昌仆端上拉面后 顺手捏了捏名人的脸蛋 小名人又换了个女朋友 名人 守居 名人眉头一跳 昌仆姐 你不要诽谤我呀 昌仆捂着嘴巴偷笑 哦 对我忘记了 小名人 你是有未婚妻的人 那些跟在你身边的女孩子 都只是你的粉丝 可惜 我有工作 抽不开身 说完 昌仆就转身离开了 守居看得一脸惊恶 等等 你说什么 这话什么意思 名人平静地对守居说着 淡定 虽然有点自夸的成分 但我在牧业 很受女孩子欢迎的 守居银牙紧咬地说着 我第一次见你 就看出来了 吃饭的过程中并不愉快 因为总是有人向名人打招呼 而名人也是疲于应付 从一乐拉面出来 守居见名人微皱的眉头 便对他问着 怎么样 要不要来我们杀影 名人惊讶地看向守居 什么 守居笑了笑 你没听错 我是在邀请你去杀影村玩 或者说是住几天 你不也是非常讨厌这种 被人打扰的生活吗 要是能将名人弄到杀影去 然后想办法留住他 到时候 名人和他的未婚妻 岂不是无法见面 名人的那些舔狗们 也是舌长莫及 舔不到名人了 而经过这半天的相处 守居也察觉到 名人并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因为名人不会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 待人一直都是和和善善的 并且行事风格 给守居一种大人的感觉 这不就是稳重吗 再加上 又是个金发小帅哥 要是能将名人邀请去杀影村 并留下 不单能完成罗沙的心愿 替村子分忧 还能属于守居一个人 岂不美哉 名人稍微思考了一下 便对守居点头 可以 守居一听 立马兴奋起来 好 咱们现在就出发 不急 名人却是摇摇头 我在木叶 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呢 这倒是真的 别看名人在木叶 没有几个朋友 但这些朋友的情况 多较为特殊 所以 名人还是需要处理一下的 守居恩了一声 小声对名人问着 天这么黑了 你能不能先送我回旅社 名人 当然可以 木叶村 负责安置杀影村的旅社外 两道身影站在那里 守居对名人问道 名人 你说实话 你在木叶有几个女朋友 名人认真无比地说着 真的就只有一个 守居听后 心中一松 可在这个关键时刻 九喇嘛却忽然开口说着 他在说谎 根据老夫的观察 这小子 最起码 有七八个女朋友 这忽如其来的声音 让守居微微一惊 随后他意识到 这可能是名人体内的尾兽在说话 名人面皮微颤 立马对九喇嘛反驳道 臭狐猎 你别诽谤我呀 九喇嘛冷哼一声 那咱们来数一数吧 你那个未婚妻 算是一个吧 那只一直黏着你的粉毛队友 也算一个吧 你粉毛队友的金发朋友 这就是三个了吧 你英雄救美的那个红发小鬼 四个 你为了一点钱财 去拍摄照片的那个小富婆 五个 一拉拉面老板的那个女儿 六个 不久前说 自家闺女很水灵的那个 七个 还有其他的 老夫就不给你算了 你叔叔 是不是刚好七个 首居听到九喇嘛的话 脑子都是猛的 名人则是满脸黑线的 对九喇嘛说着 小九 你别搞事啊 我跟你说 那些人也算吗 我可从来没有一点非分之想啊 九喇嘛尖笑着 嘿嘿嘿 主要是老夫还没见过你破坊的表情 名人 第七十六章 春夜英 好爷 首居弄明白之后 没忍住吐槽道 你俩感情真好 能和尾兽像朋友一样交流 这种事情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呢 名人则表示 这都是小意思 只要真心诚意的 跟尾兽交朋友就行了 中人考试结束 大家的生活回归正轨 其他忍村的人者 离开了木野 但首居却暂时留了下来 名人的第七班 又很久没有执行任务了 而名人面对 原非日展的请求 直接无视 他要在木野找个人 就这样 过了几天 名人终于带着第七班 在某个澡堂外 找到一个白发老头 左住一脸嫌弃地望着自来也 对名人问着 名人 这就是你说的 适合我的师父吗 这也太龙龊了 是谁 自来也察觉到 自己被发现 立马远离了女澡堂 他瞧见名人的第七班 立马来了兴趣 自来也当场咬破手指 通灵出一只蛤蟆 然后手舞足蹈地说着 在下就是妙木山的蛤蟆仙人 传说中的三人之一 自来也 是也 左住表情更僵了 名人 我拒绝 名人拍了拍左住的肩膀 柱子 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这老色胚 可是很强的 左住眉头紧锁 狐疑地盯着自来也 他有多强 有多强 自来也见这几个小鬼不理自己 直接插话道 老夫可是传说中的三人之一 但是 左住 春野鹰的表情依旧淡定 自来也 现在的小孩 心理素质这么高了吗 名人对左住提醒道 三人之一 是和大蛇玩齐鸣的家伙 左住却是吐槽道 哦 也就那样 春野鹰 感觉还行吧 不是那么弱小 自来也 名人见自来也一副惊呆的表情 便走了过去 他指着左住对自来也说着 自来也大人 他就是你要找的预言之子 叫羽之拨柱子呸 不好意思 叫习惯了 他的名字是羽之拨左住 预言之子 自来也一听这个 表情瞬间严肃起来 上下审视着左住 随后 自来也微微摇头 不太可能 蛤蟆仙人说 预言之子是特殊的 自来也没有看到 左住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而且 你这个小鬼 为什么知道预言之子的事情 自来也盯着名人 想要对名人施压 好让名人说实话 但是在自来也的压力下 名人的表情依旧淡定 自来也大人 您可别小看柱子 他可是羽之拨一族的遗孤 拥有血轮眼 还是个天才 身负血海深仇 有活着的使命 情绪不稳定 这还不特殊吗 自来也听完名人的讲述 又是看了看左住 老夫还是觉得 他有点平庸 平庸 左住不悦起来 你这个老头子 难道要见识一下羽之拨的力量吗 自来也哈哈大笑起来 老夫很想见识一下 于是 自来也和左住便当街打架 结果也很显而易见 左住的幻术 对自来也没用 自来也轻松拿捏左住 但左住还是不服气 用倔强的眼神盯着自来也 就算现在你能打败我 也肯定无法打败以后的我 而你现在 也肯定打不过名人 名人吗 自来也放开左住 将目光投向名人 嗯 这个家伙 感觉挺特殊的 有点像预言之子 名人无奈地摊摊手 好吧 你为什么觉得 柱子不是预言之子呢 自来也开口道 他身上少了点东西 我知道了 名人随口说着 朝左住走去 名人将手摁在腹部 竟然从腹部 抽出一团红色的茶克拉 这团红色的茶克拉 在半空中凝结成形 最后变成一个狐狸的模样 喂喂喂 九尾被名人捏住命运的厚伯梗 倒腾着四只爪子喊道 臭小鬼 你又要做什么 老夫已经没有茶克拉给你了 名人也不回话 直接施展八卦封印 将这只小九尾封印在左住体内 左住吃痛 半跪在地上 表情猙獰地看向腹部 那里 已经多了一圈封印术士 而他的腹部 也传出一股股灼热的感觉 将小九尾封印在左住体内后 名人看向自来也 两手摊开指向左住 自来也深吸 一口冷气 这一幕对于自来也来说 有点过于诡异了 一个小鬼 居然能徒手将尾兽 从自己体内抽出来 然后顺手封印在别人体内 而且 动作行云流水 根本没有任何困难 这个名人 肯定是欲言之子 自来也表情严肃地对名人说着 漩涡名人 你愿意拜我为师吗 名人立马回应道 我不愿意 因为柱子 才是你要收的弟子 自来也没头紧锁 是吗 名人认真点头 没错 自来也大人 请你务必要认真指点这个家伙 因为他未来可是拥有改变整个人界的力量 你这个小鬼 究竟知道些什么 自来也抬起大手 朝名人抓去 可却被名人轻易躲开 小鬼 别走 自来也追着名人 但名人拉着春野鹰 居然原地起飞 消失在天空当中 自来也震惊地无法言语 他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将目光头像半跪在地上的左柱 另一边 名人和春野鹰远离了自来也 小鹰 等你拜师之后 学会百豪之印 就来找我 到时候 你也就有能力压制小型的酒尾了 名人对春野鹰吩咐着 春野鹰不断点头 同时心中也有些紧张 他对名人问着 名人 你是不是要走了 嗯 名人没有隐瞒 今天晚上就走 春野鹰抿着嘴唇 两手抓住名人胳膊不肯松开 这么久了 春野鹰已经被名人拒绝过 不知道多少次 春野鹰不甘心 即将分别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名人 你走之前 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 春野鹰有些悲伤地说着 名人深知春野鹰的性格 便谨慎地说着 这得看你的请求是什么 春野鹰心中非常紧张 但还是扬装平静地说着 我想让你亲我一下 名人呵呵一笑 不行 春野鹰顿时喜笑颜开地欢呼起来 好爷 名人不敢亲我 这就说明 名人还是喜欢我的 名人 第七十七章 小鹰你咋还学出田呢 这妹妹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名人有些头疼 她拍了拍春野鹰的肩膀 对她说着 小鹰啊 有些事情是无法勉强的 而且 咱们现在还太小 谈情说爱的像是什么话 要是你乐意的话 或许六年后 等你长大一些再说吧 各种意义上的大 说实话 被春野鹰缠着这几年 一开始 名人还不适应 但时间一久 名人也就习惯了春野鹰的存在 最后 名人发现春野鹰也不错 并且 她也完全摒弃了受援助影响 而对春野鹰产生的一些偏见 加上人 本来就是一种比较贱的生物 名人和春野鹰都一样 春野鹰 越得不到的 越珍惜 名人 越是送上门的 越不待见 但是脸 如果有一天 春野鹰忽然回头去舔别人 名人的心中 还是会发生一些微妙变化的 真的吗 春野鹰一听有戏 清澈的眼神中 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名人 你确定你没有骗我 名人抬起手 指尖划过对方嫩嫩的小脸 摩擦着柔软的秀发 他认真的说着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名人 春野鹰心跳加速 面部迅速爬上一抹红润 整个人仿佛火炉一样 迅速升温 呜呜名人 最后 春野鹰居然俩眼一闭 当众晕了过去 啊 名人大惊 什么情况 WTF 大姐 您可是春野鹰啊 怎么还学出田呢 这这情况不对吧 喂喂喂 那些人别这么看着我啊 我可什么都没做 是他自己昏了 名人万万没想到 春野鹰居然也会出田那一套玩法 迫不得已之下 名人只得抱着他 将他送回了家 然后在春野鹰父母 奇怪中带着一丝审视的眼神当中 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了解之后 春野鹰父母便热情地留名人在家吃饭 毕竟作为父母 俩人还是比较关心女儿的感情状况的 现在知道 女儿喜欢的人 居然是四代火影的儿子 而且还成功了 这可是一件美事啊 名人虽然有自己的行程 但这俩位毕竟是未来的岳父岳母大人 如果第一次就拒绝的话 就有点太不懂事了 这期间 春野鹰也醒了过来 一家四口围坐在一起吃饭 看起来非常温馨 饭后 名人和春野鹰帮忙刷碗碗 名人就向春野鹰告别 我先走了 名人对春野鹰说着 不要忘记我 给你说过的话 春野鹰羞涩的点头 我知道 名人君 望着名人的背影 春野鹰心中甜丝丝的 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而他 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嘲讽景也了 名人离开春野鹰家后 天色已经很晚了 毕竟是第一次见家长 双方聊得挺久 原定的行程还没有完毕 名人只好先回家休息一番 离村的日子只能延后 而即将出远门 名人决定用模拟器 获得一个赶路神迹 那就是飞雷神之术 熟悉的朋友都熟悉 知道的朋友都知道 飞雷神之术 原著中除开血轮眼外 最佳的装逼神迹 而且最为实用性广 对战力提升大 也是忍者世界罕见的 超级SSS 绝佳的辅助系 顺身术 但可惜的是 飞雷神之术 学习难度极大 不单需要学习的忍者 具备时空间忍数天赋 还需要大量的努力和练习 单单学会还不算 还需要熟练运用才行 这也造就了忍界当中 使用飞雷神之术的忍者们 无异不是无比强大的存在 而名人 现在还剩下十次模拟次数 事不宜迟 名人洗澡过后 当即开始模拟 系统 开始模拟 丁宿主消耗模拟机会 开始创建角色 过了一会儿 名人终于将角色创建完毕 但可惜的是 这一次模拟的角色 天赋并不高 所以学会飞雷神之术的机会 非常渺茫 姓氏 山清 天赋 山中亥一 健康 天天 智商 与智波佐助 性格 漩涡九星难 人际关系 逃递再不斩 颜值 漩涡名字 爱好 小脸 擅长 要失兜 系统评价 你是个平民 你天赋不错 你身体健康 你智商及格 你性格暴躁 你几乎没有朋友 你长得很娇气 像是人为用变身术编出来的一样 你喜欢体硕 你的擅长是波云渐日 这属性平平无奇 名人自己都不是很满意 或许是他没有焚香的缘故 然后抽取模拟时间和地点 时间是九尾之乱后 地点当然是木叶 毕竟都九尾之乱之后了 模拟开始 名人 按照正常流程成长 这角色是个女生 长得还漂亮 一开始有不少人追求 但是因为性格原因 失去了不少朋友 虽然小有体数 但还是在中人考试的木叶崩溃计划当中 被人砍死了 而且 一生都平平无奇 你死了 模拟结束 模拟评价 平平无奇忍者的一生 系统评级 2 获得奖励 2级体质增强 获得奖励选择卡 山青 嗯 名人感受着体质增强 心中泛难了 这选择卡有什么用呢 战斗经验 没用 毕竟名人的战斗经验 来自于一位非常强横的模拟角色 体质和血脉更不用说 忍术 这角色也没会几个 体数 也不太行 丁检查到宿主犯选择困难症 开启选择卡回收功能 选择卡回收功能 可回收无用的选择卡 兑换为对应等级的体质增强 系统这么人性化 名人有些意外 看样子 系统还是有一些东西 自己没有完赚 系统 转化为体质增强 丁宿主 消耗选择卡山青 兑换二级体质 增强成功 体质再次提升 名人也就放心了 第二次模拟之前 名人找出家中剩下的香 并将它点燃 佛祖保佑 上帝保佑 大同目保佑 完事 名人坐会床上 系统 开始模拟体 丁宿主 消耗模拟机会 开始创建角色 角色性是抽取完毕 山上 奈良漩涡 第七十八章 飞雷神之术 离开前夕 则又来一个漩涡 看来还是挺有用的嘛 名人自言自语着 继续抽取模拟属性 抽取完毕 开始模拟 这一次模拟角色有天赋 有血脉 在这个火影世界里 过得相当不错 可惜的是 这角色 最后又被抓取当人助力了 而且 又是九尾人助力 模拟结束 系统评级 四 获得奖励 四级体制增强 获得奖励选择卡 悬涡 名人有些无奈 选九尾 第三次模拟 模拟结束 系统评级 三 获得奖励 三级体制增强 获得奖励选择卡 牵手 名人 选九尾 第四次模拟 第五次模拟 第五次模拟完毕 名人彻底蹦不住了 什么情况啊 牵手和悬涡一足 难道就是成为人助力的命吗 名人望着背包里 那四张暴怒九尾卡 陷入了沉思 因为这几次模拟 名人的运气都不错 但可惜的是 不管是漩涡一足 还是牵手一足 虽然角色模板挺好 但模拟中 毕竟不是现实 模拟中的角色 不懂得狗一点 到最后 都是被木叶抓取 当人助力的命 这也太特么惨了 我就是想要个飞雷神 咋就这么难呢 名人欲哭无泪 他还就不信了 反正拿到九尾卡 也不算很亏 继续模拟 丁宿主消耗模拟机会 开始创建角色 角色姓氏抽取完毕 山上 奈良漩涡 牵手 不是吧 又是双S凑在一个属性上了 名人微微摇头 但随着最后一个姓氏出来 名人眼前一亮 波峰 此时此刻 名人激动了 他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平民的姓氏激动过 这是第一次 系统 锁定波峰 之后的属性 名人直接按照水门的模板选择 谁和水门最为接近 名人就选择谁 时间和地点 也和波峰水门出生的时间一模一样 加上波峰本就是一个比较偏的姓氏 要是能直接投胎成波峰水门就好 名人自语着 忍不住又点了一根香 开始模拟吧 一定要出生成波峰水门啊 开始模拟 你出生在牧业医院 父亲给你起名为波峰水门 名人大喜 稳了 随后 名人开始按照波峰水门的事迹 开始选择模拟的分支 果不其然 上学期间 结识了不少朋友 其中也包括 漩涡九星奈 还从云影手中 救下九星奈 毕业后 成为自来也的弟子 参加忍截大战 学会飞雷神之术 遇到尾兽 根据尾兽域 开发了螺旋丸 九尾之夜 自我牺牲 将九尾一分为二 杨属性封印在儿子体内 殷属性封印在自己体内 然后第四次忍戒大战 被绘图转生出来 成为忍戒对抗 与之波般的一大战力 你死了 模拟结束 模拟评价 崛起的平民 你虽然没有血迹献剑 没有出生在豪门 但凭借毅力和努力 成为了木叶村的第四代火影 并成为英雄一样的人物 是平民当中少见的强者 系统平级 7 获得奖励 7级体质增强 获得奖励选择卡 波峰 模拟结束 名人在心中对系统问着 系统 我选择忍术的话 会不会学会非雷神之术 丁非雷神之术 包含在忍术选项之内 那行 我就选择忍术 丁宿主选择成功 学会忍术 螺旋丸 太极螺旋丸 非雷神之术 非雷神二段 螺旋闪光 非雷神护顺回旋之术 手里剑影分身之术 则 这些名字 名人一边吐槽 一边将脑海中那些忍术的记忆 吸收完毕 之后 名人看向自己的属性面板 宿主 漩涡名人 特性 漩涡 牵手血脉 阿修罗转世 九尾人助力 术 封印术 非雷神系列 螺旋丸系列 大螺旋鱼 战斗力 1466666 加168888 背包 165.93亿 银两 九尾暴怒X4 模拟次数 4 任务 暂无 看到接近2.5只九喇嘛的战斗力 名人瞬间来了精神 系统 再发一遍战斗力标准 丁准影战斗力 8000 弱影 12000 影 2万 强影 5万 超影 12万 6到 50万 现在的名人 妥妥的超影级 加上体内的2.5只九喇嘛 战斗力 应该是比成龙都强一点 但稍训于宇智波班 牵手逐渐那个等级的了 虽然名人和九喇嘛的战斗力加强 看似超过了30W 可实际上战斗力是不能相加的 属性面板也只是标注九喇嘛战斗力罢了 两个战斗力10万的角色 无法战胜一个战斗力20万的角色 这就好像 如果人类的战斗力是100 而蚂蚁的战斗力是0.1 那么1000只蚂蚁就等于人类 但你不能说1000只蚂蚁就能把人咬死 真要打起来 人类三两脚下去 蚂蚁就损失惨重了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忍数 名人便结束了模拟 虽然 还有四次模拟机会 但这些机会 名人打算留以备用 毕竟现如今名人的战斗力 完全够用了 最起码可以再忍接浪 而不出事故 名人没有直接休息 当场离开小屋 开始在木叶来回腾磨起来 不要问为什么 这和狗撒尿圈地的概念不一样 名人只不过是为了到处留下飞雷神印记 然后好方便自己的出行 或者事情而已 这件事 绝对是所有学会飞雷神之术的人 都做过的 因为名人学会了飞雷神之术 对于飞雷神之术的印记 非常敏感 他在木叶岩上 发现了两个飞雷神印记 千手飞尖雕像上 是千手飞尖的印记 波峰水门雕像上 是波峰水门的印记 可惜名人不是火影 没有雕像 要不然名人不介意 参与这场跨越几十年的对话 在木叶以及木叶四周 遍布上自己的飞雷神之术后 已经是后半夜了 名人返回小屋开始休息 而明天 就是他离开木叶的日子了 第79章 佐助 我爱木叶 次日一大早 火影办公室内 原飞日展刚一上班 就将大和叫了过来 大和是除开千手住间和名人之外 唯一会目盾的人者 一名眼神呆滞的大叔 推开办公室的门 对原飞日展说着 火影大人 我来了 原飞日展对大和问道 天藏 中人考试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吧 大和严肃点头 嗯 虽然过程中出了点小问题 但总归损失不大 的确是这样 原飞日展对大和说着 沙影村的尾兽 和小名人之间的战斗 直接改变了死亡森林小半地形 天藏啊 你知道我叫你来 是什么事情吗 大和嘴角一抽 无奈地说着 为了维护生态环境 原飞日展满一点头 辛苦你了 天藏 大和 不辛苦 火影大人 随后 大和就出发了 只不过 他的内心中 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千手住间的目盾 令人闻风丧胆 而他的目盾 却只能用来搞绿化 这让大和本人有点悲观 不过 等他来到死亡森林 却有些摸不着头脑起来 大和望着茂密的丛林 无助地抬手挠头 应该就是这里啊 为什么一夜之间 长了这么多树 不对 这是目盾的痕迹 了解到这个讯息 大和匆匆忙忙地回去 将事情告诉三代火影 原飞日展 听完也是老脸一惊 心道 小名人得到初代大人的忍树卷轴 才多久 居然这么轻松地 就学会了初代大人的目盾吗 这可是大和学了好久 才模仿出一个影子来的强大目盾 根据大和的描述可以推断 名人释放出来的目盾 虽然比不上初代大人的目盾 但比大和的目盾强太多了 原飞日展 忽然面露严肃 对大和吩咐道 天藏 如果有人问起 你就说 那是你的目盾 知道了吗 这大和敏锐地察觉到什么来 随后点点头 原飞日展见大和记住 便先让他离开了 大和走了没多久 自来也就进到办公室来 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鼻青脸肿的小年轻 仔细一看 有货 这不是佐助吗 原飞日展见到自来也 略微有些惊讶 自来也 你回来了 嗯 自来也直接对原飞日展问道 我想问一下 玄武名人的实力 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原飞日展抽了一口烟 语气深沉地说着 很强 比三十年前的 我还要强得多 自来也听后 露出了然的表情 果然啊 难怪他会拒绝成为我的弟子 还把这个家伙塞给我了 说完 自来也看向一脸不服气的佐助 而原飞日展 则不是很关心这个 外人叫佐助天才 但原飞日展 却不这么认为 在原飞日展看来 佐助的存在 只不过是为了给某位 真正的宇治波天 才一个安心罢了 现在自来也好不容易回到木叶 原飞日展当即就和自来也 聊起了自己 一直以来想要的事情 自来也啊 你也知道我年纪大了 老师 自来也直接打断道 但你也知道 我的性格 不适合当活影 原飞日展听霸眼中 透露出一丝疲倦 自来也见状有些心疼 又转口说着 我可以去问刚手 那个家伙应该会回来的 毕竟刚手的爷爷 就是牵手驻奸 是这个村子的创建者之一 原飞日展 心中一阵欣慰 不愧是自己的徒弟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关心自己的 自己这把老骨头 不知道哪天就隔屁了 要不是因为团藏权势太大 加上后继无人 原飞日展早就想退位了 自来也又开口道 不过 我想带上那个 使用木盾的家伙一起去 原飞日展微微一愣 你已经知道了 自来也恩了一声 沉生道 木盾的力量很强 他还太小 需要正确的引导才行 原飞日展 正确的引导 或许已经晚了吧 现在的名人 年纪虽然不大 但表现 形式风格 心智 已经和成年人无异 不过 既然自来也想去努力 那就让他去努力了 虽然自来也年纪也不小了 但在原飞日展看来 自来也也是个孩子 街道上 自来也走在前面 左柱跟在后面 年轻人不要不服气 现在的你还太差了 自来也直言道 想要战胜那个家伙 对你来说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能够真正的学会 利用九尾和血轮眼的力量 左柱虽然不服气 但也知道 自来也说的是真的 他对自来也问道 你都能教我什么 这才是最关键的 拜师嘛 总得要学点东西的 要不然 我凭什么拜你为师 自来也呵呵一笑 我的忍术并不适合你 你需要的 只不过是一些知识吧 左柱眉头一皱 什么 自来也对左柱询问着 你知道牵手一族吗 知道 左柱回想起小时候 听说过的一起忍族历史 那是宇智波一族的宿敌 也是木叶的创建忍族之一 自来也继续问着 相比起初代 二代大人不属于鸽派 就算宇智波和牵手联合 他也绝对不会完全信任宇智波一族 二代大人 专门研究宇智波一族 并写下了对抗宇智波一族的知识 左柱听后 瞳孔微微一缩 心道 原来火影也不是完全沐浴在阳光里的 自来也见左柱惊讶 继续说着 那些知识之内 几乎记载了整个宇智波一族 所有强者的强弱点 以及血轮眼的一些秘密 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 永远都是你的敌人 二代大人的那些手狗 如今全部都封存在木叶的秘密之处 左柱听到这 呼吸不由地急促起来 第二代火影 千手飞奸 在宇智波一族的历史上 被称为最诡异的敌人 因为千手飞奸 看起来了解宇智波一族的一切 如果能得到千手飞奸 研究宇智波一族时候的手稿 到时候 左柱不单能从手稿中 更加了解血轮眼 还能够试着填补宇智波一族前辈们的弱点 自来也严肃地看着左柱 但那个手稿 需要你通过三代火影才能获得 左柱 自来也不想将时间浪费在思想有问题的人身上 哪怕这个人是水门的儿子推荐的 因为水门的儿子也需要引导 所以 名人推荐的人 恐怕也强不到什么地方去 自来也对左柱明说道 能够拿到二代大人记载的 关于宇智波的手稿 我就正式收你为徒 随后 自来也加速离去 而左柱则是站在原地发愣 过了一会儿 左柱面向火影大楼 心中喃喃自语地预演着 我爱木叶 第八十章 暴躁守鹤 等自来也来到名人的住处 却发现 名人家里已经没人了 这让自来也心中 莫名有种不对劲的感觉 另一边 名人和守居 已经快到沙影村了 此时此刻 名人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 飞雷神的快乐 但他怀里的守居 却有点疑惑 守居 这还是第一次 被男生这么亲密地抱在怀里 而在他看来 自己和名人 才处于刚起步的阶段 过了一会儿 守居也无法安下心来 他对名人问着 只有抱着 才能使用飞雷神吗 此时 守居正被名人 用公主抱抱着 左手还着腰 右手位于大腿处勒紧 在手掌加持的压力作用下 大腿嫩嫩的光洁肌 微微凹陷下去一丝 名人也没想到 手感这么好 听见守居的吐槽 名人嗡嗡地说着 对啊 我现在只是新手 不是很能确定 飞雷神苦无的落点 所以只能抱着 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失误 守居低下头 感受着名人的体温 心中愈加紧张了 可恶 占便宜就占便宜 哪能找这么一个 合适的理由啊 好在飞雷神赶路的速度极快 没多久 名人便穿越河之国 以及一片荒漠 抵达了沙影村村口 到了家 名人也就没有理由 再抱着媳妇了 他将守居放下 看着四周 一片荒凉的地方 开口说着 你们这里有点偏僻啊 啊不我的意思是 你们沙影的意志力真好 没有说你们这里 环境恶劣的意思 守居微微摇头 没事 我们这里本来就是 穷乡僻壤 都习惯了 名人 沙影村比不上木叶 这是公认的 名人看动漫的时候 也没发现 差距居然这么大 这给名人的感觉 就像是前世的农村 以及七十年代的农村的区别 俩人正闲聊着 村子里却忽然传来一阵奸笑声 守居大惊 这是我艾罗的封印 又出问题了 伴随着事件的发生 名人脑海中 也传出系统的提示 丁系统任务发布 制服守贺 奖励 模拟机会加一 名人微微一愣 呦 这系统还挺智能 自己到哪 任务就发到哪 难道是自己 到了新场景 能够解锁新任务吗 名人顺手甩出 飞雷神苦屋 然后抓住守居的手 等飞雷神苦屋 落在村子内 两人的身影 瞬间被转移到 飞雷神苦无处 名人看向四周 混乱的街道 发狂的我艾罗 恐慌的人群 罗莎正控制杀精 压制我艾罗的 半尾兽化形态 不少杀人 正在疏散人群 名人见状 当即就走了过去 而守居在名人身后的守居 则是双眸缓缓瞪大 喂 你小子不用抱着 就能用飞雷神 虽然现场声音混杂 但名人还是听到了 名人 完了 被发现了 咋办 不管了 先压制守贺再说吧 名人冲着罗莎喊道 封隐大人 后退一下 罗莎听见 名人的声音 原本平静的面色 剧烈大变 漩涡名人 不要啊 他可是听说过 名人的人数 那个威力出现在 死亡森林 还好说 如果出现在 沙影村里 卧槽 我们还活不活了 名人瞧见我艾罗 趁机冲向罗莎 来不及解释 单手结印 目盾名神门 没错 名人的名神门 变成了目盾名神门 现在名人的名神门 不单具有封印之力 还具备吸收 查克拉的能力 天空中落下 树道名神门 瞬间将我艾罗 笼罩在内 守贺的查克拉被压制 我艾罗倒在地上 罗莎也在感觉身体一沉 查克拉似乎不听使唤了 她的身体 也不受控制起来 被名神门的范围 笼罩在内 罗莎整个人 不受控制地 瘫痪在地 名人走上前去 一把将罗莎 从地上拉了起来 顺便脱离了 她慌忙后退两步 望着那巨大的名神门 面露惊疑 封印术 她也坏 不然也无法一次又一次地 防止我艾罗暴走 可问题的关键是 罗莎从来没有见过 封印之力 这么离谱的封印术 守居从远处走过来 本来还担心 尾兽暴走的她 见到事情 居然已经解决了 这让守居感到不可思议 要知道 名人在死亡森林 和守贺对战的时候 采取的 还是忍输对轰的方式 这才几天 就能学会这么离谱的封印术 难道她真的是个 常人无法理解的天才 不过这改变不了 她吃自己豆腐的事实 守居目光悠远地看着名人 名人干咳一声 连忙对罗莎问道 我艾罗的封印是什么 果然 这句话将守居的注意力转移了 她率先说着 当初是千代婆婆封印的 这件事 守居是知道的 名人微微点头 静静地望着 被名神门压制的我艾罗 一位守贺的查克拉 最终被压制 我艾罗的身体 回复了原貌 丁系统任务完成 模拟机会加一 丁系统任务发布 加强我艾罗的封印 奖励 模拟机会加一 察觉到系统的任务 名人心中已经确定了 只要自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系统发布任务的节奏 就会加快 亦或者 是自己触发了一些剧情 系统才会发布任务 然后自己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拒绝 名人将这个系统的特性记住 然后接触了名神门 我艾罗陷入了沉睡 名人抬步走了过去 守居和罗沙见状也连忙跟上 罗沙目光投向守居 似乎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 守居则是微微汗手 这让罗沙心中略显欣慰 当时出于忍村之间的关系 加上要掩盖木叶崩溃计划的雏形 所以 罗沙才搞出这么个名堂 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现在从守居这里得知 他和名人相处得还不错 罗沙也不是非常后悔了 名人蹲下身子 去检查我艾罗的封印 守鹤的声音忽然叫喊了起来 臭小鬼 滚开 不要摸老子 名人嘖嘖一笑 小狸猫这么有脾气吗 要不要让我家九喇嘛出来 和你叙叙旧 罗沙听后大惊失色 卧槽 您还是别叙旧了吧 一个守鹤都够我们受的了 我们沙影村肯定承受不起酒尾 第八十一章 鼎鼎大名的一尾守鹤 九喇嘛的声音 从名人体内传出 哼 名人 他不过是一只臭狸猫吧不对 他可是鼎鼎大名的一尾守鹤 名人听见这话 觉得有点奇怪 九喇嘛会去夸守鹤 这多少有点不合理啊 守鹤和名人的反应也一样 你这臭狐狸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众人只听九喇嘛继续说着 守鹤可是最强的尾兽 罗沙在一旁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咋不知道守鹤这么强 而九喇嘛则是继续鼓吹守鹤 守鹤会风盾 查克拉数量多 强度高 还会风硬数 实力绝对是尾兽当中最厉害的 守鹤则不认为 九喇嘛会夸自己 他现在只觉得惊悚 臭狐狸 快停下 你究竟要做什么 所以啊 名人 九喇嘛理所应当地对名人说着 往守鹤身上 整个三五层八卦封印才行 守鹤瞬间发飙 尖锐地吼叫传来 臭狐狸 名人掏了掏耳朵 你好吵啊 狸猫 守鹤不愧是尾兽投铁之手 都到这个份上了 还不老实 他继续对着名人和九喇嘛 进行辱骂 名人受不了了 直接给我艾罗整了三层八卦封印 也就是他妈的六层四项封印 守鹤的声音消失不见 甚至大家都感知不到 我艾罗体内查克拉的异常 完事之后 名人脑海中出现系统提示 丁系统任务完成 模拟机会加一 罗莎在名人身后 看到这个行为 表情却是有点疑惑 他对名人询问道 名人 这样真的行吗 怎么了 名人也非常疑惑 罗莎看着同样疑惑的名人 心中有种莫名的感觉 这个孩子 或许压根就没在意村子的限制 刚刚名人的行为 在罗莎看来 是名人作为牧业村的人 离开了牧业村 然后帮别的村子 修补核武器的危险性 如果这种事情 发生在杀影村 罗莎绝对会将那个人 列为SSS级通缉犯 每天让上百个暗部追杀他 可在名人眼中 只不过是自己的朋友有了困难 所以他伸手帮了一把而已 没 罗莎暗自懊恼 自己居然用你的思维 定义一个孩子 语气中带着一丝羞愧地说着 没什么问题 罗莎走上前去 检查了一下我爱罗的封印 几乎是一瞬间 罗莎整个人被惊得汗毛凌厉 这种封印术 比之前千代为我爱罗世家的封印术 封印之力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其复杂程度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小鬼能够学会的 首居这个时候 对罗莎问着 封印大人 能不能让名人留村子里住一段时间 虽然是妇女 但罗莎家教甚为严格 在外面 首居三姐弟 嗨嗨 罗莎不知道自家闺女 居然将名人诱惑出来了 她干咳一声 心中难免紧张起来 袁非日展虽然老了 但是她年轻的时候 可是忍雄 别看袁非日展平时和和气气的 但那也是因为别人 没有触及到她的底线而已 如果让袁非日展 知道名人被拐走了 不敢想 罗莎下意识想要拒绝 可转念一想 就觉得不对劲了 等等 我为什么要害怕袁非日展 面前的漩涡名人 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超级天才 她乐意留在村子里 那简直就是沙隐村的荣幸 要是真能让名人加入沙隐村 别说一个女儿 就算把另外两个儿子 都送给名人 罗莎也乐意啊 就算为此得罪木业 也貌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比起某国的国际关系 还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比较值钱 罗莎脑子里天人交战 随后慎重地点点头 好 这件事就交给你安排了 这个时候 我爱罗苏醒了过来 她眼中透露出绝望 呆滞地望着天空 可是 我爱罗却感觉好宁静 好安心 肚子上也有一股暖暖的感觉 这是怎么回事 守鹤呢 她已经不嚷嚷了吗 难道她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而自己也能够过上 正常人的生活了吗 我爱罗瞧见罗莎 眼底闪过一丝恐惧 但更多的则是仇恨 罗莎见我爱罗苏醒 便对她说着 是漩涡名人帮你加强了守鹤的封印 现在你去睡一觉吧 长久以来的不休息 导致我爱罗精神的问题状况 非常严重 现在听见罗莎的命令 我爱罗却顺从地闭上眼睛 很快就陷入沉睡当中 而我爱罗体内封印空间的守鹤 压根就无法干扰到我爱罗 另一边 守居带着名人 开始在沙影村转悠 当然这个转悠是有任务的 那就是给名人购买一些日常用品 守居作为沙影村的公主 自然是备受关注 不久之前 沙影村内守居的仰慕者知道 守居订婚了 脑子都是猛的 现在 看到守居和另外一个男人 在街上闲逛 看样子应该是真的 请请等一下 两人背后传来声音 名人回头一看 发现这是一名和守居年龄相仿的人者 他头上佩戴着护额 身后跟着两个队友 以及一个沙影村上人 看样子 是刚刚执行任务回来 这位杀人远远地瞧见名人和守居 立马激动地跑了过来 他面带难受地问着 守居大人 请问您真的和这个家伙订婚了吗 名人下意识看向一旁俏丽的守居 守居怂怂间 得意地对名人说着 淡定 虽然有点自夸的成分 但我在沙影 很受男孩子欢迎的 名人笑了出来 哈哈 这句话 我怎么有点熟悉 这位杀人 瞧见守居和名人 有说有笑 心中跟针扎一样难受 他失魂落魄地说着 是这样啊 我明白了 守居见到过来的杀人离开 也是比较欣慰地说着 没想到 你还让我摆脱了这个麻烦 说实话 守居已经明确 拒绝过非常多次了 但这个家伙 就是不死心 名人微微摇头 也没有在意 守居见天色晚了 便对名人说着 名人 你是打算住旅馆 还是住我家 名人听完这个问题 直接陷入了思考当中 脑海当中 经过一番进化 演变 最后 名人脑子一抽 开口说着 能不能咱俩一起住旅馆 第82章 被名人给洗脑了 还真可以 守居直接确定地说着 也行 因为我早就受不了他们几个了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放松一下 妈妈死得早 老爹又是一副严肃脸 二弟整天研究傀儡 三弟是个疯子 在这个环境之下 守居早就压抑得不行 名人万万没想到 守居直接同意了 他歪着脑袋对守居问着 守居 你大概是没有听懂我是什么意思 守居唇角一颤 连忙说着 我听懂了 所以是两个房间 咱们认识的时间还太短 发展太快 我有点不适应 名人 对此也不介意 没关系啊 反正咱们还小 就算住在一起 也不会真做什么的 守居放下心来 你能理解就好 这几天 名人就在沙影村居住了下来 木叶那边 事情也有所发展 自来也出发去寻找钢手 佐助赢得了 袁非日展的信任 现在正在研究 牵手飞奸留下的 关于羽之波一族的手稿 春夜英 则是根据名人的说法 认真修炼查克拉控制力 等待着钢手归来就拜师 大河发现名人不见 所以汇报给袁非日展 起初的一天 袁非日展 只以为名人是出去玩了 但没想到 第二天也没在 这让袁非日展开始慌了 随后他就让暗部调查 一查才发现 名人跟着守居 离开村子了 卧槽 我们的人助力被拐走了 袁非日展 当即派人前往沙影村寻找 目前正在赶来的路上 而名人 则是在沙影村住得不错 这里的人都不认识他 不知道他是任助力 只拿他当陌生人 这样的话 名人也乐得清闲 虽然沙影的环境比不上木叶 但名人还是挺喜欢的 白天和守居逛街 晚上去泡温泉 再让沙影村那些有些抑郁风情的妹子捏捏脚 这生活简直美滋滋 沙影村因为环境原因 温泉虽然少 而且贵 但对于名人这种随身拥有上百亿资产的家伙来说 他只能说 他能一直这么奢侈下去 并且可以持续到老死 不对 是持续到漩涡博人老死的那一天 剩余的钱 还能帮沙影村里里外外 搞个三五边绿化 那都不成问题 这一天 名人刚刚起床 就接收到系统的提示 或许是因为名人太白了 只享受安逸的时光 所以 系统看不下去 直接给名人发布了这个任务 丁系统任务发布 战斗力提升至15万 奖励 模拟机会加1 接收到任务后 名人下意识打开系统面板 这几天虽然名人没有修炼 但他的身体 却一天天变强 毕竟 他可是具备漩涡血脉 外加被蛇疏科技改良过后的巅峰牵手血脉 只要啥也不做 每天的查克拉都会有所提升 所以这就是个妄恶的看血脉的事件 而名人的战斗力 自然也有所提升 只不过才提升了几十点罢了 他现在的战斗力是146701 要是名人不努力 想让他自动提升到15W 怎么说 也得大半年的时间 名人想了想 决定开始努努力 于是 名人就和首剧说明了情况 就一个人出了村子 距离15W战斗力 只剩下几千的差距 所以 名人只需要学会几个忍术就行了 名人拿出柱间 忍术卷轴摊开 开始练习上面的木盾 上次名人在木叶练习到这个树了 是这样的吗 名人闭上眼睛 开始赶至大地 他抬手结印 查克拉顺着双脚 疯狂涌入沙漠 木盾树界降临 破 咔咔咔 三五人都无法荷包的树枝 从沙子当中延伸出来 并且覆盖反应 还在随着名人的查克拉输出提升而提升 不到十秒 以名人为中心 方圆200米的荒漠 直接变成了森林 而且还是那种树木极其古老 巨大的森林 名人松开手 飞上天空看着自己的杰作 不太行啊 继续练习 就这样 两天后 封隐办公室 一名暗部 汇报着今天的事态发展 封隐大人 漩涡名人的木盾忍数 越来越熟练了 现在咱们村子 已经被森林包围了 而且往外走十里地 全部都是森林 罗沙听到暗部的汇报 双眼含着泪光 漩涡名人 这可真的是我们沙隐村的恩人啊 但暗部又带来一个坏消息 封隐大人 可是木叶的使者已经来了 说是要见漩涡名人 并带漩涡名人回去 罗沙听后 表情直接严肃下来 他沉声说着 去 先将手鞠叫过来 没多久 手鞠就出现在办公室 罗沙对手鞠问道 你和漩涡名人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手鞠有些疑惑 因为在他看来 罗沙应该是不关心这件事的 但手鞠还是如实说着 名人这个人不错 或许我们 可以相互接纳对方了 罗沙点点头 嗯 如果让你现在结婚的话 有问题吗 什么 手鞠表情一惊 随后柳眉紧锁起来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罗沙点头 木叶的人来了 想将漩涡名人带回去 手鞠呵呵一笑 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如果是为了让名人留在沙影 那么我拒绝 这还是手鞠第一次反抗罗沙 罗沙的表情一个不对劲 什么 手鞠这几天 经受名人的思想冲击 此时已经不再惧怕罗沙 手鞠直接对罗沙名牌道 实话说了吧 我不想再让政治污染 我和她的感情 你 罗沙气的面皮微微一颤 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才几天啊 她从小教育的女儿 就被名人给洗脑了 爱罗沙叹口气 那你去将名人叫过来吧 我带她去见木叶村的使者 手鞠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 并且还觉得罗沙是错的 她也没有好脸色 语气强硬地说着 名人说了 你们大人不应该管我们的事情 现在讲究的是自由恋爱 罗沙听得头皮发麻 白白手想要打发手鞠离开 我知道了 你赶快去将名人叫过来吧 手鞠抬起脑袋 哼 不用你催 我这就去 罗沙 第83章 哟 这里还是风之国吗 手鞠行走在茂密的森林中 不知不觉 居然有些迷路 她喊了一会儿 也没找到正在练习忍术的名人 没办法 只能换一种方式了 手鞠抬手伸向身后 将背着的扇子取下来 完全展开后 全力挥动施展忍术 风盾 气流乱舞 铁扇挥动间 掀起呼啸的狂风 驰骋在沙地和密林之中 造成巨大的声势 密林之内某处 名人察觉到声音 同时也感知到 声音的来源处 有自己的飞雷神印记 难道是有人在打架 而且打架的人之中 还有人携带自己的飞雷神印记 过去看看 要知道 沙影村当中 只有手鞠身上 拥有名人的飞雷神印记 名人感知飞雷神印记 使用飞雷神之术 飞了过去 到了现场 却只瞧见手鞠一个人 名人有些疑惑地问道 手鞠 是出什么事情了 经过几天的相处 两人之间的陌生感 已经消除不少 手鞠对名人摇摇头 没有敌人 是木叶的人来找你 让我来喊你回村 我找不到你 所以就用了人数 这样啊 名人随口说着 我不是很想回去 你直接让他们 把我列为派人就行了 手鞠听完一脸猛 啊 名人 我没听错吧 名人认真地点头 没错 如果实在有麻烦的话 可以让我的影分身跟去 说完 名人抬手结印 奋出一个影分身来 而他本人 则是继续修行木盾 手鞠见名人态度坚决 也是无奈的服额 好吧 不过这样的话 咱们的联姻还有意义吗 对啊 名人和手鞠的婚事 本来就是基于 杀影和木叶关系上的 现在名人要当判人 这让婚事咋办呢 名人听后觉得有理 但是他已经适应了 杀影村的生活 而且 杀影村真的不错 每天悠闲得很 没人催他做任务 没人暗中盯着他 也没人 会对他过度热情 这样平静的生活就很好 名人不想做出改变 至于剧情 什么剧情 难道没有我 剧情里的人就不活了吗 没有我名人 还会有鸟人 乌人呢 至于木叶没了名人 就等于没了尾兽 威胁程度会下降 可这件事 又和名人有什么关系呢 名人自认为 自己不欠木叶什么 从小受的欺辱和孤立 被人针对 买的东西 都得靠别人 这些事情 很难不让名人认真对待 至于木叶对名人的培养 以及名人身上的牵手铸肩卷轴 完全可以用父母的资产抵消掉 现在 名人和木叶已经没关系了 对于名人来说 木叶只是一个地名 是一个居住着自己三两好友 以及苟着几个老杂毛的地名罢了 而针对守居的事情 名人想了一下 便对守居说着 联姻的话 守居 你喜欢我吗 啊 守居避开名人的目光 声音不由自主地小了下去 为什么忽然间问这个 其实最开始是有封隐的命令才接触的 没想到你还挺不错的 守居并不是一个扭捏的人 但说起这种事情 还是有些害羞的 名人见守居的反应 便知道了答案 好 至于联姻的事情 就先听罗莎的安排 如果她不解除婚约的话 一切都好 守居听完反向问着 那如果是解除了呢 名人没有回答 只是笑盈盈地看着守居 守居仿佛意会到什么 洁净的面颊 忽然多出一丝红润 她对名人说着 我明白了 你继续修行吧 我先回去了 等守居离开 名人便继续修行 到了晚上 她就躺在自己 木盾的树枝上休息 望着平静的夜空 名人回想着 自己几天的经历 经过几天的修行 她深感战斗力提升的困难 战斗力越高 想要大幅度提升 就需要实现 突破性的飞跃才行 自己练习忍数 也只是熟悉的陌生的人数 对战斗力的提升 并不是很大 此时 名人距离任务目标的 15B6战斗力 还剩下2000多 也就是自己修行几天时间 获得的战斗力 和自然增加的战斗力差不多 为了完成任务 要不要使用模拟次数呢 名人想起这个 便打开系统面板 查看了一下 目前剩余模拟次数6次 可以使用模拟次数 提升战斗力 但目前名人身上没有带箱 所以她决定回沙影村收购一番 而背包里 有100多亿银两 和4张九尾召唤卡 银两够用 至于4张九尾召唤卡 名人短期内 没有打算给九喇嘛提升实力 因为现在的名人的战斗力 和九喇嘛 还有一段距离 万一九喇嘛一下次变得太强 名人就算用封印术 也无法压制 那就惨了 虽然名人说过 自己和九喇嘛交朋友 靠的是真心 但那是建立在 自己和九喇嘛的实力相近的情况下 如果名人猜得起飞 九喇嘛压根就不会鸟名人 直接占据名人身体 自由自在 不好吗 虽然此时九喇嘛 看起来很是相信名人 而且和名人有说有笑 关系看起来很是融洽 但名人还是要保持一点警惕的 因为前世的经历 告诉名人 哥们 你可以给予别人信任 但请你永远不要 完完全全相信任何一个人 甚至是事物 这只是一个忠告 如何取舍看你个人 名人使用飞雷神返回旅舍 然后就去逛街了 模拟之前沐浴更衣 能够提升幸运值 这或许是玄学 没什么可信度 名人也知道 但这只是一个小乐趣吧 另一边 沙影村外部 从荒漠出走出四道人影 喂喂喂 你们真的假的 其中一个黄头发年轻人说着 这可是又他弟弟的照片啊 还那么骚气 为什么你们没有反应 歇看了一眼滔滔不绝的迪达拉 对他呵斥道 闭嘴 你太吵了 这两位身旁 还跟着羽之波幼 和干世鬼娇 鬼娇咧嘴笑了 露出满口的尖锐牙齿 对右调侃道 你是不是给他太大压力了 他从迪达拉手中 拿过佐助的照片 递给了右 右下意识接了过去 只看了一眼 他的面皮便轻微地颤抖起来 只见照片上的佐助 穿着猫仆装扮 一脸娇羞地盯着摄像头 第八十四章 回绝 迪达拉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哈哈 与之波幼 没想到你这么冷酷无情 却拥有这么一个弟弟 属实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不过 既然你的弟弟这么骚气 你是不是私下里也这么骚气啊 右双目微微眯起 不悦地看向迪达拉 些连忙控制傀儡 给了迪达拉一下 迪达拉 闭上你的臭嘴 这孩子今天咋回事啊 平时虽然迪达拉会挑衅用 但没想到 今天出口毫无遮拦 鬼娇瞧见前方一片密林 不由地问着 咱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这里真的是沙影村吗 又冷静地陈述道 这是组织内获得的最新情报 九尾仁助力和一尾仁助力 都在沙影村 些敬意地说着 看来九尾仁助力 能够使用目盾的传闻 是真的了 鬼娇望着仿佛树海一样的密林 不由地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 这么强大的目盾 查克拉真是多到可怕啊 些好奇地瞥了一眼鬼娇 对他问着 你的查克拉有这些多吗 鬼娇呵呵一笑 我查克拉量很少 能够释放大型忍数 是有秘密的 又也观察着这些 出现在荒漠中的目盾 心中那是彻底沉了下来 不久前 又收到小组织捕捉伪兽的任务 得知漩涡名人作为仁助力 居然离开了木叶 而且还是去了沙影 一开始 又还以为 名人是有什么任务在身呢 可现在瞧见沙影村的目盾 又心中便有些相信 名人叛逃了 毕竟沙影村这个环境 也就只有目盾 能够稍微改善一下了 难道名人真的叛逃了 木叶的人来到沙影村 目的是为了要回仁助力 漩涡名人 可是名人没见到 却被告知 名人已经成了叛人 木叶的人不相信 要是换作以前 他还相信 毕竟名人被孤立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忽然有一天 想不开离开村子也正常 但现在 名人是四代火影后代的身份 已经公开了 大家也不会孤立名人 对名人反而非常的热情 这种情况下 名人还要叛逃吗 所以 木叶的暗部根本就不幸 必须见到名人才行 罗莎没办法 只能让首居 再去找名人 首居找到名人的时候 名人在泡温泉呢 模拟之前 沐浴 更衣 焚香 这三个玄学步骤 缺一不可 首居走进温泉 瞧见浓郁的白雾当中 隐约存在着一个身影 他试探性地问着 名人 名人正在闭目养神呢 听见首居的声音 有些惊讶地回应着 你怎么来了呢 首居从水雾中走过来 朝温泉中看去 温泉中只有 名人一个 略微昏暗的灯光下 名人俊俏的面庞 和湛蓝的眼睛浮现 不知道为什么 首居觉得洗完澡的名人 更加帅气了 他对名人说着 你还是去一趟吧 尹分身的话 他们不信 好吧 名人只好从温泉里走了出来 首居默默转身 暗自吞了口口水 语气难免紧张起来 我在外面等你 没多久 名人和首居 便出现在封印办公室 木叶的暗部 也等候多时了 尹分身见到名人本体亲自过来 直接自行解除了 名人接收到尹分身的记忆 便将目光投向办公室内 两名木叶暗部 其中一个不认识 另外一个 则是和名人见过面帝卯月吸引 西岩见到名人过来 便激动地问着 小名人 你真的要离开木叶吗 名人瞧见西岩 心中顿时有些好笑 三代 还真的是会打感情牌 原非日展 知道西岩也算帮过名人 所以就专门让西岩跟了过来 嗯 我已经决定了 名人直接承认 西岩听完表情一将 顿时有种不知名的悲凉感 四代火影波风水门 是木叶的英雄 但他的儿子 却经历这种事情 最终和木叶分道扬镳 西岩还想说什么 却被名人打断了 好了 你不要多说了 名人认真地说着 我不想为难你 你只要将我的意思 转告给原非日展就行了 另外一名暗部听见名人的话 直接抽出腰间的忍刀 漩涡名人 你作为人助力 对于村子的重要性 不用我重复吧 你现在就跟我们回去 要不然的话 我就只能 咔嚓 名人抬手结印 这名暗部脚下 升起树根树枝 并且迅速地将它缠绕 限制住了它的行动 罗莎见名人二话不说 就动了手 连忙紧张地说着 名人 我看你 还是先回木叶吧 虽然能想让名人留下来 但在木叶的人面前 罗莎还是要装一装的 这样能表明 罗莎本人的态度 不至于 让原非日展误会 名人没有回答罗莎 而是直接对那名 威胁自己的暗部问道 要不然的话 你会怎么样 光荡 暗部的手腕 被木顿树枝缠绕 体内查克拉 也被名人疯狂吸收 手上一松 武器就掉了 面具之下 暗部的脸有些猙獰 他对名人警告道 漩涡名人 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你既是四代火影的儿子 还是木叶的人助力 你不应该背叛木叶 你如果这么做 会有损四代的名誉 名人没有说话 默默加大了木顿的力道 暗部难受的一阵干咳 但他却还是不死心 继续对名人威胁道 漩涡名人 你拿了木叶的初代 忍树卷轴 却直接离开了村子 你是个盼人 给四代火影丢脸 还忘恩负义 你要是不回去 你想一想 和你关系好的人 他们在木叶 会遇到什么样的待遇 名人深吸一口气 无奈地对西言问道 他为什么这么用啊 西言面色纠结 对名人说着 名人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对于曾经出手企图 救自己的西言 名人没有隐瞒 很简单 因为我不喜欢被人打扰 西言听完认真点头 好 我记住了 我会告诉三代大人的 一旁的罗沙心中想着 嗯 我也记住了 西言看着即将 窒息而亡的同僚 对名人请求道 名人 你不要冲动 如果他死了 我不出手 也会受到牵连 很明显 西言已经察觉到 名人对村子没感情 所以 他没有提木叶 只是说自己和名人 之前的交集 让名人不要牵连到自己 这样兴许 比用木叶压名人 救出暗部的成功率 要大得多 第85章 小组织来袭 听见西言的话 名人手上的动作 停了下来 他察觉到西言的企图 表情微微转冷 对他明确地说着 这一招对我有用 但只有一次有用 西言听懂了 便愧疚地说着 对不起 小名人 名人摆摆手 走吧 两名暗部 离开了沙影村 封影办公室内 罗莎心中窃喜 如果名人和木叶闹掰 岂不是他沙影村 就能捡漏了 所以 罗莎心情大好 在这种非任务期间 手拘心中藏不住事情 他见木叶的暗部离开 立马站出来对罗莎问着 封影大人 如果名人离开了木叶 那我和名人的婚事怎么办 罗莎听完 面色不变地回答道 当然不会取消了 护手拘松了口气 那就行 罗莎见手拘的反应 心中也是觉得纳闷 之前不是没人追求过手拘 但手拘对那些小帅哥 都是视而不见的态度 这还没几天呢 就被名人吸引住了 看这个样子 要是自己打算拆散他和名人 手拘八成会直接进入叛逆期 就在此时 沙隐村内传来一阵爆炸声 罗莎表情一僵 难道是手拘又破出了封印 名人则是有些好奇 他还真的如九喇嘛说的那么强吗 三层八卦封印啊 三层 手拘是个什么臭鱼烂下 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脱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九喇嘛的声音 从名人体内传出 名人不是手拘 是一群穿着袍子的家伙 袭击了手拘的人助力 听见九喇嘛的话 现场三人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从窗户跳出去 站在楼顶 不少杀人正在集结 房屋上穿梭的黑点 都是一个个忍者 看样子 沙隐村居民 对于沙隐村内发生暴动 已经习以为常了 罗莎找准位置 观察了一下那个查克拉波动 和忍树威力 心中微微一沉 他抬手凝结沙金 对名人和手拘吩咐道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不要乱跑 罗莎说完 不等名人和手拘回应 便控制着沙金飞了过去 名人对手拘吩咐道 你留在这里 不要乱跑 手拘 只见名人凌空飞起 速度比罗莎还快 手拘唇脚微微一颤 吐槽道 这两个都是什么脾气啊 搞得好像老娘没用一样 话音未落 一声巨大的轰鸣 从目标的传来 爆炸引起了冲天火光 忍树对空间方圆数十米 直接被摧残殆尽 手拘深吸一口冷气 这我好像还真的是没什么用 可恶 要不是那个术还没学会 不可能这么被动的 爆炸现场 狄达拉肩膀上 扛着昏迷中的我艾罗 有些纳闷地说着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鬼啊 我都把他炸得半死了 他隔着睡觉呢 嗯 居然这么不尊重我的艺术 可恶 嗯 躲在傀儡中的些 顺口反驳 闭嘴 狄达拉 你那个不叫艺术 狄达拉不懈地切了一声 不要对我指手画脚的 不远处 鬼胶扛着交机 鲨鱼眼看着狄达拉和些完成任务 难免有些羡慕地说着 居然这么轻松就完成了任务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目标了吧 诱 此时的语之波诱 正站在楼顶 但凡从远处跑过来的杀人 都会被诱的幻术迷惑 停在原地不再动弹 住手 就在此时 天空中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袭击我们杀影村的人助力 鬼娇呵呵一笑 或 居然称自己的亲儿子为人助力 不知道你这个家伙 是怎么拐跑了木叶的人助力 说起来 那个黄发的小鬼 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他在哪 罗莎瞧见这几个人 居然敢袭击我爱罗 质问了一句 没什么效果 也不再废话 他抬手凝结杀精 朝迪达拉砸了过去 迪达拉洋装惊慌地撤退 还一边搞怪地叫唤着 哎呦 你这个臭老头 明明挑衅你的事 那个鲨鱼脸 是不是看我好欺负 嗯 杀精砸落下来 将迪达拉原本的位置 砸出一个大坑 迪达拉心有余悸地 看着杀精的破坏力 还好本大爷反应灵敏 嗯 他扛着我爱罗 对些招呼道 谢大叔 咱们的任务完成了 先撤退吧 在远处看一下右出手 也挺好 谢一边撤退 一边不悦地回应着 不要叫我大叔 迪达拉 好的 谢老爷 谢 罗莎想去追迪达拉 却被鬼娇拦住了 封隐大人 还请您告诉我们 九尾人助力在什么地方 鬼娇张开嘴 露出尖锐的牙齿 表情看起来无比猙獰 罗莎冷哼一声 太高杀精的高度 继续去追迪达拉 鬼娇还想拦 可余光却瞧见 明人也从远处飞了过来 明人看到现场的情况 便对罗莎说着 封隐大人 您放心去追那个叛逆小鬼吧 这两个人交给我处理 迪达拉听见明人这么称呼自己 顿时气急败坏的狂吼道 臭小鬼 你说谁是小鬼呢 嗯 罗莎看了看明人 又看了看陷入昏迷的我爱罗 唉 这个时候 也只能相信明人了 罗莎继续追迪达拉河县 但这俩人 却一直朝村子外面跑 而明人则是留下 对上了鬼娇和幼 你们小组织的那个家伙 居然也能探查到杀影村吗 明人看向鬼娇 有些意外地说着 我都躲到这里了 居然还能被找到 鬼娇面对明人 丝毫没有因为明人的年龄而大意 他解开缠绕交集的白布 开口说着 这个你就别问了 乖乖跟我们走一趟吧 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样呢 明人单手结印 嘴上却没有说是什么数 鬼娇察觉到 天空中传来破空声 下意识朝一旁躲避 咚咚咚 明神门落了下来 却被鬼娇看看避过 鬼娇感知到 这上面恐怖的封印之力 顿时惊悚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啊 宇志波又这个时候 也打开了血轮眼 他站在房屋上 对明人问着 漩涡明人 为什么离开木叶 第八十六章 艺术 明人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这个问题吗 蛮复杂的 我的耐心不允许我向你解释 责怪鲨鱼 居然偷袭 谈话间 明人察觉到 鬼娇释放忍术偷袭 这是一条油水构成的鲨鱼 朝明人撕咬过来 明人飞在半空 轻轻侧身 就很容易地避开了 可鲨鱼飞向远处 直接砸在某栋建筑上 那栋建筑四分五裂 直接崩塌 明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懊恼地说着 可恶啊 我很喜欢那个温泉来着 这几天 明人在沙影村居住的体验 还算不错 因为没人打扰 没人特意关注 还有漂亮的妹子关照 为了避免更多的损失 明人二话不说 直接追着罗沙的离开方向 飞了过去 鬼娇见明人这样 还以为明人害怕了吗 于是 鬼娇跟在明人身后 冲着明人叫嚣道 漩涡明人 你不是击败过守贺吗 居然这么胆小吗 这种低级的激将法 对于明人来说 用处为零 因为觉醒记忆后 明人的情绪 一直都非常稳定 毕竟他对于某些事情的重视程度 已经降低了 此时鬼娇挑衅明人 没有一丝丝效果 而宇之波佑 则是察觉到 明人可能是为了避免沙影村 遭受到过多的破坏 这让佑心中 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漩涡明人 彻底地背叛了木叶村 并且加入了沙影村 要不然 怎么样才能将解释明人的行为呢 帮一围守贺人助力 加固封印 这是又观察我爱罗得出的结论 还帮沙影村 用木盾搞绿化 这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 最关键的是 明人这种天才 肯定心中也有自己的傲气 面对鬼娇的袭击 他居然选择忍气吞声 狼狈逃窜 只为了不让沙影村 进一步受到破坏 这一切的一切 都证明了 明人已经彻底成了沙影村的人 又知道 木叶不能没有人助力 正好他的身体疾病 已经被大蛇丸治愈得差不多 看样子 需要认真一下了 明人追着罗沙的痕迹 将鬼胶和羽质波幼 带到了沙影村外 这里是明人练习 木盾留下的丛林 此时此刻 罗沙正和迪达拉 在天空中 用忍术对轰 而蝎则是带着我爱罗 向远处逃顿 明人察觉到蝎的距离 越来越远 便开口对说着 九喇嘛 借一下你的力量 九喇嘛也不废话 直接将查克拉借给明人 明人体表 外加 雷盾铠甲 明人首次释放这个人体术 此时 明人体表 泛着裹挟着蓝色的金色光芒 看起来就像是超级赛亚人一样 雷盾铠甲 加超轻重炎之术 加九尾模式 这三种能力 每一种都在原著中 有不俗的速度表现 现在却被加持在明人一个人身上 更不用提 明人还有非雷神之术 这个状态下的明人 其速度已经达到了 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蝎卷着我爱罗 正向远处逃顿 却忽然感知到 身后传来一丝危机感 他回头一瞧 便发现一道金色人影 朝自己飞过来 轰鸣的破空声掀起阴浪 让蝎一瞬间瞪打双眼 下一秒 不等他有任何反应 这道金色人影 便仿佛雷光掠过夜空一样 穿透了鞋 咔嚓 碰 蝎的外形傀儡碎裂 露出里面的阵容 而他携带的我爱罗 也出现在明人手中 明人悬浮在高空 一只手提着我爱罗 一只手结印 对蝎说着 不要这么急就走麻都回家了 也不做话 蝎发现不对劲 立马想要转移位置 可他脚下却延伸出木盾 将他死死捆住 蝎手腕处转动 延伸出一根黑曲曲的管道 炙热的火焰 从内部喷涌而出 将木盾烧毁后 蝎却发现 头顶上落下树道明神门 封印之力 瞬间加持到蝎的身上 他无法动弹 查克拉几乎凝固起来 对傀儡也失去了控制 甚至 查克拉也在被那奇怪的明神门吸收 明人限制住些 便将目光投向罗沙的战场 此时 罗沙已经要撑不住了 罗沙的实力 怎么说呢 说他强吧 他的确强 毕竟沙金的重量 可比沙子高得多 能够自由控制沙金 威力当然也比沙子大上一些 可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迪达拉这个家伙 太灵敏了 他会飞 还能释放带翅膀的黏土炸弹 这就让罗沙陷入了苦战 更不用说 追着明人出来的鬼焦 和幼带来的压力了 要是没有幼和鬼焦 罗沙战胜狄达拉 应该是迟早的事情 毕竟经验摆在那里 而且作为老牌影集 罗沙收拾狄达拉 虽然费心费力 但也不是不能收拾 关键的问题是 鬼焦和幼的威胁 罗沙无法忽视 明人见罗沙父辈受敌 便在原地留下飞雷神印记 然后用飞雷神 将我艾罗送到沙影村内 等明人再次返回的时候 时间也才过去不到一秒罢了 他状态全开 朝迪达拉冲了过去 迪达拉对着罗沙扎的正憨 察觉到一丝危机感 向身后看去 迪达拉却只瞧见一抹金色 下一刻 他就感知到胸口处传来剧痛 迪达拉整个人吃痛 被从黏土巨鸟之上击落 迪达拉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的胸口破了个大洞 正疯狂往外冒着血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速度 迪达拉惊悚地吐槽着 下一幕 他又瞧见 名人单手举过头顶 一枚被凝缩到极为恐怖的 封盾球体出现 糟糕 迪达拉心中一沉 要是挨上那个 肯定要死 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而现在的他 能做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 项羽之波又和鬼娇求救 鬼娇不一定能有能力救他 而且 迪达拉和鬼娇的关系一般 至于项羽之波又求救 不可能 迪达拉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会向右求救的 他一咬牙 便冲着名人狂吼道 悬窝名人 你这个臭小鬼 你嚣张什么 本大爷现在就让你看看 真正的艺术是什么 迪达拉叫嚣着 一把撤掉小袍 露出满目疮痍的肉身 他表情癫狂 冲着远处的蝎喊道 蝎老爷 你给本大爷看好了 这个才叫艺术 第87章 解决艺术二人组 没人知道 迪达拉用的是什么术 但他说的话 好像是在告别一样 这让蝎感到一丝不妙 蝎虽然不承认 迪达拉的艺术 但他不得不承认 迪达拉的爆炸 真的很猛 这个混蛋玩意儿 如果藏了什么惊天动地的秘书 也不是什么让些意外的事情 这么近的距离 迪达拉的爆炸 肯定会波及到自己 而且又被名神门封印 此时只能一脸蛋疼地 看着迪达拉 马勒戈壁的 要是真被迪达拉余波搞死 我一生一命就这么毁了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迪达拉的情绪 明明都酝酿到位了 而名人却拖着螺旋丸 朝鬼娇冲去 鬼娇瞬间瞪大鲨鱼眼 连忙抬手结印 这个术是冲着我来的吗 呵呵 迪达拉本想进行自爆 可却瞧见明人 没有冲着自己过来 啊 迪达拉一脸猛逼 浑身热血 瞬间被浇了一盆凉水 明人的身影 快速向鬼娇逼迫而去 鬼娇颈心大作 抬手飞速结印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 鬼娇大招也准备好了 一条体型恐怖的鲨鱼 朝明人撕咬过来 明人面色不变 心中想着 这就是原著中 能够吞噬查克拉的忍术吗 是什么原理呢 和木盾差不多 不 应该比不上木盾 不过和我没关系 明人唇角微微翘起 整个人忽然消失不见 鬼娇那条巨大的鲨鱼吞了空 落在远处的密林中 鲨鱼将大片大片的密林吞噬殆尽 席卷起一阵阵湿润的沙子 而明人的本体 却是忽然出现在迪达拉头顶 什么情况 迪达拉本来已经放弃使用秘术了 可明人却忽然出现 明人没有犹豫 一颗螺旋丸朝迪达拉头上盖了过去 没螺旋丸的大小 堪比尾受欲 其威力更是无法预估 几乎是一瞬间 迪达拉便失去了意识 他的躯体被螺旋丸命中 爆炸中泛起白色极光 荒漠被砸出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深坑 余波掀起的漫天黄沙 吹向远处 迪达拉位于爆炸中央 整个人奄奄一息地躺在那 距离他的生命结束 也不久了 迪达拉这个时候 想要施展秘术 可却为时已晚 因为他的身躯已经残破不堪 被螺旋丸直接命中 迪达拉只剩最后一口气 他动动手指都困难 还能施展各屁的秘术 漩涡名人 迪达拉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目 怨愤地咒骂起来 你这个卑鄙小人 名人施展超轻重炎之术 悬浮在半空 居高临下地望着迪达拉 开口纠正了他的说法 不是卑鄙 也不是聪明 只不过是你太蠢了 实际上 这不怪迪达拉 迪达拉根本就不知道 名人身上 在他身上留了飞雷神印记 而且 迪达拉就不知道 名人会使用飞雷神之术 飞雷神之术 在没有提前预防的情况下 是几乎无法防御的人数 因为忍者们的攻击力 虽然都很高 但防御力都很差 被袭击一下 基本就没了 而飞雷神的特性 却能够让不知道飞雷神的人 必定被偷袭成功 名人在和迪达拉 进行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就留下了飞雷神印记 他看似声东击西 要去打鬼交 为的就是让迪达拉放松警惕 不让迪达拉施展秘书 然后影响到一旁的沙影村 但也只是看似声东击西 名人的真正目标 还是迪达拉 现在迪达拉被名人废掉 生命进入倒计时 不对 是已经没了生命 因为迪达拉的躯体支离破碎 整个人毫无生机地 被埋在沙子当中 就迪达拉那个臭脾气 如果他还活着 面对名人的挑衅和嘲讽 迪达拉怎么可能不开口反驳 名人确定迪达拉死亡 便将目光投向鬼交和语之波佑 轮到你俩了 又沉默了一下 对一旁的鬼交说着 情况不妙 先撤退吧 鬼交震惊地盯着佑 现在撤退 歇和迪达拉都要没命 没办法 又对鬼交说着 在我的万花筒之下 玄涡名人的查克拉量 比你我相加 都要多最低五倍 鬼交听后沉默了 又说着 我能吸收查克拉 可却无法触碰到它 它的速度太快了 咱们就算想要撤退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如你使用我的查克拉 鬼交无微微收的名分 就是因为查克拉多而得来的 虽然这是因为 它拥有吸收查克拉这个特性 可实际上 鬼交本身的查克拉并不少 因为它是经历过 人体实验的最终成品 要不然 也不会是一副鲨鱼的样子了 鬼交本身的查克拉 就比正常人者多得多 比佑的查克拉 更是多了不知道多少 又默默点头 眼中诡异的万花筒出现 只能这样了 于是 又和鬼交的目标 从一开始的抓捕名人 变成了逃离现场 鬼交望着天空中 冲过来的金色人影 有些惊悚地吐槽道 它究竟是什么怪物 那可不 超影级战斗力 被加持了雷顿铠甲 超青年之术 九喇嘛查克拉 如果不能秒杀歇和迪达拉 就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宇之波又没有留守 全力迎战 它体表延伸出赤红色 查克拉铠甲 并且再不断变大 须左能呼 将又和鬼交包裹在内 鬼交站在须左能呼内 有些惊异地说着 这就是传说中的须左能呼吗 还真的是强大 在这一瞬间 鬼交甚至有了 能够反杀名人的错觉 但那始终只不过是错觉罢了 毕竟 我能反杀 它喜欢我 可是被称为 人生两大错觉的事情 名人面对宇之波又 须左能呼的全面防守 却也丝毫不怕 它抬起手 掌心向上 体内数量恐怖的查克拉 被名人凝结出来 掌心上空 一点黑色光芒闪烁 不多时 一枚黑色球体 便出现在名人掌心 这球体 还拥有着仿佛心环一样的东西 那压缩到极致的浓郁查克拉 形成了大螺旋轮鱼 而大螺旋轮鱼 又是在九喇嘛查克拉的加持下 被平添了一丝金色 由于战斗地点 是位于沙影村外面 距离不是很远 所以 名人也不敢全力施展人数 这大螺旋鱼 第88章 追杀幼和鬼胶 鬼胶盯着 名人手中那枚黑金色的球体 被幼提醒到 不要被那个打中 幼的语气也带着一丝惊慌 我知道 此时此刻 羽之波幼的身体 已经被大蛇丸使用科技 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他的病情也得到控制 并且查克拉量也有所提升 这就是传说中的 火影三大幻神之一 传闻中能够封印大桶木灰叶 凌驾于六道之上的段位 拥有足以被称为 无敌实力的超级超级超级战力 那就是 剑康幼 他的须左能呼 已经突破了原有的限制 成了拥有完整手脚的恐怖巨人 加上借助了鬼胶的查克拉 羽之波幼此时的状态 绝对是整个人生中 最为巅峰的时刻 呼 须左能呼右手握着 燕红要力的石拳剑 上面散发着封印之力 须左能呼左手上 握着一个巨大的葫芦 八指镜变换成一个 胸甲套在须左能呼浑身上下 争宁神香的头颅后方 漂浮着不断旋转的三枚八板勾域 唯一可惜的是 此时的羽之波 右上不能使用完全体的虚左能呼 名人加持了九喇嘛 查克拉的大螺旋轮鱼 已经飞了过来 又控制着虚左能呼 将石拳剑延伸过去 封印之力瞬间发挥作用 大螺旋轮鱼内部的查克拉 正在迅速凝固 失去原有的狂暴 但由于内部的查克拉流动结构 被石拳剑破坏 大螺旋轮鱼 在被封印了一部分力量的情况下 陡然在半空中爆开 冲击波仿佛天罚一般 瞬间将羽之波 用那巨大的虚左能呼淹没 好在拥有能够让忍术攻击 无效化的八指镜 八指镜幻化成的铠甲 被虚左能呼穿在身上 大螺旋轮鱼的攻击 大多数被八指镜铠甲吸收 但还是有一部分 命中在虚左能呼本体上 虚左能呼被恐怖的冲击波 先飞 朝着更远处坠落过去 虚左能呼内部 羽之波又震惊地瞪打双目 因为名人的数 不管是狂暴程度还是威力 都远超了羽之波又的预期 虚左能呼趁着这段冲击力 居然转身变逃 身后靠近沙影村的名人 看到这一幕顿时有些意外 居然想逃走吗 他正准备去追 却被罗莎叫住了 罗莎对名人说着 小名人 对方已经逃走了 还是先处理这俩位吧 罗莎所说的 当然就是迪达拉和歇了 名人却是微微摇头 这几个人都是一个组织的 你应该能看得出来吧 罗莎严肃点头 嗯 他们的目的 应该是抓捕人助力 要不然 他们也不会对我爱罗出手 也不会询问名人的位置了 名人理所应当地说着 不斩草除根的话 他们还会来的 万一他们袭击杀影村 那不还是咱们的损失吗 罗莎一寻思也对 只不过 罗莎对名人问着 这太危险了 村子不能失去你 名人顺手甩过去 一把飞雷神苦无 罗莎并不认为 名人是在攻击自己 他抬手借助苦无 瞧见上面的飞雷神印记 看到这个印记 罗莎瞬间打了个冷战 因为这个印记 让他想到了一个 被杀影村称为 无法击败的敌人 那个被称为 黄色闪光的家伙 在战场之上 波峰水门的统治力 不亚于发狂的尾兽 可见当时的水门 给敌对国带来的压力有多大 此时见到飞雷神印记 罗莎心中同样忌惮 名人则是对罗莎说着 我就算打不过 也会直接回来的 罗莎听后 也不再阻拦名人 而是对名人叮嘱起来 不要逞强 首居和村子 不能没有你 这份戏码 就有点尴尬和搞笑了 毕竟名人才来杀影村 没几天呢 而且 名人也没有成为 杀影村的忍者 只是以旅行者自居的 名人笑了笑没说话 回头去追雨智 波又和鬼交 这俩人驾驭着须左能呼 趁着名人和罗莎谈话 已经跑出了一段距离 名人直接去追 却发现 九喇嘛给自己的查克拉 已经用完了 于是 不得不再向九喇嘛 索要查克拉 将九喇嘛的查克拉 再次聚为己用的时候 又和鬼交的位置 就更远了 但名人却丝毫不慌 因为他的速度很快 根本不怕又和鬼交能逃走 就这一样 一路追追赶赶 雨智波又控制着须左能呼 将名人引到了 风之国东部的河之国 河之国 也是上次忍戒大战 杀影村和牧业的战场 再往东边 就是火之国了 眼瞅着要被名人追上 又只好掉头 遭雨智国跑去 名人的忍战威力很大 但须左能呼 能够使用十拳剑 封印掉一部分查克拉 然后借助八指径的防御力 和须左能呼 本身的硬度抵挡于波 最后乘着于波 朝更远处逃顿 就这样 你追我赶 来到雨智国边境 细细的小雨 落在须左能呼上 雨智波又 通过雨水 得知天使小男的命令 他不让我们进去 又心中一沉 鬼胶则是对右说着 我的查克拉也不多了 只能先让首领出来 然后我们在草治国集合 又点点头 莫不作声地使用鬼胶的查克拉 补充自身 然后不断产生同力 维持须左能呼 但他们低估了名人的速度 在即将进入草治国的时候 名人又一次追了上来 这一次 名人瞧见 四周都是荒山野岭 于是便放下心来 你们专门来到这里 是为了让我毫无顾忌地出手吗 那就如你所愿吧 只见名人抬手全力凝结 一枚篮球大小的大罗旋轮鱼出现 其内部蕴含的威力 要比正常的大罗旋轮鱼 大上七八倍 虚左能呼内部的诱 感到一丝不妙 便重复之前抵挡的步骤 先用十旋剑 封印大罗旋轮鱼的查克拉 然后用虚左能呼的防御力 和八指镜 抵挡圣鱼的伤害 但这一次 他失算了 这枚大罗旋轮鱼 几乎包含了名人三成的查克拉 他的威力 已经超出了想象 甚至根据九喇嘛所说 这一击的威力 达到了他全力施展 尾兽欲的二十倍 虚左能呼 在这种恐怖的爆炸下 支离破碎 在即将阵亡的紧要关头 与之波右的左眼 失去了光芒 第八十九章 愧疚诱导 草之国边境 这里已经成了一幅 天灾过后的场景 在名人全力施展 大罗旋轮鱼的情况下 右的虚左能呼 根本无法抵挡 虚左能呼 支离破碎 余波散尽 鬼娇的身影消失不见 宇之波右的影子 却忽然凝结出来 名人施展超青岩之术 悬浮在半空当中 他双目微微闭合 只用战斗经验 所带来的感知力 去查探右的情况 不 不能说是感知力 准确来说 应该被称之为预判 之所以闭着眼 是为了防止 宇之波右施展幻术 察觉到又并没有死 名人露出欣慰的表情 不愧是你啊 宇之波右 名人开口说着 居然能够活下来 下方 宇之波右一只眼睛闭合 望着四周荒凉的场景 心中有种无法说明的感觉 又正在思考 如何在名人手下活下来 名人的声音 就从天而降 宇之波右 你走吧 名人闭着眼 对右说着 你的命 应该结束在那个家伙手里 而不是我 又察觉到 名人居然知道自己的计划 心中顿时无比的惊讶 要知道自己的计划 很少有人能知道 因为又都没有往外说过 这个计划 只有他自己明白 也只有那些时常关注宇之波右 且具备超强分析能力的人 才能隐约猜出他的计划和目的 大蛇丸就是如此 可现在 名人也是如此 难道名人不当武力上 超出了他的认知 还拥有恐怖的洞察力 又见名人动手 便小心翼翼地后退 瞧见名人真的打算放自己离开 又转身变逃 他有自己的使命 有自己的任务 虽然手里握着底牌 但又并不打算将那些底牌 在名人身上施展 等宇之波又离开 名人的状态消散了下去 雷顿铠甲消失不见 九喇嘛的查克拉消耗殆尽 名人体内的查克拉 经过这么久的追击战 也消耗掉很大一部分 因为大螺旋轮鱼 本来就是大招 名人虽然查克拉多 还拥有漩涡血脉 牵手血脉 但连续施展这么多大招 查克拉早就有点吃力了 不过 就算是到了这个时候 名人还是能够轻松 维持超青岩之术 等宇彻底离开 名人便在附近 寻找合适的地点 打算先休息一阵 宇远村内 小男察觉到 鬼胶和幼的情况 便让鬼胶和幼 将名人引离宇之国 这也是为了 避免宇之国的损失 之后 小男将这件事告诉掌门 长门控制佩恩六道出发 到了现场 却只瞧见一片狼藉 名人 宇之波幼 干视鬼胶 一个人影都没有 佩恩六道铺了个空 另一边 墓业的暗部 前往沙影村索要名人 但却被名人拒绝 西岩的队友 想要强迫名人 回到墓业 但却被名人教训了一顿 最后在西岩的努力下 队友才得以存活 于是 西岩就和队友 开始朝墓业赶 可走了一半 这队友脑子 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居然开始责怪起西岩来 如果你当时的态度强硬一点 说不一定 咱们的任务就能完成了 听见队友这么说 西岩下意识感到一丝不妙 他面露不悦地说着 你说什么呢 要不是西岩 队友早就被名人弄死了 可现在 这队友居然反过来 怪西岩没有坚持执行任务 当时那个情况 还能将任务执行下去吗 但队友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 他现在只想将锅甩出去 然后回到村里的话 能够少被人议论 毕竟 他自认为 自己可是竭尽了权力 等回到村子 我会如实像火影大人说的 西岩的队友态度非常冷淡 仿佛西岩背叛了木叶一样 这些话被西岩听到 那是无比的刺耳 西岩也不是没有脾气的人 他对队友说着 哼 不用你说 我作为暗部 也绝对不会像三代火影大人撒谎 俩人回到村子 去了火影大楼 来到火影办公室 见到了原飞日展 原飞日展听完描述后 心中那是无比的悔恨 原来如此 名人离开村子的原因 是他被人打扰了正常生活 就算是这一步棋 原飞日展也走错了吗 原飞日展沧桑的目光盯着天花板 无力的抬手摆了摆 你先离开吧 西岩的队友点头秤势 心中也是有点开心 这样 他就能摆脱任务失败的罪名了 将一些错误归于西岩 也能让他省点心 房间内 只剩下原飞日展和西岩 过了一会儿 原飞日展终于想出来一个主意 他对西岩问着 西岩 接下来还是要委屈你了 西岩不明所以 于是便对原飞日展问着 三代大人 为什么这么说 我也竭尽全力了呀 原飞日展点点头 我知道 西岩已经足够努力了 但现在的情况 你也不是不知道 想要让名人回到村子 就需要用一些特殊方式才行 西岩纠结了一下 默默点头 我愿意为村子付出一切 原飞日展满意点头 不愧暗部的人 思想觉悟就是高 于是 原飞日展便将自己的计划 告知了西岩 西岩听完 觉得不可思议 他心中无比的委屈 但最后还是咬咬牙说着 可以 原飞日展的计划 就是利用名人的愧疚心理 愧疚 本来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高级情感 也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一种心理 被愧疚诱导利用的人类 会在违心的情况下 答应原本不会答应的事情 至于如何利用呢 名人不是和西岩有过交情吗 现在 西岩因为追回名人的任务失败 被剥夺掉暗部的职务 而任务的错误 都归于西岩 甚至还可以谣传说 就是西岩监视名人太过于严厉 才导致名人离开村子的 等这件事传播开来 等名人得知西岩因为自己的遭遇 生性善良的名人 肯定会对西岩产生愧疚心理 然后就可以让名人回牧业 处理件事的 到时候 西岩就能将真相告知名人 然后原飞日展 再拉上几个和名人关系好的人 一起请求名人留下来 计划进行的 也非常完美 只用了几天的时间 西岩就成了牧业村内 人人口诛笔伐的对象 又因为是秘密任务的原因 就连月光疾风都开始怀起西岩来 西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舆论散播 很快就被沙影村得知 而此时此刻 名人则是在草之国的 一家旅馆内休息 他丝毫没有听闻到 关于西岩的舆论传言 第九十章 相邻的近况 名人追杀佑的事情 很快就在小组织内部传播 四名小组织成员 歇 迪达拉 鬼娇 佑 现在只有佑活着回来了 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 看起来也是损失惨重 但是又无法给出合适的理由 无法说明 名人为什么要放走他 所以 佑在小组织内部的地位下滑 甚至直接引起了掌门 和小男的猜忌 最后还是在戴土的协助下 与之波佑 才洗脱了嫌疑 至于戴土 为什么帮佑 因为现在的佑 只剩下一只眼睛 佑对他已经没了威胁 而他却能够控制佑 让佑为他做事 所以 戴土才协助了佑 湘林和母亲 在窝之国遭遇到变故后 就在人界流浪着 好不容易找到的村子 可以收留这对母女 却也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湘林在村子的破学校里 成长成了一名忍者 然后去参加了中人考试 结果发现自己的队友 压根就不在意他的死活 只将他当作移动的泉水使用 于是 湘林就偷偷地和队友走散了 可没想到 却遇到了一只巨大的熊袭击 在危机关头 是一个金发小帅哥救了湘林 他真的很帅 湘林一下子就被他迷住了 好不容易混到中人考试结束 湘林本想着看看 能不能偷偷留在牧业 好友和名人接触的机会 可没想到 却遇到了原飞日展的邀请 而且 非常的热情 多年流浪的生活 让湘林知道 这个天下没有白减的午餐 原飞日展想让他留下 而且给出这么丰厚的条件 肯定是有他的目的 而这个目的 原飞日展又没有明说 这让湘林感到非常害怕 所以直接逃走了 回到村子之后 村子的人 却因为中人考试 表现不好为由 剥夺湘林忍者的身份 想将湘林彻底培养成 一个移动泉水 然后发动战争 可湘林早已经不是 当年那个心思纯净 愿意相信人的湘林了 他趁着村子的忍者 防备松懈 直接逃离了村子 成了派人 之后 湘林就过上了 被追杀的日子 不 应该说是被追捕 因为湘林可是移动泉水 他们可舍不得杀湘林 好在湘林凭借出色的 勘察能力 总能化险为夷 避开被人抓捕 可百密一书 在围追堵截之下 湘林最终 还是被逼入了绝境 幸好此时大蛇丸路过 他说他看中了湘林的天分 想让湘林加入阴忍村 在绝望之下 湘林遇到了大蛇丸 好像是抓住了 救命稻草一样 于是 湘林就被大蛇丸救了下来 湘林很是感激大蛇丸 就如同感激名人那样 如果大蛇丸 要让湘林为阴忍村卖命 湘林是愿意的 可没想到 大蛇丸的实验很快暴露 湘林很害怕成为实验体 然后丢掉性命 于是 他便开始计划着逃跑 这个计划 目前只有湘林一个人知道 他已经在脑海中 预演过不少次 他要在大蛇丸 真正地将它作为实验体之前 逃离阴忍村 而这一天 湘林如同往日一样 被大蛇丸抽了血液 就在此时 远处传来一阵震动 仿佛是地震余波一样 但却蕴含着查克拉 湘林是漩涡一族 对查克拉的感知力很强 他第一时间就感知到 这是名人的查克拉 这是名人的树 散发的余波 影响到了英之国 湘林根据方向 察觉到名人很可能就在那里 所以 他提前了自己的逃离计划 只要能见到名人 湘林相信一切 都万事大吉了 可由于计划提前 湘林的准备 并没有过于充足 坏消息是 他被发现了 好消息是 不是被大蛇丸直接发现的 湘林身后跟着 三名英人寸的追兵 他咬牙向名人的位置逃跑 可身后的追兵 还是越来越近 湘林的查克拉量 虽然很多 但是他并不知道 要如何运用 他知道自己 无法战胜身后的追兵 所以也知道自己 不能被追上 而且 时间过了这么久 大蛇丸肯定也知道了消息 正在赶来 湘林掠过一棵棵大树 他额头上布满细汗 眼中透露着惊恐 近了 越来越近了 距离名人的查克拉气息 越来越近 此时天色已晚 是深夜 明亮的月光之下 湘林正在拼死逃命 他气息紊乱 明显已经逃了一段 不短的距离 身后 三名英人村忍者跟着 他们对湘林警告道 漩涡湘林 大蛇丸大人已经知道 你要叛逃了 我劝你还是乖乖停下 这样大蛇丸大人 还是能对你从轻处罚的 湘林听见这些话 心中却没有一丝丝动摇 因为他见识过大蛇丸的实验体 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根本没眼看 而且 大多数被大蛇丸进行过实验的家伙 都死掉了 而他不想死 也不想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因为那样 就再也无法和名人在一起了 湘林没有回话 闷头逃跑 湘林使用漩涡一族的秘术 去感知着名人的查克拉 距离名人的位置 也越来越近 但是 湘林却是被追上了 他本来就是超负荷逃跑 现在又强撑着 跑了这么远 在靠近某个小镇的位置 湘林背后挨了一拳 整个人失去重心 啊 他发出一声惨叫 从树枝上跌落下来 刷刷刷 三名鹰人从远处赶来 瞬间将摊在地上的湘林包围在内 可恶的家伙 居然能跑这么远 害得本大爷睡觉都没睡好 哼 现在就杀了你 湘林眼中透露着惊恐 呆呆地望着鹰人 在他的感知下 自己距离名人的查克拉不足千米 可是 就是这么一千米而已 对于忍者来说 想跑完一千米 那是简简单单的事情 可对于现在的湘林来说 却难如登天 名人救我 湘林冲着名人的方向 大声呼救起来 因为身旁的一名鹰人 要杀湘林 这家伙拿出苦无 正准备对湘林下手 却被同伴拦住了 喂 你想死吗 虽然这个红发怪物该死 但它毕竟是大蛇丸大人的试验品 你要是将他杀死 你也得死 大蛇丸大人马上就来了 咱们还是等一下吧 你说的对 这边的情况 名人丝毫没有感知到 但却没有逃过九喇嘛的勘察 九喇嘛将名人从睡梦中叫醒 并告知了他湘林的情况 第九十一章 只是为了学秘术 月夜之下 一双舌头从阴暗处走出 大蛇丸表情平静 无人能够看出他的内心想法 湘林被一众阴忍包围 无处可躲 大蛇丸用沙哑的声音对湘林问道 漩涡湘林 是我救了你 为什么你要背叛我 对于这个问题 湘林根本就没有犹豫 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因为你想杀死我 就这么简单 现在的湘林 已经摆烂了 反正跑不掉 未来的结局也已经注定 不如嘴上硬气一点 这样他心里还好受一些 大蛇丸听后呵呵一笑 只不过是实验罢了 但是 湘林立马激动起来 我见到过你 所谓的实验体 他根本就不能被称之为人 如果没了人形 湘林也就无脸见人了 大蛇丸微微摇头 随后就嘲笑湘林被外形束缚 对此 湘林自然是听不懂 大蛇丸也没废话 对手下说着 将他抓住 带回实验室 话音刚落 阴忍们打算动手之际 一道平和声音 却从上空传来 喂 大蛇丸 能不能不要对那个家伙动手 他可是我的朋友啊 阴忍们的动作 当即一停 大蛇丸双目缓缓瞪大 瞧见自己前方多出一道若有若无的影子 他抬头一看 便瞧见一道人影 站在半空 名人穿着一件睡衣 双手插兜 正用平静的目光 看着大蛇丸 他虽然没有杀意 但大蛇丸 却被吓得头皮发麻 阴忍们见到名人是个小鬼 一个个都叫嚣起来 哪里还的小鬼 也敢这么对我们大蛇丸大人说话 就是就是 有本事你下来 看老子一拳砸碎 你的头颅 这群阴忍愤慨激昂 仿佛只要大蛇丸一下令 名人就会死掉一样 但大蛇丸却是强忍着心中的巨异 面皮微颤 他用尽可能冷静的语气开口说着 悬涡名人 那个离开木业的九尾人助力 拥有能够一次性击退 四位小组织成员的能力 甚至这些被名人一次性击退的小组织之中 还有能够秒杀大蛇丸的语制波幼 以及无比棘手的鬼娇 现在的名人 其实力绝对超出大蛇丸的预料 大蛇丸呵呵一笑 对部下说着 咱们走吧 我们不能招惹这个家伙目前 名人击退宇之波又和鬼娇的时候 大蛇丸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 毕竟宇之波幼的身体是他改造的 宇之波幼的实力 只有大蛇丸才知道有多强大 那可是最最接近传说中超影级的战斗力 可就算如此 宇之波幼加上鬼娇 以及另外两名小组织成员 却都无法战胜名人 还被名人追得满世界跑 名人的实力 大蛇丸无法想象 所以他只能认怂 但也只是暂时认怂罢了 大蛇丸带着部下灰溜溜地逃跑 现场只剩下名人和湘灵 此时湘灵劫后余生 只觉得浑身虚弱 他跑了那么远 精神又高度集中 现在被名人救下 湘灵总算松口气 但就是松了这么一口气 湘灵却觉得头晕眼花 一个亮呛朝地面摔去 名人见状飞身下去 将湘灵抱回吕舍休息 清晨 一声声清脆的鸣叫 从窗外传来 湘灵睁开双眼 瞧见洁白的天花板 街道上传出小贩的叫卖声 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 我这是湘灵 回想起昨天晚上的经历 眸子里散发出一丝惊喜 原来这就是安心的感觉吗 从此刻起 他再也不受任何事例的约束 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但是 湘灵望着空荡荡的房间 心中又是一景 他连忙打开神月星眼 去查探名人的位置 结果发现 名人就在自己隔壁房间 湘灵起床洗漱 然后立马朝名人房间走了过去 推开门 湘灵瞧见那熟悉的金发 名人正盘膝坐在桌子前 一手拿着粉色包装的书籍 一手拿着早点 正慢悠悠地品尝着 湘灵推门 引起名人的注意 瞧见那个红发女孩 呆呆地站在门外 名人招呼她进来 我给你买了早点 一起吃吧 湘灵妖艺的眸子盯着名人 不知道为什么 见到名人的那一刻 湘灵只觉得 四周潜伏的危机感 瞬间消失殆尽 或许是因为名人的实力很强 又或者是其他湘灵不知道的原因 总之待在名人身边 湘灵就觉得没了危险 嗯 湘灵嗡了一声 走进来坐在名人对面 名人则是收起自来也的著作 专心对付起早点来 毕竟这种书 还是不要当着女生的面看为好 不得不说 自来也写得不错 只可惜的是 内容太少了 更新也慢 俩人谁都没有说话 享受着这平静的时光 等吃过早点 名人直接对湘灵问着 湘灵 你是不是觉醒了漩涡异族的秘书 如今 漩涡异族的秘书名人 只会金刚封锁 至于神月星眼 还没有学会 那虽然是依靠觉醒才能学会的 但是神月星眼 毕竟只是某个数 而不像血轮眼一样 是某个器官 所以 就算名人没有觉醒 也一样能够通过湘灵的描述 有可能学会 对于名人 湘灵没有任何隐瞒 当即如实回答 是的 那是一个能够探查很远的秘书 名人 请你让我跟在你身边吧 我可以为你补充茶克拉 还能充当眼睛 并且 我还会洗衣做饭之类的 当然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也能暖暖 这个女孩 想要尽可能地表现自己的价值 说到最后 湘灵却是一脸羞涩的低下头 但名人接下来的话 却给湘灵泼了一盆冷水 只听名人说着 我想学那个秘书 学秘书 几乎是一瞬间 湘灵便知道了 自己和名人之间相遇的原因 名人是为了学秘书 才救了自己 也是为了秘书 才帮自己 从大蛇丸那里脱困 湘灵心中一阵失落 不过既然是名人的要求 湘灵也没有拒绝 好湘灵小声说着 但如果不是 自行觉醒的话 秘书可很难学 第92章 雷影的计划 对于湘灵的提醒 名人则是无所谓地表示 不怕难学 反正有的是时间 说话间 名人还看了一眼 自己的属性面板 此时名人的目盾忍数 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唯有几个超大型的目盾 还没有试验过 但名人发现 自己每学会一种目盾 提升的战斗力 都非常有限 看来想要快速提升战斗力 只有两种途径了 第一就是模拟 这个最简单 第二就是学习 关于漩涡一族的秘书 现在身边既然有湘灵存在 那名人就没有必要浪费 模拟机会去学习秘书 而且还是不一定 能够学会的那种 吃过饭 湘灵就在旅馆 开始指导名人修行 神乐星眼 和查克拉的质量有关 查克拉的质量越高 能够探查的范围 也就越广 湘灵如此对名人描述着 你就集中查克拉在大脑 然后闭上眼睛 幻想着自己意识离体一样 然后就能看到周围的情况了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名人听完湘灵的描述 便知道这是施展神乐星眼的过程 而不是从灵开始 学习神乐星眼的过程 怎么说呢 湘灵和原著中 名人的教学能力都差不多 名人 蹬的一下胖 气球炸开 就学会螺旋完了 湘灵 闭上眼睛 幻想着自己意识离体 就能学会神乐星眼了 虽然得到的讯息比较少 但名人还是努力尝试着 他闭上双眼 甚至抬手结印 以方便控制查克拉 在名人的控制下 名人大脑的查克拉 开始活跃起来 这让名人 有种奇妙的感觉 就感觉脑子变得异常灵敏 然后名人如同湘灵所说的一样 开始幻想自己意识离体 但是却失败了 名人睁开眼 瞧见正好奇盯着自己的湘灵 湘灵的表情有些担心 对名人询问着 名人君怎么样了 是不是学会了 名人摇摇头 呼湘灵松口气 那就好 名人 瞧见名人疑惑的表情 湘灵连忙承认错误 我是说 嗨嗨反正吧 好吧 我错了 名人君 我害怕你学会秘书后 就抛弃我 说到这 湘灵的心情无比低落 名人沉默了一下 对湘灵说着 不要担心 我还没有抛弃过同伴 同伴 我现在是名人的同伴吗 湘灵听后 感觉心中甜思思的 不过 他之前并没有在教学上偷懒 而是他的教学能力 就是那么的一流 这几天 名人在草制国内居住 他带着湘灵 住在旅社内 湘灵指导 名人神乐心眼 进度虽然缓慢 但名人的进步 也是非常明显的 而名人离开木叶村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人间 西岩因为名人的事情 被村子孤立 也传入了名人的耳中 愧疚又道 愧疚本来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 但却是人比较容易被利用的一种情感 名人听闻西岩的消息后 却是呵呵一笑 因为他似乎察觉到 这是个阴谋 并且就是出自原非日展之手 名人之所以这么怀疑 并不是他有千里眼 能看到原非日展和西岩的密谋 那是因为名人早就知道 原非日展的性格 看起来像是的老好人 可实际上却是满肚子阴谋 毕竟作为一名政客 原非日展维持着木叶村的运转 并且照顾着人家的和平 说原非日展仅仅是个慈祥的老爷爷 谁也不相信 于是名人决定无视西岩的事情 此时此刻 云影村内 雷影办公室 一名云忍进来 向雷影汇报着收集来的讯息 雷影大人 您让我关注的消息 已经有动静了 木叶的九尾人助力 漩涡名人 他的确离开了木叶 此时的木叶 已经失去了尾兽 此外 关于漩涡名人的战绩 我们也查到了 他同时战胜了 木叶和雷影的SS级判人 与之波幼和干世鬼娇 第四代雷影爱端坐在办公桌后面 听着部下的回报 他的表情越来越犀利 很好 爱整张脸的肌肉 仿佛铁疙袋一样凝在一起 用愈怒的语气说着 几年前 原非日展那个老家伙 杀死我们云影村的使者 挑衅我们 当时我还以为 他们木叶获得了什么底牌 现在看来 那个底牌 就是能够掌控尾兽的漩涡名人 现在漩涡名人离开木叶 正是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 去 把奇拉比叫过来 云人领命后 转身离开办公室 只剩下雷影在房间内思考着 如何针对木叶 之所以雷影针对木叶 是因为木叶的血迹献剑比较多 而雷影的目的 也是非常简单 那就是获得血迹献剑 云影村血迹献剑少得可怜 这一次 雷影打算直接用武力 让木叶交出一部分血迹献剑忍者 然后 将他们囚禁在云影村内 繁衍生息 这样不出几十年 他第四代爱 就能成为推动云影村实力的大功臣 这份功绩摆在面前 爱不可能不动心 草之国境内 牟履社内 名人睡得正香 却被九喇嘛喊醒 名人 四周来了不少人 九喇嘛的声音传入名人耳中 名人睁开双眸 湛蓝的瞳孔 在月光下闪出一点光亮 名人闭合双目 抬手摆出结印的手势 神的心眼 经过几天的修行 名人已经掌握了神月心眼 在这个世界里 任何生物都有查克拉波动 神月心眼能够感知到查克拉的波动 然后根据查克拉的属性 强度 分析这个单位的强弱 四周的查克拉波动很多 在名人的观察下 最低有十个查克拉波动达到了影级 影级强者 还是十个 名人想了一下 决定不硬钢 幸好九喇嘛提前发现 并提醒了名人 要不然 名人估计会被十个影级强者偷袭 到时候 怕是直接中伤 甚至有影恨的风险 小组织吗 我记住你们了 名人在心中对九喇嘛说着 九喇嘛 多谢了 九喇嘛呵呵一笑 事到如今 你我还用的这说谢字吗 名人笑了笑 觉得自己 应该可以给九喇嘛 吸收第三只酒尾的查克拉了 他敲咪咪的起床 然后使用飞雷神 出现在香菱房间 打算带着香菱 逃出小组织的包围圈 第九十三章 两室一厅 一出一位 要往什么地方跑呢 黑暗的房间内 名人陷入了思考当中 跑去杀影村 别了吧 现在名人带着香菱呢 虽然有点不想承认 但名人 也认知到 自己是个渣男了 这几天的相处下来 香菱那是无比的主动 名人承认 他顶不住 万一被首居 那个脾气暴躁的家伙发现 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情了 那么回木叶 也不太行 现在的木叶 并不是名人喜欢的木叶 暂时名人 还没有回木叶的想法 至于雷之国和物影村 则是被名人直接过滤掉 而小组织 还有个叫做绝的家伙 他能够通过所有植物 来隐藏自己 为了不被绝发现 只能去那种荒漠 或者没有植被的地方 杀影村不能去 那就只能是眼影村了 名人打定主意 便开始用神月星眼 沟通非雷神印记 这是名人意外发现的事情 非雷神印记 只要他的主人 能够感知到他的存在 就能够发动非雷神之术 而没有学会神乐星眼之前 名人对非雷神印记的感知范围 并不是那么远 但学会神乐星眼后 名人却能够直接感知到 好几十里地外的 非雷神印记 这也就导致 名人单次使用非雷神印记 能够跨越的距离 成倍的飙升 探知到自己 在周围布置的非雷神印记 名人将相邻叫醒 然后施展非雷神之术 离开小组织成员的包围圈 名人 香菱正在睡觉 却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睁开眼后 就瞧见陌生的地方 他心中微微一慌 下一秒就瞧见 名人在自己身边 香菱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名人对香菱点点头 是我 刚刚咱们被包围了 现在要离开草治国了 嗯 香菱蜷缩在名人怀中 仿佛终于找到家的 小猫咪一样 他没有问名人 要去什么地方 香菱唯一知道的是 只要有名人在的地方 那就是安全的 名人的飞雷神之术 运用得非常熟练 加上神月星眼 它的赶路速度 奇快无比 同时 草治国和土治国 也是接壤的 没用多久 名人就不知道 跨越了多少距离 来到土治国境内 要说忍界大战的爆发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环境导致的 木叶是森林 山清水秀 资源丰厚 丰之国是沙漠 资源平级 发展慢得很 土治国是戈壁滩 同样是植被稀少 发展也只比 风治国快了一丢丢 唯一比较好的 也就是雷治国了 至于水治国 一个海岛 地势受限 和外界通商不密集 加上又自己所国 发展同样奇慢无比 这种情况下 火治国和雷治国的 发展速度 明显比其他国家快 所以 人界大战的爆发 主要就是 为了争夺地盘 现在的名人 带着湘林 来到土治国境内 他知道 小组之内 有个叫绝的家伙 所以 为了避免被决发现 明人直接在土治国内 找了的到处都是岩石 几乎没有一点点 植被的地方 这里非常偏僻 四周 也没有村子存在 而且还是深夜 但这丝毫无法为难明人 他对怀中的湘林说着 你先下来 说着 明人将湘林放在地上 然后明人找了一片 地势比较平坦的位置 抬手开始结印 木盾 两师一听 一除一味之术 轰隆隆 一栋房屋 从地面升起 虽然这也是木制的 也能够被绝发现 并隐藏在内 但这木盾 却是明人自己的数 一旦决潜伏过来 明人就能瞬间察觉到 目前的计划 就是在这里修行 等系统任务完成 再做打算 另一边 小组织成员发动 由于羽之波幼的描述 小组织得知明人的强大 这一次追捕行动 是绝对保密 而且力度最大的 包括配恩六道在内 以及所有小组织核心成员 都到场了 在绝的探查下 终于发现了明人的位置 可惜的是 他们却扑空了 天道配恩 见到空荡荡的房间 眉头紧锁 飞雷神之术吗 绝 尽快找到九伟人助力的位置 到时候 我自己去抓 其余人 继续盯着你们各自的目标 是 木叶村内 原飞日展非常头疼 他和细颜商定的计划 没有成功 根据时间上来看 不管明人位于忍见哪个位子 他都已经得知 细颜因为他的事情 遭遇到了差别对待 但是明人却没有回到木叶 也同样不给原飞日展 一点点改错的机会 明人没有回村 这还不算 村子失去了人助力 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来了 那就是云影村 云影村使者 已经再度造访了木叶 并且见到了原飞日展 此时 火影办公室内 云影村使者对原飞日展说着 几年前 我们云影村的使者 在木叶村被残忍地杀害 并且还是火影大人 您下令洞的手 现在 我们雷影大人想问问火影大人 这件事 您要如何处理 原飞日展 看着话里话外 都是想要开战的云影村使者 仿佛一瞬间老了几岁一样 他苍老的声音 携带着一丝无奈 对云影村使者问着 那么 你们雷影的意思是 云影村使者呵呵冷笑 我们云影村的意思 当然是要和贵村提高往来 加强亲密度 这样才能避免 未来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碰撞 为此 我们雷影大人提出了一些方案 就看火影大人 您能不能答应了 原飞日展默不作声 他知道对方接下来要提条件了 云影村使者见原飞日展 甚至不敢说话 心中冷笑 看来 木叶村真的已经失去了人助力 已经失去了 能够控制尾兽的存在 现在 木叶村已经人尽可期了 云影村使者当即开口说着 我们雷影大人说了 只要木叶将雨之波佐助 日向除田交给我们 我们就能无视之前木叶村的无礼 要不然的话 我们雷影大人 会亲自来木叶讨回公道 原飞日展听后 心中一僵 随后表情震怒 好家伙 一次性要俩血迹献剑仁者 还是最强的两个血迹献剑 云影村好大的胃口啊 第九十四章 头铁小鹰 更不用 其中雨之波一族 就只剩下雨之波佐助这么一个毒苗了 原飞日展正想发飙 却是瞧见云影村使者冷笑的表情 他瞬间 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现在的木叶 拿什么和云影村开战 名人已经离开了木叶 现在他们已经 没了人助力和尾兽 如果开战 肯定会被云影村占便宜 到时候 为了平息战争 付出的代价 可就不是这么一两个人了 就在原飞日展 冷静下来思考的时候 门外却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 云影村好大的胃口 也不怕被噎死 碰 办公室门被踹开 从外面走进来几道人影 领头的是一个 拥有绝世凶器的女人 她的背后 还站着三个年轻女生 静英 景也 春夜英 毫无疑问 这个忽然闯入 火影办公室的人 正是刚手 他这一出场 将原飞日展 和云影村使者的脑子 都弄得萌萌的 随后 原飞日展心中一喜 刚手 你回村子了 原飞日展惊喜地问着 刚手回来了 木叶也算是有点小话语权了 云影村使者 则是带着假笑 看着刚手 心中也有点虚 这次云影村使者 就是来找茬的 本来以为只是欺负一个孤寡老人 所以他底气很足 但没想到 半路杀出一个刚手 刚手和原飞日展不同 原飞日展老了 刚手的年纪 虽然也不小 但还没有到 未首未脚的年龄 而且 作为三人之一 刚手可是在忍戒半神的手下 活下来的 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 背负千手名号的刚手 其实力不知道有多强 云影村使者当场就怂了 刚手并不打算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而是对使者问道 你刚刚说什么 使者露出一个牵强的笑容 不由自主地改了原话 是这样的 我是奉命前来 因为雷影大人代表云影村 友谊和牧业联姻 如果牧业同意的话 之前的一些不愉快 就一笔勾销了 刚手呵呵冷笑 双手抱胸等着他继续说 使者健壮 也有些恼怒 装什么啊 不就是一个三人吗 我已经让步了呀 你并不是仁助理 也不是伟兽 我都让步了 你还不给台阶下 真当我们云影村 是好惹的 别说刚手回村了 就算是自来也和大蛇丸 同时回牧业 在牧业伟兽的情况下 对上拥有两只伟兽的云影村 也不见得能守住 使者想到这 语气不由地硬了起来 只要牧业答应 将日向雏田远嫁去云影村 我们就不去追究牧业之前的责任了 实际上 要说宇智波佐助 和日向雏田这俩人 谁的价值更高 那肯定是佐助 毕竟只是用来配种罢了 只繁衍速度上男生比女生快 但佐助是独苗 刚手这么一回来 使者便不敢说佐助的事情了 刚手听见使者的话 表情愈加不满 可使者却是一副 我让步了的表情 很欠揍 刚手还没发话 他身后便有人忍不住了 春夜音一听这家伙 居然想打雏田的主意 便忍不住开口嘲讽起来 你们云影村 是什么情况系统啊 这么垃圾吗 使者见刚手和原飞日展 没有发表意见 反而是刚手身后的 一只小卡拉米说话 这让他有些不满地看了过去 对春夜音问着 哦 你又是谁啊 也配代表木叶和我说话 我春夜音气势上有些疏了 原飞日展 立马向刚手识眼色 刚手也看了一眼春夜音 示意他老实一点 不过春夜音 可是以彪悍著称 更何况 这件事关乎名人 春夜音不顾警也拉着他的袖口 投铁地说着 你们云影村 敢打雏田的主意 那是真的不怕名人 半夜给你们送上几发伟兽玉啊 使者本来很愤怒 毕竟春夜音 一个名不见传的小鬼 居然敢反驳他 可一听到名人和伟兽玉 使者当场就清醒过来了 使者眉头紧锁 对春夜音问着 你说什么 那个日向雏田 和九尾人助力认识 春夜音冷哼一声 当然 而且他俩都已经订婚了 名人那么强 现在你们居然敢打雏田的主意 怕不是不想活了 使者听后 一阵后怕 因为名人的实力 早就被大众熟知了 单单看名人的战绩就知道了 轻松对抗守鹤 完美人助力 守鹤的实力 在尾兽当中 也是排名前几的存在 加上名人本身 又是完美的九尾人助力 虽然名人对抗小组织的事情 还没有公之于众 甚至大家都不知道 小组织是什么东西 但单单凭名人表面上的战绩 就不难猜出 名人的实力 已经无限接近于超影了 而且 名人年纪还小 他还在成长当中 得罪一个有望超越影集战力的超新星 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使者听到春野鹰的话 表情微微一沉 直接改口道 那你们木叶 也必须交出语制波佐助 春野鹰听完 又露出冷笑 景也在一旁看得头皮发麻 想要阻拦 他抬手 拉住春野鹰胳膊 但却被春野鹰甩开 景也 大姐 您能不能别这么铁啊 这种话 就算是火影大人和刚手大人要说 都得掂量掂量的 可春野鹰无比的投铁 仿佛根本害怕 因为几句话爆发战争一样 你们真的是找死 佐助可是名人的弟子 你们以为名人会允许你们动佐助吗 听见春野鹰的话 使者表情仿佛吃了星号一样难受 原非日展和刚手对视一眼 纷纷了解到对方的意思 让春野鹰随便说 如果出事 就说孩子还小 不会说话 如果没出事 那就顺着春野鹰的话继续说 左右没有损失 还能恶心云影村使者 何乐而不为呢 使者被春野鹰逼急了 最后说着 好 我们云影村 不要与之波和日向一族的血脉 更不要任何泄计献剑 看你这个样子 应该是刚手大人的弟子吧 为了两个村子和平 你应该做出一些牺牲 春野鹰见这个家伙 居然把自己打到自己身上 便是憋笑道 那你可打算错了 我可是名人正儿八经的老婆 你 一个毛孩子 自称名人的老婆 使者听后 俩眼一番 顿时感觉头晕目眩 这名人是个什么东西啊 怎么是个人 都和名人有关系呢 第九十五章 明明说过放了你的 更加重要的是 这个名人看起来有好几个老婆 而自己面前这个粉毛女生 不仅对此不在意 反而是非常骄傲 她 脑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 使者背弃的胸口一阵起伏 一个没有站稳 差点摔倒在地 这个时候 原飞日展和刚守桥剑差不多了 便出言制止了春野鹰 俩人给使者一个台阶下 然后就这么将他打发走了 但关键的问题是 木叶毕竟已经 没了人助力和尾兽 而云影村 拥有两个尾兽 这种差距悬殊的情况下 对谢姬县界非常渴求的云影村 不可能只造访这么一次 土之国境内 一片荒芜的戈壁滩上 夜色之下 苗条的身影 正穿行在忽然出现在丛林中 她喃喃自语着 这里什么情况 本来只是出来例行巡视 也只是个简简单单的 刷履历的任务 没想到 却忽然撞见一片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丛林 就好像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这里一定有蹊跷 换做其他人 可能已经回到阎影村 去报信了 可问题是 发现这片丛林的人是黑土 黑土一路潜入 最终在丛林中央处 发现一栋小屋 果然有人 黑土心中想着 悄咪咪的潜伏了过去 究竟是谁 居然在土之国的地盘上 搞绿化 虽然这是好事 但没有批准 就是不行 而且 对方大概率 是忍者 既然是忍者 就不能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 进入土之国 要不然 就可以视为入侵 黑土一脸认真 潜伏到墙角 她隐约听到 从房屋内 传出两道声音 你干嘛 哎呦 就一次 行不行吗 不行 这样的话 我怎么向我老婆交代 听到这 黑土脑袋一猛 这里头一男一女 男的还有老婆 难道是转 偷偷跑出来 搞歪语的 可是我不敢自己 一个人睡觉吗 这里 又没有电灯之类的 我怕黑的 好吧 就今天一次 明天去买电器 稀稀我就知道 明人君不会看着 我在黑夜中瑟瑟发抖 黑土眉头一皱 哼 骚气的女人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让黑土震惊 无奈 湘灵穿着单薄的睡裙 钻入明人被窝 然后便紧紧拥住明人 明人只觉得 软欲入怀 低头看着香香软软的湘灵 湘灵见明人 没有拒绝 俏脸上 忽然露出调皮的笑容 一只灵活的小手 从湘灵那边叹了过来 明人当即瞪大了双眼 她一把抓住湘灵的手 用恶狠狠的眼神 警告着她 湘灵的表情 下意识一慌 但随后她却是羞涩地说着 明人君 你你那个嗨嗨 明人 被窝之中 湘灵心跳加速 明人抬手 敲了一下湘灵的额头 对她说着 睡那边去 不要乱动了 湘灵回想起 自己在明人房间 发现的书籍 她有些抱歉地问着 对不起 明人君 这样是不是会很难受 没关系的 我来帮你 明人听得头皮发麻 你从哪儿学的 湘灵抱歉道 我不是故意偷看你书的 明人君 你要相信我 放心吧 我虽然没试过 但我很聪明的 不会弄疼你的 明人 本来明人 还能顶得住 但是 这么一搞 谁又能顶住这种诱惑呢 湘灵见明人 没了反应 心中窃喜 她吐了吐小香蛇 然后抬手盖上被子 屋外 黑土听着 那细微的瞬息声 表情那是相当的精彩 她本来想着冲进去质问他们呢 可又转念一想 自己就这么进去 是不是有点尴尬 于是黑土就在外面等 不知道过了多久 屋内的动静 才逐渐消失 黑土已经隐远到极限了 她正准备发飙 却听到屋内 传出明人的声音 偷听了这么久 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呀 黑土美眸一宁 只觉得天旋地转 下一瞬间 她就出现在房间内 而她面前 正在穿着睡衣 一脸淡定的明人 你你早就发现我了 黑土震惊地问着 明人耸耸肩 要不然呢 本来以为你会时序地离开呢 黑土看了一眼四周 对明人问着 你是谁 我不是在外面吗 怎么忽然进来了 当然是明人用飞雷神之术 将黑土抓了进来 只不过这件事 明人不会主动向黑土说明的 另外一个房间内 香菱探出脑袋 明人 她是谁啊 明人回应着 不知道 是刚刚在一旁偷听的家伙 香菱听罢 看向黑土露出不悦的表情 黑土下意识 看向这个红发姑娘 娇嫩的嘴唇 有点发白 这一幕让黑土有点不知所措 毕竟她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 但黑土很快稳定下来 黑土站起身来 对明人质问道 你们是谁 为什么会在土之国的地盘 是谁允许你们过来的 看你们的样子 应该也是忍者吧 为什么在我们眼影村不知道的情况下 踏入这里 难道你们有什么阴谋 这一连串的问题 听得明人头疼 明人对黑土摆摆手 我们就在这里 住一段时间而已 过几天就会离开 虽然你打扰了我们 但我不打算计较 你走吧 黑土见明人 以赴我放过你的样子 顿时大怒 他可是不弱的 刚刚只是大意 才被明人忽然带到房间里来的 现在明人入清土之国 还以赴我放过你的表情 黑土当然不能忍 黑土戴上手套 摆出战斗姿势 旗袍两侧露出洁白的大长腿 明人瞬间就被吸引了 黑土察觉到明人的目光 小脸上露出恼羞的表情 开口呵斥到 色狼 接招 碰 黑土一拳 朝明人挥了过来 啪 明人抬手接住 顺势将黑土 整个人拉过来 将黑土摁到在地上 明人扭住他的胳膊 限制住行动 喂喂喂 我明明都说过 要放过你了啊 明人有些无奈地对黑土问着 为什么你还想着进攻我呢 地上的黑土一脸猛 他只知道自己打了明人一拳 然后就被明人摁在地上了 黑土觉得不可思议 明人的实力究竟是怎么回事 居然能够轻松地将他击败 第96章 3.5之9喇嘛 被明人限制在地上 黑土也稍微老实了 他对明人说着 你你放开我 我不打扰你们了 明人自然松开 黑土起身活动了 一下有些酸疼的胳膊 瞪了明人一眼 然后夺门而出 明人也没有阻拦 毕竟他只要不再搞事就行了 但相邻却忽然对明人说着 明人君 他对咱们还有恶意 明人目光一宁 身影化作一道闪光消失不见 下一秒 黑土又被明人抓了回来 黑土还没反应过来 他口中喃喃自语着 等着吧 我回去叫老头子来教训你 此时明人已经大致确定了 他的身份 拥有这么完美无瑕的大长腿 外加口中的老头子 而眼影村能被称为老头子的家伙 自然是大眼目了 所以这个家伙 就是黑土了 明人发出一声鼻音 嗯 黑土这才瞧见自己 又被明人抓了回来 他还想狡辩 但明人却是微微摇头 既然你想破坏我们平静的生活 那我就只好 这么说着 明人身上 生起一丝丝杀念 但相邻 却是及时对明人提醒到 明人 咱们还是不要招惹他了 这里是土之国 万一他是眼影村的人 咱们事后 也会被查到的 到时候 又是麻烦 明人听见相邻的话 顿时一阵头疼 那怎么办呢 杀又不是 放又不是 相邻给明人出了个主意 可以先绑架他 等咱们离开的时候 再放他走 明人点点头 嗯 就这么办了 黑土听见这俩人的对话 顿时表情一慌 但不等他开口 明人就一拳 将他捶晕了过去 等黑土再次醒来 已经是次日天色大亮了 黑土发现自己 没有被绑住 顿时大喜 嘿嘿 这俩家伙 不是经验丰富的人者 不知道限制住我 黑土正高兴着呢 却忽然发现自己 腹部传来一阵 灼热的剧痛 死 黑土低头掀开衣服 瞧见自己平坦光洁的腹部 有着一道封印 而他体内的查克拉 也不听使唤 黑土大惊失色 想要盘膝坐 在地上 想要破解封印 就在此时 隔壁的门被推开 香菱打着哈欠 从里头走了出来 瞧见这个打扰自己 和明人的女人 香菱没有任何好脸色 香菱小脸一冷 对黑土说着 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是明人君的封印 就连尾兽都无法挣脱 更何况是你 尾兽都无法挣脱的封印 这怎么可能呢 黑土忍不住嘲笑起香菱来 你懂得什么叫尾兽吗 这种程度的封印术 别说尾兽了 给我一点时间 我自己都能打开 不是我瞧不起 你那个什么明人君 而是这种事情 太过于慌 话说到最后一个字 却被一声巨响打断 碰 房屋外 传来一阵轰鸣 黑土和香菱对视一眼 俩人走出房屋 第一眼 黑土就瞧见 那体型恐怖的酒尾 这黑土震惊地说着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但这还不算完 在两人的见证之下 另外一只体型 略小的酒尾出现 但是 目盾名神们 咚咚咚 这酒尾刚刚出现 就被从天而降的目盾困住 那只体型巨大的酒尾 开口对某处说着 名人 你真的不怕老夫 吸收了他们的力量 然后反噬你 此时九喇嘛的体型 已经非常恐怖 仿佛一座小山丘一样 名人悬浮在半空 对九喇嘛说着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九喇嘛虽然是第一次 听到这种说法 但他也理解 这是什么意思 九喇嘛 哈哈大笑起来 好 既然这样 那老夫 也不能给伟兽丢脸 说完 九喇嘛翻身 其上被名人召唤出的酒尾身上 一口咬在他脖梗上 这只酒尾和之前 被迫害的酒尾一样 都是震惊的狂吼道 你们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吸收老夫的力量 但名人和九喇嘛 都没有理会他 很明显 这一人一胡 已经习惯了酒尾的震怒 现在的九喇嘛 是2.5只酒尾的力量 吸收力量的速度 也更快了 莫多久 那么一整只酒尾 就被九喇嘛吞噬掉 而那只酒尾 则变成了身高 仅有30厘米的迷你酒尾 九喇嘛的体型 却是再次膨胀 现在的它 相当于3.5只酒尾的体积 恐怖如斯 堪比克斯拉 名人距离酒尾比较近 他目测了一下 现在的九喇嘛 已经彻底成为巨兽 胆小一点的人 估计会被吓晕过去 胆子大的 也会犯巨物恐惧症 九喇嘛吸收 完九尾的力量 整个躯体 变化作红色的查克拉 回归名人体内的封印空间 不多时 名人便听到九喇嘛的声音 从腹部传来 名人 有时间得化拓展一下封印空间 这里对于老夫来说 已经太小了 对此名人笑了笑 可以 不过现在 我还不知道如何拓展 要研究一下才行 随后 名人将目光投向 那只逃跑的九尾 九尾原本恐怖的查克拉 被九喇嘛吸收 现在只有几十厘米那么大 名人飞身过去 一把捏住他的后脖梗 将他提了起来 九尾大怒 你们是耳聋吗 为什么听不到老夫的话 对于九尾的怒吼 名人自然没有回应 他使用飞雷神之术 返回香灵身边 见到了香灵和黑土 香灵原本被九喇嘛吓住了 但瞧见迷你版本的小九尾 顿时露出兴奋的表情 名人见状 被香灵说着 怎么样 要不要给你当宠物 香灵激动点头 真的吗 名人君 名人 我什么时候骗过人 于是名人 就封住九尾的查克拉 剪掉他的指甲 将他送到香灵面前 香灵探出手 抱住九尾的鸽之窝 不断揉捏着 九尾怒了 用呆萌的声音 呵斥道 你们 究竟 是谁 嗯 名人不悦地看着九尾 伸手点了他的脑壳 脾气不要这么暴躁 而且 你可不能乱咬人 要不然的话 我就只能将你给 名人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是 九尾已经知道答案了 九尾瞬间就耸了 乖乖当起而宠物 一旁的黑土 看得三观炸裂 尾兽的力量 被更强的尾兽吸收了 而那只尾兽 还心甘情愿地当宠物 第97章 英雄种 黑土望着香灵怀中 那只毛发 被蹂躏得乱糟糟 毫无脾气的九尾 现在的黑土 只觉得自己世界观 都崩塌了 尾兽 这么弱小的吗 名人见香灵喜欢 心中也感到一丝开心 随后 名人表情变得冷淡 将目光投向黑土 黑土心中 一个咯噔 连忙白手 对名人表示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逃跑的 我现在已经被你封印了查克拉 我就算逃出去 遇到一些小动物的话 就可能没命的 见黑土说到这个程度 名人微微点头 算是放下心来 然后名人 就去研究出带火影的 忍树圈轴去了 但到了中午 香灵却急匆匆地找到名人 名人 不好了 那个家伙逃跑了 要是被他真的逃走报信 咱们可就麻烦了 也只是有点麻烦罢了 名人听后并没有多慌 他对香灵安抚道 放心吧 他逃不掉的 名人闭上眼睛 打开神月新年 小半个土之国 全部被覆盖在 名人的感知范围内 名人早就在黑土身上 留下自己的痕迹 也记住了 黑土的查克拉波动 很快 名人就找到了 正在向怒人求助的黑土 名人感知着他身上的 飞雷神印记 发动飞雷神之术 黑土只觉得背后一冷 他僵硬地回过头 瞧见名人 正双手抱胸 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我黑土顿时感觉 头皮发麻 为了不惹怒名人 这个奇怪的家伙 黑土回过身去 鞠躬九十度 诚恳地道歉 对不起 是我的错 以后再也不会了 名人没有说话 伸手将黑土拎了起来 然后看向被黑土求助的 那名赶着马车的商人 商人表情一将 露出牵强的笑容 忍者大人 我啥都不知道 名人并不是滥杀无辜的人 但这名商人 明显是土治国的本地人 要是被他去通知阎影村 名人 还是有点麻烦的 不过名人也知道 自己在阎影村的日子 快要到头了 所以 也就没有多在意 于是 名人从系统空间内 拿出一叠银两地了过去 商人瞧见银两 瞬间两眼放光 毕恭毕敬地 用双手接过 名人对他说着 七天之内 不要告诉阎影村 事事事 商人一听 只是这么一个小要求 顿时眉开眼笑地说着 当然当然 我一定会听从 忍者大人命令的 随后 在商人的注视下 名人和黑土消失在原地 商人揉了揉眼睛 还以为是 自己的错觉呢 但手中的钞票 可不会骗人 商人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顿时觉得 自己撞鬼了 莫名其妙被人求助 莫名其妙被人威胁 莫名其妙地收到银两 然后 对方莫名其妙地走了 名人将黑土抓了回来 这一次 名人没有给黑土 太多的自由了 他将黑土绑住 然后困在房间内 到了晚上 名人和湘林打算休息 才想起屋里的黑土 于是名人拿着一些饭团 和水瓶走了进来 黑土整整一天没有进食 现在乐得头昏眼花 他瞧见名人手中的饭团 暗自吞了口口水 名人 则是拿着饭团去喂他 黑土顿时 有些嫌弃地说着 你给我松吧 我自己能污 饭团被名人 强行塞入黑土口中 黑土发出一声污液 然后愤怒地瞪着名人 名人 则是善良地 对他提醒道 吐出来的话 未来三天 都没有饭吃哦 黑土沉默了一下 然后恶狠狠地咀嚼着 仿佛将饭团当作名人了一样 之后名人又给他喝了点水 便离开了房间 到了卧室 躺在被窝里的香菱 瞧见名人便抬手掀起被子 一脸坏笑地说着 名人君 快来啊 名人 反正已经发生了之前的事情 名人也没有客气 不多时 隔壁房间的黑土便听到轻微的一响 他咬牙切齿地按骂道 两个禽兽啊 时间飞逝 伤人按照名人的要求 没有将黑土的事情说出去 但眼影村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 黑土只是执行任务罢了 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 作为村子里备受关注的人 黑土的失踪很快引起大野木的怀疑 于是大野木就派出勘察人者前去搜寻黑土 这名勘察人者可不简单 他可是村子里最最优秀的了 另外还有一些暗部也在打听黑土的情况 足以见得大野木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明人觉得自己堕落了 他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英雄种了 主要是湘灵太过于热情 而是很放得开 几天下来 导致明人的腿都有点软 而且明人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战斗力提升速度变慢了 难道是因为那种事情太多导致的吗 明人陷入沉思 决定今天一定要顶住诱惑 他深吸一口气 推开房门 正准备拼尽自己的意志 将湘灵推开 但湘灵今天却没有如往长一样扑过来 湘灵拿手捏着下巴 对明人问着 明人君 你想不想玩点刺激的 明人本想拒绝 但湘灵却提前抬手结印 变化 砰 一阵白雾过后 被湘灵变化而成的黑土 出现在明人面前 要命的是 这黑土穿得还非常凉快 四 明人眼角微颤 这是 黑土将大长腿架 在明人肩膀上 妩媚地说着 这是角色扮演哦 同样都是从你书上学来的 明人抬手握住那光滑的小脚 缓缓闭上了眼睛 对不住了 系统 战斗力任务的事情 明天再说吧 今天的我 又败下阵来了 很快 隔壁饱受折磨的黑土 便从俩人的对话中 听出什么来 他忍无可忍了 冲着这俩堕落的人怒骂起来 变态啊 你们 为什么要变成我的样子 于是 黑土就被明人堵住了嘴巴 而就在此时 黑土察觉到一阵 不正常的空间 连衣波动 看那个形体 应该是暗部中 最强的勘察忍者 是拥有隐身 和屏蔽查克拉能力 号称月影的大人 黑土激动起来 几天了 终于可以获救了吗 可是 黑土分明瞧见 他被那两个变态的声音吸引 从而没有注意到自己 第98章 大野木孙女的丈夫 在阎影村内 拥有隐身和屏蔽查克拉能力的女人 被称为月影的神级 勘察忍者 她施展隐身能力 站在屋外听见 令她震惊的声音 名人大然 月影越听越觉得离谱 他们村子的屠影孙女 居然和一个叫名人的家伙 搞了在一起 而且 听黑土的声音 貌似非常愉悦 月影只觉得头皮发麻 然后站在原地纠结了很久 最终 她没有勇气冲进去打断 月影决定先离开 将情况告诉屠影 然后等屠影做出决定 什么 大野木一巴掌拍碎办公桌 面色背弃的通红 震怒到 黑土她居然 不对 黑土是个好孩子 不可能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做出那种事情 大野木觉得蹊跷 很快又察觉到不对劲 她对月影问着 你说 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 月影不知道 那个名字有什么不妥 重复到 屠影大人 他叫名人 但不知道性 大野木听后 双目一凝 难道是那个 离开木业的漩涡名人 是九尾人助力 还能够战胜尾兽的那个名人 大野木陷入沉思 经过她一番斟酌 最后对月影问着 你说 那也是黑土 自己看中的人 额月影脑海中 回想起黑土 愉悦的声音 直接点头 是这样的 大野木听后 微微点头 嗯 儿孙的事情我 作为爷爷 不应该夺管 黑土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想法 来人 搜搜搜 一众暗部 出现在办公室 大野木 对他们吩咐道 去将消息散播出去 就说离开木业的 九尾人助力 漩涡名人 现在已经是我们 阎影村的人了 身份就是 土影村女的丈夫 好日子过了几天 名人的位置 就被人发现了 这是一名 阎影暗部 戴着面具 但身前微微隆起 声音也很好听 名人老早就发现他了 于是等着他过来 月影找到名人 直接对名人说着 你就是漩涡名人吧 名人心中一沉 嗯 看样子 你们已经知道 黑土的事情了 俩人说的不是一件事 月影却也没有发现 他直接拿出 大野木的手书 对名人说着 名人 图影已经知道 你和黑土小姐的事情了 不过 你不用担心 图影大人念在 你们俩情投意合 所以已经同意 你们的事情了 你们不用躲躲藏藏了 名人听完一脸猛逼 接过手书一看 好家伙 居然是大野木 亲自写的 内容就是把名人 夸得天花乱坠 然后让名人 去阎影村商量 和黑土的婚事 名人看到这份书 顿时觉得离大谱 难道 自己和湘灵之间的 癖好被人发现了 不对 应该没有 名人对月影问着 你都看到了什么 月影轻哼一声 我没看到 但我听见了 名人 你如果还是个 负责的男人 就在三天之内 去见图影 要不然我真为我们小姐 感到不值 但名人的关注点 却不是这个 他反而是问着 你为什么能在 我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听到啊 谈起这个 月影便是有些高傲的说着 这是我的血迹限界 具体能力 不能透露给你 他说完 又提醒名人 要去见图影 然后直接走了 名人微微摇头 顺手将大野木的书信 收起来 看来在土制国的旅程 结束了 名人返回小屋 将黑土松绑 然后解除查克拉的封印 这几天 黑土过得很是难受 他活动了一下 发麻的胳膊 看向名人的眼神 有些畏惧 名人对黑土说着 这场闹剧结束了 他拿出大野木的书信 给黑土看 黑土看了 顿时觉得天塌地险 他是绝对不会 嫁给名人这个变态的 你回去 如实向图影解释就行了 名人见黑土面色一白 站在原地发愣 便顺口安慰了一句 黑土听后觉得也是 毕竟这种事情不是小事 大野木知道真相的话 肯定不会为难黑土的 见名人真的要放自己走 黑土有些不确定的问着 你真的要让我走 名人则是对他反问着 你难道还想多住几天 黑土呵呵一笑 我可不想和你们两个变态 住在一起 这几天 黑土经历了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 黑土做一个从来没有 接触过这种事情的 黄花大闺女 现在只觉得自己的脑子 都被污染了 名人和香菱玩得真的很花 黑土内心中暗骂一句 玩得花 走得早 之后 黑土便加速逃离现场 香菱则是出现在名人背后 有些惋惜地说着 又要换地方了吗 名人陷入斟酌当中 嗯 就是不知道去哪 人界有什么地方比较安全 又比较偏僻呢 忽然 名人灵光一闪 他想起原著里的那些剧场版 貌似有个叫雪之国的地方 很偏僻 而且 小巴斯也菜得一批 现在凭自己的实力 过去就能通关 然后名人就能把持住雪之国 当做自己的世外桃源了 做出了决定 名人便对香菱说着 咱们这一次 去一个偏僻一点的地方 雪之国虽然偏僻 但是科技并不落后 而且没有多少忍者 还容易控制 绝对是名人理想中的那种世外桃源 香菱对此不多问 对于他来说 去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 只要能跟在名人身边就行 俩人收拾了一下行李 便打算离开 可没想到 刚刚离开的黑土 雀而复返 他较为狼狈的朝名人跑了过来 还冲着背后喊道 你们想找漩涡名人 追我干什么啊 名人和香菱刚刚在谈话 丝毫没有注意到周围来了人 黑土的背后不远处 有一个身材魁梧 类似机器人的光头 只见这机器人 抬手对准黑土 掌心延伸出一根炮管 你发现了佩恩 为了确保秘密 你必须死 哄 炮火的轰鸣声传来 黑土顿时有些绝望 名人也察觉到黑土的情况 身影一闪 使用飞雷神 将它带离攻击范围 随后 名人看向那个 类似机器人的家伙 修罗道 名人目光一宁 心中想着 看来佩恩六道都在附近啊 第99章 叠buff 瞧见修罗道 名人也察觉到 时间线已经进入了 原著中的剧情期 小组织开始搞事了 自己想要岁月静好 就得先处理小组织 顺便想办法 将带土那个小鼻仔子搞死 现在的名人 可不是原著中 那个心怀仁慈的人 名人报仇 百应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别人找名人报仇 冤冤相报何时了 施主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要不然 我就只能帮你放下屠刀了 修罗道的炮弹攻击 将现场搞得乌烟瘴气 名人瞧见自己的小屋也被波及 瞧见对方的眼神 变得冷漠起来 被名人拥在怀中的黑土 本想反抗 因为名人待在名人的怀里 让他有种无法形容的 强烈安全感 但是黑土又知道 名人是个变态 这纠结的心理 让黑土无比纠结 可一看到名人 那个冰冷的表情 黑土被吓得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修罗道一双轮回眼 锁定了名人 名人平静地对他说着 等我一下 下一秒 名人和黑土的身影消失 相邻正找地方躲着 便被名人一把拦住 这个时候 一只巨大的地狱犬 朝几人撕咬过来 名人没有在意 而是打开神月星眼 沟通远在几十里地外的 飞雷神印记 但是 却失败了 名人眉头一皱 余光瞧见远处有一道屏障 结界 不知道是什么结界 但是却可以屏蔽外界的 飞雷神印记的气息 所以 名人无法传送 这个时候 地狱犬扑过来 名人刚刚在发动 飞雷神之术 无暇顾及 此时那血盆大口 已经要咬到三人了 好在 黑土事先从名人怀中 正拖出来 他的拳头被一层岩石包裹 身子重心下压 一个上钩拳 朝地狱犬轰了过去 碰 地狱犬挨了重击 整只被巨大的 力道击退术部 口中发出嘶吼 名人有些意外地 看向黑土 没想到 你还挺强的吗 横黑土甩了甩发麻的胳膊 发出一声鼻音 也没有回应名人 他像是个酷酷的大姐 被击退的地狱犬 再次袭来 名人直到地狱犬 受到致命攻击会分裂 所以没有使用强大威力的树 他单手结印 目盾发动 地表延伸出树根 粗壮的树干 将地狱犬困在其中 随后 名人拉着黑土 和相邻原地起飞 黑土瞳孔微微一缩 立刻对名人质问道 你 你这个树是从什么地方学到的 名人没有功夫理会他 而是来到半空 对相邻说着 抱着我 相邻会议 四肢并用 死死缠住名人 名人空出一只手 抬手一发 大罗玄伦鱼 朝结界边缘飞了过去 哄 大罗玄伦鱼的爆炸 让结界一阵震动 随后仿佛玻璃一样碎裂开来 这个时候 下方一众佩恩聚集 正向名人发动攻击 名人没有理会 结界已经没了 他施展非雷神之术 出现在几十里地外 看了一眼四周平静的戈壁滩 名人对黑土说着 你带着相邻快跑 不要回头 什么 咦 黑土握紧拳头恼怒地说着 你不要自说自话呀 我凭什么帮你 名人想了一下 缓缓说着 因为我刚刚救了你一命 看着无赖的名人 黑土胶唇崩得紧紧的 口中吟牙紧咬 遇到名人 真的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不幸 要不是名人 黑土怎么可能在这里 怎么可能会被修罗到发现 现在名人却拿这个来说是 他真的是不要脸啊 黑土又气又闹 可是又不想 给村子树立一个这么强的敌人 只能面色通红 凶巴巴地盯着名人 好了 事后我会好好谢你的 名人习惯性地抬手 摸了摸他的秀法 这是名人安抚女生惯用的伎俩 可他貌似忘记了 自己和黑土没什么关系 之所以说习惯性 是因为相邻他变成黑土之后 嗨嗨 黑土郊躯一阵 立马打开名人的手掌 不不要得寸进尺 咱们可没有任何关系 名人的神月心眼 感知到背后的佩恩六道 知道时间不多了 于是 名人的表情就严肃下来 黑土吓了一跳 连忙对名人说着 好好好 我会带着他逃跑的 你快去牺牲一下吧 名人 香菱愤慨地说着 你说什么呢 名人君才不会牺牲呢 黑土看了一眼香菱 不屑道 不知羞耻的女人 你说什么 香菱遭不住了 被气得大怒 怀中的小九尾都丢到一旁了 将他摔了个七昏八速 九尾 好在 黑土之道轻重缓急 现在不是和香菱小打小闹的时候 他拉起香菱的手 然后弯腰握住 九尾的两只胡尔 快速地朝远处逃去 九尾 在名人耳中 香菱的声音也渐行渐远 名人君 一定要小心一些啊 名人笑了笑 回身看向 朝自己袭来的佩恩六道 现在好了 腾出手来 就能大展拳脚了 九喇嘛 你也知道这个敌人的强大吧 给我你的查克拉 名人对九喇嘛说着 可是 却没有得到回应 哦 对了 名人和香灵甜蜜的时候 将九喇嘛对外界的感知关闭了 打开封印后 名人就听到九喇嘛的抱怨 为什么你这个臭小子 居然连老夫一只狐狸的醋都吃啊 老夫又对人类不感兴趣 不 老夫对任何物种都不感兴趣 因为老夫可是伪兽 没有性别 名人听后眼前一亮 九喇嘛 你没性别 这么说来 你能雄能辞了 封印空间内 九喇嘛虎去一阵 漩涡名人 你干嘛 名人干咳一声 连忙转移话题 别管了 先给我查克拉 九喇嘛回应着 当然 这是老夫的房租 不过外面那个家伙也太强了 为什么你这种喜欢安静的家伙 会招惹到这种恐怖的存在 名人感受到源源不断的尾兽查克拉 从体内涌出 他微微摇头 有些事情并不是咱们能够控制的 好要开始战斗了 尾兽查克拉模式 雷顿铠甲 超青岩之术 卧槽 宁格这叠BUFF呢 第100章 压倒性的战斗 佩恩六道从绝那里得到消息 追了过来 发现黑土后 修罗道负责追捕 但是却也暴露了位置 然后就在短时间内 被名人攻破了结界 使用飞雷神之术逃脱了 本来 掌门还以为名人和上次一样 要逃走吗 他也只是试探性地追一下 毕竟没有结界限制的飞雷神之术 加上名人庞大的查克拉亮 只要名人不想死 几乎没人能够杀掉他 但万万没想到 名人不带着他身边两个女孩逃跑 反而是朝自己袭来 这可把掌门逗乐了 还有送上门的菜 可是 长门却隐约觉得不对劲 他通过轮回眼公用视角 瞧见前方半空中 飞过来一道气流 距离近了 掌门这才看清楚 那不是气流 也不是忍术 而是速度比寻常顺身术还要快的人 那道人影 浑身闪烁着金色光芒 头发凌厉 蓝色的雷顿 环绕在周身 这是什么东西 长门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形态 名人从远处飞过来 瞧见下方正在奔走的佩恩六道 有货 还聚集在一起 名人抬手结印 影分身之术 砰砰砰 佩恩六道上空 出现密密麻麻的金色影分身 少说也得有三十来个 暗中控制佩恩六道的掌门 表情淡定 想着 三十个影分身吗 数量的确多 但是影分身在真正顶尖的战斗中 作用并不大 但接下来 长门就震惊了 只见这些影分身全部单手托天 一颗颗耀眼的查克拉光团出现 三十个仿佛两层楼那么大的螺旋丸 被影分身从天空中推了下来 佩恩六道察觉到不对劲 四散想要逃离 可这攻击密集 威力大 速度快 轰轰轰 仿佛流星雨一样的螺旋丸 爆炸开来 一阵阵气流向外推去 耀眼的光芒 伴随着轰鸣声 出现在土之国戈壁滩上 佩恩六道 除了天空中的天道 以及能够吸收忍树的恶鬼道 全部支离破碎 余波散尽 恶鬼道放下双手 环顾四周 队友除了天道 全部下线了 他尚未有任何动作 便瞧见天空中 冲下了一道流光 哄 恶鬼道瞬间被打入地底 方圆十米的大地 瞬间塌陷 恶鬼道 下线 明人将身陷残骸中的拳头抽出来 抬头用金色毛字 注视着天空中的天道 天道抬手对准明人 开口说着 万象天 话都没说完 明人的影子 就消失不见 天道悬浮在半空 向四周查看着 余光瞥见一抹金色 没有犹豫 直接变换招式 神罗天真 砰 明人本想袭击天道 可却被一股斥力击退 他双手交叉放在身前 退了好几十米 在这种双重的压力下 明人的身体 传来一阵刺痛 好在他拥有漩涡和牵手血脉 没多久 这阵刺痛便消失了 天道对明人问道 这是什么力量 佩恩六道被造出来之后 这还是长门第一次失败 而且是被碾压形式的失败 这个九尾人助力 看起来他的实力 超出了长门的预料 明人不想回答这个无聊的问题 他知道 天道 这是在拖延时间 因为天道的神罗天真 使用频率有间隙 所以 明人没有浪费口舌 抬手丢了一把飞雷神 苦无过去 明人本体的速度 虽然也很快 但是明人在这种速度 和力量的加持下 他投掷出去的苦无明显更快 苦无飞行到天道面前 天道抬手企图阻拦 可是 只见金光一闪 一发螺旋丸直直的命中 天道面部 碰 轮回眼瞬间被毁 那黑色的用来传递查克拉的导管 也脱离了身体 明人紧追过去 又是一脚踹在天道胸膛 雷顿铠甲 外加超青岩之术 明人的速度 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而速度 也可以被转化为力度 天道的躯体 化作一道流光 砸向地面 明人没有结束攻击 反手凝结出一发大螺旋轮鱼投了过去 数秒钟后 大螺旋轮鱼爆炸 天道下限 明人知道 这只是六具尸体 所以当场打开神月星眼 探寻四周的情况 明人的神月星眼覆盖范围极广 绝对要超过 长门控制佩恩六道的范围 但是在明人的感知下 却没有找到佩恩六道身上的那股 来自轮回眼的查克拉气息 怎么回事啊 难道说 长门控制佩恩六道的距离 要超过明人的神乐星眼 感知范围吗 明人有些不信邪 继续加大寻找的力度 可是依旧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 土之国边境某个洞窟内 长门瞪大双目 承受着来自佩恩阵王 带来的查克拉的反噬 这不可能 长门口中咳出鲜血 神情有些萎靡 一旁的小男赶忙询问着 掌门 你怎么样了 他想帮忙 但长门身上的查克拉管 却让他无从下手 长门表情猙獰 仿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一样 他对小男说着迷厌他没了 小男沉默了一下 没有做出回应 掌门继续说着 小男 麻烦你先维持一下屏蔽结界吧 要不然 我担心那个家伙会找过来 嗯 小男的心情非常沉重 用害怕的语气对掌门说着 掌门 你要挺过来 我不想连你都失去了 但掌门好像没有察觉到 小男话语中的意思 他激进癫狂的低声说着 佩恩六道会被他秒杀 这种强大的敌人 要如何应对呢 或许将轮回眼的力量 极为一身可以试试 高空中 名人的身影静静地悬浮在此 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暂时找不到吗 应该是有某种结界保护吧 不过 算了 名人本来微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反正小组织的位置和情报 我都知道 抽空拜访一下就行了 九喇嘛的声音传入名人耳中 名人 你的实力越来越强 就连老夫都看不懂了 名人也没有解释 只是谦虚地回应了一下 实际上 这种情况是必然的 系统外加双血脉 还有九喇嘛的查克拉支撑 名人的实力 已经脱离了超影的初期阶段 如果连佩恩六道这个超影守门员 都无法迅速解决 那反而有点说不过去 第101章 九尾又又又 名人击败佩恩六道后 没有找到掌门和小男 好在他知道 小组织的老巢在哪 所以不用担心 伴随着一道闪烁 名人的身影 消失在高空当中 找到香菱和黑土后 名人已经退去自身的各种状态 又恢复成了那个 看起来很适合爱温暖的小帅哥 不过说实话 九喇嘛的查克拉 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 和佩恩战斗的时候 名人就察觉到 九喇嘛给自己的查克拉强度 又提高了不少 看来九喇嘛 吸收其他酒尾的时候 获得的不单单是查克拉的量提升 同时也引起了质变 黑土和香菱 原本正在向着眼影村逃去 可随着名人的出现 香菱也就知道 战斗已经结束了 太好了名人 我就知道你会没事的 香菱无比欣喜 从黑土手中抢过九尾的耳朵 站在名人面前 黑土的手掌 不自主地摩擦了一下 目光看向体型娇小的九尾 不得不说 他的手感是真好 可惜太凶了 老是想咬人 名人顺手揽住香菱 对黑土说着 行了 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你回去吧 切黑土不屑地说着 当然要回去了 你这个变态 绑架了我那么多天 还让老头子误会 要是我打得过你 高低揍你一顿 见他这么嚣张 名人嘖嘖一笑 你就不怕 我现在就揍你一顿 黑土顿时头皮发麻 后退两步尬笑两声 转身飞速逃跑 名人也没和他计较这个 而是对香菱说着 接下来 咱们去一个 比较偏僻一点的地方吧 名人去哪 我就去哪 香菱的回应很是肯定 但是他的表情 却有些不妥 名人见他好像有点不开心 便询问着 怎么了 到了这个时候 俩人之间的陌生感 已经完全没有了 有什么事情 都是可以当面说出来的 香菱有些悲观地说着 我的实力太弱了 不说帮忙 甚至连自保都做不到 对于这个问题 名人也比较重视 毕竟 自己总有不在身边的时候 名人认真考虑了一下 而后对香菱说着 要不然 你也成为人助力吧 反正这只九尾很小 想要恢复也非常慢 当宠物的话 的确有点大才小用 要是你能开启九尾模式 加上漩涡一族的一些秘书 再找些人练手 实力立马就上来了 香菱将九尾放在自己面前 好奇地看着他 很可爱 看不出有什么凶的 但是香菱可是见到过 九尾厉害时候的模样 好 香菱心中一狠 咬牙说着 我愿意 九尾瞬间不满起来 喂喂喂 搞什么 好像成为老夫的容器 很丢人一样 啪 名人一巴掌抽在他脑壳上 闭嘴 九尾 九尾愤愤不平地瞪着名人 但是不敢说一句凶话 毕竟他可是知道 名人的可怕之处 名人对九尾说着 等你被封印 不要搞事 要老是配合我老婆 懂不 这一瞬间 九尾的尊严 仿佛被丢在地上 被人狠狠地蹂躏 九尾暴怒地说着 你说什么 就算是杀死老夫 老夫也绝对不会 行啊 名人抬手朝九尾抓去 九尾两只胡眼一瞪 瞬间耸了 行行行 你说了算 别看名人外表 看起来人畜无害 但这小子 是真的有本事 让他生死不如 还是不和他一般计较 等以后发育完全了 再说 就这样 九尾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可是到了开始 封印九尾的时候 名人却有些犹豫了 他忽然想起 九喇嘛的话来 名人捏住九尾的后脖梗 被他问道 我听说 你是无性别的 可雄可辞 九尾听完嘴角一抽 你想做什么 你现在给我用 雌性的声音说话 名人直接对九尾命令着 九尾又是暴怒起来 等老夫恢复 一定要杀死你 名人微微摇头 那我就只好提前 叫你杀死了 九尾又是瞬间耸了 用呆萌的罗莉音说着 不要冲动 我我愿意 九喇嘛的声音 从名人体内传出 哼 丢人 九尾又又瞬间暴怒 可恶的臭狐猎 你说什么 要不是你 老夫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但是就算暴怒 他也还是用了夹子音 九喇嘛不懈地回应着 那老夫直接将你全部吸收如何 九尾又又耸了 哎 遇到你们 是老夫一辈子最大的坏事 九喇嘛冷哼一声 这句话说得对 因为你一辈子都无法翻身了 九尾又又又爆 啪 名人看不下去了 一巴掌将九尾抽得清醒过来 随后名人靠近香灵 左手拎着九尾 右手滑入香灵衣内 摸向光洁滑嫩的腹部 香灵感知着名人手掌传来的温度 便忍不住想起 自己和名人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 他本来有些羞涩来着 可名人却是对香灵提醒道 稍微忍耐一下 香灵心中有些忐忑 鼓起勇气说着 好 吱吱 伴随着名人发动封印术 九尾的身躯变成查克拉 开始被封印在香灵的封印空间内 而香灵却没什么反应 直到封印结束 香灵甚至连一丝细汗都没出 名人看得一阵疑惑 还以为自己封印失败了呢 因为左柱被封印小九尾的时候 那可是表情猙獰 仿佛忍受着剧痛一样 于是 名人便对香灵问着 感觉怎么样 香灵长舒一口气 掀开上衣看了一眼 还行吧 不是那么疼 恩名人发出鼻音 陷入了沉默 或许对于香灵的经历来说 这种疼痛 并不在无法忍受的范围内 香灵见名人 好像想起什么 而神月心眼中 也察觉到 名人的情绪中带着一丝 不能说是同情或者怜悯 应该说是心疼更为相像 香灵唇角微微勾起 对名人说着 名人 不要想那么多了 反正那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不是被你保护得很好吗 希希 而且 等我和小九尾相处之后 也有自保能力了 名人点点头 拉起香灵的手 开始施展非雷神赶路 目标 正是雪之国 第102章 真实瀑布 黑土回到眼影村后 第一时间就拿着大野木的书信 去找了大野木 土影办公室内 大野木正审阅着文件 由于他之前让暗部放出去的话 引起了木叶和沙影的不满 名人原本是木叶的 大野木想将名人纳入眼影村 原非日展当然不满 沙影村那边 则是因为罗莎的女儿和名人 早就有了婚约 大野木没想到 事情变得这么复杂 本以为只是和木叶之间的恩怨情仇 没想到还牵扯到了沙影村 土之国又和风之国 火之国哀尽 同时得罪这俩主 可不是好玩的事情 毕竟不是谁都有本事 在忍戒大战中 同时对抗两个甚至三个大型忍村的 不过 大野木的表情忽然犀利起来 名人能够控制九尾 实力还那么强 据说还同时击败了四名影集 要是真能将名人招揽进来 那岂不是就能得到一位堪比黄色闪光的 不 甚至是比黄色闪光的作用还要恐怖的强者 不知道为什么 大野木想到这里 脑海中浮现出年轻时候遇到的那个木叶忍者 雨之波斑 大野木有种预感 漩涡名人的未来 肯定不会比雨之波斑和牵手铸肩差 要是真能招揽到超影极强者 别说得罪木叶和杀影了 就算是加上云影和雾影又如何 在真正的顶级强者面前 只要他不和牵手铸肩一样 心怀仁慈和吃想 整个世界都是超影极强者的玩物 就在此时 黑土从外面走了进来 大野木眉头一皱 下意识就要发火 毕竟大家进入土影办公室之前 都要先敲门呢 可乔剑是自家孙女黑土 大野木瞬间患上另外一副样子 哦是黑土回来了 黑土的表情有些气愤 他手中拿着大野木的书信 拍在桌面上 正准备将事实说出来 可大野木先黑土一步说着 那个臭小子 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 还是说他是个渣男 黑土回想起名人 下意识说着 他的确是个渣男 大野木微微摇头 并不在意这么一点点小毛病 而是开怀大笑地对黑土说着 哈哈哈哈 年轻就是好啊 你们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你不要害怕 我同意你们的事情 只不过 你需要将他带回来才行啊 这臭小子 吃干抹镜 居然也不来见家长 黑土原本到了嘴边的话 被硬生生咽下去了 看着大野木脸上 开心的笑容 黑土沉默了下去 自从迪达拉离开眼影村之后 大野木就很少笑了 这还是黑土 第一次见到他这么开心 难道名人真的非常重要吗 黑土有些郁闷 大野木察觉倒不对劲 便严肃地说着 黑土 那个家伙真的是渣男 马德 大野木可以接受黑土 和名人在一起 但无法接受 黑土和名人在一起之后 名人还不来眼影村 那不是被白嫖了吗 黑土抿了名嘴唇 神识鬼叉地说着 他有重要的事情 近期可能会 嗯 比较忙 大野木听完 欣慰点头 嗯 小小年纪 就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的确应该是非常忙的 既然如此 老夫也不着急 只要他忙完之后 来见见老夫这个家长就行了 黑土 名人和湘灵 本来打算 直接去雪之国的 但是途中 却出现了意外 众所周知 雪之国的位置 比较偏僻 在大海的另一边 而名人的飞雷神印记 也没有遍布全世界 所以 短期内无法赶到 这途中呢 湘灵和名人 肯定是经历几天时间的 而除开赶路的休息期间 名人开始教导 湘灵 使用九尾查克拉 碍于名人的淫威 加上无比牢固的封印 九尾也非常配合 但是却遇到了一个问题 湘灵使用出的查克拉 一直都是新红色的 只有认清自己本心 按照本心而活的人 才能够真正吸收 九尾查克拉为己所用 才能够发挥出 九尾查克拉的真正作用 也就是变身 成为小金人 小金人 有两个状态 第一是九尾查克拉模式 第二是九喇嘛模式 这俩模式 虽然名字上差不多 但大不一样 能够认清本心的人 可以用出九尾查克拉模式 而只有真正做到人助力 和尾兽相互理解的人 才能够使用九喇嘛模式 这两个阶段的差距 还是挺大的 但湘灵现在 第一个阶段都无法进入 而且 它和九尾之间的关系 挺复杂的 湘灵对九尾挺不错 没有虐待过九尾 问题的关键是九尾 被名人威胁 才愿意服从湘灵 用武力强迫之下 九尾肯定不愿意 和湘灵相互理解 甚至就连名人体内的九喇嘛 到现在都无法理解名人 不过 那都是后续要考虑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湘灵无法进入第一个阶段 只能使用红色的九尾查克拉 那是比较粗糙的使用方式 加上小九尾的查克拉不多 能维持的时间也不长 所以 名人决定临时改变的目的地 他打算带着湘灵去一趟真实瀑布 真实瀑布的情报 还是名人在幻金所购买而来的 经过几天的跋涉 跨越了大山和海洋 终于见到了真实瀑布 来到这里的第一时间 名人就在隐蔽的地方 留下自己的飞雷神印记 这就等于解锁了传送点 以后再想来就简单多了 而且 二柱子那边也有小九尾 二柱子迟早也要用到真实瀑布 除非他能和名人一样 按照本心而活才行 就是这里了 名人指着真实瀑布中央的石块 对湘灵说着 只要坐在上面 就能映射出你的本心 湘灵有些忐忑 他小心翼翼地对名人说着 名人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有些担心 不要担心 名人拉住湘灵的手 对他安抚着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陪着你的 湘灵犹豫了一下 对名人说着 万一如果你见到我本心的样子 开始讨厌我怎么办 放心吧 名人则是笑着表示 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湘灵 在名人的承诺下 湘灵 这才稍微鼓起一些勇气 他坐在石块上 没多久真实瀑布内就出现一道人意 伴随而来的则是一股戾气 第103章 更改形成 感知到真实瀑布内传出的戾气 名人心中一沉 看样子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随后 一名和湘灵长得一模一样 同样穿着打扮的女子 从真实瀑布内走了出来 喂 湘灵的本心刚出现 就冲着湘灵问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草之国 名人躲在一旁观察 并没有干扰 本来盘西坐在石块上的湘灵 被这么一个问题 吓得向后道去 湘灵磕磕绊绊地问着 什么 为什么 本心不耐烦对湘灵提醒道 你难道忘记了吗 草之国将你和妈妈当作 恢复伤势和查克拉的工具 还害死了你的母亲 甚至他们的承诺也没有兑现 根本就没有将你教导成一名忍者 你觉得你像是一名忍者吗 众人考试表现不行 就想剥夺你忍者的身份 将你培养成战争补给品 这种事情难道你忘记了吗 表现不行 草之国那个废物忍村 有几个表现型的 甚至是说 你还是唯一没有断手断脚 就回去的 这些事情难道你已经忘记了吗 本心来到湘灵面前 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去草之国 将他们全部杀死 否则 你永远也别想得到想要的力 湘灵嘴唇紧绷 对此并不是很恶意 而且还对本心提醒道 算了吧 就算我去 也没有什么用的 而且 你难道忘记了吗 我一直都在流浪 根本没有真正可以依靠的人 不管是谁 总想 将我当做工具人 就连大蛇丸 也是为了实验 可是 名人很喜欢我 而且很珍惜我 我也非常安全 能遇到名人 是我一生中 唯一一次走运 就一直这样下去 就好了 其他的一切 都不重要 双方各持一词 展开争论 本心恨铁不成钢 咬牙切齿地说着 你这个懦夫 我要亲自去报仇 你就一直生活在 愧疚当中吧 废物 湘灵颓然地蹲在地上 愣愣地盯着前方 仿佛没有听到 本心的话一样 本心越过湘灵 瞧见一直在一旁观看的名人 明明人均 本心原本愤怒的表情 瞬间变成另外一副样子 加速朝名人扑了过来 原本湘灵 正在自责呢 可听到本心的声音 瞬间反应过来 他起身向后看去 只见本心表情变态地盯着名人 张牙舞爪地 仿佛要将名人吃掉一样 好在名人一只手 就能将他拎起来 才不至于被他扑倒 湘灵瞬间暴怒起来 冲过来一拳 锤在本心的脸上 可恶 有话说话 为什么要对明人均出手啊 你这个混蛋 吸内 这一瞬间 整个世界的画风 都变成了黑白色线条 本心那带着病态表情的面庞 瞬间凹陷下去 整个人飞出去 好几米圆倒在地上 本心撑起身体 一手捂着红肿的腮帮子 同样愤怒地发起飙来 可恶可恶的女人 你这么怂 甚至不敢去报仇 你也有资格 待在名人均身边吗 你去死啊 放心吧 老娘会代替你 更好地活下去的 她站起身来 就要和湘灵扭打在一起 关键时刻 名人抬手丢出一发苦雾 苦雾上绑着起暴符 直直地朝真实瀑布飞去 哄 起暴符爆炸 影响到真实瀑布内的查克拉 湘灵的本心表情一愣 仿佛失去了什么力量支撑一样 整个身躯瞬间消散 湘灵被吓住了 她小心翼翼地看向名人 眼中带着一丝拘谨 纠结 名人则是一把将她拥入怀中 放心吧 我是不会嫌弃你的 名人均湘灵污液着 晶莹的泪珠顺着面颊滑落 此时的湘灵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就算见到自己邪恶的样子 名人均还是没有放弃她 这就是 爱吗 可是 本心是怎么消失的呢 关于这点 湘灵是有些疑惑的 于是 湘灵便询问名人 因为在湘灵看来 名人无所不能 而且全知 名人则是对湘灵解释起来 这个瀑布内 蕴含着一种特殊查克拉 这种特殊查克拉 又被瀑布冲刷 影响了查克拉的流向 从而形成 某种幻术的结构 能够仿照 出人类的本心面目 我丢一个起爆符过去 影响了瀑布内的查克拉 你的本心 失去查克拉之称 也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 真实瀑布 映照出的本心 实际上是某种 极为特殊的幻术 这种幻术 不知道 能否被人者复制 关于这点 名人决定 尝试一番 湘灵也非常配合 站在哪 让名人失数 名人 则是双手结印 将查克拉 按照真实瀑布内的 查克拉模式进行运转 可是 失败了 没关系的名人 湘灵对名人安慰道 反正你 现在已经很强了 就算获得这个能力 也是锦上添花 名人微微点头 放心吧 我并不会因此失望 也只是试试罢了 而名人的心中 则是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真实瀑布 并不是真实的生命 所以 她的查克拉 更为接近于自然查克拉 而自然查克拉 进入人类身体后 被吸收 貌似是被称为仙术的存在 莫非 想要失术成功 想要映射出 被失术者的本性样貌 就需要用到 自然查克拉 但名人现在并没有利用 自然查克拉的能力 这一点名人 暂且先记下 等一会儿 获得使用自然查克拉的能力的时候 再测试一下 没错 就是一会儿 名人打算利用模拟器 获得这项能力 仙人模式 也是比较强大的一种状态 而且可以和九尾模式 进行叠加 到时候名人的状态 就又多了一个 简直就是 活生生的buff怪 而现在名人 已经知道了真实瀑布 查克拉的运转模式 所以 真实瀑布 对于名人来说 已经没用了 于是名人便对香菱说着 休息一下 然后咱们去草之国吧 咦 香菱表情一呆 疑惑地问道 不是雪之国吗 怎么是草之国 名人露出一丝微笑 当然是草之国了 第104章 对不起 大姐 想要获取九尾模式 就需要用透彻的本性 将九尾查克拉迅符 彻底为自己所用才行 而香菱刚刚也只是映射出了自己的本性 她现在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本性而活着 想要改变这个局面 有两种办法 第一 顺从本性 去草之国报仇 第二 本体改变本性 彻底放下 对草之国的仇恨 名人的选择 当然是第一种 因为比较简单 而且香菱 也不用受那么多折磨 就在名人打算 带着香菱开溜的时候 一道声音从远处响起 喂 你们两个 你们是谁啊 是什么时候上来的 名人朝他们看去 发现这几个人带着云影村的户额 这个地方是归岛 而归岛的位置是云影村掌握着的 名人和香菱不请自来 刚刚又弄出声响 看来是惊动了他们 香菱本来还在想着草之国 雪之国的事情 可瞧见有人过来 便担心地问着 名人 怎么办 不用担心 名人抬手 愤出一个影分身 对其说着 陪他们玩玩 影分身露出笑容 招云人们走去 而名人 则是带着香菱使用飞雷神之术离开 不多时 归岛上边传来爆炸的轰鸣声 香菱的本质 还是比较善良的 虽然她的经历 让她认清了现实 不会胜物 但被人发现 就灭口 这种事情 多少有点说不过去 名人 则是对香菱解释道 他们是云人 他们不是人 这样啊 香菱若有所思地说着 看来 名人和云人之间 貌似有什么仇恨 看来 自己对名人的了解 还是有点不够多 草之国 作为小型忍村 人数并不是很多 每天进出村子的人 都要进行登记 两道人影 出现在村口 被门卫拦下 你们俩站住 进去要登记一下的 还有 你们是来发布任务 雇佣忍者 还是其他事情 都要写清楚 名人拉着香菱停下脚步 看向门卫 门卫不耐烦地 冲着名人招招手 这人瞧见名人没反应 又看向香菱 他似乎是认出香菱来了 立马指着香菱大喊道 啊 是你那个忘恩负义的小畜生 你这个判人 你还敢回来 村子 好不容易培养了你 现在你就是这么报答村子的 我告诉你 你完蛋了 我现在就要去告诉首领 你等着吧 一会儿就让你知道什么叫 啊 定 名人收回 穿透对方头颅的金刚封锁 对香菱说着 走吧 香菱低着头 双拳紧握 他心中对这个村子有仇恨 但是长久以来都不敢表达出来 被压抑了那么久的情绪爆发 香菱的呼吸 开始急促起来 名人杀死了门卫 引起了慌乱 临近大门的值班忍者 不断冲过来 但是这些忍者的质量太低了 对于名人来说 这些人 与其说是忍者 不如说是经过训练的普通人 他们对查克拉的利用 实在是太粗糙了 不管来多少人 都是被秒杀犯 不多时 便有数十名忍者 惨死在门口 名人拉着香菱的手 一路朝村内走去 草之国发生了变故 忍村被袭击 忍者被屠杀殆尽 平民们撤出忍村 现场一片混乱 草之国大明府得知情况 只能派出武士维持秩序 常年与草之国交战的几个小忍村 也开始偷袭 在没有忍村的情况下 草之国撑不了多久 但这一切都和名人没有关系了 海面上 一艘前往雪之国的轮船 正在航行 名人没有使用飞雷神之术 直接跨越大海 而是选择和香菱 一起坐船 体验不同的生活 夜晚 船上的某个房间内 窗户外边 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里头 却是温暖的被窝 名人怀中拥着香香软软 正在熟睡的香菱 脑海中 正是思索未来的计划 先想办法提升香菱的实力 然后再在雪之国安家 顺带着 研究一下 真实瀑布的幻术 能不能被自己利用 要是能利用的话 名人 就能和任何查克拉 没有它多的人 五五开了 不 甚至是六四开 因为常言道 黑化强十倍 被真实瀑布幻术 映照出来的人 也是黑化的 除非那个人 本来就不黑 而如何获得幻术呢 那就不得不考虑到 自然能量的利用 也就是仙人模式 名人没有打算 靠自己的能力 去修行那个东西 毕竟有点麻烦 他打开系统 看着近些天 几乎停滞增长的战斗力 陷入了沉思 自己貌似 有点太堕落了 他的自制力 貌似有点差 毕竟不管是前世 还是今生 这还是他头一次 体验到那种 美妙的感觉 而且 相邻又很顺从 不管什么要求 都答应 再加上名人和相邻 都是漩涡一组 体力方面 也是非常离谱 那就更加堕落了 名人将目光 从战斗力上移开 在心中 被系统说着 系统 开始模拟 这一次 名人的目的是 仙人模式 看看能不能刷新出 合适的面板吧 丁宿主 消耗模拟机会 开始创建角色 角色姓氏 抽取完毕 山上 山下 山中 看着这一群姓氏 名人唇角 微微一抽 全部都是和山有关的 其中只有山中 也算有点名头 难道是自己 没有焚香的原因 幸好名人早有准备 这一次模拟 就算了 下一次 要先焚香再模拟 最后名人 获得了一个平平无奇的面板 获得了系统 平平无奇的评价 进行了一次 平平无奇的模拟 最终得分为三 获得三级体质增强 以及山中角色选择卡 虽然用处小 但名人开始 直接使用了 系统 选择山中一族的秘书 丁宿主 使用山中选择卡 获得秘书 新转身系列 脑海中多出 关于山中一族的秘书 名人 便迫不及待地 想试用一番 可是他不敢保证 是不是有副作用 要不然 名人打开神月星眼 然后附加上星转分身之术 成功入侵船上 某位船员的精神 然后名人 就被吓回来了 因为那个家伙 正在做运动 名人的精神力 归回本体的时候 立马就隐约听到 远处传来 一道凄惨的声音 啊 老公你怎么了 老公你说话啊 来人啊 我老公坏掉了 名人回想着那种 真实的感觉 顿时老脸一红 他心中默默说着 对不起了 大姐 第105章 焚香果然有用 但只有一点用 或许是因为 从小的经历 导致香灵 就算睡觉的时候 也会非常敏感 他听到一丝异响 便脱离了熟睡 嗯 香灵揉了揉眼睛 懦默地对名人问着 名人军 出什么事情了 咱们要不然快跑吧 名人抬手 摸摸他的脑袋 安心睡觉吧 没事的 等香灵再次睡着 名人便从系统空间 取出几根香点燃 随手一丢 精准无误地插在地板缝隙当中 看着那缓缓升起的白色烟雾 名人心中踏实不熟 如此想着 很好 现在已经焚香了 快点给我来个想要的属性吧 系统 开始模拟 丁宿主 消耗模拟机会 开始创建角色 角色姓氏抽取完毕 仓景 剥夺 三上 名人表情一呆 难道是因为自己 刚刚做了不好的事情 系统要惩罚自己 所以 专门挑选了这么几个著名的姓氏 不过好在 后面几个还挺正经 期间 也出了勉强能要的姓氏 系统 锁定齐木姓氏 之所以选这个 也是矮子里选高个 而且 再怎么说 齐木姓氏 也是从战国流传下来的 同样是木叶的首批元老级家族 最起码 在齐木说冒死之前 拥有不错的地位 和名誉 名人引导角色 学习仙术的时候 也能方便一丝丝 当然要是漩涡一族 和牵手一族的话 就简单多了 只可惜 一次模拟没有出 剩余的属性 也是名人 也尽可能选择合理的 很快就选完了属性 姓氏 齐木 天赋 日向宁刺 健康 与之波带土 智商 自来也 性格 牵手助奸 人际关系 齐木受冒任务失败前 颜值 勾举史仓 爱好 大蛇丸 擅长 小礼 系统评价 你是齐木一族 你拥有不错的天分 你的智商 忽高忽低 你温厚 博爱 深思熟虑 你受人尊敬 你是个小正态 你喜欢研究忍术 你比较擅长努力 这个面板 还挺不错 擅长努力 兴趣是忍术 天分也是不错 这样动机 努力 天赋都有了 再选择好的出生点 和时间段 经过名人的引导 八成能获得仙人模式 就是宁次的天赋 有点虚 不知道 能不能修炼成功 而仙人模式 目前有三种 名人则开始在脑海中 思索起来 要学哪一种呢 龙地洞的仙人模式 貌似是改变样貌越多 就越完美 象成龙兜的那种仙人模式 应该是万中无一的了 并且到了伯仁传里 都作为孤儿院院长 模样却还是一副 蛇的样子 那就有点吓人了 他漩涡名人 是要撩妹的 不能这么吓人 而且 龙地洞的仙人模式 看起来很强 但是有很大的 地形限制 到了疾风传后期 甚至伯仁传里 大家都在天空打架 龙地洞那个 无击转生没多大用处了 嘟 其次就是妙目山仙人模式 开启仙人模式 样貌改变少 而且帅 平时也不会一直显现 并且能够使用 自然查克拉 转化为仙术查克拉 忍术 幻术 体术 得到大幅度提升 是比较全面 以及副作用小的仙人模式 但是 学习的难度 有点高 毕竟自来也那个家伙 你要是他天赋不行 那就是有点牵强的 就算是自来也 也只是通过两大蛤蟆 仙人才施展的仙人模式 名人模拟的这个角色 天赋是宁刺 说实话 名人有点怀疑宁刺 要是他自己的话 名人还挺自信的 毕竟是原著中的主角嘛 至于另外一个 会妙目山仙人模式的人 波风水门 他的天赋 就更不用多说了 要说宁刺的天赋 强不强 可以说强 毕竟是前期十二小强里 比较强大的存在 作为分家 在出身不好的情况下 还能自行领悟 任向一族体术傲义 可见宁刺的天分不错 但是 波风水门 和宁刺的天赋 谁更强 那只能是说 毫无争议了 而剩下的一个 就是尸骨灵了 印象中貌似 只有牵手铸间的仙术 属于尸骨灵 刚守则没有学会仙术 只根据仙人模式 开发了一个百毫 尸骨灵的仙术表现 就是瞳孔颜色 和面部的条纹 和妙目山一样 尸骨灵的仙人模式 可以提升三种树的威力 但在此基础上 还能加速自身的 查克拉恢复 伤势恢复 绝对是最最全面的 仙人模式了 要是仙人模式 再加上百毫之术 那就更完美了 只不过原著中 被尸骨灵的仙人模式 描述并不多 而且名人不知道 学习难度如何 不过很强 最终 名人做出了决定 排除龙地洞 首选尸骨灵 不行的话 就试试妙目山 而想要学习尸骨灵线术 就需要 找个不错的时间点 最起码 能够接触到 牵手助奸 和刚手才行 最后 名人定在第一次 忍戒大战前 第一次忍戒大战 也就是牵手飞奸 作为老师 而原飞日展那几个人 是小辈的时代 而第一次忍戒大战前 就是木叶建立 以及第一次忍戒大战中间 这一段时间 牵手助奸还活着 与之波班 还没有离开村子 忍者学校 也刚刚被牵手飞奸搞起来 地点当然是木叶村 这点毫无争议 开始磨捏 你出生于齐木一族 从小接触刀术 糟糕 我怎么忘记了呀 齐木一族 虽然也是名门 但他们的人 都是玩刀的 这种情况下 就算引起牵手助奸的注意 也不太可能败师了吧 算了 继续看看吧 毕竟这个角色的兴趣 是忍术 而不是刀术 三岁 你开始在父亲的安排下 学习刀术 四岁 由于你的天分出众 在家族中备受关注 六岁 你被送到忍者学校 结识了原飞日展 水护门延 转请小春 至村团藏 秋道曲风 与至波镜 古剑 实战演习中 你开始接触忍术 并对忍术 爆发出无可遏制的兴趣和欲望 但碍于家族的传统 你非常纠结 不知道 是否要认真接触忍术 您的选择是 机会来了 直接开始学习忍术 然后做大做强 引起助奸注意 拜师助剑 等开始学习仙人模式 然后我本次模拟的目的 就达成了 第106章 学会仙术 决定做三代火影 你展现出 对忍术的兴趣 开始学习忍术 并很快小有成就 三身术 以及一些低阶忍术 都被你学会 你的忍术天分 被父亲发现 他为你找来不少 忍术卷种 咦 这个挺不错的嘛 看来奇目一族 已经不是战国时期的那种 纯武士家族了 而是开始 向忍者转化的 牵手飞肩 为了提高忍者学员们的 实战能力 决定举办实战演习 你在实战演习中 表现出色 忍术 体术都非常优异 甚至还能抵挡 与之波异族的幻术 真离谱啊 不愧是传说中 木叶双超影的时代 六岁的小娃娃 去参加实战 还遇到血轮眼 作为对手 这种事情 在如今的木叶 几乎不会存在 而六岁的小孩子 刚刚脱离了 玩泥巴的程度 时间过得很快 你即将从忍者学校毕业 你遇到转情小春的表白 您的选择是 卧槽 啥情况 那个老不死的嗨嗨 他居然表白我的角色 名人有些惊讶地说着 心中有种不一样的体验 但是 接受呢 还是拒绝呢 万一角色和他一样 沉迷女色怎么办 现在的名人 已经了解到什么叫做英雄中 作为拥有漩涡一族 和牵手一族 双层血脉 叠加的人 名人还拥有 被系统提升过 不知道多少次的体质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 名人的腿 都有点发软 算了 直接拒绝吧 反正又不是我的人生 管他脸 当个工具人 学仙术才是要紧的 拒绝 你拒绝了转情小春的表白 这引起转情小春的恼怒 他袭击了你 你大意了 根本没有预料到同伴 会袭击你 于是你被摁 在墙角狂青了两个小时 名人 名人 六 你找到机会 将转情小春 暴走了一顿 名人 名人 六百六十六 早知道颜值 不选那个小正太了 现在 遇到这个麻烦事 不过 貌似已经平息了 牵手飞奸为了巩固 各大忍族的村子概念 于是便决定收徒 而你则是因为天分 被牵手飞奸看中 牵手飞奸决定 收你为徒 你的决定是 牵手飞奸 这剧情不对吧 我是要拜师大柱子的 大柱子是柱间 二柱子的左柱 俩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甚至没有见过面 但却拥有 几乎相同的外号 怎么办呢 直接问问飞奸吧 看看能不能拜师柱间 然后学仙术 你表示自己崇拜牵手柱间 想要拜师牵手柱间 牵手飞奸 却说柱间不靠谱 而且柱间 根本不会知道弟子 你的回答是 则大柱子 的确不靠谱 但给我学个仙术 还是有门路的吧 你坚持自己的想法 牵手飞奸 为了不让你 失去提升实力的机会 便将你引荐给牵手柱间 牵手柱间 说自己只会目盾忍术 想要拜他为师 关键的来了 不过这大柱子说的对啊 牵手柱间 是那种使用查克拉 压制对手的人 大规模杀伤性 忍术下去 任何计谋 都显得苍白无力了 直接表明 对仙术有兴趣 你说自己想学习仙术 于是牵手柱间 将你带到尸骨灵 并推荐给了阔余仙人 OK 这下任务 就完成了 能不能获得仙术 就看这名角色的机缘了 你开始学习仙术 但遇到了困难 但你没有放弃 一直住在尸骨灵 三年后 你学成归来 并可以施展出仙术了 目的达成 接下来就能选仙术了 但不着急模拟结束 因为角色 越强获得的体质增幅 也就越高 你被原飞日展 至村团藏 转请小春挑战 但他们 都被你使用仙术击败 你结识了幼年期的刚手 是个喜欢钱的小富婆 胖嘟嘟的很可爱 但你 将他惹哭了 你被悬我水户 教训了一顿 名人 刚手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吗 真想看看他小时候的样子 宇治波班离开村子 千手驻坚 寻找宇治波班 终末之谷大战爆发 宇治波班假死 千手驻坚 重伤归来 数日后死亡 因为宇治波班 和千手驻坚 相继离世 人界陷入动荡期 千手飞坚 继任火影 你上了战场 开始与各国的忍者作战 很快取得不错的战绩 为了平息战火 千手飞坚 召开五影会谈 商定利益分配 以及和平 战争的问题 会谈没有起到效果 不了了之 千手飞坚 让出部分利益 和第二代雷影结盟 你也被带去 参加结盟仪式 同行的人有 千手飞坚 原飞御斩 水护门炎 转秦小春 至村团藏 秋道取风 与至波境 在结盟仪式上 金角 银角发动正变 使用六道忍锯 和九尾查克拉之力 袭击了第二代雷影 千手飞坚 导致雷影 火影重伤 千手飞坚 带着部下撤退 却被金角部队追击 在关键时刻 千手飞坚 分析了局势 说明需要有人 留下阻拦敌人 剩余的人才能存活 你也在其中 你的选择是 要留下来吗 不过这貌似 是飞坚的考验吧 这角色 以后想更强的话 就需要有十拳才行 嗯 那就直接说自己愿意吧 反应这样 也符合角色的性格 你当场表示自己 可以留下来阻拦敌人 这个举动 将团藏看待了 而元飞日展 则是有些惊讶你的决心 转情小春 则是表示愿意 跟着你一起留下 明人 我去 这娘的貌似 是真的喜欢小正太啊 千手飞坚 没有让你和转情小春留下 不过他认为 转情小春 之所以愿意留下 不是因为同伴 而是为了你 所以千手飞坚 没有在意转情小春 而是当场将你 立为第三代火影 看到这里 明人心中 想起三代火影元飞日 展在原著中 做过的事情 他决定 依靠角色的能力 选择和原飞相反的路 看看木叶 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第107章 解决问题 蒸蒸日上 在飞坚的掩护下 你和同伴保住了性命 由于你拥有很高的名望 许多人也愿意支持你 加上千手飞坚的命令 你成为了第三代火影 你对于飞坚的 感到非常痛心 对战争 也诞生出排斥的念头 于是你决定 加快战争的结束 你召开五影会谈 并商议战争的问题 由于连年征战 各大忍村实际上 已经苦不堪言 加上你是和千手驻坚 一样拥有先术的高手 于是你的提议 被三位忍村领头人同意 云影村失去了雷影 前来参加五影会谈的代表 也不得不同意 你结束了战争 开始秉承千手驻坚的理念 发展木叶村 你设立原飞日展为暗部部长 至村团藏认为 你执行的千手驻坚理念 过于仁慈 于是向你请求建立根部 打算为村子 谋取暗中的养分 你的选择是 团藏老狗 木叶落魄的原因 的确有原飞日展的责任 但这团藏老狗 是真的最大蛀虫 当然是不同意的 不过根部貌似 必须存在 要不然村子 也无法获取更多的利益 那么选谁 担任根部首领呢 名人有些犹豫 根部首领的权力巨大 并且拥有自属部队 几乎等同于 木叶村的暗影了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人选 名人宁可 不要暗中的养分 毕竟 如果根部首领不靠谱 那些养分 就只会集中在根部 而无法回馈到村子里 名人想了一下 觉得转秦小春 是个不错的人选 这个角色念旧 而且是集团主义 同时对名人 正在模拟的这名角色 很喜爱 要是让他担任根部首领 能够放心不少 至于能力方面 当然是不如团藏 原飞这俩 但能被飞奸选中 自然也不会差太多 你听从至村团藏的建议 设立了根部 任命转秦小春为根部首领 团藏因此记恨在心 由于你的政策 吸引了不少在忍戒流浪的 血迹献戒忍者 加入牧业 二十年后 由于各大国的地理环境原因 各自发展的速度不相同 人口不均匀 又出现利益问题 第二次忍戒大战爆发 原飞日展的三个徒弟加入战场 最终成为民阵忍戒的三忍 而你因为出色的领导能力和信念 被称为忍戒忍雄 第二次忍戒大战结束 与制波一族功绩颇高 名望强盛 气焰逐渐嚣张 这引起牧业村内其他忍族不满 团藏再次出现 提醒你非奸留下的理念 想要你将与制波一族边缘化 否则将会加剧他们 和其他忍族之间的仇恨 你的选择是 这与制波一族的确骄傲自大 鼻孔看人人缘不好 也理所应当 和与制波一族 一个臭脾气的 还有日香一族 都是比较棘手的 名人想了几分钟 最终做出了决定 你将牧业村分为三个区域 每个区域的地形 都像是三角形 尖端处指向牧业中心 这样就能让每个区域 都能覆盖到牧业村的外 中 内部 然后你将最小的一块区域 分配给宇制波一族 中等的区域 分配给日香一族 和其他忍族 占比接近90%的区域 划分为无血迹县界忍者的区域 希望以分区的方式 将拥有矛盾的忍族和平民们隔开 用时间的力量消除怨念 你的计划很成功 忍族和忍族之间 隔着大片的区域 在牧业几乎见不着面 他们之间的仇恨果然降低 摩擦减少 但这也加剧了忍族忍者们 对忍族的归属感 削减了血迹县界忍者 对村子的归属感 名人看着这个结果 顿时眉头一皱 问题虽然解决了 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要是真让这些忍村各自为战 不去相互配合的话 战争时期的战斗力将会削减 而且 他们对村子的归属感 由血迹县界忍族领导的小村子 怎么办呢 有了 让他们意识到 特权是村子给他们的 而且还要 稍微加强一下 各个忍族之间的接触 最终 明人制定了一个方案 你为了加强忍族和村子的关系 适当地将忍族小辈 分配到一支小队 并由牵手飞尖的弟子们分开教导 以求消除小辈之间的隔阂和仇怨 同时 你设立贡献机制 忍族和个人 想要获得更好的资源 就需要做出对村子有贡献的事情 或者完成任务 以此加强忍者们对村子的概念 数年后 由于各大忍族内的 小辈之间的关系缓和 一定程度影响了各大忍族 同时贡献机制 也加强了忍族忍者对村子的概念 由于忍族忍者日益增强的权益 这疏远了忍族忍者 和平民忍者之间的距离 同时偶尔掀起一些麻烦 但都是以忍族忍者 获胜为结束 不行啊 这样的话 不就是分为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了吗 但要让他们相信相爱有点不现实 不如加强一下平民的权益吧 那要隔加强呢 让我想想 你为了消除平民埋藏在内心的仇恨 便设立了战区机制 居住在某个地方的人者 全部被划分为一个战区 这个战区 由最具名望和实力的人者担任代表 战区拥有和忍族一样的贡献系统 平民忍者享受到了忍族忍者同等的权益 平民忍者和忍族忍者之间的仇恨消退 看来要管理好一个村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也难怪原著中的名人当上了火影 累成了那个狗样 不过这个问题和之前的问题类似 名人也没有多想就找到解决方案 为了拉近忍族和平民之间的距离 你又从小辈下手将忍族的小辈们打散 以分班的名义将他们融入平民忍者的小队当中 并由正统的平民上忍指导 名人做出这个决定后便等待着结果 现在平民和忍族之间的仇恨没有了 那些平民上忍没有理由排斥忍族的小辈 如果计划成功 那么忍族和平民之间的距离将会缩短 同时等小辈长大 便会影响各自忍族和平民内的思想 这样也更能让忍族和平民相互理解 第108章 金色小娇七 齐木硕帽拯救同伴放弃任务 使村子某项任务失败 村内流言四起 你的应对势 不行 这家伙可是个高手 千万别自杀啊 名人有些激动起来 连忙做出响应 齐木硕帽的事情 不知道是谁在暗中搞鬼 这才导致他的任务失败 造成的影响非常大 既然不知道是谁搞鬼 那就肯定是团藏没错了 不过现在 先将齐木硕帽安抚一下才行 你下达公告 专程表扬齐木硕帽 说他的行为 才符合牧业村的火之意志 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能放弃同伴 宁愿背负骂名 也要拯救同伴 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事情 甚至是你作为三代火影 还亲自跑去为齐木硕帽定制了奖章 齐木硕帽事件结束 时间飞逝 你正关注着村子内的各种情况 第三代封影被杀 沉浸已久的忍戒开始动荡 第三次忍戒大战爆发 各大忍村以各种理由开始针对木硕 你带领无比团结的木硕进行抵抗 并成功逼迫四大忍村签订了停战协议 木硕村收益极大 获得爆炸性的平民数量增长 村子的任务收益翻了七倍 大明府开始猜忌木硕村 你的选择是 大明府 不就是那种没本事还有钱 还喜欢多管闲事的家伙的吗 名人稍微想了一下 便做出决定 你带领木硕脱离了大明府 大明府不再承认 木硕村为火之国武装势力 大明府想要重新建立忍村 但却没有忍者愿意和木硕村对抗 大明府只有武士 不敢和木硕村对抗 于是向木硕村求和 你的选择是 泽泽 现在来求和 那就想办法控制大明府 这样就能掌控整个火之国了 你发动木硕村内武力 控制了大明府 掌控了火之国 获得无数资金 其他忍村开始效仿木硕 世界格局再次更新 大明府消失 忍村成为极权地 尹的权力再次提升 达到有史以来最强 大蛇丸做人体实验 被袁飞日展发现 袁飞日展抓住大蛇丸 带到你面前 你的选择是 这条蛇还是被抓了 不过它的人体实验 貌似也有点东西 不如 你对大蛇丸下了 火体实验的限制 以此为条件 大蛇丸很乐意摆脱罪名 并留在木硕 看来木硕越来越好了 到了现在 木硕没有经历 大蛇丸叛逃 奇目说冒没有自杀 而且 各大忍族也是人才济济 村子内部颇为和谐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 估计能单独对抗 小组织了都 看着木硕的发展 名人内心中某种情绪 莫名地被安抚了 看来袁飞日展真的有错 而且最大的过错 就是不作为 并且袁飞日展被团葬影响 变得很耽 这才导致木硕内部的人才 一点点消失 到了九尾之乱 木硕内部已经千疮百孔 九尾之后 宇之波一族没了 木硕实力来到史低 现在宇之波一族被名人安抚 忍族和忍族之间的关系 由仇恨和抵制 变成了贡献值的良性竞争 忍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 也几乎没有 你老了 产生退休的念头 你的选择是 退休吗 嗯 那就退休吧 反正村子里有波峰水门 他应该能够独当一面 并将村子经营下去 而且担任火影 貌似对实力有影响 火影这个职务虽然拉风 但是却非常忙 各种事情都要找办法 自身实力几乎停滞不前 所以 担任火影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好处了 而我已经证明了 原非日展的错误 这就够了 名人如此想着 便在模拟当中 辞退了火影的位置 你选定了几名火影人选 并发起投票 最终波峰水门 以压倒性的优势取胜 波峰水门成为第四代火影 你过上了养老的生活 你被团藏暗中招募的部下袭击 由于你常年劳累 且不注重实力提升 你的实力下降 导致你被偷袭成功 你死了 但团藏的事情败露 团藏被愤怒的牧业忍者处死 模拟结束 模拟评价 操劳的一生 为了当好火影 整日劳累 就连结婚的时候都没有 最后却被老六偷袭而死 并不壮烈 但功绩极高 系统评级 6 获得奖励 6级体质增强 获得奖励选择卡 齐木 看着忽然结束的模拟 名人有点猛逼 他还等着看木叶强盛之后 对抗小组织呢 妈的 这个傻逼团藏 不就是没让他当根部首领吗 值得记几十年 然后偷袭自己 卧槽 这个傻逼简直离谱啊 要不是模拟当中自由度不够 名人高低得处理掉这老杂毛 不过 名人对这次模拟 已经没有遗憾了 而且 角色的寿命极长 就算担任之后 没有时间训练 但对仙人模式的使用时间 已经超越了目前 忍戒一致的任何一个人 对仙人模式的理解 也达到了顶峰 这角色正是名人想要的 获得奖励后 名人毫不犹豫地 使用掉选择卡 丁尼使用奖励选择卡齐木 获得仙人模式 尸骨灵形态 一股股记忆 融入名人脑海当中 仙人模式非常奇妙 它在忍者世界的强度非常高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仙人模式和尾兽模式不冲突 也就是说 名人可以一边使用仙人模式 一边使用九尾查克拉模式 这样双重叠加之下 岂不就是仙湖模式 再加上超清炎之术 雷顿铠甲 妥妥的buff怪 不过 名人想要仙人模式的真正原因 是研究真实瀑布的幻术 四日中午 名人何湘灵才从房间出来 虽然这里是客船 人多眼杂 但此时的名人 已经不惧怕暴露了 因为不管是谁 貌似都无法拿名人怎么样 于是 名人一边指导履行本心后的湘灵 如何进入九尾查克拉模式 一边开始研究 施古灵的仙人模式 以及真实瀑布的幻术 事情虽然多 但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湘灵成功进入了九尾查克拉模式 从小胶七变成了金色的小胶七 要说有什么区别 那就是抱在怀里更软乎 更暖和了 虽然由于小九尾的查克拉很少 所以维持的时间不长 但这也足够湘灵应对大多数事故了 而名人也研究出了一点东西 第109章 方式 客船甲板上 只有名人和湘灵两人 因为其他人 都被这俩人弄出来的动静吓住了 全部躲在其他地方 而名人则是盘膝静心 凝结自然查克拉 然后将它们在自己体内 转化为仙树查克拉 虽然在名人的记忆中 他对仙人模式非常熟悉 但这还是名人第一次进入仙人 过了一会儿 名人凝聚完成 他缓缓睁开双目 瞳孔的颜色变成了橙色 眼部四周也出现黑色条纹 感知着体内强大的自然能量 名人心中有些惊讶 只是因为 仙树的强度 居然还在尾兽查克拉之上 名人体内的九喇嘛 拥有3.5只鱼 寻常完整九尾的查克拉 它的查克拉强度 自然也发生了质变 但名人此时所掌控的仙树查克拉 强度居然比单只九尾的查克拉 还要强横 难怪 牵手驻间 能够凭借这种仙树 和庞大的查克拉 轻易压制九尾 不对 貌似这儿八经会仙树模式的人者 几乎没有怕尾兽的 当然 大蛇丸搞出来的那些 骤印不算 骤印虽然也是使用的自然能量 但和仙树比起来 就有点粗糙了 名人进入仙人模式后 抬起手开始结印 他根据记忆当中 真实瀑布内查克拉的运转模式 然后利用手印 控制体内查克拉 仿照出真实瀑布的情形 有效果了 名人内心中感知到 查克拉起了忍术的变化 他双手 截出新转身之术的手势 对准躲在角落里观看的某位船员 这可将那名船员吓了一跳 连忙求饶 然后转头就跑 而名人的面前 则是由虚到时 出现一位和那名船员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但是他的表情 显然更为阴暗 成功了 香菱在一旁 也是好奇地看着 实际上他不明白 为什么名人会执着于 真实瀑布的幻术 但现在见到成品 香菱却瞬间察觉到 这个幻术的强大之处 只要名人有足够的查克拉 那么不管名人面对 如何强大的敌人 他都能够使用这个幻术 幻化出等同于 敌人战力的黑化模式 如果能找到办法 控制幻术出的幻体 那么对战名人的敌人 将会面对一个 黑化版本的自己 而最主要的是 就算名人面对强大的敌人 也照样能够 将双方的战力强行持平 这简直太恐怖了 因为这样的话 敌人面对名人 就会非常被动 毕竟不管你多么强大 名人都能够幻化出 和你一样强大的幻体 再加上名人的本体 这还怎么打 但目前有个问题 那就是被名人幻化出来的幻体 貌似不听名人的命令 这也对 因为真实瀑布 不是一个生命 它之所以能够有这个幻术 也是自然 查克拉刚刚好达到了 某种运转的模式 所以才凑巧 有了真实瀑布的存在 可以说 是真实瀑布 创造了这个幻术 但是真实瀑布不是忍者 它创造幻术的时候 不会考虑到战斗方面 那名船员的黑化 本性出现之后 便开始大声抱怨起来 发泄着被压迫时 产生的暗黑行李 名人施术成功 便已经满足了 他切断对幻体的查克拉供应 对方果然很快消散了 这个相邻走了过来 对名人说着 这个幻术很强 因为能够复制敌人的本性 但是无法控制 不能为己所用呀 嗯 名人表情认真 一边思索一边说着 或许能够用一些办法 来控制本召唤出的本性 如何控制召唤出的幻体呢 名人脑海中 在原著中 回想着相关的记忆 貌似只有绘图转生 被绘图转生出来的忍者们 如果不是施术者乐意 那么他们 无法自己行动 但是这样的话 岂不是就非常被动吗 名人还需要分心 去控制敌人的幻体 这样战斗的话 就会有些应接不暇了 难道要分出隐分身 让隐分身控制幻体 自己的本体去战斗 不 也不行 隐分身实在是太脆弱了 被人一碰就会消散 到时候 这个数就会有隐分身 这么大一个缺点 而且本性坚定的人者 一旦脱离了隐分身的控制 甚至可能回过头来 对付名人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不能用隐分身 那么出发点就错了 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幻体自动战斗 自动索敌呢 对了 名人脑海中 想起原著中大蛇丸施展的 绘图转生 那个时候的绘图转生 也只是被大蛇丸一个改良了一下 和兜的绘图转生 当然没得比 但是大蛇丸控制的绘图转生者 可是历代火影 而为了控制火影们 大蛇丸给火影们的绘图转生里 放了一些咒印 以此加强对绘图转生的控制 或许名人可以依靠这个方式 从而改变幻体的意志 然后让幻体为己所用 要不要找大蛇丸谈谈 毕竟这个树印在大蛇丸手里 就是现成的 而名人本身的确有天赋 但想将那个东西研究出来 保守估计也得两三年 更不用还要修修改改 以达到名人需要的目的了 而问题是 大蛇丸是个不好相遇的人 不 也不能这么说 只是说大蛇丸不是个正常人 而且 就算见到大蛇丸 就算大蛇丸全力配合 名人也需要对那个树印 进行修修改改才行 要不然 让模拟角色去研究 对于模拟角色来说 他们的一生 也只是名人的几分钟罢了 如果名人能够随机到不错的属性 然后引导模拟角色 前往真实瀑布 就能让模拟角色 在模拟的世界里 开发出名人所需要的树印 然后等模拟结束 名人便能够选择 直接获取模拟角色一生的成果 而且 不用去找大蛇丸 不用再根据大蛇丸的树印 继续改进 嗯 就这样吧 名人觉得这个幻术还是挺强的 所以并不打算放弃 于是 在前往雪之国的船上 名人又开始继续模拟 不过脸 名人这次在模拟之前 便已经焚香了 伴随着模拟的进行 名人越来越觉得不对劲起来 他原本还剩下六次模拟机会 这么一会儿功夫下来 消耗掉两次 其中一次 运气实在太差 角色实在是过于平庸 第二次出生后 是漩涡一族 然后不出意外地 被抓去当九尾人助力了 第110章 春夜英 想死我了 丁系统任务完成 模拟机会加一 丁系统任务发布 战斗力提升到20万 奖励 模拟机会加三 经过两次模拟 名人的战斗力任务终于完成了 第三次模拟 名人的运气不错 这名角色拥有牵手血脉 可以接触牵手一族 然后伺机学习仙术 学会仙术后 就能引导他去真实瀑布 而且最最主要的是 爱好的属性是大蛇丸 爱好 也可以说是影响 模拟角色行为的 一大重要属性了 第三开始模拟属性选定后 名人直接开始模拟 过程和名人预想的一样顺利 出生在牵手驻间 还在的那个年代 然后接触牵手驻间 契约了阔鱼 学会了仙术 随后在名人全力引导下 模拟角色来到真实瀑布 察觉到真实瀑布的幻术 成功访 找出真实瀑布的幻术 最后的操作就简单了 只需要托管 让角色自行去研究 而名人 只需要等结果就行了 模拟的条条框框 不断出现在名人面前 想要控制 被真实瀑布幻术 召唤出来的本性幻体 难度比名人想象中还要巨大 这名天赋 是奇目卡卡西的模拟角色 居然花费了整整16年的时间 才成功地用一种 非常繁琐的树印 控制了真实瀑布 召唤出来的幻体 然后呢 这个树 就被列为了禁术 并且创造出这个树的角色 也因为被发现 进行人体实验 直接被三代火影关了起来 但因为一辈子都在研究术 自身的实战经验不是很多 然后在木叶监狱里 被雷神 风神这哥俩 一套带走了 对于这个悲惨的结局 名人没有丝毫心疼 因为他已经获得了想要的东西 但有一点 是名人比较在意的 那就是 这个方法 实在是太残忍和邪恶 以及阴暗了 模拟中的角色 将死者的灵魂控制住 然后以绘图转生的 强制控制模式 命令别人的灵魂 进入真实瀑布召唤的幻体当中 然后模拟角色 控制别人的灵魂 继而达到控制幻体的效果 这么做的好处 和绘图转生 有本质上的区别 比如 绘图转生的施术者 想要控制绘图转生者 就需要自行 对绘图转生的肢体进行控制 但灵魂进入幻体不同 施术者可以对灵魂直接下令 这就等于 控制绘图转生的人 需要施术者 不断像摆弄傀儡一样 名人选择完奖励后 脑海中便多出一些相关的记忆来 正好即将前往雪之国 而雪之国内 有一些小卡拉米 名人正好可以拿他们的灵魂 来当傀儡 是的 名人没有放弃这个树的打算 虽然树比较邪恶 但名人可以只控制邪恶的灵魂 这种虽然显得名人伪善 但名人 自己不觉得自己邪恶就行了 至于别人如何想 名人也管不着 获得了不错的树 名人的心情不错 此时 香菱正在修炼九尾查克拉模式 虽然本心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但是 香菱对九尾查克拉的转化速度 还是有点慢 她并不能像名人一样 直接将九尾的查克拉 转化为自己的查克拉 还在熟悉那个过程 但只练过程而不实战的话 对实力的提升还是有点小 于是 名人便走过去对香菱说着 香菱 你进入九尾模式后 直接对我发起攻击 这香菱有些犹豫 真的吗 名人 我感觉 我进入九尾模式后 能够一拳打死一头牛 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 名人则是笑了笑 放心吧 不会有危险的 而且 你掌握的数太少了 接下来 我会对你进行特训 香菱知道名人很强 听后也是欣然接受 我会认真对待的 毕竟我越强大 名人也就越放心吗 雪之国 常年都是一幅雪景 两艘船停靠在岸边 其中一艘 是某剧组的船 另外一艘是客船 上面的客人正 慌不择路地冲下船去 因为名人和香菱太可怕 太古怪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远离忍者 永远都是提高 生存概率的最佳方案 甲板之上 名人看着那些 畏惧自己的船员 有些无奈地摇头 不过他也没在意 毕竟 如果换位思考 名人也会迅速逃跑 抵达了雪之国 名人看了一眼 这幅冰天雪地的美景 开口说着 初看的话真不错 不过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 就有些残酷了 香菱加了一句 名人点点头 然后和香菱一同下了船 之后名人就瞧见 距离客船没多远 还有另外一艘船 那艘船比较少 船上还站着一个 名人熟悉的身影 这要巧 名人拉着香菱走了过去 喂柱子 那个老色胚怎么样 是不是很强 名人冲着船上的左柱问着 听见名人的声音 左柱瞬间回过头去 只见名人拉着一个小姑娘 然后直接跳到船上 名人 左柱惊喜起来 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名人看了一眼现场 发现这就是原著中 雪之国剧情内的剧组 他和香菱的出现 引起了剧组的注意 其中一个水手 对名人和香菱说着 那个虽然你们是忍者 但这是私人传之 你们还是不要靠近的吧 这话说得非常客气 毕竟是面对忍者 要是惹对方不痛快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左柱立马对这名水手说着 不用担心 名人也是我们的人 好吧 那我就先走了 水手也很识趣 毕竟只是打工的 没有必要这么认真 而且还是在容易 得罪忍者的问题上 而后 负责在外站岗的左柱 便将同行的伙伴叫了出来 船舱内的春夜英 一听左柱说 名人来了 登登登的就跑了出来 名人军春夜英冲出来 一眼瞧见 正向自己打招呼的名人 顿时 春夜英内心中 生起一丝委屈来 名人真的是很无情啊 居然这么久都不回来 就算不想他 难道也不想出田吗 我 春夜英飞速跑了过来 冲着名人来了个飞扑 名人想死我了 这次名人没有推开 而是将他抱住 但没想到 他得寸进尺 居然凑到名人唇边 春夜英难难地说着 快让我轻轻 名人 就在此时 又从船内走出两名白发忍者 奇目卡卡西 和自来也 则 这剧组真走运 居然能让自来也 亲自过来 给他们保驾护航 众人相见 正在聊天的时候 一道不和谐的清脆声音 从屋内传来 你们这些忍者 为什么要这么吵啊 不知道我昨天睡得晚吗 第111章 居大林小 听着房间内传出的声音 春夜英单手扶额 无奈地说着 这是我们的雇主之一 是个刁蛮的家伙 有时候真的好烦人 名人当然知道 这个叫风花小雪的公主 他并未在意 本次来 只是为了给香菱 找几个练手的敌人 顺便收集一点 邪恶之人的灵魂 然后在雪之国安家罢了 雪之国的环境 并不是很好 但科技方面还算不错 而且地理位置偏僻 几乎没有什么忍者造访 算是比较安静的地方 自来也出来之后 瞧见名人后 心中微微一惊 因为他从名人身上 感知到一股 无法形容的感觉 就好像是 当初面对半藏一样 难怪 这个家伙不愿意 成为他的弟子 拥有如此神秘 强大的实力 换做自来也自己的话 当然也不会选择 和一个老头子 玩过家家 另外一个白毛 当然是卡卡西 卡卡西依旧是死于眼 抬手对名人打招呼 然后懒惰地问道 名人 你是打算回牧业了吗 春夜音也是紧张起来 他拉住名人的手 认真地说着 对呀名人 你赶快回来吧 你没在的话 牧业很无聊的 名人却是摇摇头 不 暂时没有这个想法 哦卡卡西知道 自己无法改变名人的想法 也无法强行 将名人带回去 所以 只是哦了一声 便没了回应 春夜音 则是有些失望 不过他很快注意到 和自己一样 紧紧拉着名人的相邻 是那个被名人救过的 红发女子 春夜音歪着脑袋 朝香菱看了过去 瞬间就发现 不一样之处 你是那个中人考试 出现的红头发的香菱 春夜音惊叹地走了过去 上下打量着香菱 香菱有些不知所措 毕竟她和春夜音 貌似不是很熟悉 于是 香菱便点点头 是我 咱们见过面 意思就是 咱们关系还不到位 也只是见不过而已 你别靠这么近啊 但春夜音 却似乎没有意识到香菱的意思 而是瞪大双目盯着她 那滑嫩洁净的肌肤 貌似比上次见到的时候 好了不止一点 春夜音伸出一根手指 点在香菱的面颊上 只觉得对方的皮肤真的很好 白折 细腻 几乎看不到毛孔 而且软乎乎的 手感非常好 但春夜音这个动作 可把香菱吓住了 香菱后退两步 表情惊悚地看着春夜音 试探地问着 你你要干嘛 春夜音摸着下巴 狐一地盯着香菱 我记得你的皮肤 没有这么好啊 你最近是不是用了 什么好的产品 什么好的产品 香菱也非常疑惑 春夜音激动起来 你不要装了 我都已经知道了 上次你的皮肤 还没有这么好呢 好姐姐 分享给我吗 让我也用一下 最后 她居然向香菱 开始撒娇起来 香菱则是更为疑惑了 我的确没有用什么产品 春夜音见她这样 还以为她是真傻呢 于是便寻寻善诱地询问 就是你最近往脸上 涂过什么东西 我往脸上涂过什么东西 香菱柳眉清楚 露出思考之色 过了一会儿 香菱的目光 头向一旁无所事事 正和佐助聊天的名人 随后 她面颊微微一红 轻轻别过脸去 这一幕非常诡异 把春夜音都看呆了 春夜音 一向都非常污的春夜音 几乎瞬间就察觉到要素 她震怒地指着香菱 你你你 你居然 你居然敢对名人那个样子 什么叫敢对名人那个样子 香菱也有些恼羞地说着 我们是同流合乌 布郎被围奸 呸也不对 我们是两相情愿的 那你 春夜音抬起双爪抱着脑袋 表情崩溃地说着 你们怎么能那个样子呢 我是说 明明我比你先来啊 香菱微微摇头 或许名人君根本就不喜欢你呢 这个问题非常敏感 春夜音瞬间被激怒了 你说什么 你胡说 我可是名人君的秘书 我们一起创立过公司 我们一起赚过钱 那个时候 你还没见过名人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有事秘书做 没事做秘 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嚣张 春夜音到了关键时刻停了下来 因为她说的这种事情 是伪造的 而香菱也是有脾气的 再三地被春夜音怀疑和排挤 她心里也不舒服 于是香菱轻哼一声 双手抱胸挺直腰板 居大灵小地望着春夜音 春夜音破防了 你这个可恶的女人 你不要得意 名人怎么可能会喜欢你这种 性格恶劣的家伙呢 哦 香菱不屑地注视着春夜音 带着疑问反驳道 你是指 我在一天之内 成功诱惑名人十八次的事情 有些恶劣吗 什么 春夜音大惊失色 想象力丰富的她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 才能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但香菱依旧没有停止攻势 香菱走了过去 和春夜音挨得很近很近 脚尖对着脚尖 而两人身前之物相互碰撞的位置 居然像春夜音那边 偏离了整整一半 春夜音察觉到这个 羞愤地紧紧握起拳头 香菱插着腰 唇脚勾起一丝弧度 具傲地表示 哼 高下立判 那是因为 你比我大 春夜音脑子一热 大声说着 香菱赞同地说着 我就是这个意思 春夜音慌忙解释 我是说年龄 香菱嘖嘖一笑 我不明白 你是什么意思 啊 春夜音再也忍不住了 张牙舞爪地 朝香菱扑了过去 然后她就瞧见一抹金色 碰 噗通 春夜音平躺在甲板上 双目呆滞地盯着天空 这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好晕啊 到了晚上 春夜音苏醒过来 第一眼就瞧见 正在照顾自己的香菱 香菱对她露出笑意 你醒了 春夜音的脑壳有点疼 她扶了一下 疑惑地说着 我好像做了一个梦 咱们两个不知道 在争什么东西 香菱温柔地 对春夜音提醒着 小姑娘 那不是梦哦 第112章 雪人 困的话就继续睡吧 我已经为你治疗过了 在香菱的安抚下 春夜音却是愈加清醒过来 她迎牙紧咬 猛地起身冲了出去 香菱见状有些紧张 因为 她已经知道 名人是有点喜欢春夜音的了 万一春夜音想不开跳海了怎么办 可等香菱追出去 却发现 春夜音只不过是在训练而已 春夜音口中喃喃自语地说着 等我变强 我就打扁你 看样子 她被打击得实在有点大 但听到春夜音的话 香菱还是下意识抱了抱胸 顿时有种危机感 万一被人打扁 名人肯定不喜欢的 毕竟相比于那种形态 还是挺翘一点 更有手感 于是 香菱也开始练习 名人交给她的几个基础人数 月光之下 两个青春靓丽的女子 正在较劲 船舱内 一群木叶忍者 以及曾经是木叶忍者的家伙 汇聚在一起 作为小孩子 还是不要喝酒为好 自来也盯着品尝美酒的名人 对其提醒着 名人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微微摇头 然后放了下去 和前世的白酒比起来 这里的酒并不算好喝 毕竟是两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 主打的就是一个战争 基本上所有的精力 都去研究变强 忍术 战斗了 所以没有多少闲心 发展酿酒文化 有差距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于自来也的话 名人则是说着 有什么关系吗 我又不是木叶忍者 也没有任务在身 卡卡西回头通过窗户 看了一眼 正在拼命训练的两人 懒惰地开口说着 他们那样 真的没有问题吗 因为在执行任务 所以卡卡西不能喝酒 自来也喝酒 是因为对于她来说 这是带着徒弟的一次历练 任务又不是她接的 没问题的 名人心中有些紧张 但表面上 还是非常淡定地说着 只要他们不攻击我就行 哈哈哈哈 自来也被名人逗笑了 忍不住对她嘲笑起来 谁叫你是个色狼 还很花心呢 名人嘖嘖一笑 彼此彼此 刚手和加藤段之间 的确是恋人关系 但后来断媒了 刚手对自来也说不准 有没有关于 那个方面的感情 而自来也却是个 偷看女澡堂的家伙 有不小的可能 是因为自来也的 一些坏习惯 才导致刚手 看不起自来也的 对了 名人忽然想起 另外一个问题 他回头看向 正在吃饭的佐助 对她问道 这些天你的实力 进步怎么样 或许是因为 早些时候的习惯问题 名人和佐助相处的模式 不像是同龄人 反而像是教官和学员 但又不准确 毕竟俩人在这期间 也成为了好朋友 于是就变成了 这种平时是朋友 但关于训练上俩人 又转换成 另外一种相处模式 佐助听见名人的话 却是直接表示 我可以展示一下 我的实力 但我不会和你 进行对决 有货 名人有些意外地 看向佐助 怎么回事 咱们天不怕地不怕的 二柱子 去哪了 佐助回想起 自己曾经多次 不自量力去挑战名人 心中便是一阵尴尬 他跟着自来 他也开拓了知识 现在已经能够清晰地 对自己的实力 进行定位了 名人是一个 能够战胜四位影集的存在 在整个人界 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而他 只不过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语之波族人 按照自来也的话来说 佐助成长起来后 可以和名人过两招 但现在 不行 佐助向名人展示了一下 自己的三沟欲 血轮眼 名人摸着下巴 轻轻点头 不错 看样子 佐助应该是从什么地方 得到了血轮眼的训练方式 要不然 按照原柱来看 此时的柱子 才二沟欲 三沟欲是叛逃之后 被大蛇丸搞得骤印影响 在终末之谷 又被名人刺激 才开的三沟欲 你距离宇志波佑 还有一段距离 最近不要想着去挑战他 名人对佐助提醒道 提起宇志波佑 佐助便低着头 遏制不住自己的仇恨 他小声说着 这也是自来也老师经常 对我说的话 之后 名人又询问了 关于小九尾的训练程度 佐助和自来也对此 却一无所知 因为名人的封印太强大了 小九尾根本掀不起水花 而佐助和自来 又对那么小只九尾的力量 不是很重视 名人得知情况后 微微摇头 看样子 还是以后再说吧 根据名人的计划 香菱是要击败风花怒涛的 到时候 香菱爆发出九尾之力 佐助就会馋 等佐助馋了 就会来问名人 到时候 名人再去向佐助说明 然后用幻术召唤她的本心 让她开始学着掌控九尾之力 佐助拥有宇智波一族的血脉 外加九尾之力的话 她的实力将会提升到另外一个程度 再积累一些战斗经验 估计能够踏入影集的门槛了 而到了影集 佐助就能去挑战宇智波又了 不是说 影集就能打过宇智波又 而是说 宇智波又会对佐助放水 不 应该说是放海比较准确一些 总之 只要佐助的实力 不需要超过宇智波又 她只要成长到一定程度 能够获得宇智波又的认可 那么 佐助就能杀死宇智波又 宇智波又 是个火之意志继承者 但对于佐助来说 宇智波又 是个爱她的畜生 雪之国 被风花怒涛 和她的爪牙控制着 剧组带着风花小雪前来 自然被风花怒涛知道了 但或许是因为名人乱跑的原因 原著中的时间线 已经对不上了 剧组抵达雪之国 并且进行拍戏的第二天 雪忍才来找麻烦 岸边 被雪忍袭击的剧组 正在朝大船上逃 卡卡西 佐助 春夜英三个人 已经冲了下去 剧组的大船上 名人看着下方的一众雪忍 便知道 那些都是小卡拉米 在原著中 甚至都没有名字的那种 于是 名人便对身边的湘灵表示 这是个机会啊 湘灵 湘灵可以说是非常了解名人了 她立马就察觉到名人的意思 湘灵抬起拳头 略有些兴奋地表示 从来都是我打不过别人 现在我也想试试自己的实力 第113章 原来这个家伙 也会说谢谢 一直看你教训这个 训练那个 没想到关键时刻 却是个没有用的人 名人正在盯着下方的战斗 身后传出一道嘲笑的声音 原来是风花小雪 已经跟随剧组逃回船上 见到其他人者都在战斗 而名人则是在船上看戏 风花小雪便开始不满起来 名人还没开口 不远处同样摸鱼的自来也便发话了 自来也哈哈大笑地说着 虽然是敌人来袭 但还是留一些人守着雇主的 名人微微摇头 觉得风花小雪的性格并不好 不过名人并未计较 毕竟他想在雪之国安家 以后少不了和风花小雪接触 名人可以忍耐一时 如果风花小雪得寸进尺的话 名人只好成为下一个风花怒涛了 只不过和风花怒涛不一样的是 如果是风花怒涛占据雪之国 风花小雪和他的支持者们 还一定概率反败为胜 但如果是名人的话 名人没有在想 而是看向下方的战斗 这一会儿功夫 战斗都要结束了 香菱开着九尾模式冲下去 速度快得如同顺身术一样 雪人的忍拒 忍术都无法命中香菱 而香菱只需要拎着苦 跑到他们面前 刺进驳梗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这简直就是单方面的屠杀 毕竟卡卡西 左柱都不是一般人 香菱也有九尾模式 混子只有春野鹰一个 而对面呢 几乎全员都是小卡拉米 破 香菱拎着苦 刺入最后一名敌人胸膛 巨量的鲜血喷涌而出 这名学人惊悚地看着香菱 而后无力倒下 香菱的九尾模式也正好结束 目前香菱只能维持 几分钟的九尾模式 但已经足够应对大多数情况了 左柱看着战绩 比自己豪华得多的香菱 有些不可思议 他搞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明明自己一直都很努力 但是中人考试 那个守无负雄之力的小姑娘 却能短期内超越自己 难道他是天才 难道他比自己努力 而就在此时 巨组大船遇到袭击 因为下方的学人 只不过是杂兵 也只是阳弓而已 天空中掠过一道影子 直直地朝风花小雪冲了过去 哼 居然请木叶的人者 来保驾护航吗 不过他们都被引开了 跟我们走吧 风花公主 贺义吹雪得意地说着 自来也发现她的存在 掌心凝出螺旋丸 就跑了过去 可就在此时 另外两名风花怒涛的爪牙 从大船侧方潜了进来 那个白头发的老头子 不要去碍事 自来也朝声员看了过去 那是一个穿着铠甲的胖子 正用被裹着装甲的手 朝自己攻来 不知道敌人的强弱 自来也不敢硬扛这种东西 他这发螺旋丸 和东雄冰雹的攻击对了上去 碰 东雄冰雹的表情 瞬间变得争鸣起来 整个人旋转地向后退去 撞破船沿落入海中 哦 原来是小卡拉米啊 东雄冰雹被瞬间秒杀 表情也是一正 他连忙抬手结印 准备完成后大喊道 冰盾一脚白金 自来也被这个忍术逼迫地后退了数步 巨大的一脚 白金贴着船体飞了过去 落入海中 刚刚落入海内的胖子 而这个时候 鹤一吹雪也从天上冲了下来 一把抱住已经被下猛逼的风花小雪 便原地起飞了 狼牙雪崩 瞧见鹤一吹雪得手 便对自来也说着 虽然不知道你有多强 但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总不能会飞吧 嘲笑完自来也 狼牙雪崩开始撤退 但自来也明显不是他能够招惹的 如果狼牙雪崩第一时间撤退 还有可能跑掉 毕竟自来也也没有认真对战 可是狼牙雪崩却站在那 嘲讽自来也 等狼牙雪崩打算逃跑 已经来不及了 自来也一个闪身过去 螺旋丸就招呼在他的面门 碰 螺旋丸恐怖的绞杀威力 瞬间将狼牙雪崩的面部绞碎 尸体瞬间倒在地上 被自来也秒杀 这不离谱 毕竟自来也可是三人之一 而狼牙雪崩 就算网牛逼了说 也只是卡卡西那一个等级的 面对自来也被秒杀 很正常 只是这个时候 鹤一吹雪已经带着风花小雪 飞了一段距离 自来也抬头看着天空中的鹤一吹雪 有些头疼地说着 真的是难以处理啊 名人 你不是会飞吗 咦 你怎么知道我会飞的 名人有些好奇这个问题 难不成木叶专门研究自己 自来也则是对名人表示 这都是你明目张胆 暴露出来的情报 好吧 名人有些无奈 看样子 自己还是有点不低调 他看了一眼 即将飞到高处的鹤一吹雪 双膝微微弯曲 下一秒 名人身影一闪 出现在鹤一吹雪前方 什么 鹤一吹雪 此时还没意识到 自己两名队友 已经被自来也解决 现在忽然被名人拦住 直接呆了 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拦住他 毕竟他可是天上飞的 名人抬手一巴掌招呼下去 碰 鹤一吹雪脑子一猛 身体落在船上 双目缓缓闭合 昏迷之前 鹤一吹雪呆呆地想着 怎么回事 我被袭击了 这个时候 卡卡西等人也知道 船上发生变故 所以返回来了 卡卡西回到船上 瞧见天空中的名人 正在缓缓下降 而名人的手中 还抓着风花小雪的衣领 像是拎着一个小鸡仔一样 风花小雪被袭击 又被带到高空 此时已经吓得直哆嗦了 直到名人将它放在地上 它才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什么 风花小雪环抱着身体 哆哆嗦嗦地对名人小声说着 谢谢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 冲到自己房间 躲进了被窝 名人嘖嘖称奇 原来这个家伙 也会说谢谢啊 卡卡西看了一眼 地上狼牙雪崩的尸体 只觉得有些眼熟 而另外一个 则是鹤一吹雪 应该能从这个家伙口中 得出一些情报吧 卡卡西对春野鹰纷纷道 小鹰 你去将他身上的铠甲弄下来 然后绑起来 春野鹰点点头 朝昏迷中的鹤一吹雪走过去 而左柱直接对名人问着 名人 那个家伙体表的金光 是什么力量 第114章 得加钱 那个叫做九尾之力 名人随口吐槽道 我本来给你小九尾 就是为了让你 能够在自来也的引导下 尝试使用九尾的力量 你就算了 毕竟啥也不知道 但没想到 自来也不重视九尾的力量 这可真的是 此时就算被名人提醒 自来也也是嘴硬地回应道 那小九尾就巴掌大 能有什么力量 名人微微摇头 对自来也提醒道 小九尾的查克拉会不断提升 直到恢复到巅峰状态 什么 自来也明显不知道这种事情 他听完后微微一惊 看来的确是老夫大义了 见到传说中的三人之一 居然认错 左柱和春野鹰 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要知道他们的老师都是三人 左柱的老师是自来也 春野鹰的老师是刚手 他们可是知道 三人是什么程度的人者 尤其是原飞日展 求着自来也当火影 被自来也拒绝 求着刚手当火影 被刚手拒绝 这种事情 给春野鹰和左柱的冲击非常大 要知道 火影可是一个村子的首领 更何况是五大忍村之一 实力最强的牧业忍村的首领 但这种事情都被拒绝 由此可见三人的含金量 但是 自来也作为三人之一 居然在名人面前认错 这更让他们觉得玄幻起来 他们和名人 真的是同龄人吗 名人见自来也居然认错 也是觉得有些罕见 他挠挠头 算了 毕竟本来也没打算 让你知道柱子这个东西 那你 自来也瞬间猛圈了 你这个小子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你比老夫 更适合交徒弟吗 名人摇摇头 我压根不懂如何交徒弟 单论这一点 我的确不如你 不过 有一些尾兽上的事情 我知道的比你多一点 自来也猛猛地点头 他不想在自己弟子面前丢脸 而另一边 名人也是对春野鹰问着 小鹰 你见到过那个凶狠大的女人了吗 自来也 佐助 提起这个 春野鹰便是一阵自卑 但他还是如实回答道 是的 而且 我已经拜师了 没错 春野鹰已经用名人给出的方式 成功拜师刚手了 还记得 当初的情况是这样的 刚手双臂抱凶没错 别人都是双手 他是双臂 刚手一阵冷笑 对春野鹰问道 我凭什么收你为弟子 碰 春野鹰将手上的手提箱 丢在桌子上 然后打开 露出满满的大额钞票 诚恳地说着 这是我今年的学费 刚手表情剧烈一变 抬手堵住嘴唇 嗨嗨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会收你为徒的 要知道 我可是三人之一 春野鹰有些失望 是吗 那我需要怎么做 才能成为您的弟子 此时春野鹰心中想着 名人说过 我一定要拜师成功 要不然 一辈子无法突破实力了 刚手想了一下 对春野鹰说着 你需要向我展露出你的天赋 让我看看 你对查克拉的控制力强不强 另外 还有一个要求 春野鹰恭敬地说着 您说 刚手面颊一红 但逾气坚定地说着 得加钱 春野鹰 于是 春野鹰就成了刚手的弟子 名人得知春野鹰的近况后 微微点头 不错 事情按照名人预想地进行了 名人拍了拍春野鹰的肩膀 对他说着 小鹰 好好练习百豪之术 到时候 我也给你弄只小九尾玩玩 在一旁偷听的自来眼 卧槽 名人这是干嘛 批发尾兽 毕竟这种事情 太过于奇怪了 谁家尾兽是批发的 而且还是最强的尾兽 九尾妖狐 不过 算了 名人这个家伙 太过于神秘了 自来也不好 多问名人的事情 左助这个时候已经急了 他再次对名人询问着 名人 究竟要如何做 才能控制九尾的力量 看到左助焦急的表情 名人这个时候 才回想起他的事情来 哦 这个吗 名人开口说着 很简单的 只需要你体内的九尾 愿意给你查克拉 然后你凭借自己的意志 吸收查克拉 就能够进入九尾模式了 他们称呼那个 金光闪闪的外表 为九尾模式吗 自来也摸着下巴 如此想着 不过 需要尾兽自愿给查克拉 这一点 貌似很难做到的 毕竟 尾兽和人类之间的仇恨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化解的 更何况是九尾妖狐这种 常年被人类囚禁 然后心生怨恨的尾兽了 难道名人手上掌握的 有和尾兽打好关系的方式吗 看来水门这个儿子 越来越让自来也看不懂了 紧接着 不出名人预料 左助又在追问如何控制 然后 名人就将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首先要九尾愿意 借查克拉 然后让九尾取消 对查克拉的控制 然后左助需要按照本心而活 需要将九尾查克拉 转化为自己的查克拉 才能进入九尾模式 左助听后有些头疼 这个方式太过于复杂了 毕竟 不管是按照本心来活 还是获得为首的认可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名人则是对左助说着 放心吧柱子 我将小九尾给你 就不会让他成为你的负担 于是 名人抬手解开左助腹部的封印 然后对小九尾问道 喂 你愿意将查克拉借给柱子吗 小九尾 呵呵 你当老夫是谁 你的宠物吗 九喇嘛 你最好是宠物 要不然 我就将你全部吸收掉 小九尾 可恶的家伙 我我愿意 自来眼 左助 名人满意点头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问题 需要解决了 正好可以实验一下我的幻术 幻术 实验 左助听到名人的话 下意识远离了名人 警惕地看着他 名人满脸黑线地问道 怎么了 我有这么可怕吗 左助如实说着 非常可怕 自从在自来眼那里得到 相应的知识和见识后 左助就对一些事情有了认知 名人 他压根 就不是个正常人 名人弄出来的幻术 肯定无比的邪恶 这不容左助不害怕 第115章 灵魂 这样啊 名人也没强求 那等你做好心理准备 再来找我吧 他没想到 曾经愿意为了实力穿女装的二柱子 现在居然连个幻术都不乐意尝试了 这不符合他对左助的印象 或许也可能是因为自来眼的教学问题 名人说完 便没用幻术的打算了 他打开神月心眼 感知着周围的事物 找到了 名人小声说着 抬步走到船檐 众人见他这个动作 也都是好奇的跟上 大家朝下面望去 只瞧见一个狼狈不堪的死胖子 双手抓着船体 哦 原来是之前战斗的时候 被自来野鸡飞到海中的冰雹冬雄 并没有直接死亡 现在木夜的几个人 瞧见他的样子 都是有些疑惑 这憨货 甚至不会用茶克拉站立在水面上 名人对这胖子说着 上来吧 胖子知道躲不开 也不敢反抗名人的命令 他强忍着剧痛 用了十几秒才算爬上船 不要杀我 冰雹冬雄颓然地坐在地上 开口说着 我愿意配合你们 让你们获得想知道的情报 这样的话就好说多了 自来野摸着下巴 上前两步开始询问 过了一会儿 冰雹冬雄这家伙 便将事情说了出来 木夜的众人这才知道 雪之国内的情况 莫料 兴许是嚣张跋扈习惯了 冰雹冬雄 还对木夜众人威胁道 你们要尽快放了我和我的同伴 要不然风花大人 不会放过你们的 破 冰雹冬雄直接插入 冰雹冬雄胸口 冰雹冬雄不可思议地低下头 然后愿毒地看着冰雹 为什么 冰雹没有回答 而是一手握着苦雹 一手抬起开始结印 这个印 便是可以控制灵魂的印 是冰雹模拟中的角色开发的 有了这个数 冰雹就能控制灵魂 然后配合真实瀑布的幻术 将敌人的黑化版本 拉入战场 为己所用了 直直 伴随着冰人施术 冰雹冬雄体表 凝出一层灰色的雾态查克拉 这些雾态查克拉非常诡异 被插入心脏处的苦雾牵引着 正在缓缓被吸收进苦雾内 那种能量 一看就非常邪恶 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而失去了灵魂的冰雹冬雄 也是彻底失去了生气 左柱站在冰人身后 看到这一幕 那是几倍发凉 冰人这个数 也太邪恶了 看来他当当的选择是对的 破 名人顺手拔出冰雹冬雄胸口处的苦雾 握在手中看了看 感知这苦雾内部处于混沌状态 可以被自己随时下命令的冰雹冬雄灵魂 名人露出一丝微笑 第一个有了 自来也似乎也察觉到什么 他对名人询问道 这种力量 你是怎么掌控的 名人随口说着 只不过是为了完善一个幻术而已 看来 你误入歧途了呀 自来也忽然认真的 看着名人那无所谓的表情 对名人提醒道 使用这种邪恶的力量 控制别人的灵魂 你难道就没有底线吗 自来也知道 名人很强 但是这种事情 自来也无法接受 名人听后扑斥一笑 这个家伙是风花怒涛的部下 常年欺压雪之国百姓 我控制他的灵魂 是他比较合理的归属 我没有再问你这个问题 自来也的音调提高几分 名人 看来 你的确是缺少了正确的引导 否则也不会开发出 这种邪恶的人数 爱名人叹口气 无奈地对自来也说道 事到如今 你要以什么身份 对我进行说教 好了 你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了 要不然 我是会翻脸的 说完 名人便不打算再理会自来也 毕竟他对自来也没感情 要是自来也 非得找不痛快 名人就只好 不过就在此时 九喇嘛也忽然说着 名人 我也觉得这种力量 有些突破底线了 哦 就连九喇嘛都这么说了 这让名人有些意外 不过九喇嘛毕竟是朋友 名人还是乐意向他解释的 名人耐着性子说道 九喇嘛 力量本身并没有正邪之分 使用力量的人才有 当然 我不会自诩为正义 但是 如果说我是个 彻头彻尾的混蛋 那也有些勉强吧 这倒也是 九喇嘛随口说了一句 便不再计较这个事情了 因为忍接的情况比较特殊 导致了大家对某些数 都非常排斥 总之 那些玩灵魂的 没一个好东西 左柱站在一旁没有吭声 谁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看法 反倒是春野英和湘灵 则对此并不在意 毕竟名人说的对 力量本身没有正邪 使用力量的人才有 而名人不是正义的 但也绝对不是邪恶的 因为名人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名人 将封印冰雹东雄灵魂的苦物收好 便抬步走向房间内 自来也察觉到什么 立马对名人问道 那个家伙的灵魂也要吗 他所指的 正是鹤意吹雪的灵魂 名人的头有些大 我还是那句话 他是风花怒涛的爪牙 有这个下场是活该的 虽然我 没有权利对他们定型 但我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同 自来也 把路让开 自来也表情一沉 内心中挣扎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用嘴盾说服名人 但是却失败了 抡起嘴盾 名人虽然不是和原著中那么擅长 但还是比自来也这个家伙厉害一些的 最后自来也知道 无法阻拦名人 便是有些悲伤的叹口气 因为他没预料到过 这种事情的发生 水门是火之意志的继承者 还是火影 备受大家的爱戴 但是水门的儿子 却因为各种事情 一步步走到了这种玩弄灵魂 但是却没有一丝丝愧疚和不安的地步 这让自来也有些自责 早知道现在 他当初该将名人带在身边游历 这样的话 才能正确引导名人 然而 如果名人知道自来也的想法 却也会嗤之以鼻 三人之中 也就刚手稍微好点 大蛇丸是个出生 这点毋庸置疑 最后来就必须来说